朝会散了 但是李信与侯敬德都没有走 作为即将接手禁军的两个将军 太康天子有太多话 想要跟他们说了 侯敬德还好 从去岁宫变之后 他就被安排到禁军里 给裴敬做副手 大半年下来 多少已经熟悉了禁军 而李信则是两眼一抹黑 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接手禁军 就不得不依靠成国公府派出来的人 不过没有关系 李信并不在乎这个 对于他来说 不管是羽灵卫 还是禁军 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因为他们都不可能 真正成为李信的人 就算李信把禁军拿捏得再好 每天太康天子和他翻脸了 这些禁军会站在哪一边 一目了然 天子担心裴敬 是因为裴敬在禁军待了十几年 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 所以裴敬这个人才必须拿掉 至于李信还有侯敬德 他们两个注定只能说 替天子长兵 禁军对于李信来说 只是他向上爬的阶梯 论可靠程度来说 连羽灵卫都不如 下了朝之后 留下来的不只是李信和侯敬德 还有大都督府的那位大都督基平 天子拉着这个基家的肃老 在书房里详谈 至于李侯两个人 只能在魏阳宫的偏殿等候 好在两个人都有凳子坐 侯敬德硕大的屁股 只敢小心翼翼地坐一半下去 这不能怪他胆子小 事实上所有的朝臣进宫 都是这个模样 包括那位浩然宫在内 都是只坐一般 表示自己涉于天子之威 惶恐不已 至于李信 就要随意地多 自他从永州回来之后 皇宫里来了没有十次 也有八九次了 只要面对天子客气一些就好 这些小规矩 束缚不住他 两个人等了一会儿之后 侯敬德终于忍不住 偷偷地坐到李信旁边 小声开口 李兄弟 你说陛下什么时候 才会召见我们 李信本来不想理他 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犹豫了一下 缓缓回答道 恐怕有一会儿好等了 天子把裴敬 升入大都督府 是担了很大风险的 因为从职权上来说 大都督府的右都督 比起禁军的大将军 可要大伤太多了 禁军的大将军 只能管束禁军 而大都督府的两个都督 理论上是可以 调遣全国兵马的 所以就必须要 死死地钳制住 裴敬的权利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太康天子自然要 跟那位左都督 好好商议商议 侯敬德笑呵呵地 对李信说道 李兄弟怎么现在 这么生分了 莫不是忘了 咱们同出羽林卫 以后于兄还要指着 李兄弟引路呢 侯敬德这个人不笨 但是绝对称不上聪明 否则他一个侯爷的儿子 也不会四十多岁 还在羽林卫 左廊将的位置上私混 这个人虽然不太聪明 但是他认人 当初是李信 带着他从羽林卫的摊子上 跳出来 让他成了一个 正三品的将军 他便认定了 要跟着李信 这个聪明人做事 这样才能做得安稳 李信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已经多次冷落侯敬德 但是这次到现在 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个时候 就只能跟他说实话了 李信左右看了看 然后压低了声音 侯大哥 裴静退下来之后 是我跟你两个人 共同执掌禁军 侯敬德咧嘴一笑 那太好了 就像从前在羽林卫一样 你我兄弟一人一半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这个大个子 羽林卫加在一起 只有三千人 而京城附近的禁军 足有三十万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喝道 你知道裴静为什么 被挤出禁军 就是因为裴静一个人 就可以在禁军说了算 陛下他容不下 另一个裴静 你我一起执掌禁军 我们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裴静 这是陛下不愿意看到的 哪怕他现在无所谓 再过几年 他也会看不顺眼 把我们当成另一个裴静 从禁军里挤出去 明白了吗 侯敬德瞪大了眼睛 一时没有听懂 李信在说什么 过了很久之后 他才消化了李信 跟他说的信息 然后喃喃说道 李兄弟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咱们两个 以后就不是兄弟了 李信微微叹了口气 低声道 叶灵将来也接过叶少宝的位置 接掌镇北军 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什么羽灵卫一系 那我们这个羽灵卫想干什么 想再来一次公辩吗 他声音放得很低 但是在侯敬德听来 却如同惊美一样 他一时有些说不出话来 李信眯着眼睛 继续说道 前次 他大朝会上 侯大哥 说我不理你 你自己想一想 我能理你吗 侯敬德终于想明白了 他呆呆地点了点头 还是李兄弟 想得长远 李信一边拿起桌子上的一块糕点咬了一口 一边缓缓地说道 侯大哥 你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不说反目成仇 最起码也不能和平相处了 必须声出一些举语 最好事情闹大 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你我不和 怎么闹大 李信无奈地看了这祸一眼 比如说 我说你没脑子 侯敬德脸色通红 低声道 李兄弟 这样就过分了吧 你别说好 好好听着 李信低声道 等朝廷的任命下来 你我同为进军的将军的时候 你私下里便到处去说 就说他李信一个黄毛儒子 乳牙都还没有退干净 半点军功也没有 若不是能说会道 巧言吝啬 又有清和长公主的关系 和陛下是个亲戚 何德何能与我同恋 当初在雨林卫的时候 便看着他不顺眼 不曾想陛下 被他蒙蔽成这个样子 连进军这种大任 也交给这么一个毛孩子 十八岁的进军将军 这不是胡闹吗 李信说出这几句话的语气 都很平淡 但是侯敬德却听得脸色涨红 是李兄弟 你带着我们一起发迹 这个时候 我老侯要是在背后 说这种混账话 让雨林卫的老兄弟们 如何看我 李信缓缓把嘴里的糕点吃完 一字一句地说道 只要再然后说完这句话 你这辈子的荣华富贵 就跑不掉了 侯大哥你说是不说 侯敬德没有多做犹豫 老老实实地点头 我说 李信拍了拍他的肩膀 呵呵笑道 不愧是将门子弟 干脆 侯敬德长叹了一口气 低声道 老哥哥家里 还有一大家子人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说着 他抬头看了一眼李信 又叹了口气 不无遗憾地说道 我老爹下个月半寿 本来他老人家 一直想见一见李兄弟 现在看来没机会了 李信瞇了瞇眼睛 没有多说什么 侯大哥 咱们两个闹不闹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闹掰了 这样以后 我们两个在禁军的手下 互相之间的关系 也不会太好 陛下的目的就达成了 至于闹掰嘛 也要有个过程 不然看起来太生硬 也会让人怀疑 李信微笑道 侯伯伯下个月的大寿 我会去的 古往今来 所有官场里的文章 当官的 都不会直接说给另一个人听 这些案里的弯弯绕绕 本来是不应该放在台面上说的 官场里的人 本来就应该自己领悟这个 领悟不出来 那就是你脑子不够用 也不配在网上爬 像李信这样 直接开口把话说明白的 就是侯敬德的贵人 黑脸的侯敬德 咧嘴笑了笑 开口道 李兄弟 今后无论怎么样 老哥哥都歉意这份情 以后老哥哥要是在背后诋毁你 那也是按着你的吩咐来的 你可不许生气 李信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侯大哥 先说好 我要是跟别人说你没脑子 你也不要生气 侯敬德苦笑道 便不能换个词嘛 我虽然不太聪慧 但是也不至于没有脑子 李信呵呵一笑 没有接话查 侯敬德也很识趣地坐到了一边 两个人没有怎么再说话了 不管怎么说 这会儿是在宫里 他们两个人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送到 太康天子的桌案上 李信之所以敢在宫里说这些话 是因为他并不害怕这种事情产生 因为就算他跟侯敬德说的这些话 被太康天子知道了 也不会是什么坏事 大概又过了一炷箱左右的时间 白发苍苍的大都督府 左都督鸡瓶 终于从天子的书房里走了出来 老人家走出书房之后 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到了李信这边 李信站了起来 对着这个老头拱手道 李信见过老公也 这个鸡瓶 血脉比鸡民方距离主治更远 距离第一代 已经隔了三四代人 到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县公的爵位 比国公要差得远了 不过到了他这个位置 自身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大过爵位本身了 鸡瓶笑呵呵地看了李信一眼 微笑道 金安侯爷的事 老夫听闻了不少 后生可畏啊 大都督过奖了 鸡瓶摇头道 没有过奖 没有过奖 他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呵呵笑道 金安侯也是勋贵 按这个态势 恐怕你三四十岁 就可以进入大都督府做事 老人家说了这句话之后 摇头感慨道 这天下还是年轻人的呀 老头子拄着拐杖走远了 李信摇了摇头 并没有把这段话放在心上 这是领导惯用的套路 总是喜欢点年轻人画饼 好激发他们的斗志 这种话对于李信没用 极凭走远之后 年轻的宦官萧正 对着李信 还有侯敬德低头 两位侯爷 陛下在书房等你们 侯敬德也是侯爵 是大静的中勇侯 李信点了点头 双手拢在袖子里 谢侯爷挂念 蒙陛下照顾奴婢一切都好 皇宫里的工人们 都是男称奴 女称婢 但是并不分开轿 都是自称奴婢 很多人纠结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解释一下 中国的大部分朝代 太监都是自称奴婢的 除了某个朝代 李信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按照现在的趋势 董承已经失去了 争夺内侍奸太监的资格 也就是说 这个年轻的小太监 用不了多久之后 就会执掌内庭 这会儿跟他打好关系 对李信是很有好处的 在萧正的带领下 李信和侯靖德 都到了天子的书房门口 萧正轻轻敲了敲门 在门口尖声道 陛下 两位侯爷来了 房间里很快传来 太康天子的声音 让他们进来 萧正打开房门 李信和侯靖德 先后走了进去 这场谈话的内容 还是很老套的 大致就是让李信和侯靖德 在禁军里互相照顾 互相帮扶 尽快全盘掌控禁军 太康天子说了一会之后 陛近在禁军待了十多年 就算他不刻意经营 现在禁军里 也有很多他的下属 亲信甚至是死忠 天子的意思是 要尽快把陛近在禁军的影响力 抹除掉 侯靖德连忙低头硬势 而李信则是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陛下 时间有点着急了 正常情况下 这种影响力完全消除 大概需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 而经太康天子给出的时间 太急促了 天子从自己的书案上 取下一道奏本 递在李信手里 这是刑部派出去的人 寄回来的奏书 李信打开简单扫了一眼 自己就有数了 前些日子 大静有十一处地方爆了灾殃 天子不太相信 于是 派了刑部的人出去探查 而现在 这十一处爆灾的地方 被刑部查出 只有两处地方 确实遭了灾 其他九个地方 全部都是谎报灾情 如今 刑部的人 已经压着这些谎报灾情的官员 在回京受审的路上了 李信看完之后 缓缓吐了一口气 陛下是想要 在刑部的人回来之前 彻底掌握禁军 太康天子缓缓点头 朕已经给他们去了信 让他们慢点回京 这个新登记 没有多久的皇帝陛下 微微叹了口气 等刑部的人回来 那些世家做的事 就再也遮掩不住 朕就不得不跟他们翻脸 翻脸之前 朕怎么也要有一些自保能力 李信低头道 陛下放心 臣等一定竭尽所能 帮助陛下尽快掌握禁军 天子笑了笑 对着侯敬德挥了挥手 侯将军先下去 朕与长安有几句话说 侯敬德功声音士 弯着身子退了下去 这个大哥子离开之后 承得天子挺得笔直的身子 一下子垮了下来 整个人放松了不少 他长出了一口气 笑道 见这些大臣 每天摆出一副威严的模样 着实不好受 还是跟长安你相处的时候 要轻松一些 李信微笑不语 天子继续说道 长安你那天去平南侯府 可有什么收获 行阳正式的人 似乎不太愿意见陛下 跟平南侯府死死地抱在了一起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继续说道 至于李慎那里 没有找到什么破绽 不过承可以肯定一点 天子正惊起来 问道 哪一点 李信低声道 李慎要出京 如今平南侯府被重重包围 虽然不知道李慎怎么出去 但是可以肯定是 在南疆彻底乱起来之前 李慎是肯定会想办法出京的 金安侯也喘了一口气 李慎这个人 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他很快就会开始动作 天子微微动容 那 正在多派一些人 去看着平南侯府 最了解一个人的 一般都是他的敌人 李信一直把李慎 当成自己要踩在脚底下的目标 所以他了解了许多 关于李慎的事情 对李慎这个人 他已经有了不少了解 大概是十八九年前的样子 老侯爷李智杰染病 南疆云涅趁机生乱 蜀郡一片战火 那时候被留在京城做质子 还不到二十四岁的李慎 跪在常乐宫门口 跪了一天一夜 十九年前 承得天子登基 还不满一年时间 最终 这位以仁德著称的天子 放李慎离开京城 这当然不只是因为 两个人有什么兄弟情义 实际上那个时候 大静还在舔伤口 承得天子刚刚即位 局势也不太稳定 这种时候 南疆如果真的被南蜀余孽弄乱了 朝廷也没有办法收拾 因此 承得天子就把李慎放了出去 到了南疆之后 李慎接过老爹李之杰手里的兵权 带着平南军 跟南蜀移民 狠狠地硬碰了几次 期间因为出掌军事 李慎受过大大小小的几次伤 最重的一次 他不得不就近找地方养伤 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认识了李慎的母亲肖清兰 这一点 李慎没有说谎 这几年时间里 他的确很忙 大概15年前 老侯爷李之杰撒手人寰 李慎正是接过平南侯的位置 同年 南蜀余孽被他平定 南蜀的那位闽王被活捉进京 第二年 李慎就受封了祝国 当时 身在京城做质子 手里 没有半点势力的李慎 尚且能够做出这么多大事 如今他大事已成 更不可能在京城里等死了 李慎是必然会有所动作的 只是现在李慎一时半会 还想不到 他会用什么办法离开京城 天子拍了拍李慎的肩膀 微笑道 长安 平南侯府那边的事情 你先放一放 回头正让总衡接手 你现在主要的精力 就是放在禁军身上 把禁军彻底拿到手了 咱们做事才会有底气 泰康天子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要让李慎 放手平南侯府那边 专心打理禁军 一来是他的确很迫切地需要禁军 二来是李慎必尽性理 无论如何 李慎不能逃出京城 所以泰康天子 选择让总衡来做 总衡就是千牛卫的中郎将 交给总衡 其实就是让禁军卫收手 用千牛卫来看住平南侯府 李慎没有什么犹豫 低头道 臣遵命 不过臣没有什么 统领大规模军队的经验 有一件事还请陛下准许 天子笑道 你说 臣要带一些人进禁军 帮着臣打理进军军务 天子皱了皱眉头 哪些人 夜师手底下的人 李慎笑了笑 前几天陈跟夜师好说歹说 他才愿意借几个人给我 这些人都是以前战场上 退下来的将领 都在四五十岁左右 有他们配合 禁军那边就能够顺利不少 让叶家插手禁军 天子心里虽然有些不太舒服 但是想到 能够快速掌握禁军 他还是点了点头 就按长安的意思来 两个人又说了会话 李慎起身告辞 陛下 陈明后天就要去禁军大营了 现在要回家收拾收拾 顺便嘱咐一下下人 这便先告辞了 天子点了点头 叹气到 劳累长安了 李慎微笑摇头 此不仅仅是为了陛下奔忙 也是为了臣自己奔忙 不累的 禁安侯缓缓缓退出魏阳宫 禁军大营不在京城附近 而是在京城外面 大概三四十里的地方 所以禁军的将领 平日里一般都是不禁城的 也只有十日一次的大朝会 禁军里重要的将领 才会进京城里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李慎是要住在禁军大营的 直到他差不多彻底掌握了禁军之后 才能搬回城里住 所以他要安排一些事情 出了永安门之后 陈十六在门口牵马等着他 侯爷 李慎拍了拍这个少年人的肩膀 开口道 十六 你现在去一趟雨林卫 去把慕英叫过来 让他去侯府见我 陈十六连忙点头 转身就要跑去 李慎拉住了他 指了指一边的大青马 你骑马去 这里永乐芳进 我走回去 十六犹豫了一下 然后低头道 是 永乐芳就在皇城边上 等李慎慢步走回家里的时候 慕英已经骑着马赶到了 这位木狼将来的交集 跳下早红马之后 对着李慎咧嘴笑道 侯爷这么着急 换杯子过来 有什么事 他对李慎挤了几眼 是不是侯爷要见我妹子 李慎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副手道 都是雨林卫狼将了 一点正形也没有 慕英呵呵一笑 把手里的缰绳 递给静安侯府的下人 跟着李慎走了进去 李兄弟 找我什么事 从明天开始 调回平南侯府附近的雨林卫 平南侯府 由千牛卫接手 李慎摇头打断了 即将要说话的慕英 继续说道 千牛卫也是进卫 陛下要交给他们 那就交给他们 说到这里 李慎顿了顿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我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 雨林卫尽量老实一点 不要再到处张扬 更不要到处惹事 就老老实实地在大营里 操练就是了 去遂宫变的时候 属雨林卫出力最大 雨林卫的几个长官 像侯靖德 李慎 夜林等人 一个个的都飞黄腾达 以至于普通的雨林军 地位也高了不少 经常去到外面找事 那位是被打残的重新招募 千牛卫更是干脆 直接全部都是新人 所以 如今的雨林卫 可以说是三进卫之首 经常出去跟别人打架 慕英诧异地看了李慎一眼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李慎淡然道 我感觉京城里要出事情了 这段时间 你看好每一个雨林郎 每天都必须点忙 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 慕英叹了口气 低头道 卑职遵命 李慎引着他 在金安侯府里吃了顿饭 吃完饭之后 李慎把陈十六夫妻两个人 都喊了过来 金安侯咳嗽了一声 缓缓说道 过两天 我要出去一趟 大概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 这段时间 金安侯府就交给你们夫妻两个人打理 陈十六连连摇头 侯爷 我跟你一起去 至于家里 还有那么多管事在 落不到小慧头上 那里你去不了 你就留在家里 李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微笑道 记着把你妹子 在接近城里 来陪着晓晓 你们夫妻两个人 也帮我照看照看他 不然我有点不放心 陈十六夫妻两个人对视一眼 纷纷点头 是 侯爷 既然切牛卫要接管平南侯府 那么李慎 就干脆从这件事里抽身出来 把这件事丢到众家头上 总恒这个人 李慎只见过一两面 虽然不是很了解他 但是李慎可以肯定 他绝对不可能是李慎的对手 他甚至看不住李慎 虽然李慎不想看到李慎 从京城里逃出去 但是该说的话他都说了 该做的是他都做了 如今这个时候 他要是去跟总恒 争着接手平南侯府 反倒会引起泰康天子的误会 毕竟他是姓里的 总要让泰康天子吃一点亏 李慎才能够暂时得到 这位新帝的全部信任 交代了家事之后 李慎到后院 又跟钟晓晓打了个招呼 钟晓晓这会儿 对于李慎离开 已经渐渐习惯了 他很乖巧地点了点头 哥 我想去看看崔姐姐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崔九娘已经不在 得意楼里做掌柜了 这大半年时间 这孩子时常提起崔九娘 对那个温柔的大姐姐 十分想念 李慎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小小乖 在家里等着哥哥 等哥哥回来 就带你去见崔姐姐 钟晓晓昂着脑袋 那我能去给爷爷上坟吗 麦汤龙的坟就在北山 老人家过世的这一年多里 李慎常常带着小小 去给他上坟 李慎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能忍心拒绝 轻声道 等哥哥回来 带你去好不好 好 安慰好了小丫头之后 就差不多是下午了 李慎换了一身蓝断的衣裳 提了梁小坛祝容九 起码离开静安侯府 他是要去叶家 就要去进军了 他必须提前 跟叶老头打个招呼 而且 叶老头先前承诺 给他的人 也是时候兑现了 两家离得不远 李慎很快到了陈国公府 他现在跟陈国公的弟子 算是半个陈国公府的人 也不再像以前这么客气 到了叶家门口之后 他随手把缰绳 丢给叶家的一个下人 迈步走了进去 这一次 尽管有人到后面去通报 但是小公爷叶茂 并没有出来迎接 事实上 自从李慎拜了叶胜做老师之后 叶茂就一直躲着 不肯见李慎这个师叔 这个年代 对师徒关系看得很重 李慎现在 等于是叶胜的半个儿子 是叶茂实打实的师叔 是不可能各论各的 只要那位小公爷见到李慎 就必须恭恭敬敬敬地 叫上一声师叔 所以他干脆躲着不见李慎了 不过有他没他都一样 提着酒的李慎 很顺利地见到了叶老头 把手里的酒放下来之后 李慎对着叶胜弯身攻守 笑着说道 叶茜这几天可好 叶胜没有理会李慎 而是瞥眼 看向李慎带过来的柱绒酒 然后大皱眉头 你这小子 越来越敷衍了 怎么带的酒越来越少了 李慎微笑道 叶茜 这种烈酒 喝多了伤身体 叶胜瞪了李慎一眼 李之杰纳斯 滴酒不沾 知道他又要拿老平男侯说事 李慎无奈地摇了摇头 个人授数不同 如何能相提并论 金安侯语气很是严肃 从今天开始 叶氏一天只能喝二两酒 再多也没有了 弟子已经跟御酒司那边打了招呼 只卖给陈国公府二两酒 御酒司 就是泰康天子 新弄出来的一个衙门 这个衙门专门售卖柱绒酒 搞起了专营 本来这里面是该有李慎两成股份的 但是都被那只黑了心的皇帝魅了去 不过他现在在御酒司说话 还是有分量的 毕竟这东西 最开始就是他搞出来的 叶氏无奈地看了李慎一眼 你小子以前也不是这个模样 怎么一下子变得 跟叶玲他们差不多了 亲书不同嘛 李慎呵呵笑道 弟子还指望您老人家多活几年 好多庇护弟子几年呢 叶氏气得吹胡子瞪眼 涅图 李慎充耳不闻 继续笑着说道 叶氏 后天弟子就要出发去 进军大营了 您先前提过的那些人 该交给我了 叶氏眉头皱了皱 没有说话 李慎呵呵笑道 叶氏放心 这件事我跟陛下打过招呼了 他也同意了这件事 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叶老头这才点了点头 明天我让他们去寻你 那不行 李慎眯眯着眼睛笑道 明天弟子估计要在长公主府待一天 陪陪长公主 否则这一关过不去 提到长公主 叶氏叹了口气 你印下这门亲事 不知道是服侍货 将来这个驸马的身份 多少会限制一些你的仕途 印下来了也没有办法 李慎仍旧面带微笑 大不了就像您老人家一样 在家里开一个园子 种种花养养草 想来有一个驸马的身份 不至于丢了性命 提起了养花种草 叶盛有些不太高兴 他闷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李慎不以为意 镜子坐在叶盛对面 开口道 叶氏 我要从雨林卫里退出来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去了禁军 自然就不能再插手雨林卫 叶盛想了一下 冷笑道 不过你退不退 也没有什么区别 你这小子贼得很 上下下都是你的人 现在皇帝在雨林卫说话 都不一定有你好史 李慎面色严肃 也是 虽然我们很熟 但是你也不能诽谤弟子 雨林卫上下 可都是对陛下忠心耿耿的将士 叶老头白了他一眼 不再理会李慎 而是转头看向那两坛注容酒 准备掀开风靡 李慎不嫌不淡地继续说道 按着陛下的意思 平囊侯府那边雨林卫就不会再管了 换做新组建的千牛卫接手 不过按着弟子的推算 这只千牛卫恐怕看不住李慎 说到这里 金安侯有些幸灾乐祸 如果李慎跑了 种家要吃一个天大的挂辣 叶生皱眉道 你知道李慎要跑 为什么不提前说 弟子说了呀 李慎耸了耸肩膀 笑道 弟子说了 他们也听了 但是到如今 我也想不出来 李慎会用什么法子离开京城 换句话说 就算我亲自看着平囊侯府 也未必看得住他 李侯爷伸手 亲自给叶老头倒了杯酒 弟子的意思是 如果千牛卫这次失手 夜师可以试着 让叶茂去争一争这个位置 千牛卫也是三千个人 权力不小了 夜圣皱眉道 这样咱们就太显眼了 恐怕会让天子忌惮 李慎仍就面带笑容 夜师 如果李慎跑了 陛下就只能选择用我们 没有别的人可用了 当然了 他跑不掉最好 他跑不掉 咱们应付南疆就要轻松很多 李慎如果跑不掉 千牛卫的中狼将不会变动 小公爷也就争不了这个位置 夜圣抿了一口朱镕酒 伸手对李慎招了招手 来 小子 陪老夫喝一杯 李慎没有怎么犹豫 就坐了下来 夜老头拍了拍李慎的肩膀 你能心思缜密成这个模样 着实难得 如果不是亲眼看着 你小子一步步成长 老子还以为 你被哪个老妖怪给占了曲巧 李慎含笑道 这些都是俗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比起夜师的功绩不值一提 当天 夜圣就给李慎挑了八个人出来 八个人里有两个是当年跟着夜圣的 六个是跟着夜明的 都是这八斤打过仗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放进进军里去 不过这些人 年纪都不小了 最年轻的一个 也有四十三四岁的样子 年纪最大的那个 已经超过五十 按理说 他们是不应该再进入军舞之中 不过要帮着李慎熟悉航武 他们还是很有用的 在后院里 夜老头身体挺得跟大枪一样直 他背负双手 看着面前这八个人 你们 当年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能在夜家做部曲 说明身上都有战功 如今老夫的土儿李慎 要去进军里管事 你们去帮一帮他 有没有问题 这八个人声音齐整 回夜帅 没问题 李慎在一旁微微弯身 拱手道 多谢诸位前辈了 夜圣对着李慎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夜老头冷着脸 继续说道 老夫一辈子没有说过徒弟 这个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你们也看到了 他年纪很小 夜老头语气凌厉 不过他虽然年纪小 但是心可不小 你们不要怠慢了他 在进军里做事 要待他如待我 明白了吗 八个人同时抬头 然后这些人 对着李慎的方向 弯身抱拳 卑职的 见过李少帅 李慎连连摇头 苦笑道 就不要叫少帅了 到了进军里 称呼官名就是了 夜圣当年是北征的大帅 大晋上下所有人 都叫他夜帅 就连当年的成德天子 也会叫一声夜帅 到最近几年 才改口叫国公 在这些夜圣旧部口中 夜明夜灵这些人 都是少帅 如今李慎 也成了他们口中的少帅 夜圣沉声道 李慎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虽然不熟悉军武 但是论脑子 你们八个人绑在一起 也不一定有他好使 是 李将军 八个人齐声点头 李慎对这些人 弯身行礼 诸位前辈 且回家准备准备 后天一大早 我们在京城的东门集合 可好 是 八个人依次散去 他们走远之后 李慎回头对着夜圣苦笑道 夜师这么说 太过贬低这些前辈了 他们会不会因此心生怨对啊 夜圣闷声道 我们这些当兵的 直来直去 跟你们这些当官的可大不一样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放心 他们跟了我们夜家几十年了 都是靠得住的人 靠不住 老夫也不会交给你待在身边 李慎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还请夜师把他们的名字 性格 还有一些基本的情况 写给弟子 夜圣诧异地看了李慎一眼 你要做什么 回去背下来啊 李慎很自然地说道 有求于他人 自然要笼络人心 夜圣嘖嘖撑起 你小子 心眼比联棚还要脖 在陈国公府吃了顿晚饭之后 李慎就回了静安侯府 草草洗漱之后 就睡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依旧跟往常一样 练拳战装 吃完早饭之后 他换了一身新衣裳 就准备出门了 陈十六追了上来 低头道 侯爷 要我跟您去吗 李慎笑着说道 我是去长公主府 你跟着去干什么 去看长公主府的丫鬟吗 你媳妇小慧知道了 把你头都打烂 陈十六善善一笑 没有接口 李慎翻身上马 对着陈十六说道 你今日要是得空 就去把婶婶还有初七 都接到侯府里来 这段时间我不在家 要有人陪 小小玩耍才是 陈十六恭敬点头 我这就去 李慎点了点头 准备离开 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着陈十六开口道 再有 他们两个在玩耍的时候 你们夫妻两个人盯着一些 再不能像上次那样落水了 前段时间 钟小小跟陈初七两个小女孩 一起在静安侯府的 那个大鱼池里喂鱼 两个小女孩年纪小 就要下去抓鱼 结果被池子里的一尾硕大的红里 直接带着落水了 还好侯府的下人发现得及时 两个小女孩也没生什么病 不然两个人里任何一个出了事情 李慎还真不知道 应该如何是好了 陈十六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连忙道 侯爷放心 我跟初七说过了 让他不许再带着小姐去后院渔池了 不要小姐小姐的叫 李慎最后叮嘱了一句 让他们两个自己玩自己的 你也不要叫初七乱叫人 他们要去喂鱼 也尽管去 让你媳妇跟着就是了 李慎说完 骑着大青马朝着大通方前去 陈十六回到侯府 跟自己的媳妇交代了几句 也回乡下接妹妹 还有母亲去了 这会儿不是农忙季节 应该能把母女两个都接近城里住 另一边的李慎 很快就到了清河长公主府 长公主府的护卫 仍旧是当初批语临卫的那个校尉营 他们都是认得李慎的 见到李慎之后 纷纷低头 见过侯爷 这只校尉营的校尉诸客 也很快迎了上来 对着李慎弯身道 卑职诸客 见过李侯爷 李慎笑着看了这个老不下眼 微笑道 老朱 好久不见了 近来胖了不少啊 诸客苦笑道 侯爷取笑卑职了 这位朱校尉 如今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当初李慎从长公主府脱身 把他从少官提拔成了校尉 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一个三十多岁的雨林卫校尉 也算是很有前途了 但是谁又能想到 进宫离开了长公主府之后 会以这样的速度攀升 当初跟着李慎身后的那一批老人 只要在公辩之中活了下来 如今大多都成了雨林卫的中高层 雨林卫里安排不下的 也会掉到别的衙门里去做官 很多以前在诸客手底下的普通雨林狼 都在雨林卫里做到了校尉 甚至都尉 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牧鹰 更是成了雨林卫的狼将 这让诸客如何不难受 李慎当初做校尉的时候 他是李慎手底下的两个少官之一 如果他继续跟在李慎身后 这会儿不敢说飞黄腾达 至少一个狼将是跑不掉的吧 想到这里 诸客低头苦笑道 卑职在这里刻尽职守 只盼侯爷哪天能想起卑职 拉卑职一把 看到李慎一飞冲天 他也不甘心在公主府 做这个亲卫掌了 李慎微笑点头 这都是小事 有合适的机会便提你上去 掌公主在家吗 在家的 诸客连忙点头 在后院呢 卑职领侯爷进去 当初李慎刚到雨林卫 没有多久之后 就做了雨林卫的校尉 那时候 他是带着那只校尉营 来清和公主府做亲卫 后来他调出去做事 这只校尉营 也被他带走了 雨林卫那边 又给诸客补了一个校尉营 诸客这个人 做事还是不错的 李慎也是 看着他办事沉稳 才把他留在清和公主府 如今雨林卫那边 还是很缺人手的 有机会 李慎还真要把诸客 到雨林卫做事 毕竟这种老部下 没有背叛李慎的余地 用起来既顺手又放心 到了清和公主府的后院之后 李慎敲咪咪地摸进了 这位长公主的房间 这清和公主府上下的护卫 都是雨林卫的人 没有人会不知趣地 来通报什么的 他很顺利地摸到了长公主的卧房 这会儿是大早上 这位长公主殿下灌睡懒觉 现在还没有起来 李慎给房间里的侍女翠儿 打了个手势 示意让她出去 翠儿犹豫了一下 然后低头笑了笑 赶紧低着头走了出去 她临走前 甚至还关上了房门 李慎粘手粘脚 坐到了这位长公主殿下的床边 都是书得一丝不苟 衣裳也很是庄重 这会儿还是李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看她睡觉的模样 哪怕是一起在永州的时候 两个人也没有这样亲密接触过 病发微微有些乱 但是夫如宁之 她比李慎还要小一岁 十七八岁 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 李慎并没有急着叫醒她 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边 看着小九沉静的睡颜 老实说 最开始的时候 她对这位九公主 并没有到一见钟情的地步 初见的时候 只觉得 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但是感情总是相处出来的 算算时间 两个人是在成德十七年的年底认识的 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年时间了 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这位公主殿下 一直没有什么皇族架子 当然了 最开始的时候 她是装成了侍女 也不太可能摆什么架子 最让李慎感动的时候 在齐阳县的时候 这位长公主 直接在她母亲面前 磕头喊娘 以公主之尊 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很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 李慎就觉得 不管怎么样 这个媳妇 她总是要娶回家的 静静地看了一会之后 李慎伸手捏了一缕长公主的头发 轻轻在她的脸上扫了扫 长公主殿下 仍旧沉睡不醒 金安侯呵呵一笑 别装了 看到你眼睛动了 嗯 九公主拖了一个长长的鼻音 有些不满地睁开眼睛 大坏蛋 谁让你偷偷进我房间呢 她嘴角带着笑意 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地睁开眼睛 瞥了李慎一眼 未经允许 闯入本公主卧房 按照大经律法 你这是大罪 是要杀头的 李慎伸手把她扶了起来 伸手搂着这位公主殿下 笑着说道 把我杀了头 你不是就成了寡妇了 长公主娇哼一声 今天怎么这么好 一大早跑过来找我 平日里金安侯爷可是大忙人 得本公主去寻你才行 这会儿虽然是秋天了 但是她睡觉 穿得并不多 这会儿坐了起来 已经是影线春光 九公主一只手手拉着被子 遮住了某位侯爷的视线 另一只手推了推李慎 快出去 我要穿衣服了 金安侯爷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信誓旦旦 你穿就是了 本将军保证不看 这会儿的公主殿下 还没有注意到将军这两个字 他看着李慎指尖露出的好大缝隙 有些无语 你快出去啊 李慎笑呵呵地站了起来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很痛快地副手出去 并没有执着于耍流氓 这种事情 适可而止就好 要把握好分寸 不然片刻之后 长公主殿下换好了一身衣裳 头发也梳了起来 他笑嘻嘻地走到李慎面前 拉着李慎的手 在他脸上轻轻啄了一口 今天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在他梳妆的时候 李慎吩咐公主府的厨子 弄了一点粥 这会儿已经端了上来 金安侯指着桌子上的白粥说道 吃了饭再说 公主殿下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喝粥 这里没有外人 两个人私下里 还是很亲密的 公主殿下吃完饭之后 拉着李慎的手 在公主府的花园里 跟李慎炫耀他栽种的秋菊 就要开了 李慎看了看这花的花苞 微笑道 看品相还行 等它开了我应该能回来 看得到 公主殿下终于警醒 他扭头看了一眼李慎 警惕地问道 你要去哪 去禁军大营 李慎微笑道 刚去的话 大概要住在那边 跟禁军的人熟悉熟悉 最少要半个月才能回来 所以过来跟你说一声 公主殿下有些气闷 我说你怎么这么好 一大早跑过来看我 他别过头 不搭理李侯爷了 李慎无奈一笑 小女生就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热恋的时候 殷勤不定 需要莫大的耐心去哄才行 所以李慎特地腾出了 一整天的时间 来哄他开心 九公主气得正开李慎 怀抱跑远 李慎笑着追了过去 这一整天 李慎都在清河掌公主府待着 而另一边 一身轻衣的牵牛卫 已经开始着手接替与林卫 在平南侯府的防卫 个子不太高 相貌也频频地牵牛 为中郎将肿衡 态度很是牵合 事实上 越是世家子弟 越不太可能太张扬 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家族底蕴 让他们最起码在表面上 不会张牙舞爪 而是让人如沐春风 崇家虽然是将门 不算传统的世家 但是崇家这一百多年 奉行的都是低调两个字 身为种玄通孙子的种横 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他对着牧英拱手道 牧狼将 牵牛卫奉陛下命令 接掌平南侯府防务 牧英被李慎叮嘱过这件事情 当下也很干脆 笑着说道 种少客气了 既然是陛下命令的 我们羽灵卫 这就撤出去了 种横微微皱眉 显然是对种少这个称呼 不太满意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牧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图 在种横面前展开 种少请看 这是平南侯府附近一些 比较重要的关口要点 需要重点把守 这是我们羽灵卫这段时间 总结出来的 应该对种少有用 种横低头致谢 然后想伸手接过来 牧英微微摇头 种少看一看 记下来就是了 这个东西 等会我要烧了的 种横差一道 为何 牧英咧嘴一笑 自然是为了不担责任 这图 是李侯爷给崇家的善意 但是如果种少看不住平南侯府 也跟我们羽灵卫没有关系 这张图 种少参考一下就好 只当是没有看到过 李星在第二天的一大早 就起码赶到了东门 一身羽灵卫长服的牧英 早早地等在了东门口 见到李星来了之后 他赶上前去 给李星牵马 侯爷 李星跳下马 瞥眼看见不远处 这些人微微点头 然后转头 对着牧英开口道 平南侯府那边的事 交割干净了 牧英点头道 昨天就跟种横交割了 静安侯爷点了点头 开口道 既然交割了 那么平南侯府的事 就跟我们羽灵卫 没有什么关系了 记着 不管平南侯府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陛下的命令 就不要妄动 免得给人画饼 牧英呵呵一笑 侯爷放心 我晓得这些 李星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不出意外 谢皇后的中帝谢靖 将会出任羽灵卫的中郎将 对他该客气要客气 但是不能让步的 也不要让步 有什么事情 就给静君送信 我随时可以回来处理 牧英郎将咧嘴一笑 侯爷放心 背靠大树 卑职自然没有独自 跟国舅爷硬扛的道理 李星又交代了一些 羽灵卫的事情 最终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道 如果碰到什么急事了 来不及找我 进去陈国公府找叶师 最起码 叶家现在是跟我们同期连织 他会给你们拿主意的 进军那边的事 是水魔功夫 有成国公府的八个老族帮忙 李星掌握进军 也就是时间问题 反倒京城这边 波爵云鬼 才是最需要关心的地方 李星很清楚 他的根基在于临位 所以他才会跟牧英交代这么多 牧英微微低头 侯爷放心 卑职明白 李星拍了拍牧英的肩膀 微微叹了一口气 牧兄 京城这边就交托给你了 我家那边你也派点人看着 我怕李生他狗急跳墙 侯爷放心 牧英恭敬低头 我们牧家上下的生死 都还记在侯爷身上呢 李星微微一笑 转身走向那几个 成国公府的老族 诸位长辈 李星微微低头抱拳 笑道 我们走吧 八个人恭敬弯腰 李将军客气了 李星翻身上马 这八个人也翻身上马 带着朝廷的圣旨 还有上书台 以及兵部的硬性 朝着城外的进军大营奔去 这会儿 进军大营被分为左右两营 李星分道的一半 是之前总玄通 在京城待了几个月的那一半 两部进军的大营 距离相差了近百里 但是都环绕在京城附近 距离京城 都是三四十里的样子 小半天的功夫 九个人就到了进军又营的大营 大营李仁和验了李星的硬性之后 恭恭敬敬地 把李星迎进了率仗 进军的规矩还是有的 不管他们内心里 如何看不起这个 十八九岁的少年侯爷 但是表面上的功夫 总是要做的 进军总数 大概有三十多万人 但是这个数目并不精准 因为有些进军 是在京城外围的 除此之外 进军的编制也与进卫不同 原本裴进在的时候 是裴进一个大将军 以及几个副将 下设四个中护军 每个中护军手底下 管着三到五个折冲都尉 一个折冲都尉营 大概是一万两千人 到一万八千人之间 折冲都尉的副手 是果义都尉 下辖多个团 每个团一千人 由校尉带领 而校尉下面则是吕帅 再往下细分 就跟进卫差不多了 当然了 这其中每一个级别 各有长使之类的书籍官 太过繁杂 没有办法一一细数 其中副将的地位 大概跟中护军差不太多 侯敬德先前 就是在裴进手底下 做了大半年的副将 李信分道的这个进军右营 手底下就有两个中护军 和一个副将 一个叫丁敏 一个叫杜恒 至于副将 名字叫做兰耿 李信做了帅杖之后 一个副将 两个中护军 还有八个折冲校尉 就聚拢在李信的帅杖里 迎接这位新长官 这十一个人 每一个手底下 都超过了一万人 都是军方的中高级将领 他们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也超过了四十岁 他们每一个人的儿子 也都要比李信大上几岁 于是 他们行礼之后 就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这个少年人 能爬到高位的 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 都不会有什么蠢人 这些人也不会蠢到因为年纪 上来就得罪一个进军的将军 他们的顶头上司 能在十八岁 就坐到进军的将军 正说明了这个少年人的恐怖之处 李信大大方方地坐在了主位上 如果是一般人 这会儿多半已经吓得腿软了 但是李信经过公便的洗礼 这会儿已经练就了一颗大心脏 主位 李信坐下来之后 喝了一口茶 然后又站了起来 对着这十一个人拱手微笑道 主位 李信出来乍道 还请各位今后多多照顾 十一个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纷纷起身 对着李信弯身道 李将军客气了 李信仍旧面带微笑 主位 本将想在各个折冲府里 各自安排一个果义都位 果义都位是折冲都位的副手 这个位置不高不低 一个折冲府 可以有多个果义都位 所以也不怕没有位置插进去 副将蓝梗 与两个中护军 各自对视了一眼 然后低声道 不知道李将军要安排什么人 他们以为 李信是要把雨林卫的那些少年人 强行插进进军 李信拍了拍手 八个成国公府的老族 迈步走了进来 叶老头很明显 提前了解了进军的情况 派过来的人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这八个人 放进各个折冲府里 最多半个月 李信就能够对进军 有一定的了解了 副将蓝梗硬着头皮说道 李将军 国义都位的位置虽然不高 但是直接安排 没有军工的人放进去 恐怕底下的兄弟们会不服 李信咧嘴笑了笑 抓起桌子上的毛笔 低头刷刷的自己纸上写着什么 蓝梗诧意道 李将军在写什么 再记小本本 李信理所当然说道 把蓝副将今日的言行记下来 将来好跟蓝副将好好续旧 其实这种作为很不合适 但是李信现在有太康天子 在背后全力支持 他有资格这么做 蓝梗头皮麻发 他硬着头皮说道 李将军 卑职只是肇实说话 您不能公报死仇 李信把那张记了 小本本的纸叠了起来 收进怀里 然后冷笑道 报军功 陈国公府麾下 八个人当中 年纪最大的一个 上前卖了一步 大声说道 贺松 永辉年间入禁军 跟随叶帅八年 杀敌共一百八十七人 神功元年退伍 十任征北军都尉 洛毛 神功十年入阵北军 跟随叶明大将军 在北江杀敌五十七人 承得七年退伍 十任征北军都尉 李长盛 八个人纷纷昂首挺胸 大声爆出 自己当初在军中的功绩 年初的时候 太康天子曾经清理过一次 将门的布曲私兵的数量 其中 陈国公府 也不得不清理了大半 叶家两代人积累的布曲 只剩下了两三百人 这两三百人 可以说 各个都是人物 更不要说这八个人 脸色有些发红 都低下了头 八个人军功爆完之后 率仗里一片死寂 蓝耿脸色发红 低头道 李将军 卑职说错了话 请您莫放在心里 李信呵呵一笑 本将没有放在心里 蓝耿心里吐槽了一句 是 你是没有放在心里 你记在本子上了 李信沉申开口 诸位 这八个果异都尉 行是不行 当然行 这八个人 普遍都是这些都尉的前辈 这种前辈给他们去当副手 自然是没有什么不行的 李信问出这么一句话 是给这些人面子 事实上 他作为进军又赢的老大 身后又有地座上的人支持 他是可以强行任命八个 果异都尉的 卑职等 仅尊李将军之命 你们同意就好 李信淡然一笑 转头看向帅帐里的长使 开口道 请长使稍后给这些前辈入籍 从前裴进做大将军的时候 是郑二品 他现在升了又都督 就是郑一品 而李信原来是郑三品 做了进军将军之后 就成了从二品 长使比主将矮半级 也就是郑三品 他自然不敢不听李信的话 是 到了进军第一步动作 已经造成了 李信淡然开口 那就这样吧 进军里平时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这半个月 本将都会在进军里寻营 诸位有什么事情 仅可以来找我 率仗里十一个武将 还有书籍官 包括陈国公府的八个人 同时起身 对着李信弯身 仅尊将令 李信就这么 在进军住了下来 他暂时并不能太过 大刀阔斧地去改造进军 比如说 这十一个人 威望的问题 如果是种玄通那种老将 自然可以想 怎么来就怎么来 但是他理性不行 他需要时间 在进军积累威望 二来 是因为他还不够了解进军 真正着手改造进军 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进军右营一如从前 是李信的进入 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 没能给进军带来任何波澜 李信这个少年将军 每天除了清晨练拳以外 其他时间 就像是个无所事事的世家子 在右营里头四处晃荡 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 八个新任命的国义都尉 就会到他的率帐里 向李信汇报一些事情 李信每天拿着一个小本本 一点一点地记下来 李信进入进军之后的第八天 秋风正极 这会儿已经是进了深秋 京城的天气越来越凉 空气也渐渐变得有些干燥 不时刮过的秋风 让德胜大街上的路人 忍不住打个寒净 永乐坊里的富贵人家 也都换上了秋衣 卫阳宫里 太康天子也换了厚一些的袍子 他坐在地座旁边 一边翻看奏书 郑官萧正攻进低头 回陛下 他们早在三天前 就到了正阳一附近 只是按着陛下的意思 没准他们入京 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等着 各地谎暴灾情的消息 已经被刑部证实 一旦这些手持证据的刑部官员 回到京城 大靖朝廷就要对那些 谎暴灾情的地方官 全面清算 也就是说 这些地方官背后的世家 也在大靖朝廷的打击范围之内 到时候 双方很可能会彻底翻脸 但是进军还没有在手 所以 太康天子一直压着这件事 不许刑部的人回京 天子低头闻了一口 刚燃起的提升香料 继续问道 进军那边可有什么动静 年轻的宦官萧正低眉道 侯将军那里动作很大 这几天时间 已经换了四五个折冲都尉 还有一个中护军 进军左营 已经渐渐是侯将军说话算数了 不过金安侯那边就有些不太好 到目前为止 金安侯爷只安插了几个 果义都尉进去 原先进军的副将 中护军 还有折冲府都尉 一个也没有被换掉 天子微微皱眉 开口叹了口气道 这不奇怪 侯敬德毕竟已经在进军里待了大半年 在进军里有了基础 手底下也有可用之人 但是长安 他刚到进军 不能太过为难他 天子皱眉沉思了片刻 然后挥了挥手 给刑部的人去画 让他们再等十天半个月再进京 多给长安一点时间 是 肖正宫颈低头 弯身退出了魏阳宫 天子一个人坐在玉座上 缓缓闭上眼睛 思索京城局势 这个法子 还是李信当初在魏王府 做事的时候教给他的 天子试了几次 发现确实很好用 于是碰到事情的时候 他就也会这样闭目思索 但是很可惜 有些人并不会给他思索的时间 当天傍晚 秋风刮得越来越急了 被牵牛尾里 三层外三层 围在中间的平南侯府 突然冒出了一缕烟 起初大家并不以为意 毕竟这会儿是傍晚 是到了生火烧饭的时间了 但是这缕烟越来越大 等到附近的牵牛尾 也是空气干燥的时候 也是草木枯败 最容易着火的时候 平日里一不小心就会失火 更何况有人故意放火 很快 火光冲天 附近的牵牛尾 跌跌撞撞地 跑到中狼将总横的面前 那个暴信的牵牛尾 脸都白了 中狼将 他咽了口口水 平南侯府 走水了 总横一言不发 直接拽开这个暴信的人 上马飞奔现场 这个时候 大火已经成事 永乐坊是京城里 最金贵的地段 同时也是建筑 最密集的地段 各个王公大臣的宅邸 经常是墙连墙 很容易就会从一家 蔓延到整个永乐坊 总横脸色也白了 他低喝道 去 叫附近的水铺 引水龙救火 所有牵牛尾 立刻救火 动员百姓一起救火 另去请内卫和雨林卫的人 过来帮忙救 防卫 他本来想说帮忙救火 但是想到了平南侯府里的某个人 总横狠狠咬牙 就算是永乐坊烧没了 也不能让李慎趁乱逃出去 去 立刻去宫里告知陛下 让他下令闭合城门 本将这就亲自去八门 先行关闭城门 轻衣的牵牛尾 开始忙活起来 大概一炷香之后 牵牛尾的人 跪在魏阳宫里 声音颤抖着 把事情说了一遍 太康天子勃然变色 立刻下令关闭城门 令全城人员全力救火 包括三进卫在内 与此同时 远在雨林卫衙门的牧英 也接到了永乐坊失火的消息 这个牧郎将心里盘算了一下 这件事来得太急 去通知李信 肯定是来不及了 于是 牧英爬上马匹 按着李信交代 往陈国公府跑去 此时永乐坊里 烟火弥漫 气焰滔天 如果是意外 大火不会燃得这么快 看情况 很明显是平南侯府 有人在故意纵火 其目的自然也很简单 那就是 想要趁乱离开京城 问题是 这场大火 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动乱 古时候 也是有消防衙门的 别的城市不好说 最起码京城里是绝对有的 尤其是永乐坊附近 就有两个水铺 还有砖撕灭火的一个衙门 名字叫做火巡铺 司长京城里的十几个水铺 长官叫做火镜官 从七品 永乐坊是京城里 最重要的一个坊 永乐坊烧了起来 火巡铺立刻开始动作 有人专门负责运水 有人负责灭火 有人负责疏散群众 牵牛尾的人 本来就在平南侯府附近 接触火情更快 也在积极救火 如果这只是 一次意外失火 那么很快就能够扑灭下来 但是很可惜 这是一次纵火 火势以最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平南侯府的数百下人们 仓皇逃窜 慌不择路地 从一个个门户里逃了出来 这会儿 牵牛尾的中郎将总衡 在忙着四下关闭城门 他当时没有得到天子诏令 不能最快速度关闭城门 他只能用自己 仲家嫡孙的脸面 以及牵牛尾中郎将身份 去强行关闭城门 先掌后奏 他本来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但是这位仲家的嫡孙可以肯定 当今的天子一定会这么做 所以他果断提前做了 如今这个伙势 平南侯府肯定是要被烧干净的 甚至附近的几个宅子 都要被波及到 如果救火不及时 半个永乐坊都要出事 因此只能放弃平南侯府 但是平南侯府逃出来的人 却不太好处理 拿主意的总衡不在 牵牛尾只剩下几个都位在这里 几个都位面面相去 最终下定决心 去把所有人都调过来 但凡是平南侯府出来的人 有一个抓一个 全部看起来 至于救火 让寻火铺的人去救 整个永乐坊烧了 对于牵牛尾来说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范畴 但是如果平南侯府的人 在这场大乱之中丢了 那这些牵牛尾 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得不说 这几个都位临时做的决定 还是很正确的 但是他们低估了群众的力量 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 是很慌乱的 尤其是碰到这种火情 大家都争着向外跑 怎么可能一个个 规规矩矩地给你抓起来 另外 平南侯府里 还有两百多个部曲在 这些人身强力壮 几百个人往外一跑 就把牵牛尾阻拦的队伍冲散了 现场一片大乱 后面是汹涌的烈火 所有人都慌不择路 这会儿正是秋天干燥的时候 风又大 只一会儿功夫 大伙就开始朝着附近蔓延 这会儿都是木房子 一碰火就着 大伙蔓延开来之后 牵牛尾瞬间就控制不住局面了 这就是决策出了问题 如果这几个牵牛尾的都位够狠 直接抽刀等在平南侯府门口 出来一个杀一个 这个局势也就控制住了 但是现在 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种横闭了城门 骑着马赶回永乐坊的时候 整个永乐坊已经乱得一塌糊涂 不只是平南侯府 还有跟平南侯府连着的四五座大宅子 都跟着起了火 永乐街上到处站满了人 种横脸色极为难看 他一把扯过一个牵牛尾的都位 迪鹤道 平南侯府的人呢 这个都位战战兢兢 钟 钟郎将 平南侯府的人都慌不择路地 从里面逃了出来 卑职等拦住了大半 但是局势太乱了 又不少人都跑散了 这会儿局势太乱 散落了不少 已经不太好找了 种横狠狠喘气 废物 咱们千牛尾三千多个人 看不住一个小小的平南侯府 千牛尾心里就出了这种事 以后如何在京城立足 种横深深喘气 不过万幸的是 他见机得早 第一时间闭了城门 那位平南侯这会儿 就算逃出了永乐坊 多半也还在京城里 大红衣上的内卫 终于赶到 这些内卫不是救火来的 而是保护着一辆四马的马车过来的 有那世间的太监高声倡道 陛下驾道 永乐坊附近的千牛尾 和巡火铺的人 顿时跪了一地 马车里 下来一个年轻人 身穿黑色衣裳 背负双手 抬眼看向大火 滔天的平南侯府 这会儿 平南侯府 几乎已经全部被大火吞噬 木头在熊熊燃烧 太康天子背负双手 看着这壮观的大火 目不转睛 肿横冷汗层层 直接跪在地上 陛下 臣死罪 太康天子挥了挥手 叹了口气 跪阵做什么 快去救火去 他吐了一口气 千牛尾和内卫也去救火 再烧下去 半个永乐坊就没了 永乐坊里处处王侯 烧了哪一家 都是大问题 如果放任这个火事 再烧下去 把金安侯府烧了 都不是不可能 两位的人来得快 是因为他们就在左近 而羽林尾则是在城南 赶到这里 还需要大半个时辰时间 总横跪在天子面前 深深地低下了头 陛下 臣 有罪 天子缓缓吐了一口气 开口道 你起来说话 会发生这种事 你没有想到 朕也没有想到 怪不得你 怪只怪 这位祝国大将军 太狠了 太康天子 收回看伙式的目光 转头看向总横 声音平静 听着 无论用什么代价 不能让李慎出京 抓住他 无论死活 总横低头 大声道 臣 遵命 与此同时 穆英也堪堪赶到 臣国公府 见到了叶老公也 叶圣正在偷偷地喝酒 见到穆英来了之后 老头子抿了一口酒 笑着说道 这么着急 为了平安侯府的事 穆英低头道 您都知道了 废话 叶圣没好气地 看了穆英一眼 老夫 就住在永乐坊 这大火都快烧到 老夫家里来了 老夫能不知道吗 穆英低头道 请老公爷指点 雨林卫现在应该怎么做 自然是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叶圣淡然道 这会儿 陛下多半会让你们去救火 你们跟着去救世了 这种事情 也不是雨林卫能够左右的 你拍个信的过的人 把事情跟李慎说明白就行 说到这里 叶圣继续说道 记得 救火的时候 偏帮一些我业家 别让老夫家里被烧了 片刻之后 谢皇后的兄弟 那位国舅爷谢靖 终于带着雨林卫 堪堪赶到 这时候 穆英已经归队 老老实实地 跟在谢靖身后 这个谢靖 今年才22岁 是山英谢氏的嫡孙 当今皇后的亲弟弟 他三两步 走到太康天子面前 恭敬下跪 雨林卫中郎将谢靖 扣见陛下 他身后的雨林卫 哗哗地跪了一地 这会儿 大火仍旧在肆虐 天子虚扶了一下 开口道 不用执着虚理 快带着雨林卫 帮忙灭火 是 雨林卫整个忙活起来 穆英也在这些 忙碌的人群之中 他刚想拿起一个桶去装水 就被天子叫住 穆英 你过来 穆英只好放下桶 走到太康天子面前 低头道 陛下 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你父亲 能不能进京一趟 他这会儿 心里考虑的不是伙事 而是如何跟南疆作战的问题了 毕竟 如果李慎走脱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穆英低头道 陛下 臣的父亲 并不能离开蜀郡太远 先前能去见静安侯 是因为永州距离蜀郡不远 如果父亲远来京城 会让南疆的李家人生疑 穆英见天子 脸色不太好看 连忙继续说道 陛下放心 我们巴蜀人说话最是算话 父亲已经应了静安侯 穆家 以后就是大静的臣子 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 太康天子淡淡地点了点头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在与灵卫好好做事 朕不会亏待穆家 多谢陛下 穆英深深地低下了头 其实穆家作为救男蜀人 对于姬家皇室 当然不太可能有什么好感 穆家之所以愿意叛变 纯粹只是要求生存 相对于来说 他们只认李姓 是不认太康天子的 这也是太康天子 有些忧虑的地方 天子转头看了一眼 声势仍旧不小的火场 这场大火是如此猛烈 猛烈到几乎所有老百姓 都会以为平南侯李姓被烧死了 但是太康天子不会这么以为 他很清楚 如果李姓是个好对付的人 先帝不至于二十年 都拿他束手无策 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转身对着穆英沉声道 穆英 你去禁军一趟 把长安换回京城里来 就说朕有要紧事跟他商量 穆英再次低头 是 天子缓缓回了马车 回宫去了 临走之前 他只留下了八个字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偌大的京城 因为这一场大火 乱成了一团 穆英骑着自己的早红马 朝着禁军大营飞奔 值得一提的是 这匹马 还是去年李姓给他买的那一匹 穆英跟他相处了一年多时间 一人一马 已经过了磨合期 骑起来很是顺手 他出发的时候 就是晚上了 等到三四十里路跑完 就已经是紫夜十分 因为身份的原因 他顺利进入了禁军率仗 率仗里 已经有一个雨林卫的雨林军 在跟李姓汇报永乐方的事情 这个雨林军 是穆英先前派过来的 只不过 因为太康天子 穆英不得不自己又跑了一趟 见穆英走了进来 李姓对着那个雨林狼挥了挥手 这个雨林狼很识趣地退了出去 只留下李姓和穆英两个人 在帅杖里 李姓微笑道 怎么前脚来了一个 你后脚就跟过来了 怎么 我家房子也给烧了 穆英坐了下来 叹了口气 侯爷 陛下召你回京 猜到了 李姓微笑着给穆英倒了杯茶水 穆兄 我现在回不回京 无关紧要 坦白来说 如果把我放在总横的那个位置 我也不一定能放得住这一招 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 着急赶回去 也没什么大用 来 喝茶 穆英接过李姓递过来的茶水 喝了一口之后 感慨道 我要是有侯爷这样的禁忌 也不至于一直被父亲敲打 李姓自己也喝了口茶 摇头道 这不是什么禁忌 如果我是仲恒 这会儿多半已经惶恐不已了 可我又不是仲恒 永乐方的事与我 与雨林味都毫无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 这么着急做什么 可陛下着急要见你 就是要让他急一急才好 李姓眯了眯眼睛 夜师那边怎么说 穆英苦笑道 夜老公爷说 让雨林味救火的时候 看着陈国公府一些 莫要被烧到了 金安侯爷呵呵笑道 你给他多派人了 穆英有些无奈 那有什么办法呢 他是你的老师 你糊涂啊 李姓长叹了一口气 扭头看向穆英 夜师家里这么多不取 一人一口也能把火灭了 你应该多派点人去我家 免得我家给烧了才是 穆英无言以对 两个人又说了会话之后 穆英突然把刚才 太康天子跟他说的话 向李姓重复了一遍 李姓有些沉默了 穆家在南疆 并不算一支特别强大的力量 太康天子对穆家这么上心 很显然是他对于这场 可能要打的战争 毫无胜算 见李姓脸色不太好看 穆英连忙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侯爷放心 我父亲说了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父亲说穆家只认侯爷 李姓摇了摇头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 没有这个说法的 穆英挠了挠头 呵呵笑道 李兄弟果然聪明 我老爹说的是 侯爷能够容得下我们 而姬家的皇帝 却未必能够 李姓仰头喝干杯里的茶 缓缓站了起来 走吧 回京去 穆英连忙跟着站了起来 侯爷 你这个禁军 扔在这里不管了吗 总要有个轻重缓急不是 李姓在禁军里 简单交代了几句之后 两个人骑着大马 朝着京城走去 两个人到了京城的时候 已经是清晨时分 两个人都一夜没睡 看看到了京城脚底下 两匹马脚步不停 一路闯到了永乐坊 李姓在永乐坊停下了马 此时的永乐坊的伙势 以平南侯府为起点 自己蔓延了七八的大宅子 整个永乐坊一片狼藉 偏偏来往的禁卫军 还不给永乐坊的百姓随意出方 两位里有憋久了的老族 还会借着检查的借口 大占一些婢女的便宜 李姓呆呆地看着面前 燃起熊熊大火的平南侯府 心里感慨万千 这座平南侯府 曾经是他心里压抑的最大的大山 如今这座大山可以说是没了 但是那个叫李姓却还活着 他一旦脱身 将会给京城 给李姓本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李姓呆呆地看了很久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瞎想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上辈子的一款游戏 游戏里有一个人 那个人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此刻 大幕见起 看这个伙势 已经烧着的房子 肯定是救不了了 只能想办法控制伙势 不让伙势继续蔓延 而这被烧着的房子 基本都是木质结构 因为都是王公贵族 木材一般都是好木材 看这个情况 最少要烧个一天一夜 李姓在平南侯府门前 看了一会儿之后 回头对木英说道 这火越来越大了 你派些人去我家那里 如果烧过去了 就把家里的人转移出来 木英笑道 侯爷放心 这离金安侯府 还有两条街 烧不到您家里去的 那可不一定 李姓深深地看了平南侯府一眼 呵呵笑道 如果李姓要混水摸鱼 现在这样是不够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 永乐坊的其他地方 甚至是京城里的其他地方 很可能会再生乱子 反正这几天 雨林卫都会在永乐坊 你多注意一点就是了 木英点了点头 卑职知道了 李姓翻身上马 开口道 你就在这里 那个谢敬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不要有自己的主意 这几天 天子会很敏感 要让天子知道 京城里最少 他的三敬畏是听他的 木英含笑道 这个我懂 那位国舅爷来了雨林卫之后 除了提出调换各校尉营的校尉 卑职没有理他之外 其他都是 他说什么是什么 李姓皱了皱眉头 他要雨林卫的校尉调换 木英点头道 是 他刚来第三天 就说要让雨林卫左营 和右营的校尉 互相调换一下 卑职跟王师傅商量了一下 没有回应 他也就没有再提 金安侯嘴角露出一个冷笑 我给了他面子 他却没有给我面子 说着 李姓提了提缰绳 低头对木英说道 这件事 后面我会问一下的 你先在这里 我进宫去了 木英笑着说道 卑职明白 李姓翻身上马 直奔永安门 进了皇城之后 他毫无阻碍地进了内城 那时间的少奸萧正 亲自来迎接李姓 把李姓迎到了卫阳宫 进了卫阳宫之后 李姓在后殿 见到了太康天子 此时的太康天子 一脸疲惫 永乐方起火 是在昨天傍晚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很显然 这位皇帝陛下 一晚上都没有睡 李姓也没有睡 臣 李姓 拜见陛下 李姓一身黑衣 身身弯腰 天子摆了摆手 有些虚弱地说道 长安不用多礼 坐吧 萧正给李姓搬来一把椅子 李姓也没怎么客气 镜子坐了下来 天子从玉座上起身 走到李姓面前 伸手让萧正又搬来一把椅子 坐在了李姓对面 他放低了声音 轻叹了一口气 姓哥 李姓动手了 这位新天子缓缓说道 他没有给我们机会杀他 按照太康天子原本的计划 只要他拿到了静君 再把种家拉拢拉拢 就可以有跟南疆翻脸的本钱 到时候 他可以先手动手杀掉李姓 这样 南疆那边群龙无首 应付起来也就会轻松很多 现在 李姓和侯静德 已经接手了静君 只要再有几个月时间 甚至不用到年底 太康天子就可以动手杀了李姓 为父报仇 李姓见机得很快 没有给他下手的机会 自己提前动手了 李姓就要面色平静得多 陛下 这是意料中事 陈早就跟陛下说过 李姓最近一段时间就要想办法离开京城 只是陈那个时候 没有想到他会用什么办法离开 锦安侯也缓缓吐了一口气 开口道 他这一把火 几乎烧了永乐坊的一条街 乌国公还有公阳相公的宅子都被烧了 只为了引起动乱 着实是大手笔 乌国公是机家的宗室 现在只剩下一个尊崇的身份 已经被边缘化了 但是李姓口中的公阳相公 是指五位宰相之一的中书令公阳书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朝堂大佬 如今这位宰相的家也被烧了 烧房子都是小事情 天子弟没到 最重要的是 怎么不让李姓出京 锦安侯也苦笑道 这会儿已经有一整夜的时间 该做的 相信陛下都已经做了 人事已尽 臣也不是神仙 这会儿 萧正弯腰端过来两杯茶 天子弟给李姓一杯 自己也端了一杯 这是个很自然的动作 跟当初在魏王府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时候 李姓经常与当初的魏王殿下彻夜商谈 萧正是魏王府的一个执事 也是他给两个人递茶解伐 李姓一夜没睡 这会儿也有些困 当即接过茶水 低头抿了一口 天子喝了口茶 继续说道 姓哥儿 禁军那边怎么样了 相比较京城里的事情来说 禁军那边的才是大头 哪怕李姓真的从京城里跑掉了 有禁军在手上 太康天子也能放心一些 算算时间 李姓在禁军 也有七八天时间了 李姓放下茶水 开口道 这种时候 禁军想要全面换人是行不通的 臣自然可以从底层提拔一些将官 这些人有足够的能力做事 现在又是紧要关头 必须要禁军保持战斗力 因此很势难办 说到这里 禁安侯顿了一下 微笑道 不过好在来的时候 听穆英说起一件羽灵位里的事 让臣毛色顿开 有了替陛下掌握禁军的把握 天子连忙问道 什么事 穆英说 国舅爷准备在羽灵军调换各营校尉 李幸福长道 这个主意实在高妙 臣准备一样化胡萝 如今臣麾下的禁军又赢八个折冲府 臣已经悉数派了国义都尉进去 过一段时间 臣在禁军里有了根基 就让那些折冲都尉 互换折冲府 国义都尉不变 这样禁军战斗力不减 各个折冲府的主将却变了 他们那些人 或许的确对裴靖有旧情 但是换了新地方 不知道手下人是个什么想法 便都会忠心毙下了 天子思索了一下 脸上也露出笑容 性格厉害 这比侯敬德单纯的换人 可要高明太多了 李信摇头道 不是臣厉害 是得了国舅的提点 什么国舅不国舅的 朝廷上下 哪里有这个官职了 国舅的确是个俗称 大敬朝廷上下 没有这个说法 天子笑着说道 谢敬奈斯 不懂得与灵魏的规矩 可能做事有些不当 等这件事情过去 朕就给他换个别的差事 与灵魏的规矩就是 与灵魏中郎将不插手 与灵魏事务 李信慌忙低头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处理平南侯府 天子有些低沉地叹了口气 如果被李慎逃出京城 咱们以后再动作 就会十分被动 李信低头道 这会儿 李慎肯定是还在京城里的 他逃出京城 只是最坏的情况 即便是最坏的情况 陛下有禁军在手里 也有能力应付 说到这里 静安侯顿了顿 继续说道 承德朝以来 天下安宁 没有人想打仗 陛下要面对的 只是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况且南疆那边 陈也有一点小小的布局 陛下大可以放心 天子叹了口气 事到如今 只能想办法 尽快抓到李慎 他抬头看向李信 陈声道 长安 这件事就由你全权负责 可好 李信摇了摇头 陛下 陈也信礼 我负责这件事 不管抓没有抓到李慎 都会给人画饼 开玩笑 与灵卫好容易 从这件事里脱身 撇清了关系 李信怎么可能 还会一头撞进去 现在的局势很明朗 要不就是让总衡负责到底 要不就是泰康天子 再派一个人去 但是这个人 不能是李信 天子苦笑道 信哥这是什么话 朕难道还信你不过 李信眨了眨眼睛 陈以后还要替陛下办事 陛下总不想 陈被京城里 所有人戳几两股吧 说到这里 金安侯停顿了一下 然后开口道 不过陈有一个建议 陛下听一听就是 只当陈没有说过 你说 李信低声道 金兆尹该换人了 金兆尹这个位置 是一个有点特殊的位置 它不是很高 但是也绝对不低 从直拳上来说 甚至已经直逼六部上书 而且这个位置 需要能力特别出众 并且八面玲珑的人来做 才能做得好 所以 泰康朝的金兆尹 还是李业 李业是李慎的堂兄 但是两家已经分家 所以平南侯府的事情 暂时还没有波及到他的头上 加上泰康天子手里 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这个金兆尹 就一直做到了现在 金兆尹的位置十分要害 如果李业愿意帮忙 他是完全有能力 帮着李慎逃出去的 泰康天子被李信这么一提 李业是要挪一挪位置了 天子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开口道 信哥 朕觉得这件事还是你来做 不管结果如何 朕都不会怪你 李信还是摇头 陛下 臣最多旁观一下 而且禁军那边臣还要顾及 如果李慎躲着 臣总不能抛下禁军部里吧 禁军 是泰康天子的软肋 天子摇头道 那就算了 信哥 你这两天在金城里帮帮忙 找一下李慎 永乐方的事 就你跟总衡两个人看着来 不过明面上 还是让总衡来顶 如果两天找不到 你就先回禁军里去 不管怎么样 咱们不能舍本着墨 李信点了点头 陛下应该也一宿没睡了 不如先休息一会儿 等陛下醒了 说不定李慎就抓住了 但愿如此吧 天子缓缓吐了口气 那招李慎的事情 暂时就让总衡去做 朕等会给他去个条子 长安你就跟着看看 能帮上忙的 就帮帮忙 说着 泰康天子揉了揉眼睛 一宿未睡 朕的确有点乏了 要去睡一会儿 等下还要起来处理政务 李信低头道 陛下辛苦 长安你也辛苦 天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捶了捶自己的后背 苦笑道 坐了这个位置 才知道 父皇这些年有多不容易 才大半年时间 朕就感觉很累了 皇帝站了起来 李信自然也要跟着站起来 他低头道 现在陛下根基不稳 自然是要累一点 等以后陛下的位置坐稳了 就可以放手 让手下人去做事 那时候就要轻松得多了 但愿吧 阳光破晓的时候 李信离开卫阳宫 肖正跟在他身后送他 李信拢袖走在前面 含笑道 肖公公进来可好 肖正宫颈低头 托侯爷的福 奴婢都好 李信微笑道 肖公公年纪轻轻 就将要执掌内庭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到时候 要多多照顾李某才是 肖正文言 脸色大变 连忙低头 侯爷取笑奴婢了 奴婢哪里敢有 执掌内庭的念头 陈举都看了半年皇陵了 肖公公难道觉得他 还能回来 李信面带微笑 离开了皇宫 永乐坊里 仍旧是一片大乱 不少家里被烧了 或者是即将被烧了的人家 一家老小都跑了出来 还有些人在忙着转移财物 永乐街的大街上 摆满了书画 瓷器 甚至还有明晃晃的金银 散落一地 还有一些人 趁乱摸进了永乐坊 从地上捡了东西 就跑 李信骑马走到永乐街上 看到三进卫的人 还有巡火铺的人 正在一桶水一桶水地 忙着救火 其中 黑衣服的雨林卫 最是倒霉 因为黑色吸热 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年轻人 忙得热火朝天 脸上还沾了不少黑灰 他一边自己抬水 一边指挥着雨林卫忙活 木英也在人堆里跟着忙碌 浑身都是汗水 很显然 这个年轻人 就是当朝谢皇后的弟弟 雨林卫的中郎将谢敬王 不过他现在很是狼狈 看不出他的长相 李信笑呵呵地 走到这个年轻人面前 微笑道 谢国舅身先士卒 真是围观典范 谢敬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皱眉看向面前 看起来比他 还小一些的年轻人 这里没有什么国舅 只有雨林卫的中郎将 阁下是谁 请走远一些 莫要耽误了我雨林卫救火 李信淡然道 这儿已经救不了了 有这个功夫 不如去疏散人群 中郎将在这里累得大汗淋漓 做戏也做得太假了一些 谢敬勃然大怒 雨林卫奉陛下命令救火 你敢阻拦 李信脸上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 他轻轻拍了拍手 所有的黑衣雨林卫 同时停下手里的动作 静静地看向李信 等待李信下一步的指示 陛下说了 永乐坊的事 暂时由我与总少两个人接手 现在雨林卫上下 听本将命令 停止打水灭火 去疏散人群 沿途在永乐坊各个关口设卡盘查 不得有误 是 所有黑衣雨林狼 如雷鸣一般应声 说完不等谢敬反应 就按着李信的话做事去了 当着雨林中郎将的面 指挥雨林卫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赤裸裸的打脸 谢敬附近的雨林卫 已经全部走远 这位国舅爷脸色铁青 而李信则是面无表情 你不给我面子 我也不用给你面子 京城里谁不知道 雨林卫是我的地方 你刚进京城才几天 就敢伸手进来 山音谢氏 呵呵 如果是平常时候 李信不会选择这样直接粗暴地 去打脸这位谢家的国舅爷 就算要整他 也是暗中拨弄手段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这个时候 禁军就是太康天子最大的依仗 这个时候 别说一个天子的小舅子 就算是天子的老丈人 挡在李信面前 李信也是敢应对过去的 而且这么做 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打脸 雨林卫虽然是天子轻率 但是更是李信的根基 在以后不短的时间之内 雨林卫就是李信说了算 这件事 就算是太康天子 也心知肚明 不然 他也不会另立牵牛尉 这个谢敬 一进雨林卫 就想着夺权 就是政治觉悟太过幼稚 当然了 这里面也有太康天子的纵容 还有墨许在里面 这位谢家的公子脸色铁青 名义上来说 他才是雨林卫的中郎将 这儿的雨林卫 这几天对他言听计从 他以为自己 已经在雨林卫里 有了一定的地位 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 比自己还要年轻的年轻人 只需要一句话 所有的雨林卫 就对他俯首贴儿 他甚至没有说话 只有一个动作 谢敬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把心里的怒意压了下来 他抬头看向李信 想说些什么 但是又无从开口 想说他跃拳 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是奉了陛下的命令来的 想说他专横 这似乎也不能是什么罪名 谢敬咬牙道 你就是静安侯李信 话说到这个份上 就算李信没有通报姓名 谢敬也猜得出来了 李信双手揣在袖子里 本来已经走了几步 文言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这位谢家公子一眼 谢国就不认得我 谢敬闷哼道 本将应该认得李将军吗 李信涵笑道 按照道理来说 你既然要进京做事 总应该做一些功课才是 你就算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模样 一些基本的特征也应该知道 看我能够叫得动雨林位之后 你就不应该再问出这个纯问题 这样看来 你们谢家人进京之前 两眼一抹黑 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你还进京做什么 李信面无表情 难道你以为皇后娘娘 能够一手把你捧到大都督府不成 或者说 你就打算一辈子 在雨林位里混吃等死 从前李信刚进京城的时候 也是两眼一抹黑 什么也不知道的一通乱闯 那时候他还不明白 李慎和叶慎这些人 看他是个什么心态 现在李信明白了 他看谢敬这种素人 应该就跟当初的李慎 看他差不多 静安侯爷嘴角挂着淡淡的嘲讽 如果你静静是打算混吃等死 你在雨林位里挂着就行了 谁给你的勇气 像雨林位的伸手的 谢敬满脸通红 雨林位是天子轻率 不是你李侯爷的私兵 李信脸上的笑意更灿烂了 雨林位的确是天子轻率 雨林位上下也没有人 不会不听陛下的话 但是你不是陛下 陛下也不能亲自带领雨林位 总要有一个人 替他管着雨林位 这个道理 国舅也想得明白吗 念在你什么也不知道 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太多 你记着一件事 雨林位中郎将 从来都不会插手雨林位事务 李信副手离开 此时 永乐坊里的大火 仍旧在熊熊燃烧 火光映在谢敬的脸上 让他更显得狼狈了 这个年轻人 信心满满的进京 准备大干一番事业 但是刚进京城 就有另外一个年轻人 给了他当头一棒 李信离开了平南侯府门口 静止走向了陈国公府 现在火势太大 火烧完了再行动作 在此之前 他要去叶家跟叶老头通个气 对于谢敬这种小白 他不想再过多纠缠 简直是浪费时间 进了陈国公府之后 李信才发现 陈国公府的下人们 大多出去帮忙救火去了 只有一小部分还留在家里 每个人那些桶 提防着大火烧进来 几个下人见李信来了 连忙迎了上去 李少爷来了 叶玲在家里是四少爷 李信如今也是半个 陈国公府的人 所以叶家的下人 也喊他少爷 不过加了一个李字 一座区别 李信笑着点了点头 叶师在吗 在的 这个陈国公府开门的老头 连忙弯着腰 笑着说道 公爷他等您等了一上午吧 李信心里暗暗感慨 这老头 人老成精了 进了陈国公府后院之后 李信在那个摆着花花草草的院子里 见到了叶老头 这会儿是深秋 就快入冬了 院子里的花草都开始枯败 只有几盆菊花含苞待放 叶老头正在菊花旁边 打底枝叶 见李信来了 老头放下手里的铜箭 笑呵呵地说道 昨晚上连夜回来的 李信坐了下来 没好气地说道 叶师派人跟踪我 叶圣笑骂道 老夫哪里有闲心跟踪你 京城里出了大事 陛下第一时间肯定要想到你 昨晚上你那个属下 木婴来见老夫的时候 老夫就估摸着 你最迟今天下午就得回来 没成想 你一大早就回来了 叶老头呵呵一笑 看来 咱们那位陛下 比老夫想象中还要依赖你一些 不是依赖 李信缓缓吐了口气 人不多 等再过两三年 朝中人心归附了 再用得到我的地方就很少了 叶圣低头喝了口茶 没有接这个话 禁军那边怎么样啊 还是靠着叶师给的人 如今这八个人 已经进入各个折冲府 做了国义都尉 等再过一段时间 各个折冲府互换校尉 弟子就能靠着这些国义都尉 大致掌握禁军主脉 他们就不太可能翻出浪来了 叶圣点了点头 这的确是最快消除 培进影响力的法子 老头子思索了一下 弟妹道 最好 在这些折冲都尉里 拉拢一些人 不用太多 只要一两个就好 另外几个不听话的 就找别的国义都尉 剃掉他们 这样 只要稍微调换两三个人 进军里就没有人 不听你的话了 李姓扶长感慨 叶师高明 对于这些行军打仗的事情 李姓比起叶圣 还是要稚嫩太多了 叶圣笑骂一声 少要拍马片 陛下应该是让你把李姓找出来 你打算怎么找 李姓眨了眨眼睛 不用我找啊 叶老头皱眉道 什么意思 陛下让我找 我拒绝了 李姓微笑道 且让肿横忙活去 他们牵牛未犯的错 干弟子什么事情 李姓这个人 气魄比他老爹还要大一些 叶圣喝了口茶 感慨道 他父亲李之杰 当年在京城的时候 做事战战兢兢 从来不敢得罪人 到了他这里 直接就敢在永乐坊里放火了 便是天子本人 也不敢这样放火 这是孤注一掷了 李姓接过话茶 声音平静 现在南疆与朝廷 已经不可调和 李姓自然要在两者之间 做出一个选择 既然已经没办法相处下去 索性撕破脸皮 说到这里 李姓顿了顿 而且以弟子看来 平南侯府两代平南侯 还是老侯爷的气魄 更大一些 说到这里 李姓笑着看了叶老头也 至少叶师当年 没有敢拥兵自重 割地为王 放狗屁 叶圣骂了一句 他李之杰比老子胆子小得多了 他当时带的平南军 都是自己在西南征目的 老子带着打北周的 都是京城的禁军 能相提并论 这个老家伙 和李之杰是好友 彼此都有些不服 最忌讳的就是 有人说他比不过李之杰 被李姓这么一句话 丘巴本性毕露 破口大骂 当初老子要是有一个 信业的军队 现在 说到这里 叶老头左右看了看 没有再说下去了 不过他话里的意思 还是很明显的 当初的禁军 如果也像平南军那样 跟着主将性 这会儿天下的格局 应该不会是这个模样 其实这也是叶老头口嗨 当初罚北周打了八年 八年时间 他就是前线最大的那个人 总不至于手底下没有亲信 再加上打下北周之后 接受了不少俘虏 如果他想称帝 机会很大 不过这个老头 最终还是选择了 乖乖回京城来 不仅仅是因为时势所迫 多多少少 还是因为 有一颗忠军的心在 忠军这个概念 在后世的利益至上观念面前 已经有点无法理解 不过在这个年代 他是真实存在 在每一个人心里的 哪怕是当初的李之杰 也有忠军回京的心思 李之杰是因为怕死 所以才没有回来 李信拍了拍叶老头的后背 笑着说道 叶师莫及 弟子说错话了 您老人家气魄最大 行了吧 叶老头闷哼了一声 没有再搭理李信 李信微笑着 给他倒了杯茶 叶师知道山音谢是吗 知道 叶圣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 不就是后足吗 这个谢家最近没听说 有什么厉害人物 不过前段时间 谢家有几个年轻人进了京城 听说有一个 还到与林薇挂了一个中郎将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没什么 李信眯了眯眼睛 淡然道 那个谢家的中郎将 弟子刚才见了 很不成器 如果谢家的年轻人 都是这个德行 叶师以后要避而远之一些 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接触 叶圣来了兴致 开口问道 什么德行 李信想了想 大抵和小公爷差不多 见叶圣神色不善 李信连忙改口 比起小公爷 肯定是不如的 小公爷最起码懂事许多 这个叫做谢静的年轻人 也就是李纯那个档次 叶圣脸色不太好看 开口说道 其实叶茂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 只是老夫有些担心他出事 这么多年就一直把他带在附近 他没有你那么聪明 许多事情要教很多遍 老夫没有那么多耐心教他 所以他现在才 显得有些鲁职 说到这里 叶老头看了李信一眼 你以后做事 就把他带在身边 你比老夫有耐心的多 你带他几年 他应该就开窍了 李信含笑点头 好 以后有机会去南江 弟子就带上小公爷 其实叶老头的小儿子叶玲 也生了两个儿子 不过这老头比较偏心 不太待见那两个孙子 只喜欢这个长房的嫡孙 叶圣早年是个暴脾气 叶茂又不够通透 所以他一直没有耐心 教好这个大孙子 许多有本事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自己很厉害 但是而孙辈都不太行 因为他只会自用 不会教学 不过叶老头的两个儿子 还是很厉害的 不管是叶明还是叶玲 都是人中龙凤 京城这边的事 你看一看就好了 过两天你就回禁军里去 无论如何 禁军那边才是关键 你能掌握这一半禁军 在天子那里的分量 就会大上许多 将来也会有说话的资本 这个弟子省得 李姓微笑道 这场京城动乱 叶氏觉得 李慎能不能逃得出去 叶圣皱眉想了想 缓缓开口道 老夫也看不出来 按理说这个局面 想要出京很难 但是以李慎那个性子 他既然动手了 就最起码有八成把握才是 弟子也这么觉得 李姓缓缓点头 所以陛下 要我去抓住李慎 我没有答应 这件事办不好 是要吃罪过的 叶圣瞥眼看了一眼李姓 呵呵一笑 只怕你心思不止这么单纯 南疆那边反了 陛下暂时只能依仗 你和侯敬德两个人 如果你在南疆有布局 陛下就只能依仗你 那时候你的分量就会更重 李姓摇头道 叶氏想差了 这位年轻的金安侯 语气笃定 如果南疆开始起兵 弟子绝不可能做这个主帅 最多是给主帅做副手 至于主帅的人选 就只有两个人 李姓脸上露出笑容 那就是 总帅和叶少宝两个人 现在如果总横 让李慎逃了出去 崇家就不太可能 能拿到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主帅的位置 就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 李姓看向叶圣 笑容满面 那时候 叶师就可以跟叶师兄 见上一面了 叶圣微微动容 大概是十四年前 他从大都督府 又都督的位置上退下来 他的长子叶明 出京接掌郑北军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 叶明就只回来过两次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叶老头对他的长孙 特别偏爱 叶老头缓缓看向李姓 那郑北军 李姓呵呵一笑 叶林师兄 不是也去了郑北军吗 到时候正好交割 如果叶师兄 能够在这场国战中打赢 那么刚好可以 让裴静退休 叶师兄 可以进入大都督府直市 叶圣眉头大皱 这样不行 叶家权柄太重 会遭朝野极恨 也会让陛下忌惮 老头子语气坚定 隐满则亏 李姓笑着说道 那到时候 就让叶师兄 主动返回镇北军就是 金安侯给叶老头倒了杯茶 如果朝廷和南疆开战 叶师以为胜算几何 若如你所说 叶明回来做主帅 胜算最少有七成 叶圣抬起头 与其骄傲 老夫远胜李之杰 老夫的儿子 自然也远胜李之杰的儿子 那位叶少宝 李姓曾经是见过的 那时候 李姓还只是与林卫的一个校尉 跟叶家也没有太多交集 不过那个时候 叶明对李姓还算客气 后来才慢慢跟叶家越走越近 到了今天这种无分彼此的地步 师徒两个商议了一会儿 叶老头觉得喝茶无味 就转头就院子里 取了一坛酒出来 硬拉着李姓坐了下来 两个人一人一杯 按着你的意思 你是想让李慎出去 叶老头喝了一口酒 对李姓问道 李姓摇头道 我当然不想他出去 他如果出去了 会给咱们带来很多麻烦 不过 我不准备插手进去 能抓到自然最好 抓不到也无关紧要 李姓现在 跟平南侯府的关系很是复杂 两者之间可谓是相生相克 简单一点来说 李姓现在还需要依靠平南侯府 来壮大自己 当初他放废太子出京 就是出于这个念头 因为如果平南侯府轻而易举地没了 那么李姓也就失去了价值 将来最好的结局 也不过是像叶盛这样 被关在宅子里 做一个乖乖的驸马 这个结局 虽然也不是特别差 但是李姓很不喜欢这种 生死操纵于他人一念之间的感觉 所以他要想法子 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 哪怕将来太康天子跟他翻脸 他也能有反抗的余地 我可以不打人 但是我手里必须要有武器 这就是李姓的态度 叶盛仰头喝了一杯酒 眯着眼睛说道 你说得不错 李姓能不能出京 对于咱们来说并不重要 且让仲家的那个小子忙活去 咱们看着就行了 李姓伸了个懒腰 也是 我昨晚一晚上没有合眼 这会儿就不回家了 在你家里睡一会儿 等肿衡的消息 叶盛微笑道 好 我让叶茂领你去休息 李姓起身告辞 不一会儿 成国功夫的小公爷 就扭扭捏捏地 到了李姓面前 李姓脸上露出一个 促侠的笑容 小公爷 好久不见 叶茂咬了咬牙 低头道 李师叔好 说实话 喊出这句师叔 让叶茂十分难受 但是从小接受的家教 让他没有办法不开口喊人 金安侯爷哈哈大笑 拍了拍叶茂的肩膀 小公爷客气了 以后没有人的时候 咱们自己论自己的 你还当我是兄弟就行 那不行 叶茂摇头道 老爷子既然收了你做徒弟 你就是我的长辈 我虽然心里不太愿意 但是怎么也要认得 李姓微笑道 小公爷讲究 走吧 我一晚上没有睡了 麻烦小公爷 领我找个房间睡一会儿 叶茂叹了口气 师叔你跟我来 李姓从进军大营里 连夜进京 这会儿 其实已经困得不行了 到了成国功夫的厢房之后 他几乎刚躺下 就很快沉沉睡去 等到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一个成国功夫的 侍女守在他身边 见他醒了过来 连忙说道 李侯爷可算醒了 公爷在外面等着您呢 李姓点了点头 揉了揉自己有些发胀的脑袋 开口道 知道了 他披上衣服 从这个房间里走了出去 这会儿是深秋时节 眼见就要入冬 傍晚十分冷风吹过来 让李姓感觉到了凉意 他把披在身上的衣服紧了紧 才看到叶老头 就坐在房门口的亭子下面 李姓走了上去 低头道 叶氏有事找我 把我叫醒就是了 哪有让师父等徒弟的道理 叶老头摇了摇头 你一夜没睡 多睡一会儿是应该的 这两天还有的你忙 现在能多休息一点是一点 李姓边说边坐了下来 开口问道 平南侯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能烧的都烧了 明火基本没有了 千牛尾的人进去找 找到了几个地道 这个年代的地道地窖之类的 很是常见 而且里面都会准备通风口 还有食物等等 以备不食之需 平南侯府原来不只有地窖 还有通往外界的地道 只不过后来 被太康天子借口修和 全部给堵死了 静安侯微微皱眉 李姓在里面 叶老头摇了摇头 郑家的哪些人在里面 李姓还有他的夫人 两个人都不见了踪影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不过在平南侯府的后院 发现了一男一女的尸体 样貌已经看不清楚 但是身材还有身上衣服的残片 与李姓夫妇差不多 叶老头没有继续说下去 李姓微笑道 看起来这位平南侯 准备的还挺充分 不过他这个手段骗不了人 不止陛下不会信 总衡也不会信 突然 李姓想起了什么 他微微皱眉 如果总衡一直找不到人 没有办法跟朝廷交代 那么这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还真有可能成为 总衡脱身的借口 叶老头呵呵一笑 陛下是不会信的 堂堂一个祝国大将军 哪里可能会这样 轻而易举地被烧死了 祝国这个称号极重 现在整个朝廷里 也就只有叶圣和李圣两个人 有祝国的称号 被封为少保的叶名 也没有得到祝国两个字 李姓一边把披在身上的衣服穿起来 一边开口道 叶师 弟子要去现场看一看 嗯 叶老头淡淡地说道 你自己看着办就是 不过看现在这个模样 李圣脱身的机会很大 多半已经不在平南侯府了 李圣的确不太可能在平南侯府了 但是也不太可能出京 他现在应该还在京城的某个角落里待着 李姓点头道 叶师提醒的是 弟子会见机行事的 说着 他穿上衣服 朝着陈国公府的大门走去 叶老头起身送了他两步 如今这个局势 老夫也看不分明 你是年轻人 脑子比老夫要灵光一些 如果发现李圣已经出京 你就立刻回进军去 进军才是你现在的立身之本 再有就是 你跟那个谢家年轻人的事 老头子下午的时候 听说了 你当面敲打他 虽然很解气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说到这里 叶圣犹豫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道 羽灵卫那里 不要拿捏得那么死 那终归是陛下的东西 不是你的东西 李姓听到这里 微微一笑 去碎宫殿的时候 是羽灵卫拼死扣开宫门 但是事后陛下 却信不过羽灵卫 认为羽灵卫是我李姓的 有可能再一次扣开宫敬 羽灵卫如今 甚至已经不在 素卫宫门 他深深地看了叶老头一眼 叶时 陛下既然不要羽灵卫 弟子就没有不要的理由 没有说他随便派个人 就可以接手羽灵卫的道理 说完 李姓转身离去 叶圣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缓缓叹了口气 年轻气盛啊 现场一片狼藉 一些被烧得焦黑的木头 散落得乱七八糟 有些木头的部分 还泛着烟红色 没有完全烧干净 不时蹦出一点火星 散发出腾腾热浪 李姓双手揣在袖子里 缓缓走在平南侯府的院子里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榻了 李姓虽然没有见到 平南侯府起高楼 但是这会儿 却实实在在地 看到他楼榻了 不过平南侯府拢共有两座 塌了这座侯府 蜀郡锦城里 还有一座平南将军府 相比于平南侯府来说 那座将军府 可要揭示的太多了 秋风吹来 火星四溅 一身轻衣的肿横 面色凝重 正在人群之中 指挥人彻底搜查平南侯府 此时这位仲家大少 也是一脸疲惫 显然从昨天晚上 平南侯府起火之后 他也没能合眼 李姓迈步走了上去 众少他拱了拱手 肿横这会儿 已经有些心力憔悴 反应也有点迟钝 文言愣了一会儿 才抬头看向李姓 随即苦笑着对李姓拱手 李侯爷 你可算来了 陛下明明让你 帮着下官找人 怎么大半天 找不到你的影子 李姓咳嗽了一声 脸不红气不喘 昨晚上一夜没有合眼 撑不住了 就找了个地方睡了会 众少这边 有什么进展没有 肿横连连摇头 只在地窖里 发现了正规等 形阳正式的家人 还找到了一些 平南侯府下人的尸首 后院里 倒是发现了两具 疑似平南侯李慎 还有其夫人的尸体 但是很明显不是他们 李姓皱眉道 何以见得 种横犹豫了一下 最终咬牙道 这两具尸体 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 很明显是先死之后 再被火烧的 李姓点了点头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仇杀 有人先杀了平南侯府夫妇 再放火烧屋 毁灭证据 种横摇头道 就算是被害 也应该有争斗的痕迹 如果是中了毒呢 种横抬头看向李姓 脸色微变 他低声道 李侯爷这是什么意思 是要帮着平南侯脱身不成 李姓压低了声音 种少误会了 我这是帮着你脱身啊 种大少眉头紧锁 什么意思啊 李姓声音平静 这个时候 不要把话说绝 如果种少确实找不到李慎 那么这两具尸体 就会是种少脱身的本钱 也是一个台阶 不然种少你下不了台 崇家也下不了台 陛下就是想给崇家面子 也无从给起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种横找不到李慎 天子必然勃然大怒 但是天子在生气 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 跟崇家翻脸 毕竟之后对付南疆 还要依仗崇家 所以双方都需要一个台阶 能找到李慎自然最好 找不到李慎 这两具尸体 就是双方的台阶 这就是朝堂上 未撕尽 先撕退的道理 李姓甚至怀疑 这个台阶 是李慎故意留下来的 种横低着头 思索了很久 最后 他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对着李慎低头道 受教了 他感慨道 从前与侯爷不熟 以为侯爷能够少年得意 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在 如今看来 侯爷在朝堂上的造诣 胜过下官不知反己 下官拜扶了 李姓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指了指 自己腰间的配件亲致 我与总帅有些善缘在 总帅的配件 还在我腰里挂着 总少不必客气 总横盯着李姓腰里的亲致剑 叹了口气 这口剑 下官与家族讨要了很久 家族一直不肯给我 但是他老人家 却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李侯爷 下官这段时间一直想不通 如今总算是想通了 李姓摇了摇头 没有总少想得这么复杂 当时总帅 是想用这口剑 跟我换东西 李姓顿了顿 继续说道 撕退之后 不能忘了撕进 台阶要有 但是能不走就不走 总少还是要继续去寻李慎 找到了李慎 牵牛尉就算是立功了 总横低头道 下官遵命 李姓脸色一变 侧开了身子 总少莫要害我 这件事你是主事 我只是给你参谋几句 找到找不到 都是你的事情 我可不是你的上官 总横心里暗暗叫苦 这个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年轻人 怎么跟着老狐狸一样 滑不溜手 他叹了口气 那下官 这就是盲去了 李姓叫住了他 郑家的那几个人在哪里 总横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在附近的一家客栈里歇息 我让手下人领侯爷过去 李姓点头道 好 不一会儿 一个一身轻衣的牵牛尉 就到了李姓面前 恭恭敬敬地 对李姓低头行礼 侯爷 请跟杯子来 李姓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总横 笑着挥了挥手 众少辛苦 如果实在撑不住 记着去歇一歇 不要累坏的身子 总横脸色一黑 他两天一夜没有睡觉 这会儿的确有些坚持不住了 大概一炷香之后 这个牵牛尉 领着李姓到了一家客栈 这是整个永乐坊里 唯一一家私人的客栈 其他的 都是朝廷招待使节 和地方大员的会馆 这个客栈能开在永乐坊 自然也是最豪华的客栈 据说是某个皇子的手笔 当然 现在全部都是 太康天子的财产了 客栈一共三层 此时里里外外 最少有几十个牵牛尉在把守 而郑家一家老小 都被关在三楼 李姓副手走了上去 在三楼的一个厅房里 见到了行阳正式的家主正规 这个有些先锋道骨的老头 这会儿迈向很是不好看 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 这会儿散乱成了一堆 脸上也沾了不少黑灰 显得十分狼狈 李姓笑呵呵地搬了把椅子 坐到了这个老头对面 老先生 咱们又见面了 正规被烟呛到了 剧烈咳嗽了几声之后 抬头看了一眼李姓 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原来是静安侯 侯爷来看老夫这个糟老头子 不知道 李姓脸上的笑意收敛 老先生 本侯只问你一次 李生在哪里 正规神色不变 缓缓说道 老夫怎么知道 平南侯府里突然就走水了 老夫与家人们 狼狈逃进地窖里 伙食一小就被抓到了这里来 如何知道外面的情形 李姓咧嘴一笑 老先生 平南侯府这等大火 下人仆从死了几十个 偏偏你们正家人一个不少的 全部躲进了地窖里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正规又咳嗽了几声 当时老夫正在教训后辈 所以都聚在一处 有什么问题 静安侯爷 脸上露出冷笑 好的很 那行阳正是来经探亲的27人 统统死在了这场大火里 老先生以为有没有问题 行阳正是 如今虽然已经没有了 就北周时期的威风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怎么说也是余威犹在 加上这位郑家族 本身也是宝学的大如名士 平日里 不管是谁看到他 都是客客气气的 但是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张口就说出了这种 毫不留情的威胁 正规脸色铁青 他颤抖着拍了拍桌子 黄 李侯爷 请问我郑家上下犯了什么错 碰了哪条果法 老夫一声行善积德 再朝再演都颇有些名声 老夫一家上下若是 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这里 你且看天下悠悠之口 饶不饶你们 他本来想说黄口小儿 但是看到面无表情的李信 多少有些畏惧 于是就改口了 老头子气得双手发抖 便是当今的天子 也要被你这种胡作非为的宁臣 玷污了圣名 李信没有搭理这个叫嚣的老头 而是转头看了一眼 郑家的二十来个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有男有女 前几天他们还结伴 在京城里四处游玩 指点江山 但是现在 这些人全部都是狼狈不堪 不少人更是直接 被牵牛尾绑了起来 动弹不得 李信摇了摇头 转头看向正规 老先生看来 还没有想明白 这件事的严重性 你以为你们的密谋无人知晓 你以为没有人知道 你们这些北州旧贵族 勾连南疆 意图谋逆 李信冷笑道 莫说把你们几个杀了 本侯现在就算是赶到行阳去 把你们正式的族望抹了 京城里也没有人敢多说半句 今日我不是主事 否则现在 你们这些人 最少已经死了一半了 靳安侯面无表情 蹲下身子 在一个看起来 只有十五六岁的 郑家少女面前蹲了下来 用袖子 轻轻擦了擦 她脸上的黑灰之后 露出一张精致的面孔 还有一双精孔到极点的眼睛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战战兢兢 不敢说话 李信站了起来 转头看向正老头 脸上露出一抹争鸣的笑容 老先生 看在你这几个孙女还算漂亮 本侯再问你一次 李慎在哪里 不可否认 有些读书人的确很有骨气 能够让人肃然起敬的那种 但是对比比例来说 这些人太少太少了 正规从小在世家大族里长大 一辈子锦衣玉食 六十多年都没有受过什么波折 如今看到一个杀气腾腾的少年案件 时刻准备爆起杀人 他心里还是害怕了 他告诉自己 他是为了这些后辈 正规深呼吸了一口气 颤声道 静安侯爷 老夫的确没有看到李慎去哪里了 不过那天在着火之前 李慎给老夫递了一张条子 告诉老夫 躲在地窖里 可以逃得性命 老夫就带着家里的晚辈 躲进了那个地窖里 说着 老头子颤巍巍地 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 侯爷请看 李慎接过去 展开看了看 发现确实是李慎的笔迹 这老头应该没有说谎 以李慎稳妥的性子 未保万无一失 他在动手前应该不会告诉任何人 甚至就算是育夫人 可能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既然这样 他就更不会告诉这些正式的家人了 因此 郑家人不知道李慎去哪了很正常 李慎特意过来恐吓这些可怜虫 目的也不是真的为了问出李慎在哪里 而是要做给太康天子看 你看 你让我找人 我找了 我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金安侯把纸条收进袖子里 一句话也没有 就要转身离开 正规在后面叫道 李侯爷 朝廷的人为何无故拘禁我等 请侯爷放我们出去 我们要回行阳去 李慎停下脚步 回头对着这个老头 李也怎一笑 老先生还记不记得 本侯上一次进平南侯府的时候 与老先生说过什么 那时候 本侯跟你说 正家的人既然进了京城 永远也别想出去了 李慎回头看了一眼 这27个人 呵呵笑道 李慎都丢下你们不管了 你们还想着出城 痴人说梦 然后他把目光放在了 那个正家的孙女身上 本来老先生这几个漂亮孙女 本侯倒是可以勉为其难的搭救搭救 只可惜 金安侯爷摇了摇头 语气惋惜 只可惜我有未婚妻了 未婚妻还很小姐 那个被绑着的正家小姐 抬头怒视了李慎一眼 然后又有些休脑的低下头 李慎哈哈一笑 转身就要离开 这些人将会交给太康天子处置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是没有什么活路的 当然了 不排除太康天子 看上了这几个正家的小姐 那两个进宫里去 那个被绑住的正家小姐 突然开口叫了一声 李侯爷 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 正老头脸色一变 回头看向自己的孙女 脸上满是恶然 很显然 他的确不知道李慎在哪 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孙女 为什么知道 李慎蹲下身子 认真看了这个女娃娃一眼 他语气平静 你要是骗我 我就把你送到教方司去 教方司 在这个年代 可以说是天下女子的噩梦了 这个正性女子文言 浑身都吓得发抖 抬头看向李慎的眼神 就像是一个受惊的小白兔 碰到了一个爪牙猙獰的大魔王 你 你先把我家联放了 我就告诉你 金安侯爷 念无表情 这种幼稚的条件 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本侯给你实习的时间 你要是再不说 本侯立刻就把你送到教方司去 十 九 不等这个女娃娃回话 李慎已经开始计数 整个正家的小姐 脸色惨白 平 平南侯府后院 还有一个地道 现在应该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哪 你把我家里人放了 我 我就带你去 这个正家的嫡女 结结巴巴地说完之后 满眼都是泪水 像她这种天之娇女 平日里谁对她都是温文尔雅 或者是奉承不断 但是眼前的这个恶人 太凶了 这个地道 是我在姑父家里无意中发现的 隐蔽得很 我不知道姑父他们是不是在里面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 正家的家主掌柜脸色难看 她想开口阻止自己的孙女说话 但是又想 自己一家人可能能因此活下去 于是乎 这个老头咬了咬牙 没有说话 李慎笑呵呵地蹲了下来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不想说 但是又不想被送到教方司里去 于是战战兢兢地开口 沾 沾谈 得 抓了的唐僧 李慎心里吐槽了一句 从腰里抽出轻质 干净利落地划开了这个女唐僧的绳索 语气仍旧很平淡 你跟我走吧 因为父亲好谈香 而被取了这个名字的女子 脸色胀红 低头道 你把我家人放开 不然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李慎面色平静 我放他们出这个屋子 不消一刻钟 他们都会被牵牛尾扑杀干净 你信不信 你现在跟我走 如果真找到了李慎 你这些家人 就不一定会死 找到了李慎 这些形阳正式的人 就无关紧要了 到时候 他们死不死 只是泰康天子一个念头而已 这个郑家小姐咬了咬牙 继续跟李慎讲条件 那你先把他们的绳子解开 不然我就是死了 也不会跟你走的 金安侯爷面带冷笑 一一割开了这些人的绳子 反正外面有牵牛尾看着 跑不掉 你再多说一句话 本侯就立刻 把你送到教方厕去 小沾坛立刻捂着嘴巴 不敢说话了 李慎面无表情 带着他离开这个房间 他走在前面 缓缓闭上眼睛 李慎 如果这丫头真能找到你 并没有阻拦 他们也不太敢阻拦 这位在京城里 风头正盛的少年将军 任由李慎 把郑瞻谈带了出去 在他们眼里 八成是金安侯 看上了这个漂亮的女子 当然了 他们该上报纵横 肯定还是会上报的 这个郑家小姐 现在衣衫不整 李慎从雨林卫那里 给她找了个雨林卫的袍子 丢在她身上 准备带她去平南侯府 到了平南侯府正门的时候 郑瞻谈缩在黑色的袍子里 瑟瑟地说道 要是找不到 我就觉得 你是在欺骗我 金安侯爷语气平静 那个时候 就不是叫方思这么简单了 你可能会死 这个年纪比李慎小上 两三岁的姑娘 满脸泪水 凭什么 我又没有犯错 李慎呵呵一笑 怪就怪在你生在了 行阳正式 正规偏偏又把你带到了京城 不是你一个人犯了错 是你们行阳正式犯了错 说话的功夫 两个人已经走到了 平南侯府门口 仍旧没能去睡觉的 肿横迎了上来 看了正瞻谈一眼 然后开口道 侯爷 你带这个姑娘来试 李慎略作犹豫之后 缓缓开口道 他说他知道 平南侯府还有一个密道 我让他带我去寻这个密道 总少跟我们一起 总横精神一震 立刻点头 好 下官给侯爷打打下手 他伸手一招 十几个牵牛尾就围了上来 跟在两个人身后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个正家的小姐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引着这么一群人 来到了平南侯府的后院 此时的后院乌黑一片 后院里栽种的花木 都已经被烈火灼死 池塘里也是黑乎乎的一片 都是黑灰 还有几条死鱼浮出水面 正瞻坛伸手指了指池塘中间的那座假山 颤声道 我上次 看到姑姑进了这座假山里头 但是他们在不在里面 我真的不太清楚 李慎对种横使了个眼色 种横会一点头 带着十几个牵牛尾 涉水走向这座不太起眼的假山 李慎回头看了一眼正瞻坛 迪梅道 你就在这里等着 哪里也不要去 更不要想着逃跑 外面都是牵牛尾 你出不去 说完这句话 李慎也涉水走向了这座假山 他刚刚靠近 种横就回头说道 侯爷 假山里面确实有个地道 李慎点了点头 打开 这个地道 是从里面被拴住的 一时之间很难打开 但是这些牵牛尾都是壮汉 十来个人一起发力 直接一脚 把地道踹开了 门板砰的一声 追在了地上 钟狼架 开了 李慎与种横 都是精神一振 脉步从一个很狭窄的小口 走了进去 这的确是一个地道 跳进去之后 只有一个可供一两人通行的狭窄通道 通道的路径很长 黑乎乎的一眼 看不到镜头 种横看了一眼 缓缓吐了一口气 看来平南侯府的地道 没有清干净 清干净了的 当初是李慎亲自负责 平南侯府四周 都被他挖了个遍 一共五六条地道都没堵死了 不可能没有清干净 李慎蹲下来看了看 继续说道 这些都是新土 这个地道是他们 最近一段时间才弄出来的 不过才几个月时间 他们又不能闹出太大的动静 这会儿肯定还在京城里 咱们跟过去看一看 出口在哪 种横打了个手势 很快一个牵牛尾 送来两个火把 他递给李慎一个 自己拿了一个 一马当先 就要冲进这个地道里 李慎低声道 种少还是往后退一步吧 平南侯府起了火 很多不取家将 都还没有统计清楚数量 万一有人藏在这个地道里 走在前面的人 就会很危险 种横咧嘴一笑 我们种家人带兵 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的 说着 他一马当先 带人进了地道 李慎左右看了看 也迈不跟了进去 老实说 他不太信任这些牵牛尾 在这个地方 他很想带几个雨林尾在身边 然而时间紧急 已经不允许 他再上去叫人了 没有办法 李慎只能硬着头皮 举着火把跟了下去 这个地道狭长 而且很深 如果没有火把 在里面可以说是身手不见五指 一行人走了大概几百米的时候 手里的火把 就已经忽明忽暗 显然这里的空气 已经不太够了 一行人当机立断 选择回城 然后每个人拿了几个铁锹 碰到了空气稀薄的地方 就往上挖 直到挖出一个露天的洞为止 就这样走走停停 一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 他们终于走到了出口的位置 出口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 从下往上 很显然是没有办法 弄得动这块大石头的 一行人只能在旁边挖洞 又用了小半个时辰的样子 在大石头的附近 开了一个紧容一个人 穿过的小洞 十几个人 一个一个从洞里钻出来 李信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 当他走出来之后 外面的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的清晨了 一些草叶上 已经开始结霜 李信拍了拍自己身上的泥土 然后转眼看向附近的 那块大石头 大石头把地道出口死死地堵住 表面该铺了一层枯草 看不出有什么异状 李信在左右看了看 四周都是院落 看情况 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后花园 不对劲啊 这里 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 金安侯爷眉头紧锁 肿衡见状走了上来 帮着李信拍了拍泥土 低声道 侯爷扔到这里 李信喃喃点头 大概 扔的 肿衡继续问道 出了永乐坊没有 应该没有 金安侯爷眉头紧皱 开口道 我还不太确认 这里到底是 是不是那个地方 我要去看一看 说着 他撇开这些人 穿过了远门 走到了下一个院子 脸上古怪的神色更重了 他又走了几个院子之后 脸上已经满是怪异之色 他转身回到肿衡身边 缓缓叹了口气 麻烦了 肿衡低声道 侯爷 怎么了 这户人家来头太大 我们查不得了 要进宫去问一问陛下 才好确认 要不要继续搜查下去 肿衡愕然道 什么人家 这样厉害 如今陛下急成这个样子 就算是成国功夫 咱们也可以搜查 李信拍了拍肿衡的肩膀 缓缓吐了一口气 可是 这里是卫王府啊 卫王府 太康天子 未曾登基之前的前提 天子未登基的时候 李信经常出入卫王府 那时候跟太康天子两个人 常常在这卫王府的后花园谈事情 因此 李信对于这个地方很是熟悉 甚至比对他自己的金安侯府 还要熟悉一些 所以 刚从这个洞口钻出来 李信就觉得 这个地方太眼熟了 又看了两个院子之后 他终于确定了这个地方 就是当今太康天子的前提 曾经的卫王府 不过细想一下也不奇怪 如果说京城里哪个地方 能够躲过禁卫的搜查 让禁卫不敢进来 也就只有陈国功府 或者这座卫王府了 叶家自然是去不得的 李慎能够躲的地方 也就只有这里了 金安侯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缓缓说道 咱们先退出去吧 等我进宫见了陛下再进来 不然擅自搜查 有点大不尽了 总恒两天两夜没有睡 这会儿也是灰头土脸 但是被李信这么一说 他吓得一点困意也没有了 当即连连点头 侯爷说的是 我们先退回去 李信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留两个人在这里看着这个洞口 免得被人毁掉了 总少女跟我一起进宫 总恒低头苦笑道 侯爷 下官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您就放下官回去睡一会吧 李信拉着他的袖子 咧嘴笑道 你是主事 跑不掉的 再困也跟我进宫 见了陛下之后 随便你怎么睡 于是乎 千牛卫留了两个人在卫王府 其他人准备原动返回 李信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这儿我熟 我们从正门出去 卫王殿下登基之后 前底还是留了人打理的 也是当初跟着肖正 一起在卫王府做执事的宦官 李信只知道姓齐 就没有进宫 留在了前底看家 李信跟他很熟 一行人在后院走了一会儿 终于惊动了府里的人 齐太监很快跑了过来 人还没有到 奸细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谁敢擅闯陛下前敌 李信笑呵呵地迎了上去 齐公公 是我 齐太监见识李信 连忙挤出一个笑脸 开口道 原来是李侯爷 没听说李侯爷要来 怎么突然出现在后院里了 李信拍了拍这个老太监的肩膀 叹了口气 老七 你贪上市了 说着 他领着一群人 静止朝着魏王府大门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李信回头冷冷地 看了一眼魏王府的大门 回头对着总衡开口道 总衡 让你的人看着魏王府 任何人也不许出来 总衡有些犹豫 这是陛下的前敌 李信懒得理会他 转头就走 路我只给你了 你爱走不走 总衡苦笑一声 随后沉下了脸 千牛卫听令 身后十几个千牛卫 齐声回应 卑直在 调集五百千牛卫 看住陛下前敌 而这个时候 李信已经领着 总衡进了永安门 至于郑家的 那个小姑娘 则被李信丢给了 慕英看着 她已经说出了 那个地道的位置 留着她 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这个时候 太康天子 正在心急如焚地 等待消息 听闻李信和 总衡求见之后 二话不说地 在书房接见了他们 太康天子 甚至没有坐在寓座上 而是走了下来 拉着李信的手问道 长安 那边什么情况了 李信低眉道 陛下 在平安侯府的后院里 发现了一个地道 地道应该是新挖的 这个地道 通到了您的前邸之中 朕的前邸 太康天子眉头大皱 开口道 你的意思是 李慎他们两个人 没在平安侯府了 臣不知道 李信低头道 臣等追查到 陛下前邸之后 就没敢再查下去 特地回来 请陛下指令 这有什么不敢查的 太康天子开口道 莫说 朕的前邸 就是李慎藏在了皇城里 你们也仅可以搜查 快去查 朕前邸之中的所有人 仅可以抓起来逼问 不用拘束 李信回头 对着总恒笑了笑 总少 陛下叫你去搜查呢 总恒苦着脸 低头道 是 沉这就去 说着 这位仲家大少 弯身退了下去 李信则是留在了卫阳宫 太康天子拉着他 在一旁的矮桌旁边 坐了下来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李信说道 长安 那些刑部的官员 正明天就准备 让他们进京了 太康天子声音低沉 李信皱了皱眉头 陛下要对那些 北周氏族下手了 刑部的人 是去查各地谎暴灾情 而且已经查实 确实有人在谎暴灾情 背后就是这些北周氏族 一旦这些刑部的官员进京 那就意味着 朝廷要跟那些人翻脸了 赵郡李氏 行阳正氏 还有红龙阳氏等等 这些就北周的人 我大静尚且没有清算他们 他们反倒阴住大凶 异域谋反 实在是天理难容 天子怒声道 他们本就是亡国之人 大静收留他们不说 先帝和五皇帝 都对他们客客气气 不曾亏待他们 到了镇这里 他们反倒是做起了反贼 说到这里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趁现在李慎还在京城 镇手里又有证据 直接派人去各大事家拿人 就算李慎能逃出京城去 也会是孤家寡人了 李信微微低头 陛下英明 太康天子苦笑道 都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长安 你今天再在京城里待一天 明天一早你就回禁军里去 京城里的这些事 交给总衡他们去办 不管办好办不好 都不能再拖累你的精力了 李信咧嘴一笑 陈还好 昨天多少睡了一会儿 可怜的是 那位仲家的大少爷 从永乐坊失火到现在 他都没有合眼 现在他又敢去查陛下的前提 陈有些担心 他会不会猝死 天子淡淡地说道 这都是他应该的 朕让他看着平南侯府 却出了这么大的篓子 不是看在总家的面子上 朕早就把他拿下问罪了 李信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天子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陈声道 长安你也跟着忙了一天了 先回去歇着吧 朕也动身去旧宅看一看 李慎如果真逃到了朕的旧宅里 那肯定是有人 跟他串通在了一起 旁人不好出面处置这些奴婢 朕自己亲自出面 李信心中默然 这就是他先前 跟那个齐太监所受的麻烦 不过他也没办法 只能微微低头 臣 遵命 李慎失踪的这件事前后 李信一直都拿捏了一个 很好的分寸 那就是布兰氏 从头到尾 他这个金安侯 都只是在一旁旁观 哪怕是发现了 郑瞻谈这个证人之后 李信也是拉着肿横一起去的 他与李慎是血脉上的父子 这一点京城里的人 知道的不多 但是太康天子 却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李信不能插手这里面去 他需要做一个旁观者 把自己撇出去 离开了皇宫之后 李信回了一趟静安侯府 看了看钟晓晓 算算时间 他回京已经有一两天时间了 但是一直在外面奔忙 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看看 好在家里的一切都好 陈家的家人 包括陈母在内 暂时都搬进的平安侯府住 钟晓晓跟陈家的小女儿 玩得非常投缘 最近一段时间 钟晓晓开始做起了老师 教诚初期认字 这个农家女也学得很认真 两个小女孩闲下来 就跑到静安侯府的书房里 翻看书房里的智怪小说 当成故事书看 静安侯府早先可是齐王府 那位齐王殿下结交文士 藏书无数 他离开京城的时候 没办法带走太多东西 书房的书大多都留了下来 李信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洗了个澡 换下了身上 沾满了泥土的衣服 回自己房间里歇息了 毕竟昨天晚上整整一夜 他都是在那个地洞里度过的 这会儿也累了 京城里虽然出了大事 但是这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 跟李信关系不大 他可以安心歇息 一觉睡醒 已经是中午了 李信起来洗了个脸 跟钟晓晓一起吃了顿饭 然后就动身离开了 他是要去魏王府看一看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 当他走到魏王府的时候 已经是午后了 这座原本挂着魏王府牌匾的宅子 早就被摘了牌子 挂上了别院二子 以为天子别院 将来太康天子的皇子成年 才有可能重新住进来 穿着紫衣的理性 脉步走了进去 一股腥胃 扑面来 是血腥气 静安侯皱了皱眉头 看来那位太康天子 动手杀人了 不过也不奇怪 自己的心腹大患 跑到了自己的老宅子里 没有人会不生气 挖地道这种事 做起来还是不可能 完全没有动静的 平南侯府能翘无声息地 把地道挖到魏王府来 这座潜敌里 肯定是有人被买通了 天子生气杀人 是很正常的 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从来都不把人命 当做人命 李信一路走到后院 才发现 千牛尾的中郎将肿衡 一身都鲜血 站在阳光下面 格外显眼 他双眼布满血丝 手里拿着一把燃血的刀 在他的面前 跪着百多个潜敌的下人 其中三十多个人 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肿衡两眼发红 冷声道 本将再问你们一遍 李信在哪里 在不远处 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的李信 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情况很明显了 太康天子亲自来了一趟之后 他们必然把魏王府上下 里里歪歪地找了一遍 甚至是找了好几遍 但是 没有找到李善 太康天子回宫去了 留下肿衡一个人在这里扫尾 或者说 在这里逼问这些可怜的下人 所以 被逼急了的肿衡 开始在这里杀人 李信摇了摇头 迈步走了上去 看了一眼这些战战兢兢的下人之后 轻声道 肿衡 差不多了 肿衡双目心红 回头发现 是李信到了之后 他才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侯爷 这些人窝藏清犯 李信叹了口气 即便如此 你这样杀 他们招了没有 肿衡摇头 他们这样都没招 要么就是知情的人已经被你杀了 要么就是 他们真不知道 肿衡脸色猙獰 可是陛下亲自交代 要把吃里爬外的人揪出来 李信左右瞥了一眼 发现那个骑太监 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而且身体不全 显然死得很不安详 崇少 你太久没休息了 先回去睡一觉 睡醒了 再想着怎么办事 李信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沉声道 不要心急 实在不行 还有那两具被堵死的尸体不适 肿衡一把扔下了手里的刀 狠狠喘息 他现在的确有些不正常 好几天没有睡 再加上巨大的压力 让他整个人的精神 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再这样下去 是要出问题的 李信挥了挥手 把他们全部收肩 等明天众少休息好了 再做审问 周围全是牵牛尾 并不听李信使唤 李信淡淡地看向肿衡 肿大少咬牙道 愣着做什么 李侯爷的话没听到吗 一众牵牛尾 这才动了起来 肿衡这句话一说完 整个人身子一软 就要跌倒在地上 李信连忙伸手扶住了他 一路把他搀扶到众家休息 然后李信又去了一趟清和公主府 在清和公主府待了一下午 因为要避嫌 这边的事 他不太方便插手太多 很多事 无论怎么进展 他都只能看着 当才之所以插手 实在是不忍心 看到哪些人亡死 尤其是许多魏王府的人 他还认得 第二天早上 李信从静安侯府动身 准备返回禁军大营去 这一次 他又从羽灵卫里 带了七八个老部下 准备用这些心腹 渗透进禁军里 好让他尽快执掌禁军 临行前 他去陈国公府 向叶老头辞行 叶圣一路送他到叶府的门口 李信笑着 对叶圣拱手道 叶圣回去歇着吧 千万要注意保重身体 弟子等人的虔诚 还要靠您老人家保佑呢 叶圣笑骂了李信一句 然后严肃起来 给你一个人 李信也收起了开玩笑的心思 正经地问道 什么人 让叶圣这样郑重 叶圣拍了拍手 一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书生 从叶家门后走了出来 走到李信面前 对着李信拱手道 赵家见过静安侯爷 这是个很帅的年轻人 一身白衣 比李信还要微微高一点 叶圣声音平静 当年老夫北征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姓赵的军师 出了不少主意 他就是那斯的小儿子 自小在我家里读书 很聪明 尤其熟读兵书战策 对于军中的事物 很是了解 说到这里 叶老头顿了顿 本来老夫准备 留给叶茂保命用的 你的情况比较着急 且让他跟着你 李信眼睛一亮 人才啊 静安侯爷 当即对着这个看起来 像是小白脸的家伙 弯身行礼 李信见过赵兄 赵家连忙还礼 侯爷客气了 叶盛派他到李信身边 是为了弥补李信 在兵书军纪方面的缺陋 也是给他寻了个幕僚 李信对这个 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小白脸 很是客气 张口赵兄 闭口赵兄 他心里很清楚 漂亮话不值钱 但是这么一个人 才可太值钱了 李信笑眯眯地收下了这个人 顺手拍了拍叶老头的马屁 这个老实人的职 舍得给好东西 就这样 一行大概二十多个人 准备从京城的东门出城 还没到城门口 他们就远远地看到了 东门的城门死死的闭合 这不奇怪 从永乐方起火之后 这个城门就没有开过 很理性病马而行的赵家 看了前面一眼之后 低头笑道 侯爷 你怕是不太好出去了 理性眯着眼睛 我是凤凰命出城 谁敢拦我 赵家笑而不语 侯爷看着好了 一行人渐渐靠近 李信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他看到肿横 正带着牵牛 位在这个门口等着 虫大少深深低头 侯爷 树下官冒犯 请侯爷的人下马接受查验 赵家笑得更开心了 李信脸色难看 不过很快舒展开来 他跳下马 脸上也露出了一个 不太好看的微笑 早知道昨天 就让你猝死在卫王府里了 老实说 牵牛位的人搜查李信 他本人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在这个关口 能够叫开城门的人不多 他静安侯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 李慎完全有可能混在他的队伍里 跟他出城去 李信有点不舒服的是 不管是种横 还是太康天子 都没有提前跟他沟通过 也就是说 他们怀疑李信会带李慎出京 所以他们 借着这个机会 不仅仅是来查李信 更是来抓李慎的 毕竟李信跟李慎 还有这儿八斤的血缘关系 有能力 也有动机带李慎出去 这就让金安侯有些不爽了 如果李慎真的藏在他的队伍里 他自己的仕途 多半也就到此为止了 也就是说 那位太康天子 完全没有给自己留什么余地 就在牵牛位检查对余的时候 赵家也跟着下了马 他站在李信身后 低声道 侯也不用生气 这个时候 无论什么人出京都会被他们搜查 他们如果不查 那才有问题 李信面无表情 可是他们没有提前知会我 赵家摇了摇头 没有说下去 很快 二十多个人就都搜查完了 并没有发现李慎的踪影 总衡走到李信面前 恭敬弯腰 侯也下官得罪了 李信似笑非笑地说道 总绍 你在这里拦着我 陛下知不知道 总衡脸色发白 连连摇头 陛下自然是不知道的 只是下官奉命追查平南侯的下落 最近几天 所有出京的人 牵牛尾都会搜查 侯爷千万不要误会 李信眯着眼睛说道 你搜查不会提前知会我 是不是以为我把李慎带在了身边 你一知会我 我就不会带着他了 你也就抓不到他了 是不是 总衡脸色微红 低着头不敢说话 是下官 想差了 李信还想问一句 是你想差了 还是陛下想差了 但是这句话终归没有说出口 他淡淡地开口道 总少 总家 与我的这点相伙情 我是很看重的 但是很可惜 你没有看重啊 他拍了拍总衡的肩膀 呵呵一笑 京城里凶险 兄弟我先出城避一避 重少自己小心 总衡咽了口唾沫 开口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 也没有说出口 他必须要替皇帝 背下这口黑锅 侯爷 我祖父也是很看重侯爷的 李信没有理会他 胯下大马不停 带着赵家等人 从东城门直接冲了出去 他们刚出城 厚重的城门立刻闭合 死死地关了起来 他也明白 总衡是在替某个人背黑锅 但是这层面纱 他也不能接下来 朝堂上就是这么虚伪 有时候你明明知道 你面前的人在说谎 但是 你不仅不能拆穿他 还得想办法帮他圆谎 跟这些王八蛋相处 太累了 一行人出了城之后 马苏慢慢慢了下来 赵家落后李信 一个身位 开口道 侯爷不必为此事挂怀 就算是 那位要查侯爷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您毕竟和平南侯有血亲在 不管您承认不承认 赵家顿了顿之后 笑着说道 而且 这次千牛卫查了侯爷之后 也不是没有好处 至少是证明了侯爷的清白 以后朝廷对侯爷 就不会再有什么疑心了 李信回头 看了这个小白脸一眼 赵兄嘴巴还挺厉害的 经你这么一说 我给人怀疑 反倒是好事了 赵家低头道 终归不是坏事 千牛卫搜查之后 您只要不再次进京 就算是从这件事里脱身出来了 不管京城里发生什么事 都跟侯爷里没有关系了 李信自己琢磨了一下 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虽然被某个疑心中的皇帝 搞了一下很不爽 但是经过这件事 李信这个最大嫌疑人 就被彻底洗白了 以后不管李信在京城里怎么折腾 逃出来了也好 死了也好 都跟他没关系了 赵兄厉害啊 李信对着他眨了眨眼睛 成婚了没有 我认识一个蜀郡的小美女 生得可俊俏了 下次回京的时候介绍给你 赵家连连摇头 苦笑道 侯爷莫要开玩笑 在下孩子都两岁多了 这个赵家 看起来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这个年代 他这个年纪 孩子才两岁 已经算是晚婚了 李信善善一笑 收起了把慕英妹妹 介绍给他的想法 两个人边走边谈话 过了一会儿之后 李信开口问道 赵兄这么聪明 猜一猜 李慎现在在哪 这个小白脸 消息很是灵通 基本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他都是知道的 文言思索了一下 开口道 在下虽然不敢肯定 平南侯在哪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绝对不会在陛下的前敌里 赵家一口咬死 那个通往陛下前敌的地道 绝对是障眼法 平南侯想 借着这个地道 拖延时间 转移视线 李信心中一动 他猛然想到了 李慎可能藏在的一个地方 不过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说出来 这个时候 回去找到李慎 对他来说 没有半点好处 况且 天子刚刚得罪了他 李信还没有见到 舔着脸 回去给他出主意 罢了 京城里的是不管了 你有本事出来 咱们将来就在战场上见 你没本事出来 那也是 你活该 他微笑着看向赵家 就像再看一个大宝贝疙瘩 这家伙 好东西啊 赵兄 我想尽快掌握禁军 不知道赵兄有什么主意 赵家诡异地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问道 侯爷是想替陛下执掌禁军 还是 自己要执掌禁军 金安侯脸都清了 说的什么疯话 他咬牙道 本侯自然是要替陛下执掌禁军吗 这本来就是陛下的禁军 这个小白脸的想法 居然如此危险 赵家也如释重负 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笑道 这个容易 侯爷先前跟老公爷说的那个法子 就很好用 不过 还是可以适当改良一下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侯爷麾下有八个折冲斧 每个折冲斧 除了一个折冲都尉以外 还有十余个校尉 这些校尉都可以分化拉拢 让侯爷从叶家带走的那八个人开始下手 只要折冲都尉调换折冲斧之后 各个折冲斧的校尉都会 都会生出自己的小心思 侯爷这个动作将会很容易进行 说到这里 赵家低声道 等咱们到了进军又赢 在下会去仔细看一看 各个折冲斧的情况 然后给侯爷一份具体的计划 什么是人才 这就是人才 李信心中大为欢喜 他终于不用一个人苦苦摸索了 这可是一个会做计划书的人才 从这一刻开始 李信决定 把这个姓赵的小白脸赖掉 不还给叶老头了 毕竟李信 虽然拥有另一个李信的全部记忆 但是那一个李信 只是这个时代的最底层 所以很多事情 都是李信一个人摸索出来的 这中间步伐有碰壁的时候 有这么个狗头军师在旁边 李信就要好过很多 当然了 他跟赵家才刚刚认识 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全盘信任的 这需要时间来互相证明 京城距离进军又营并不算太远 他们是早上出门 到中午的时候 也就到了进军又营的大营 整个进军又营 加在一起有接近15万人 但是这15万人并不聚拢在一起 而是分布在各个折冲府里 折冲府分布在京基各个要地 而李信的率账 则处在这些折冲府的中心位置 只有碰到大事的时候 这些折冲都尉 才会聚拢在帅杖里开会 比如说 上一次李信继任进军将军的时候 八个折冲府的重要将领 就全部到齐了 到了帅杖之后 李信先带着自己的狗头军师 在帅杖附近参观了一下 他的帅杖逛了半天之后 赵家一头钻进了进军长使的住处 开始在里面翻阅各种资料 在李信许可的情况下 这位比李信低半级的长使 也没有办法 只能任由这个书生翻看军中的资料 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危险的 但是赵家这个人根正苗红 又有叶老头给他背书 是值得信任的人 李信也就放着他去看 出了事 直接去找叶老头负责就是了 而李信则是在自己的帅杖里休息了一会儿 就把副将蓝耿召了过来 开门见山 蓝副将 请你把各个折冲府的将领召集起来 明天早上在本将帅杖里集合 本将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蓝耿虽然很好奇 这位年轻的将军 这几天去了哪里 但是没敢直接开口问 听李信这么说 他也就点了点头 末将这就去通知 副将本就是干这些杂活的 以前裴靖在进军的时候 他也是干这些事情 李信点了点头 找个地方瞇了一会儿 等到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床边坐了个人 是眼睛有些发黑的赵家 侯爷 李信被吓了一跳 连忙坐了起来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晚了 你不去睡觉 来我这里做什么 赵家压低了声音 侯爷 在下今天在长使大人那里 翻看了大量军中的记录 找到了两个 可以拉拢的折冲都尉 还有三四个果异都尉 李信翻了个白眼 这些事 就不能明天一大早再说吗 赵家微微低头 明天一大早 您不是就要见那些人了吗 李信警惕地看了这祸一眼 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家古怪地看了李信一眼 侯爷 您是进军的将军 您的每一句话 还有将令 长使那边的书里 都是有记载的 赵家从袖子里 取出几张白纸 递在李信身边 侯爷 这是在下刚刚写出来的 您今天看一看 明天应付那些人 就会从容一些 李信点了点头 把这几张纸 收进了袖子里 然后他抬头看了赵家一眼 赵兄怎么会这么积极 赵家含笑道 自然是为了向侯爷展示自己 好给自己要到一个好的价码 李信微微皱眉 按地位来说 我比夜市要差得多了 赵家摇头道 侯爷 你可能不知道 自己是个什么情况 就算是往前推算一千年 也没有哪个人升迁的速度 急得上侯爷 侯爷的事迹 在下在夜家的时候 曾经打听过一些 侯爷这两年来做的每一件事 可能在小细节上面略有瑕疵 但是大方向上都是恰到好处 让在下十分敬佩 李信呵呵一笑 赵兄 在我这里拍马屁没有用 非是拍马屁 赵家面色严肃 在下原先是个懒散的人 只知道做一个两脚书厨 并不怎么想参合进浑浊的事事里去 前几年娶了妻子 生了个儿子 才想着要给自己谋一个前程 非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家人 李信这会儿 已经穿好衣服坐了起来 他给赵家倒了杯茶水 微笑道 想风漆印子 赵家摇了摇头 这个不太敢想 但求有一份自己的家业就好 总不能让我的儿子还跟我一样 既然篱下长大 李信呵呵一笑 据我所知 也是带你们不错 老公爷自然是很好的 赵家低头道 但是人生在世 不能全靠旁人施舍 老公爷人很好 不代表叶家 就能让我们一直好好地活下去 不能将来万一出了什么变故 我一家人 连个去处也没有 赵家摇了摇头 抬头直视李信 侯爷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懂 李信拍了拍他的肩膀 感慨道 跟你一样 我也是不想寄人篱下 才一步步逼着自己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赵家低头默然 随即缓缓说道 侯爷的事情 在下多少听说了一点 听说平南侯爷 是您的生父 李信与平南侯府的事情 当初闹得并不小 最起码成国功夫的人 肯定是知道的 只不过 不管是叶盛还是叶茂 都不太敢在李信面前提起这件事 怕惹恼了李信 李信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头道 不提这个 你这个东西 我会好好看的 金安侯爷拍了拍赵家的肩膀 爽朗一笑 以赵兄的智慧 只要啃出来做事 风气应子并不是什么空话 赵家微微有些激动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多谢侯爷提携 李信微笑道 你先回去睡吧 明天那些君汉过来 可能还会生出一些变故 到时候 还要你出面拿主意 不能累着了 是 在下告退 赵家缓缓退出李信的帐篷 李大侯爷叹了口气 走到旁边的桌子上 挑起油灯 作孽啊 上辈子熬夜 这辈子还要熬夜 第二天一大早 顶着黑眼圈的李信 好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 两年的时间 他已经养成了严格的生物中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不占一个时辰的全装 他就会浑身难受 占完全装之后 出了一身汗 李信洗了八脸 拉着赵家一起吃了个早饭 然后起身开口道 你跟我一起去 赵家低着头 侯爷 在下无关无直 不太好跟进去吧 李信爽朗一笑 就凭你昨天晚上写的那些 你便有资格进去 因为你无关无直 不好直接给你受关 以后你先跟在我身边做参谋 等过一段时间 我想办法 给你弄个官职 这个时候的参谋 并不是一个正经的官职 也不是正经的职位 只能说是 将军身边的一个幕僚 粗俗一点说 就是狗头军师 跟县衙里的师爷一样 没有正规的编制 这种没有编制的人 朝廷是不养他们的 要私人出钱自己养着 也就是说 不在乎这撒瓜俩早的 十个赵家他 现在也养得起 就这样 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帅帐 四个中护军 八个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以及十多个果异都尉 统统到齐 静静地等着李信的到来 他们心里 虽然多少有点不服气 这个少年将军 但是无论怎么说 李信都是他们的上级 军令一下 所有人都连夜赶到了帅帐里 等着李信给他们开会 见到李信来了之后 这些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低头抱拳 末将等 见过李将军 声音整齐如雷 李信见惯了这些 倒是不怕 跟在李信身后的赵家 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 整个人被吓得一哆嗦 他脸皮又薄 这一下出了丑 不由脸色通红 李信哑然一笑 大大方方地坐在了诸位 诸位兄弟 坐下来说话 是 众人纷纷落座 赵家站在李信身后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这些军汉们 这里的每一个人 最低也是折冲府的果异都尉 静与赵家两个年轻人 坐在这些人堆里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李大将军咳嗽了一声 直接开门见山 诸位 本将前几天奉命进京 你们想必也应该知道了 现在本将给你们传达一下 陛下的旨意 你们且听好了 二十多个人闻言 顿时正经危坐 不管他们如何厉害 说白了 他们都是皇权体系下长大的人 不管是谁 对皇权都充满了畏惧 李信清了清嗓子 沉声道 静军从叶帅谢侄 陪大将军接手之后 各营已经十几年没有动过 陛下觉得 静军要重新焕发活力 就必须要进行 一轮大规模的变动 说到这里 李大将军的脸色空前严肃 陛下的意思是 静军又营八个折冲府 从今天起 互换折冲都尉 为了维护各个折冲府稳定 各折冲府果议都尉不变 短短的一句话 掀起了轩然大波 如李信所说 静军的内部体系 已经十来年没有动弹过了 所以想要动就愈发困难 每一个小衙门 就是一个小朝廷 这些折冲府 每一个上下 都有一万多个人 各府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 层层堆叠 盘根错节 很难能够扯开 现在上面突然要互换折冲都尉 这就是要动摇 各个折冲府的根基 他们岂能不慌 这里面有不少折冲都尉 都是一进进军 就在那个折冲府里做事 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在这个折冲府里 一旦换一个地方 他就要从头开始了 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四个中护军对视了一眼 也都没有说话 李信面无表情 继续说道 不只是折冲府 四位中护军 也要调换各自麾下的折冲府 折冲都尉 如何调换 本将已经写好了 诸位拿去看一看 李信从袖子里 取出一个小册子 让人分发了下去 按照这个册子的分法 他们每个中护军 和折冲都尉 都会调换位置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会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 早知道 这些折冲府 可不是在一处的 有些甚至相隔了 几十里上百里 一旦调换位置 那真的就是从头再来了 二十多个人 还是没有人说话 李信眯着眼睛 微笑道 不只是这样 以后这种轮换 将会常态化 每隔三年 就会进行一次轮换 保证进军内部 不会死气沉沉 仍旧没有人说话 一个副将 四个中护军 八个折冲都尉 十几个果异都尉 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率仗里 若真可闻 李大将军笑呵呵地说道 诸位既然没人反对 那这件事就这么办 今天你们回去 就按照这个 册子上的办法来 三天之后 本将会在各个折冲府巡营 如果没有轮换的 军阀处置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大汉 豁然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弯身道 李将军 末将有话说 李信任的这个人 他姓吴明大悦 是一个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金安侯淡然点头道 你说 吴大悦也觉得气氛不对 但是已经站了起来 他只能硬着头皮 咬牙道 将军 末将以为 规矩不可废 我禁军自业 率到陪大将军 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从来没有轮换的先例 兵之将 将之兵 才能打胜仗 擅自调换折冲府 只会让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 万一碰到什么战士 禁军将会战力大损 李信伸手敲了敲桌子 呵呵一笑 吴都尉的意思是 给你换一个折冲府 你便带不了兵了 是不是 吴大月脸色发红 咬牙道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 末将的意思是 如果调换 将会有一段 漫长的适应时间 李信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他站了起来 环视了一眼 这二十多个人 微笑道 诸位有意见 仅可以提 李某不是什么记仇的人 还有没有人赞同 吴都尉的说法 没有人肯站起来 有一个都尉 与吴大月交好 想要站起来 被旁边的人死死按住了 吴大月也觉得不对劲 他低头道 李将军 末将只是建议 没有别的意思 你被革职了 李信语气平静 仿佛再说一件 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左右扫了一眼 然后找到了一个人 贺松 你是在吴大月这个折冲府 做果异都尉 对吧 出身成国公府的贺松 立刻站了起来 低头大声道 回将军 是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折冲都尉了 吴大月脸色战红 咬牙道 末将是朝廷的四平五官 将军好像没有权利 直接开格末将 更没有权利提拔折冲都尉 折冲都尉要经过陛下和大都督府 以及兵部 才能认命 李信笑容灿烂 他从袖子里 取出一卷雾式 杏黄色的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 在吴大月面前晃了晃 看到了没 我有圣旨 调换蛇冲府的圣旨 你抗旨不尊 你说 本将有没有权利开格你 吴大月脸色惨白 其他人的脸色 也都不好看 娘的 你有这东西 不早拿出来 吴大月气得半死 怒声道 有圣旨 李将军还与我们商量什么 直接拿出来不成吗 李大将军左右看了一遍 把这些人的表情看在眼里 然后在心里冷笑不止 早拿出来 早拿出来 怎么找一个刺头出来 杀鸡锦侯 早拿出来 怎么在禁军里头立位 想要顺利把控禁军 换下一两个折冲都尉 是最起码的 只有这样 李信才能保证 这些人都怕他 所以这个吴大月 就成了可怜的牺牲品 成为了锦侯的那只鸡 有圣旨在 这些人当然不敢再多说什么 一个一个地低下了头 李信面色平静地坐了下来 他淡淡地看着这些人 声音平静 各位心里不服 圣旨自然可以压服他们 但是这些人都是带兵的出身 心里肯定是不服的 他们心里不服 就会在背后搞事情 所有人都对李信低头抱拳 末将等 心服口服 李大侯爷用手敲了敲桌子 沉声道 禁军非是你们任何人的禁军 禁军麾下的折冲服 也不是你们任何人的折冲服 本将知道 这件事之后 你们心里多少会有些不服气 没有办法把我这个矛头小子搞下去 这些折冲都尉都是脸色微变 末将不敢 李信咧嘴一笑 敢也没有关系 你们最好是胆子大一些 本将现在没有换你们 是捉不到你们的把柄 只要你们敢搞事 本将就有足够的理由 让你们滚出禁军 竟然侯爷与其平静 看一看禁军左营吧 侯敬德麾下 同样有八个折冲服 从他接手左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左营的折冲都尉 已经换了五个 超过了一半 说着 李信瞥眼看向四个中护军 就连左营的中护军 也被换下了一个 李信脸上露出一个微笑 在座诸位 最少为从四平的五官 对于朝中事务 多少也应该听说了一些 诸位以为 本将与侯敬德侯将军 哪一个在朝说话分量更重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当初太康天子的位之后 开始排座做分国国的时候 李信排在从龙功臣第一位 当然了 这些内部的事情 外人是不知道的 不过从一些迹象 就可以看出端倪 侯敬德家里 本就有一个侯爵 这一次分国国的时候 只是把他家的爵位 从终身的升级成了世袭的 并且仍旧只是一个三等侯 而李信和叶玲 都是十五寝田的二等侯 叶玲能有这个侯爵 得益于当初叶家下注很重 而李信当初 则纯粹是一个白身 他能授封静安侯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李信在新朝的地位 甚至 叶老头这么看重李信 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 再加上 李信可以经常出入宫境 而侯敬德这大半年来 就只经过一次公里 这样一来 亲疏远近 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没有人回答李信的话 李信继续笑着说道 再怎么样 本将与侯将军 最起码是差不多的 他可以没有缘由 直接集掉大半折冲都尉 本将自然也可以 各位明白吗 其实李信这番话 三分真 七分假 他固然 可以直接把所有人都换掉 但是他手底下 没有可用之人 真的让陈国公府那八个人 直接做折冲都尉 进军又赢 立刻就要乱起来 甚至会惹出大麻烦 侯敬德敢这么做 是因为他在李信之前 已经在裴敬手底下 做了大半年的副将 对于进军里的事情 他远比李信熟悉得多 甚至于他在进军 已经有了不少亲信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末将的 明白 李信爽朗一笑 各位兄弟能名势力就好 那这个调换 立刻下去办 三天之内完成调换 本将会上书陛下请赏 说到这里 金安侯语重心长地说道 诸位 大家都是陛下的兵 按着陛下的意思办 总不会是错的 其中厉害 你们自己思考 到最后 李信又加了一句话 轮换完成之后 兵部会有一批新的衣甲下来 本将跟朝廷要了不少牲口 也会送到军中来 到时候 我进军又营的兄弟们 可以好好吃一顿 各位新道人的哲冲都尉 也好了解各自的哲冲府 韩非说 民主之所导致其成者 二丙也 什么叫做二丙 就是行得二字 杀戮之未行 庆赏之未得 说的通俗一些 就是说 一手胡萝卜 一手大棒 这句话虽然是为君之道 但是其实放在任何地方 都是可以通用的 你想要别人听你的话 首先要让别人怕你 但是只是怕你是不够的 你要是想让别人长期听你的话 你就必须要让他们得到好处 赏罚分明 这一点 李信一直是做得很好 从雨林卫的那个校尾营 再到雨林卫右营 大部分人都对他服服贴贴 现在 这招在进军 依然管用 这些进军的大佬们 纷纷起身 对李信弯身抱拳 多谢李将军 金安侯爷笑名你的挥了挥手 都散了吧 是 片刻之后 率账里只剩下李信和赵家两个人 这个出身成国功夫的小白龙 扶掌赞叹 侯爷遇人的手段 让在下大开眼界 李信哈哈一笑 赵兄拍马屁的手段 倒显得有些拙恋 小白脸脸色一红 低头道 侯爷取笑在下了 在下非是拍侯爷马屁 只是实话实说 侯爷短短几句话 就能够有罚有赏 让在下叹为官职 那是因为我上面有人 李信白了他一眼 让十几万人吃一顿肉 不知道多少谈酒 这些东西 只有陛下犒赏三军的时候才有 换了别人 哪里能够这么容易就要下来 赵家微笑道 我听公爷说过 侯爷 您自己也很有钱 我有钱 那是我自己的 李信撇了撇嘴 从前在雨林卫里做事 手底下就那么多人 我还可以自己掏腰包拉拢人心 现在老子手底下十来万人 请他们吃顿饭 说不定就要把我的侯府卖了 赵家微微一笑 没有继续接话 李信坐了下来 闭上眼睛思索了一番 然后开口道 昨天赵兄写的那个东西 我仔细看过了 写得很好 从今天开始 赵兄帮我注意一下 进军的中低层将领 我们要提拔一些合适的人 上来做校尉 这样控制了中层 那些折冲都尉 就算有心思 也不敢多说什么 赵家深深地看了李信一眼 随即缓缓低头 侯爷说的是 在下这几天 就去长使那里多走一走 这个不用 李信笑着说道 从明天开始 你跟我一起巡营 巡查那些人有没有调换 咱们把八个折冲府走遍 赵兄再给我一个名单就好了 赵微笑道 遵命 时间轮转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太康元年的冬天 也就是十月份 远在进军的李信 已经披上了袍子 跟在他身后的赵家 更是夸张 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服 把自己死死地包裹在里面 这次的身体 远不如每天占全装的李信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李信已经初步掌握了进军 虽然不敢说了如指掌 但是最起码可以指使地动了 八个折冲都尉里 除了五大月之外 又被换下来一个 其余六个也都老老实实了 当然了 这种掌控还很低级 仅限于李信说什么 他们做什么 想要他们给李信卖命 那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个月里 李信一共提拔了超过二十个校尉 基本每个折冲府里 都有一两个 这些校尉 虽然只是校尉中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导向了李信 他们正在逐渐掌握话语权 总而言之 培进在进军的影响力 正在慢慢地降低 而现在的进军幼营 已经没有人敢小看 李信这个矛头小子 他们虽然没有见识过 李信打仗力不厉害 但是这个年轻人 在官场上的本事 他们已经见识了太多了 这些军汉 被李信拨弄得团团转 当然了 这背后 狗头军师赵家 也出了不少力 两个人坐在帅杖里 正在商量 下一步应该如何动作 对哪一个折冲府下手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这两个家伙 都在干这件事 现在已经驾轻就熟 不一会儿 就已经商量出了对策 方山折冲府的 折冲都尉杜虎 今年已经六十岁出头了 按照杯职的意思是 侯也可以约着他见一面 让他自己退下来 一个月的时间里 赵家已经顺利改口 自称杯职了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这个杜虎 原先是在西城折冲府里 做折冲都尉 杜家的子弟 也都在西城折冲府里做事 侯也可以用提拔杜家子弟 做校尉 作为条件 换他下来 李信点了点头 笑着开口 那就这么办 明天我就照他过来 亲自跟他谈 赵家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只是有一个问题 你说 赵家低头 缓缓说道 这个杜虎退下来之后 侯爷就不要再用 陈国公府的人补上了 先前两个折冲都尉 都是叶府的人补上 那时候是因为侯爷 还没有摸清楚 进军又赢 这个时候 侯爷如果想拉拢人心 就要用进军又赢的人 补上这个位置 不然下面的人 可能会说闲话 李信哈哈一笑 拍了拍这个小白脸的肩膀 赵兄出身叶家 怎么反倒让我 不要用叶家的人了 这是两码事 赵家低头道 卑职以为 老公爷派点侯爷人手 目的也不是为了 跟侯爷要什么 进军的话语权 而是诚心帮着侯爷 李信站了起来 点头道 我也是这个想法 就算你不说 下一个折冲都尉 也不能用叶家的人了 方山折冲府 那个出身进军的 国义都尉 我要先见一见 如果不靠谱 我宁愿先用叶家的人 或者让杜虎继续待着 也不会换人的 赵家低头道 另一个国义都尉姓霍 霍成 今年34岁 他从袖子里 掏出一张白纸 递在李信手边 这是霍成露 在常师府的信息 卑职已经抄录下来了 李大侯爷爽朗地笑了笑 有幼安兄在 我才发现 这个禁军的将军 也不是那么难当 侯爷过奖了 赵家谦逊低头 大主意还是侯爷在拿 卑职只是帮着侯爷 清理一点首尾 幼安兄的本事 放到六部做一个侍郎 是绰绰有余的 两个人正在说话 突然一个清卫 迈步走了进来 伴归在李信面前 低头道 李将军 外面有一个姓慕的羽灵卫 说奉了皇命要见您 慕英 李信招了招手 让他进来 京城那边的情况 李信虽然没有回去 但是也听说了一些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平南侯李慎 还有他的夫人郑氏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任凭三境卫 在京城里翻来覆去 仍旧没有寻到 这个祝国大将军的身影 为了这件事 千牛卫的中郎将肿横 被革职 泰康天子也大发雷霆 将三境卫 骂得狗血喷头 现在慕英匆匆忙忙赶过来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片刻之后 一身雨淋味黑衣的慕英 急匆匆地出现在了帅杖里 对着李信弯身抱拳 侯爷 李信招了招手 示意他坐下来说话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慕英咽了口口水 喘了好几口气之后 才缓缓说道 李慎 出现在蜀郡了 李信与赵家 同时脸色大变 他公开现身了 慕英摇了摇头 肃然道 是朝廷在蜀郡的探子 在蜀郡发现了李慎的踪影 并且用六百里加急送回了京城 陛下看到之后 勃然大怒 要把种少拿进大狱里 李信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随即问道 他们亲眼看到李慎在蜀郡了 慕英摇了摇头 李信与赵家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有数了 那他多半就 还在京城里 这帅杖里 就只有三个人 没有别的外人 李信直言不讳地说道 京城各个城门禁闭了一个月 直到半个月前 陛下才准许让两米肉书进京 而且还是派三进卫 严格盘查之后才能进京 李慎想出城的难度很大 蜀郡那边放出消息 多半是想掩护他出城 赵家也点了点头 如果平南侯真回了蜀郡 那么除非 他要扯其造反了 不然不可能这么容易露面 说到这里 这个小白脸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不过也不一定 说不定这位平南侯就神通广大 穆英低头道 侯爷 陛下召你进京 李信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怎么什么事 都能落在我的头上 赵家低眉道 不出意外 侯将军应该也会进京 李信摇头道 不会的 就算是要跟南疆打仗 进军也不会全部出动 只会动用左营或者右营 现在看来 陛下是选择了我们右营 李信起身 整理了一番衣服 回头对着赵家说道 幼安兄 你就在进军里不要回京了 方山折冲府的事情先放一放 你帮我注意一下 最近有没有什么 边军大将回京 有的话 派人通知我 赵家点了点头 问道 侯爷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如果李信真的逃出去了 陛下要准备打仗 我估计 我要在京城里待一段时间了 有什么事 随时通知我就是 穆兄 我们走 本来李信在进军右营的工作 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扑下去了 再给他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进军右营 就会被他牢牢地抓在手里 但是太康天子召唤他 他又不能不去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先把这边的事情放一放 毕竟 可能要打仗了呀 如果李信真的逃出了京城 那么两边全面开战的时间就不远了 南疆那边不可能等太康天子 坐稳了地位再动手 只有在这个 传位不明不白 新帝将将登基的时间点 废太子登高一呼 才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起事 所以当李信出现在南疆的消息 一传到京城 太康天子就已经在准备打仗 并且立刻要把李信喊回京城 李信只带了一对十来个亲卫 木鹰骑着马 稍稍落后李信 两个人的马都没有跑起来 只能说是不行 因为他们有事商谈 木兄 我需要南疆那边 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 木鹰微微低头 侯爷放心 昨天我已经给父亲去信 让他帮忙打探 李信到底再不再属郡了 金安侯欣慰一笑 木兄现在 比起以前聪慧了很多吗 这个黑脸汉子苦笑道 卑职在京城也一年多了 这京城里的人心都脏得很 不聪明一些卑职 也坐不稳这个狼将 说着 他挤了几眼睛 笑道 再说了 跟在侯爷身边 怎么也学到了一点 李信白了他一眼 别胡说啊 这京城里 就赎本侯爷的心 最是干净了 那个谢敬 如何了 没在羽灵卫做事了 木鹰低头道 从上次侯爷敲打他之后 他就没有来过羽灵卫 大半个月没有生息 前几天 悲职听说他去了牵牛卫 顶了种哨的位置 但是还没有确认 羽灵卫毕竟不是 天幕间这种情报组织 木鹰每天能够听到的消息并不多 所以他说话也不太确定 李信笑着点了点头 应该差不多 种横带不了牵牛尾了 本来我还想那位小公爷 能不能争一争这个位置 现在看来 咱们这位陛下 还是更相信他的小舅子一些 谁都会相信自己人 木鹰小声嘀咕了一声 只可惜 猴也看不上我妹子 李信黑着脸看了他一眼 你妹子还没有回南疆去 没有呢 父亲不让他回去 他又在京城里玩得开心 这儿可比蜀军富贵多了 李信摇了摇头 沉声道 等回去你也准备准备 咱们兄弟可能要一起入属了 木鹰咧嘴一笑 只可惜羽灵卫带不去 到时候我尽力争取 尽量让你带一个都尉营过去 羽灵卫的一个都尉营 是四百个人 这大概是李信 能从羽灵卫带出去的极限人数了 要得 魏阳宫里 年轻的太康天子 面色凝重 隐隐带着一丝愁容 李信就垂手进来 下跪行礼 陈李信 叩见陛下 太康天子从沉思之中回过神 连忙亲手 把李信扶了起来 缓缓叹了口气 长安你这是做什么 一段时间不见 怎么变得生分了 李信顺势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李不可费 天子拉着他 在魏阳宫里坐了下来 开口问道 禁军那边怎么样了 李信仍旧面带微笑 如今裴大将军清临禁军 也指挥不动了 陛下仅刻意放心 太康天子这才松了一口气 低声道 李信的事 你知道了 李信点头道 陈听说了一些 你怎么看 陈觉得 李慎未必就真出金去了 李信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陛下收到了蜀郡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未必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蜀郡那边 故意放出来混淆视线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京城放松警惕 给真正的李慎逃出去的机会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萧正给李信上了杯茶 天子皱眉道 朕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李慎真的逃出去了 那战事就已经不可避免 朕不得不做好准备 李信笑着说道 做好准备也不是什么坏事 等陛下做好一切准备 就算南疆那边没有反 朝廷也可以先手动手 讨伐不沉 天子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知我者 长安也 朕也是这个心思 朕已经让户部开始筹集粮草 你的禁军也做好西征的准备 等一切准备好了 朕便考虑对南疆动手 只要拿回南疆 便可以一劳永逸 朕的太康朝 十年之内都不会有什么大患了 陛下英明 这个时候 该拍马屁 还是要拍马屁的 李信拍完马屁之后 继续说道 至于李慎再不在京城 臣有一个主意 陛下不妨试一试 长安直说就是 李信低声道 陛下 京城的八门 已经避合了一个多月了 再关下去 恐会引起恐慌 臣以为 不妨打开城门 天子皱了皱眉 没有说话 李信继续说道 至于李慎那边 先前种中狼将在平南侯府 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意图蒙混过关 陛下不妨将计就计 直接对外宣称 这两具尸体 就是平南侯李慎 还有他的夫人 然后给他们办一次 风风光光的葬礼 李慎虽然在朝廷里 被定性为反贼 但是事实上 他并没有获罪 一直到平南侯不出事的时候 他都还是朝廷的 驻国大将军 兵部尚书 位及人臣 这种身份 无论怎么风光大葬 都不过分 天子来了兴致 开口说道 长安你的意思是 咱们直接宣布李慎死了 那么 就算李慎出现在南疆 也变成了假的 不只是这样 李慎低眉道 办了葬礼之后 如果李慎还在京城 他就会以为 朝廷已经放弃了搜捕他 到时候 咱们在京城八门 多安排一些便衣的人手 盘查得严密一些 说不定就可以抓到他 天子思索了一会之后 坚定点头 那就按长安你说的这么来 明天一大早 朕就在朝会上宣布 平南侯李慎 家中走水 抢救一个月之后 仍旧不幸罹难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到时候 臣还可以去给他上炷香 天子哈哈一笑 朕有长安 真是如鱼得水 如今禁军已经落入朕的手里 那便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朕明天就派三法司的人 到那些北州市家里抓人 谎报灾情的案子 审了一个月 也拖了一个月 到现在 太康天子终于下定了决心 开始掀桌子 确切地说 目前还只是掀桌布 这个太平了三十年的天下 终归要乱起来了 天子留李慎在宫里吃了饭 李慎也没有推具 大大方方地跟天子坐在了一起 对于寻常臣子来说 想要单独见 天子一面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对于李慎来说 他进皇宫就跟回家一样 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是 这并不是值得骄傲的本钱 半君如半虎 跟这只老虎喜怒无常的老虎走得太近 谁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最起码现在 这只老虎对李慎没有什么危险 魏央宫有一处高台 可以看到宫里不少风景 太康天子最近很喜欢这个高台 于是这顿饭就设在了这里 倒不是特别华丽 就只有一张矮桌 七八个小菜 以及一小坛朱镕酒 李慎坐在下手 伸手给太康天子斟酒 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君臣两个人碰了一下 都是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 太康天子看了一眼 长乐宫的方向 悠悠地叹了口气 一转眼 距离去年咱们动手 已经过去快一年时间了 去年他们动手的时候 是承得18年的腊月份 这会儿已经进了 太康元年的十月中旬 距离那次惊心动魄的宫变 已经过去十个月了 十个月的时间过去 京城里的人和事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太康天子 不再是当初的那个魏王殿下 而李慎也从一个 小小的雨林卫幼狼将 成了如今大进军方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两个人都不再是曾经的自己 李慎笑着 给天子倒满酒 陛下这一年辛苦 相比较来说 臣就要被懒得多 这十个多月里 有七个多月 是在老家躲着的 你是心思重 天子自己喝了一杯 叹了口气 所以 你老是想得太多 当初若不是长安你 朕无论如何 也坐不到这个位置 这京城分给你多少也不过分 哪里有 让你在外面一躲 就是大半年的道理 真不是躲 李苦笑道 陈早年过的七苦 与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后来发迹了 难免就想要回老家 看一看母亲 说着 他长叹了一口气 陈这一生 最遗憾的就是 舅公和母亲都不在了 不然可以把他们两个 都接到京城里来 想想福 天子给李信倒了杯酒 两个人碰了一下 不说这些不开心话了 来喝 李信赔了一杯 朕也不好过 天子几杯酒下赌 有点上头 从登基以来 朕连一次好叫也没有睡过 从长乐宫搬出来以后 一次也没赶回去看过 朕总是觉得 父皇在长乐宫里看着朕 陛下多心了 李信低头道 先帝既然留下了那道遗诏 那么就说明 陛下得位先帝是默许的 否则以先帝之圣名 咱们连动手的机会也没有 太康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自己喝了一口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听长安你这么一说 朕就好受一些了 君臣两个人又碰了一下杯子 天子沉声道 从认识长安以来 朕碰到了无数次麻烦 每一次都逢凶化吉 但愿这一次也能如此 他这是在说南疆的事情 李信呵呵一笑 陛下放心 邪不胜正 朕已经给夜明下诏 让他回京了 喝着喝着 天子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句话 李信愣了愣 随即低头道 陛下英明 这件事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不过这个时候 要装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君臣两个人 在这卫阳宫的高台上 推杯幻展 幻官肖正在一旁伺候着 这一幕 在一年前其实很常见 那个时候 李信经常在魏王府喝酒 不过现在 大家身份都不一样了 就很少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至少现在 两个人喝得还是很开心的 下午时分 李信带着些醉意 回到了静安侯府 钟小小一路小跑跑出来 扶着自己的哥哥 把李信扶到座位上之后 他又迈着小短腿 跑去给李信打水洗脸 忙得不亦乐乎 李信笑呵呵地洗了脸之后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你初七姐姐呢 没跟你在一起吗 钟小小摇了摇头 初七姐姐跟他娘回去了 说是家里 还有秋收的粮食要晒 不能一直住在城里 李信摇了摇头 也有点无可奈何 农家人对于田地的执念 都是很重的 那位陈家的婶婶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放弃家里的吉姆弟 谁也劝不动 陈初七自然就要 跟他娘一起回去 小丫头钟小小一个人 在家里也不能出门 挺孤独的 她把小丫头抱在怀里 笑着说道 看你这么乖 明天带你去见崔姐姐 好不好 小丫头脸上露出笑容 连连点头 好 李信站了起来 跑到外面透了会气 一身的酒气消散了一些 她跑到书房写了封信 然后缓过来一个家将 送到了宫里 这封信没有别的内容 就是说钟小小想崔酒娘了 跟皇帝申请一下 这个程序本来不用走的 但是现在魏王殿下 已经不是魏王殿下的 多多少少要给她一点面子 派人把这封信送出去之后 李信就回了自己房间 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在家里吃过饭之后 李信就牵着钟小小出了门 朝秦怀芳那边走去 给皇帝帝信 只是走程序 事实上现在的近况 莫说是她要见崔酒娘 就是她想娶了崔酒娘 那位太康天子 也会毫不犹豫地点头 不过这种情况 永远不可能发生 李信对崔酒娘 并没有什么男女之情 只是单纯地感念她的恩情 两个人刚出静安侯府 就听到了一阵 敲锣打鼓的声音 李信瞥眼看过去 发现是平南侯府那边 正在大张旗鼓地操办丧事 也就是说 李信死了 天子的办事效率很快 昨天说的是 他今天就开始做了 李信坐在 金安侯府的马车里 透过车窗看了看 挂满了白帆的平南侯府 嘴角露出了一个弧度 从这一刻开始 只要大静朝廷还在 李信这个人 从法理上来说 就已经死了 见李信朝外探头 小丫头钟小小 也从车帘里露出两个大眼睛 好奇地看向窗外 哥 怎么 李信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微笑道 没什么 有两个认识的人死了 等把你送到崔姐姐那里去 我还要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呢 提到死 这个字 钟小小有些低沉 他对死这个概念的了解 虽然不太清晰 但是麦糖翁死了之后 他就知道 人死了之后 就会被埋起来 再也不会回来了 哥哥认识他们吗 认识 李信把他抱进了怀里 面露微笑 但是不太熟 牵着钟小小绕了几个胡同之后 李信终于敲响了 其中一个小院的大门 开门的 仍旧是九娘的侍女平儿 因为这一次是大白天 李信不用像上一次那样拘束 他笑呵呵地 对这个小姑娘挥了挥手 崔姐姐在不在家 平儿愣愣地点头 在家的 在家的 钟小小本来躲在李信身后 听到这句在家了之后 立刻伸出小脑袋看了看 然后一溜烟跑了进去 平儿也认得他 见到钟小小跑进去之后 脸上露出了笑意 侯爷 快请进 李信副手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才发现 钟小小已经搂住了 崔九娘的手臂 这位曾经得意楼的大掌柜 这会儿 手里捏着针线 正在刺绣 算一算时间 从太康天子登基以来 他就一直住在这里 每日里除了写字看书以外 就只能是绣花了 李信笑呵呵地走了过去 低头拱手道 崔姐姐 崔九娘见到钟小小之后 脸上挂满了笑意 听到李信说话 他才想起来 还有一个人 于是连忙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万福道 侯爷来了 妾身失礼了 李信笑着摇头 崔姐姐客气了 其实 如果太康天子肯 把她接到宫里去 崔九娘的身份 还要高出李信不少 可偏偏太康天子 始终没有开这个口 这不仅仅是因为 两个人身份悬殊 更因为太康天子的母亲 李信的那个丈母娘还在 这位出生贵族的太后娘娘 在后宫坐镇 绝对不会允许皇帝 那一个青楼女子做妃子的 真要闹起来 还可能伤害到崔九娘 九娘连忙侧开身子 对着李信微笑道 侯爷快进来说话 李信看了看 紧紧抱着崔九娘袖子的钟晓晓 笑道 晓晓还是跟崔姐姐亲近 旁人可没见她这样过 钟晓晓从小没有娘亲 九娘又待了 钟晓晓一段不短的时间 而且是个温柔的性子 因此 钟晓晓下意识 就把她当成娘亲看待 崔九娘摸了摸 小丫头的脑袋 目光中满是温柔 快大半年没见晓晓了 长高了不少呢 她让平儿从屋子里 拿了取了两套冬装出来 在晓晓身上比划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我闲下来给她做的衣裳 可能都穿不进了 小丫头两只眼睛发红 用袖子抹了抹眼泪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会 亲手给她做衣裳 李信平日里 也是去裁缝铺 给她买成衣 晓晓穿得上 她语气很坚定 九娘温和一笑 傻丫头 衣裳小了 姐姐给你改大一点就是了 哭个什么 姐姐真好 她钻进九娘怀里 不肯出来 催九娘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不一会儿 小丫头竟然就这样睡过去了 李信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等着 九娘缓缓起身 把小丫头放进李屋的床上 细心地盖好被子 然后走出来 给李信倒了杯茶 侯爷最近不得还好吗 李信双手接过茶水 低头笑道 好是好 就是比以前忙了很多 一天到晚没个闲工夫 忙了好 九娘给自己也倒了杯茶 叹了口气 忙了说明 侯爷有事情做 不像妾身这样 一天到晚待在这里 像是坐牢一样 李信微微皱眉 姐姐闷了 可以出去走走 催九娘温和一笑 我以前在得意楼里做事 京城里有不少人知道 我出去了 不是给陛下丢面子吗 李信微微叹息 陛下一次也没有来过吗 九娘摇了摇头 神情有些黯然 估计这辈子是见不到了 不过这样也好 一个人待在这里 也落得清净 当初她给太康天子做外事 就是想着 哪一天能够进魏王府 做一个妾室 这辈子也好有个安生的地方 但是偏偏魏王殿下成了天子 两个人之间的地位 一下子悬殊太大 导致她这辈子 都很难再见到 那位曾经的魏王殿下了 说到这里 她抬头看向李信 低声道 只是平儿还年轻 不好跟着妾身在这里苦熬 侯爷以前带过羽林卫 若是得空 看能不能给他 找一个羽林郎做夫婿 在大境 还没有出现另一个世界那种 以文之武的畸形趋势 这个时代的武将 还是很有地位的 当兵的人 也不会给人看不起 而天子的三晋卫 能够入选的 都算是京城里的精锐 而且三晋卫的待遇 也比普通的晋军高出不少 又有正规的编制 因此 羽林郎在京城里颇为抢手 坊间不少黄花闺女 梦想 就是嫁给一个帅气的羽林郎 如果一个丫鬟 能够找到一个羽林郎做夫婿 那真是找到好归宿了 李信笑着点头 这个容易 木鹰手底下 还有不少光棍 哪天我给他打个招呼 让他给牵的线 麻烦侯爷了 李信叹了口气 若是平儿也嫁人了 姐姐在这里 就更没人照顾了 妾身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崔九娘微笑道 妾身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实在不行了 就再去买一两个年轻的丫鬟来 等过几年 再找侯爷把他们嫁出去 李信苦笑道 那小弟倒成了没人了 九娘言嘴轻笑 两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李信看了看天色 就要起身告辞 崔姐姐 小弟身上还有点事 就先去处理了 至于小小 她喜欢这里 就在姐姐这里住几天 姐姐要是嫌烦了 就让平儿把她送回金安侯府去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为了安全 我会派几个人保护这里的 如今的李信 不是从前那个卖探的穷小子了 她不仅有势力 还有敌人 钟小小是她的软肋之一 她必须保证这个丫头的安全 九娘起身相送 一边走一边谈话 京城里处处凶险 侯爷千万多加小心 李信笑道 姐姐放心 小弟这艘船现在很大了 只要注意那些大风大浪就行 小风小浪 已经吹不翻了 崔九娘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 当初的那个小郎君 现在成了大人物了 李信哑然一笑 也是一样吃饭睡觉 不比别人厉害到哪里去 德意楼现在怎么样了 德意楼是这个女子好几年的心血 如今虽然不在德意楼里做事了 但是多少还有些挂念 小弟也没怎么去过 丢给旁人打理了 李信笑着说道 不过每个月能挣不少钱 应该还不错 那就好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李信已经走到了院子门口 站在门口的金安侯 回头看着崔九娘一眼 犹豫了一会儿 开口道 崔姐姐的事 我想想办法 千万别 九娘连忙摇头 不值当的 这就是妾身的命 说着 她展颜一笑 现在这样也很好 清清静静的 京城里的人渐渐把我忘了 可又有小郎君跟小小还记得我 挺好的 李信自己也清楚 这种事 她是不太好插手的 但是为了这点勤奋 如果崔九娘有心要进攻 她还是愿意尽力去促成这件事 但是崔九娘不愿意 她也只能算了 李信微微点头 那好 小弟就先走了 九娘款款行李 李信副手走出这个巷子 外面有几个 京安侯府的亲卫在等着她 小姐要在这里住几天 你们带点人 在这里保护小姐 几个亲卫恭敬点头 是 京安侯府的这些亲卫 很多是李信从退役的 雨林卫老族里找来的 素质都很是不错 而且用起来很顺手 京安侯府的马车缓缓开动 离开了秦淮坊 马车在平南侯府门口停了下来 这会儿 平南侯府上下挂满了白帆 站在府门口 还可以隐约听见里面的哭声 当然了 平南侯府在明面上 已经没了直戏后人 现在在里面哭的人 都是花钱请来的 所以 哭得格外卖力气 李信走到府门口 只见一个穿着校服的年轻人 站在门口 对过往行人毕恭毕敬的 弯身行礼 李信走了上去 问道 这位兄台是 在下李震 李信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也信李 他本来以为 平南侯府的丧事 是太康天子在主持的 没想到 还真是信李的在门 这个李震微微低头 恭声道 家父李业 来处理平南侯府的后事 李信心里暗暗吐槽 李业这个人 是李慎的堂兄 李慎家里没人了 这个丧事 的确应该他来主持 但是现在平南侯府 在朝堂上这么敏感 这个老头无论如何 也是不应该插手进来的 这个李老头 前段时间才被罢了官 这会儿又不安分 再这样下去 他说不定真的会被太康天子 给弄死 想到这里 李信微微低头 府军大人在里面吗 李震恭敬还李 家父已经是一介白身 不是什么府军了 此刻正在里面处理事情 李信迈步走了进去 说实话 平南侯府的这场丧礼 虽然办得很浓重 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来 而且现在的平南侯府 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只剩下角落里 还有一两间院子幸存 看起来很是凄凉 丧礼 就在这幸存的小院子里举行 静安侯直接走到这个院子里 见到了正在指挥下人 挂灯笼了李业 李老头这会儿 头上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但是做起事情来 还是一丝不苟 很是认真 李信双手拢在袖子里 静静地站在这个老人家身后 老实说 他对李业这个人 并没有什么恶感 唯一不好的印象 是他曾经很古板地 劝自己去认祖归宗 当初 这个老头是位高权重的金兆尹 想要弄死或者强迫李信 只是一个眼神的事情 但是他选择坐下来 跟李信讲道理 这就很不容易 夫君大人 你不该插手进来的 李业身子顿了顿 然后转身 回头看了李信一眼 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以为老夫 想插手进来 他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低头道 就算分了家 老夫毕竟是李慎的堂兄 他家里遭了难 不能连的打理丧事的人都没有 老夫要是不来 全天下信里的 都要在背后 戳老夫的几两骨 李信也坐了下来 低头道 旁人说 就让旁人说去 旁人再怎么说 要不了辅君大人的性命 但是你 非要插手进来 将来天子一句话 你就可能因此丢了性命 李业微微一笑 你放心 老夫也坐了几十年官了 这种事情还是看得明白的 老夫是听说 陛下要给李慎办丧事 上书陛下 得到了陛下同意之后 才赶过来 给平南侯府处理后事 李信府长道 老大人高义 同出一门 总不能为了苟全性命 就置之不理吧 李业昂着头 开口道 老夫读了几十年的书 不能辜负了圣人教会 老实说 在如今京城里 所有人都对平南侯府 避之不及的情况下 老李业还能主动上门揽事 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最起码 李信是办不到的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死问题 而是有可能连累整个家族的大事 李业回头看了李信一眼 闷声闷气地说道 金安侯也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看笑话吗 这个老头是个很传统的人 在他心里 一直对李信 不肯认阻归宗 耿耿于怀 李信微笑道 路过 就进来看一看 府军大人一撕一撕就行了 早点回家歇着 让朝廷去大操大办 不要把货事牵连到自己头上 他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老大人本就是平南侯的堂兄 关系很近 如果南疆生了乱子 老大人也在三族之内 这个时候尽量低调一些 不要再露面了 李业闷哼一声 转头看向李信 昨天 老夫去见陛下 陛下说 就是你小子敬严 拿掉了老夫的金兆尹 我那是为了保你 李信白了这老头一眼 如果你继续在金兆尹的位置上 一旦李慎逃出京城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现在不管李慎出城不出城 都跟府军大人关系不大 指了指院子里的灵牌 面无表情 李信呵呵一笑 如果他诈尸了呢 这位前任的金兆尹 面色严肃 人死不能复生 他诈尸不了 等会老夫把他们夫妻俩埋下去 李慎这个人就没了 平南侯府一脉 就此决断香火 南疆再怎么闹 也跟李慎这个人没有关系了 总不能污蔑一个死人造反 金安侯爷 你说是不是 李信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如果李慎出现在南疆了呢 李慎已死 南疆如果再有一个李慎 那么肯定就是假的 李慎语气肯定 有歹人冒充李慎 意图不轨 李信再一次拍了拍手掌 上一次 他是为了李慎的情意鼓掌 而这一次 他是为了这老头的机制 他本来以为这老头这样舍己为人 不惜担着天大的干系 也要给平南侯府办丧事 现在看来 他是想把自己那一脉给摘出去 老头子说得很对 一旦李慎的丧事办完 南疆以后再出现李慎 那么也注定了是假的李慎 假李慎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牵扯到李慎头上来 不愧是府军大人 厉害 李信拍手笑道 只是过几天之后 府军大人 恐怕会再一次听到噩耗 这会儿 整整一千人的那位 已经出京了 他们的目标是北州士族 这些北州士族里 包括了赵俊李氏 听了李信的话之后 府军大人脸色微变 如今的李信 已经不再是那个两年前任 他拿捏的穷小子的 现在的靖安侯爷 可以说是太康朝第一红人 见天子的次数 甚至比上书台的宰府们 见天子的次数都多 他说出来的话 很有可信度 李叶左右看了看 见四下无人 压低了声音 锦安侯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信淡然一笑 府军大人与赵俊李氏 可还有联系 还有 李叶面色微沉 低头道 先父就是出身赵俊李氏 后来虽然自立门户 但是老夫这些年 还是时常会回家祭祖 士族门阀的时代要过去了 李信声音平静 五皇帝之前 天下五国并立 那个时候 天底下最尊贵的 未必就是五国的皇族 而是这些出身世家的世家子 这些世家的寿命 可以达到千年以上 国王而家不亡 每一个世家 都掌握了大量的人才储备 他们垄断知识 掌握学术话语权 这种情况 在北周独大的时期 一度达到鼎盛 当时夸张到什么地步呢 行阳正式的家主正规说过 他父亲当初到京城来 那时候的大静 还是偏安江南的南静 姬家的皇帝 是要亲自去迎接这些世家家主 并且奉为做上宾的 这种情况 在五皇帝那里 被打破了 当时 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是北周 因此 士族多半是在北周做官 只有很少一部分家族 派了一点分支到 其他四个国家为官 目的也是 不把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 当时赵郡李氏的兄弟二人 李之杰 李之李两个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从赵郡李氏分了出来 到了精灵定居 后来大战将起 五皇帝甚至没有敢用 李之杰这个世家出身的人去 攻打北周 而是力排众矣 用了叶胜这个泥腿子 然后 叶老头就用一杆大枪 打碎了看似庞大威武的北周 这是士族衰落的序幕 在那之后 这些士族的力量 虽然大为削弱 但是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毕竟大惊一统天下之后 还是对这些士族 采取了怀柔政策的 真正致命的是 科考 科考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新生事物 本来只有南京这个文风盛行的地方 才会用科考 北周南署之类的 多半都从士族里选官 基本不用考试 但是大惊一统天下之后 科考就被推行到天下 强制执行了 当然 在科考上面 知识垄断的士家子弟 还是占了很大便宜的 以至于如今大禁的 很多科考出身的地方官 都是有士族背景的 杀死士族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五皇帝时期的神功七年 一个书铺的匠人 弄出了成熟的刁板印刷 这就导致了士家不再垄断知识 从五皇帝再到承德朝 两代皇帝都大力推动科举 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 士家的影响力 正在一步一步削弱 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说明这件事情 如今上书台的五个载府 只有中书令公养书一个人 是出身士族 而且还不是什么大士族 其他四个人 都是出身普通地主阶层 从科考入室 而那些旧士族 只能控制一些地方 无法主导朝政了 就拿面前的这个李业来说 他父亲李之礼 是在五皇帝垂拱年间 也就是大晋还没有一统天下的时候 就在精灵为官 到了李业这一带 已经是根正苗红的晋人 即便如此 这位府军大人 在上书台门口徘徊了近十年 仍旧不得其门而入 被暗死在了金兆尹的位置上 大晋的几代天子 都在给士族挖坑填土 正因为这样 这些士族才肯赌上性命 要跟李慎铁而走险 因为只有换一个新天 这些渐渐示威的士族 才有机会重新掌握话语权 如李信所说 士族门阀的时代 已经进入了尾声 甚至木坑都已经挖好了 太康天子和李信这一代人 就是最后的填土人 当然了 士族这个脖子以下 全部入土的老人 并不甘心就这么消亡 他还想再蹦搭一下 于是他们跟平南军 跟废太子一拍即合 李信面带微笑地 看向面前 这个老者 府军大人在这里忙活完之后 回家就闭门谢客 低调一些 如府军所说 李慎已经死了 就算真有大便 也不太可能牵连到府军头上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如果真有或是降到府军头上 李信能帮则帮 说着 李信副手离开这个平南侯府 唯一幸存的小院子 李也看着这个少年人离去的背影 正正出神 这个两年前狼狈不堪的少年人 如今说的话 他居然已经有些不太听得懂了 李信并没有离开平南侯府 而是转身去了另外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 已经被烧成了一片焦土 那些烧焦的木头 都已经不在了 被牵牛尾搬了出去 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平地 还有残破的院墙 但是这个院子里 有一个地窖 这个地窖是一早就发现的 当初行阳正是一家27个人 就是在这里被发现 然后被牵牛尾抓了上去 李信还曾经来这里看过 他寻着记忆 找到了这个地窖的入口 李信拿着一个火把 在地窖的入口左右照了照 然后他回头 对着身后的轻尾说道 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下去看一看 是 就这样 李信举着火把 跳了下去 走了大概十几步之后 终于走到了这个地窖的内部 只有一个石桌子 空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在地窖里左右看了看 又翘了翘四周之后 李信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然后他就在那张石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这位年轻的静安侯爷 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这一个多月 我一直在想 你会藏在哪里 但是思来想去 你应该是藏在这里 才对 灯下黑 李信想在三经卫的眼皮子底下躲好 藏在京城里的哪一个地方都不安全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这个已经被搜查过 并且抓到人的地窖 这里不太会有人来第二遍 所以最适合藏人了 所以李信怀疑 这个地窖不止一层 还有另一层 而李信这一个多月 一直就躲在这里 不过他刚才四处敲了敲 没有发现有什么暗门 他坐了下来 声音平静 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到 全当你听得到 李信闭上了眼睛 声音清朗 今天 上面再给你办丧礼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 你 还有你的夫人两个人 就已经死了 你放心 不管你在不在这里 我都不会找人过来挖这个地窖 李信嘴角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 如果你真的在这里 那今天就是我饶了 你一条命 把你给我的这条命还了 以后你我两个人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能不能逃出京城 就看你的本事 我不拦着你 说完这些话 李信心里舒服了不少 他站了起来 左右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地窖 呵呵一笑 李慎 你这个人啊 活得真没劲 说完这句话 李信顺着原路爬了上去 等他离开这个地窖 有一炷香时间之后 地窖的某个地方 忽然传来了一声 不太和谐的声响 仿佛是一块玉佩被砸碎了 天子三进位当中 跟天子最亲近的 永远都是位数在宫城的内位 尽管太康天子的位的时候 是带着雨林未打的内位 但是坐上了龙椅 重新组建内位之后 这位新的天子 还是选择相信内位多一些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因此 这一次太康天子 派去北边抓人的 仍旧是内位 邢阳正氏 柏林崔氏 红龙阳氏 赵俊李氏 范阳卢氏等等 都在这一次抓捕之恋 三千的内位 足足被派出去三分之一的人 赶赴各个世家抓人 不过李信并不对这次行动 有什么好的期许 因为他很清楚 这些人是打定了心思 要推翻太康天子 既然这样 他们就不会在意朝廷 更不会束手就擒 每一个世家 在地方上都是土皇帝 一周乃至于宜郡 都是他们说了算 这些人聚居在一起 以相勇为名义 光明正大的豢养私兵 一千个人要去抓他们 显然是不够用的 不过这并不关理性的是 内位到北边来回 最少要一两个月 甚至更久 他现在要做的 一是静观其变 二是尽量多地掌握进军 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拳头和刀剑不假 你拳头上有力气 别人才能够服你 在接下来的十来天时间里 李信就经常往返于 京城和进军之间 这段时间 他又调换了两个折冲都尉 不过换上去的人 并没有用叶家的人 而是用进军又赢的人 毕竟李信要带领他们 就要考虑 他们自己的想法 转眼间 时间到了太康元年的11月份 天气更加寒冷了 在这小半个月里 南疆陆续发来消息 称李慎一直在南疆活动 弄得太康天子颇为恼火 而派去那些世家抓人的内围 却还没有回来 此时的李信 从进军大营回京城休假 正在静安侯府 也书房里看书喝茶 狗头军师赵家 也跟着他回到了京城 只不过 这货一进静安侯府 就钻进书房里 不肯出来了 李信的这座侯府 原先是齐王府 那位齐王殿下书读得很好 也爱收集书 因此书房里的藏书非常之多 让赵家几乎废寝忘食 黑脸的牧英敲响了房门 李信回头看了一眼 毫无反应的赵家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自己站了起来 过去开门 牧英走了进来 嘴里吐出一口白雾 这会儿已经是冬天了 呼吸之间 都会吐出白色的水汽 李信把他带到书房里的暖炉旁边 随手往里面丢了一块兽炭 开口笑道 牧兄什么事 牧英坐在火炉旁边暖了暖手 然后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书信 低头道 我家老头子给侯爷的信 上一次 短短半个月 那边就给了回信 让李信颇为惊讶 要知道 从京城到蜀郡 人赶路都要接近一个月时间 更何况一个来回 见到李信这个眼神 牧英黑黑一笑 三匹马换着跑的 怕误了侯爷的事 李信微微摇头 他已经猜到了 李慎多半还在平南侯府 那么牧家的回信 其实无关紧要 不过这件事不能说出来 因此他低头拆信 没有说话 简单看完了这封信之后 李信点了点头 我没有猜错 李慎果然没在南疆 南疆的平南疆郡府 跟那些南疏移民是合作关系 如果李慎真的回了南疆 那么牧家不可能不知道 看完了之后 李信随手把写封信 丢进了火炉里 随着一道橘红色的火光 这封花了大代价 送进京城的信 就这样化作了飞灰 我给牧叔写封信 你想法子送到牧家去 牧英拍了拍胸脯 没问题 他现在也算是大镜的 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了 无论是说话做事 都比以前硬气了很多 李信回到自己的书桌上 嬷嬷写了一封信之后 吹干墨迹 递在牧英手里之后 回头看了一眼 仍旧看得入神的赵家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要出门一趟 你自己注意一些 不要给外人把这封信结了 牧英低头道 放心 谁敢结雨林卫的信差 李信看了牧英一眼 低声问道 你带牧家人进雨林卫了 牧英嘿嘿一笑 这件事 猴也不是云转了吗 当初 李信与牧卿常谈的时候 就提过这件事 那就是 慢慢转移南疆的牧家 给牧家的子弟 在雨林卫里谋个试作 如今牧英本人 就可以说是雨林卫的 最高化石人 他当然可以带人进雨林卫 太康天子 不许雨林卫守门 估计也有这个原因在 李信摇了摇头 低声道 你自己小心一些 不要太过张扬 放心 我晓得 牧英低头道 卑职懂得分寸 只带了三个足地进雨林卫 而且都是普通的雨林军 墓地也是通信方便 不然用外人 始终信不过 李信拍了拍牧英的肩膀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让你注意些 说着 李信披上一件厚袍子 准备出门 房门一打开 一股寒意就扑面来 牧英笑着问道 侯爷去哪里 去接个人 李信关门之前 撇了钻在书堆里的赵家一眼 无奈地说道 你记得提醒他吃饭 不要饿死在我这里了 说完这句话 李大侯爷副手走了出去 上了自己的那辆马车 马车一路向东 懂东城门出城 其间他不得不任由东门守城的兵丁 搜了一遍他的马车 甚至还有人低下头 看李信的车底下 有没有藏人 这并不是针对李信 事实上从城门开启以来 所有人出城都是这个流程 出了东城门之后 李信一句朝着东北方向走去 终于在小班日之后 到了位于京城东北方向的十里亭 这里是京城往北迎来送往的地方 此时 这里已经站满了人 粗略一看 最少有一两百个人 小公爷叶茂 就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这些人都是在这里迎接一个人 大将军夜明夜少保 小公爷叶茂的轻点 李信下了马车之后 笑呵呵地走了上去 拍了拍叶茂的肩膀 小公爷 来得好早啊 叶茂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对着李信 弯身作衣 见过李师叔 他行礼之后 飞快地转过头去 不看李信 静安侯有些无语 小公爷 你这是怎么了 师叔 请你不要再跟侍侍说话了 这个平日里 很是开朗的小公爷 挤着脸 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我一看到你 就觉得浑身难受 边军大将回京的事 李信一早就让赵家帮忙注意 大概十天前 叶茂回京的消息最得到确认 李信先前与叶老头说的话 也都一一成真 叶茂回京 就代表这场仗 肯定会打起来了 就算南疆不想打 朝廷也会打 至于小公爷的小情绪 也很好理解 当初整个叶家里面 是他跟李信最早认识 那时候 李信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人 叶茂一直把李信 当成小兄弟 后来李信认识了叶玲 叶盛 他这个大哥哥角色 就渐渐当不成了 更可恨的是 后来自己这个小兄弟 居然直接拜了祖父当老师 这样一来 两个人就直接差了辈分 这样小公爷十分难受 于是这一段时间 他就一直躲着李信 每次避无可避的时候 他只能硬着头皮 叫一声诗书 然后远远跑开 但是这一次 要迎接自己的老爹 跑也没法跑了 李信四笑非笑地 看了这位小公爷一眼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呵呵一笑 小公爷不必这样 私下里 咱们自己论自己的就是 按照叶老头的意思 自己以后 还要带着这货做事情 不能弄得太生分了 小公爷勉强一笑 摇头道 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我还是懂规矩的 叶盛虽然是你腿子出身 但是他的儿孙了就不是了 作为当今大静 唯一一个异性国公 叶家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大家族 叶茂的家教 是非常好的 李信微微一笑 不再说话 两个人就站在路边 静静地等着 大概一炷香之后 一辆马车 还有一行摆来个骑兵 从关道上 缓缓地走了过来 叶茂看了一眼 这辆马车 微微叹了口气 记得前几年 老爹都是骑马的 长途赶路 还是马车比较舒适一些 毕竟有地方可以休息 叶少宝也过了五十岁 不再盛年了 选择马车 也是意料中事 很快 马车在十里亭附近 停了下来 叶茂连忙迎了上去 李信背负双手 不紧不慢地走了上去 对叶老头 李信是该恭敬 但是现在他的地位 跟这位叶少宝 其实相差并不太多 因此 倒不用把姿态放得特别低 很快 一个相貌威严的中年人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正是镇北军的大将军 大进的少宝叶明 上一次李信见他的时候 还是承得十八年的夏天 也就是一年半以前 那时候的李信 一个普通的雨林卫校尉 当时的叶明对他来说 就是个遥不可及的大佬 如今 李信已经隐约跟他平起平坐了 叶少宝比起一年半以前 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小公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对着叶明磕头 父亲 叶明摇了摇头 弯腰把这个大儿子扶了起来 开口问道 你祖父身体可还好 叶帽眼睛有些发红 低声道 都还好 那就好 这个时候 李信也走了上来 对着这位大将军 弯腰拱手 小弟见过叶师兄 叶明打亮了李信一眼 脸上露出笑意 然后伸手扶了李信一把 师弟的事情 父亲已经写信跟微兄说了 了不起 了不起啊 李信摇头微笑道 都是侥幸 说不定也不会有后来的事 李信说的功劳 是当初叶明送给他的小臣级功劳 虽然这件事 是出于承得皇帝授意 但是叶明很给面子 踏踏实实地送了李信一份大功劳 让他从一个羽灵卫校尉 回京之后 有资格做到羽灵卫狼将的位置上 如果他做不到羽灵卫又赢的狼将 后来发生的事情 很可能大不一样 叶明个子比李信和叶茂 都要高出一些 他声音深沉 摇头道 是师弟自己有本事 小臣级那一战 维兄就看出师弟头脚争戎了 两个人商业互吹了一通 交谈得很是融洽 小公爷叶茂站在旁边 悠悠地看了李信一眼 不敢说话 长辈说话 晚辈自然没有插口的份 本来是一副父子情深的剧本 他叶茂怎么就成了配角了呢 叶明拉着李信的衣袖 笑着说道 走 跟维兄一起回家去 这一年多以来 维兄在寄门关 经常听到师弟的消息 许多事情 都要跟师弟好好聊一聊才是 好好聚一聚才是 小弟这个时候去 不太合适 不如等明天 小弟在登门拜访 叶明的身份很敏感 他是真正手握兵权的边军大将 这种兵权 跟禁军兵权是不一样的 因为禁军离京城很近 皇帝可以直接亲手下命令 李信只是一个代为执掌的角色 而边军不一样 边军距离京城 少说要一两个月路程 皇帝想要指挥的话 颜值太高了 所以 像叶明这种大将 都是有专断之权的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先掌后奏 什么事情干完了 再向京城打个报告就行 虽然李信与陈国公府 现在已经是穿一条裤子了 但是叶明刚刚回京 他就钻进陈国公府 毕竟有些不好 叶明爽朗一笑 我父亲一辈子 没有什么人给他看上眼的 我们兄弟 四个他都不是很满意 更不要说收徒弟了 这一年多以来 父亲给围兄写的信礼 对师弟赞不绝口 他老人家说了师弟 做关门弟子 咱们哪里还是什么外人 走 同去 李信无奈之下 只能点了点头 上了叶明的马车 留下一脸忧怨的小公爷 跟在马车后面不行 一行人走到永乐坊的时候 马车在陈国公府门口停下 叶明与李信 都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叶少宝看了李信一眼之后 低声道 师弟先进去 带我跟父亲报个平安 我要进宫一趟 边军大将回京 第一件事 自然是进宫面圣 见了皇帝之后才好回家 不然就有些 不太尊敬皇帝的意思 而且太康皇帝登基之后 叶明还没有见过 这个时候 自然是要第一时间过去拜见的 李信也明白这个道理 点头道 师兄自去旧事 小弟去拜见叶师 叶明重新上了马车 临上车之前 回头看了自己的大儿子一眼 在家里好生听话 不要淘气 说完他上了马车 小公爷脸色一僵 心里简直快要吐血了 有没有搞错 自己的老爹 拉着李信把毕言欢 一副亲兄弟的模样 转头来把自己当成小孩子 自己明明比他还要大几岁好不好 这会儿 李信已经到了陈国公府大门口 回头看了一眼 小公爷你怎么了 陈国公府的书房里 静安侯弯着腰 给陈国公倒了一杯柱绒酒 倒完酒之后 又给自己倒了半杯 然后坐在了叶老头对面 微笑道 叶师现在天凉了 喝点暖暖身子 叶盛抬头瞥了李信一眼 你小子又在打什么鬼竹叶 李信跟叶盛碰了一下 呵呵一笑 叶师弟子先前的预测 可都是一面了 一个多月前 永乐坊着火的时候 李信就跟叶老头说过 大将军叶明有可能会回京 如今叶明果然回来了 杯中烈酒淡淡地看了李信一眼 你当时还说 叶茂有机会拿到牵牛位 现在叶茂还是在京城里私混 连个像样的差事也没有 李信也不是神仙 当初说总横出局之后 叶茂有可能能做牵牛位中郎将 但是很可惜 半路插进来一个国舅爷 把这个牵牛位的位置抢了 而且这个国舅爷 还是李信从雨林位里赶出去的 李信善善一笑 谁也没想到 那个谢金这么不老实 不然弟子也不会冒着 得罪谢皇后的风险去敲打他 你已经得罪谢家了 叶茂美好气地看了李信一眼 谢家几个年轻人 信心满满的进京做事 不管是山音谢氏 还是谢皇后 都对他们寄予了厚望 谁想到他们一进京 就被你弄得满头包 谢皇后岂能不吹枕头风 李信呵呵一笑 这件事 陛下知道先后原委 枕头风暂时是吹不动的 不过后族既然要进入朝堂 得罪了他们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叶茂闷哼一声 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 没有接话 立足朝堂要多交友 少数敌 下个月皇后生辰 你被一份礼送过去 把这段怨戏化解了 李信点头道 是 他这个做学生的 在叶盛面前还是老实的 弯身给叶盛倒了一杯酒之后 李信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开口道 说起叶茂的差事 不出意外的话 再过一段时间 陛下就会给他一个差事了 叶盛看了李信一眼 什么差事 陛下派了一千那位 去那些北州士族抓人 现在已经大半个月时间了 叶氏心里应该清楚 一千个人是不够的 叶盛缓缓点头 士族之所以是士族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 拥有巨大的能量 而且 个个都有自己的武装 如果那些北州士家有心反抗 那么 别说一千个那位 就是五千个人 也未必能把那些士家统统拿住 李信继续说道 这些那位吃了亏 就会向朝廷求援 到时候 那些北州士族为了避祸 就会举家南迁 搬到蜀郡去 说到这里 李信呵呵一笑 那个时候 朝廷就会另派一只兵马 去诅杀他们 叶盛冷笑道 你的意思是 陛下会让叶帽带 这只兵马 李信含笑点头 你怎么不去 叶老头愤怒地看了李信一眼 好事轮不到他头上 这种天大的坏事 你倒是想着他了 如今 士族时代虽然走到了末尾 但是这些大士族 还是拥有巨大的民间影响力 比如说 行阳正式的那个家主正规 就是天下有名的大如明士 这些人好杀也不好杀 如果有人 把他们一锅端了 就会背负天大的骂名 李信缩了缩脖子 笑着说道 弟子现在可是 统领十几万兵马的进军将军 这种小事 哪里用得着弟子出手 叶师你想一想 这件事整个京城里 只有叶帽一个人合适做 也只有叶师的叶家敢去做 京城里所有人 尤其是朝堂的那些文官 都不敢对这些士族贵族下杀手 因此 这个差事没有人敢接 只有叶家这种泥腿子 敢动手杀人 叶盛闷哼了一声 昂着头说道 这话说的是 那些人把这些士家奉为上等人 老子才不鸟他们 陛下如果要叶帽动手 那就让叶帽去执刀就是 老子从来不怕那些大头书生说什么 这老头 平时的时候自称老夫 脾气上来的时候 就圆形毕露 满身匪气 一口一个老子 也是威武 李信笑着拍了个马屁 然后又给他倒了杯酒 这件事不是没有好处的 李信一边倒酒一边说道 要想把那些士族统统拦住 甚至杀了 最少需要上万人 这么多人 京城里的兵是不够的 只能从禁军里拿 到时候 弟子抽出一个折冲符 给叶帽带 等到他带兵回京城 这个折冲符 就是他的了 李信低声道 到时候 南疆战士也该彻底爆发 叶师兄带领进军又迎出动 叶帽就可以作为折冲都尉 跟着一起上战场 南疆偌大的战功 叶帽就可以跟着分上一份 叶圣不动声色地喝下杯中烈酒 叶帽带得动一个折冲符吗 折冲都尉 在李信这个级别看来 已经不是那么显眼了 但是其实每一个折冲符 都有一万多个人 折冲都尉是名副其实的军中高层 就拿羽林卫来说 许多羽林卫的中郎将再进一步 就会去禁军里做折冲都尉 甚至是果异都尉 小公爷叶帽 真不一定能够掌握得住一个折冲符 李信低头道 赵家已经对禁军又迎了如指掌 真有那个时候 就让赵家跟着叶帽一起去救世了 叶圣沉思了一会儿 缓缓点头 两个人正在这里说话的时候 院子门口突然想起了一阵敲门声 然后门口传来了叶鸣有些激动的声音 父亲 儿回来了 叶圣面无表情 很是淡然 去开门 李信笑着应了一声 站起来去开门 刚才叶鸣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 李信很明显地看到了 叶老头身子颤了颤 只是这老头好面子 才摆出这么一副臭脸 父子两个十几年就见了三次 哪一个父亲会不想儿子呢 李信起身走到院子门口 打开了院门 叶师兄 叶鸣对着李信点了点头 然后抬眼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这位计门官的最高军事统领 眼睛有些发红 三两步走到叶圣面前 推金山道玉柱一般 跪了下来 恭敬磕头 不孝儿叶鸣 给父亲磕头了 叶少宝声音隐隐带着哽咽 浑身颤抖 他已经是大进军方最上层的那一拨人 而且也是五十多岁的高龄 比起李慎还要年长许多 但是此时还是格外激动 在父亲面前 男儿道死人是少年 叶圣叹了口气 起身把他扶了起来 看到自己儿子两兵斑白 叶老头也有些感慨 这么些年 辛苦你了 从叶圣灭国以后 这位大进的战神 就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京城半步了 在那之后 叶家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 后来是这位叶家的大公子挺身而出 让叶家重新在军方站稳位置 当年 他是三十多岁的壮年出京 如今已经是年过天命的老人家了 父子两个人再见面 彼此都是唏嘘不已 叶圣拉着大儿子坐了下来 叹了口气 这些年难为你了 短短几个字 叶大将军两眼发红 低头道 相比父亲 儿子做得很少 李信健壮 很懂事地退了出去 让这两父子说话 刚到院子门口 李信就看到小公爷叶茂 正在院子门口候着 李信面露微笑 小公爷快进去 老爷子喊你呢 叶茂连忙低头应了一声 哎 我这就进去 李信双手拢在袖子里 在院门口等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 小公爷就灰溜溜地跑出来了 屁股上还有一个清晰的脚印 然后他抬头 拉着这位小公爷的袖子 在陈国公府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然后开口道 小公爷可懂得兵书战争 这个是家学 我自然懂得 李信点了点头 那就好 叶茂挠了挠头 师叔说话怎么藏头鹿尾的 李信瞥了他一眼 露出了一个有些怪异的笑容 小公爷 你以后可能会被很多人骂 为什么 叶茂有些不懂 李信神秘一笑 你以后就知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李信这句话一语成衬 小公爷叶茂 成为叶家历史上名声最差的一代陈国公 被士林谩骂了整整一百多年 小半个时辰之后 大将军叶茂打开院门 见到李信和叶茂 还等在院子门口 他呵呵一笑 我与父亲许久没见了 让师弟久等了 快进来 一起吃个饭 表面上来看 李信是叶家的徒弟 勉强算是叶家的一份子 但是实际上 李信和叶家跟盟友合作关系 所以 叶少宝对李信很是客气 叶茂支支吾吾地问道 父亲 我呢 叶大将军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挥手道 你去催一下菜 等会过来倒酒 小公爷再次低下头 心里满是怨念 难道我叶茂 就不配有心理吗 事实上还真不配 院子里的三个人 叶老头叶盛 自然不用多说 大将军叶明 本来是二品的大将军 授封少宝之后就是从一品 李信现在也是二品的进军将军 这个不起眼小院子里的三个人 是大进军方最顶端的十个人之三 叶茂自然是没有资格与会的 小院子里 三个人分主次落座 因为跟叶明不是特别熟 李信收敛了一些 规规矩矩的持弟子里 给叶老头和叶明倒酒 叶大将军站了起来 做事接过李信手里的酒壶 笑呵呵地说道 这里是叶家 师弟跟客人 哪有客人给主人倒酒的 我来我来 师兄这话不对 李信一边倒酒一边说道 叶师是我恩师 我也是半个叶家人 说句不客气的话 这一年多小弟进出 叶家的次数 跟回自己家的次数都差不多了 哪里还有什么主客之分 叶明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 刚才听老夫说了 师弟口才无双 的确厉害 李信倒完了酒 坐了下来 站着李呢 说话声音自然就大 叶盛不像这两个人这么虚伪 老头子直接仰头喝了一杯 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小子 平时在老子这里没大没小的 这会儿你回来了 他才变规矩了 李信面带尴尬 叶师胡说什么 平日里弟子不是 也十分尊敬您老人家吗 叶明哈哈大笑 总的来说 这一顿饭 三个人之间的气氛还算不错 从酒这个东西诞生以来 诸夏子孙就诞生了一个 历史悠久的传统 那就是在酒桌上谈事情 三个人轮流喝了几次之后 李信敬了叶明一杯 笑着问道 师兄进宫面圣 陛下与师兄说了什么 叶明略作犹豫 看了自己的父亲一眼 叶盛自己喝了一杯 有什么就说什么 长安是自己人 叶老头放下酒杯 缓缓地说道 若不是长安 老四他出不了京城 你也回不来京城 再过几年老子死了 你再退下来 叶家就算是败了 叶老头很是光棍地说道 你就把他当成叶家的老五看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语气也郑重起来 叶氏言重了 不是叶家 弟子也没有如今这身富贵 有了叶老头这句话之后 叶明看向李信的目光 就大不一样了 他对李信低声道 陛下说 先让我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 看一看情况 如果难将生变 那我就要 做这个真难的主帅 李信点头道 与我跟叶氏之前 预测的大差不差 叶明皱眉道 我至今没有想明白的是 平南侯府这一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信那个性子 怎么突然会把自己 逼到这个境地 刚才父子两个人谈话 只来得及说了 去年兵变的具体情况 还没有来得及说平南侯府 叶老头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呵呵一笑 从李智杰割地自制开始 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如今只是提前了几年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要谈的是 怎么样把这场仗打好 李信自己喝了一口酒 缓缓地说道 弟子在永州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消息 南疆三十多年来 不断争募新兵 然后让老兵退伍 估计已经积累了 不下三十万可战之兵 叶明淡然道 这个不用担心 他们或许有人 但是绝对不可能有 三十万多套兵器甲咒 连朝廷养三十多万人的军队 都会有些吃力 更何况是一个蜀郡 当初南蜀举国 也没有超过十万兵力 李信点了点头 这个倒是真的 大兵团就是一个无底洞 是一个什么都吃的怪物 只有国家机器 能养得起这种怪物 通常来说 哪怕是大一统的王朝 常备军 也就在五十万左右 继门关的镇北军 还有云州的崇家军 都是十万人的规模 在古代 动辄几百万人的战争 是不可能的 只要双方兵力 加在一起超过一万 就是特别大规模的战争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废太子 李信面色凝重 可以确定的是 废太子在南疆 如果他们打起这个旗号 很有可能聚拢起 一股不小的势力 这个年头 名号是很有用的 孔夫子说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是不成 废太子是一块 天大的金字招牌 因为他 虽然在朝廷里被废了 但是在天下人眼里 他是被太康皇帝给窜了 因此 至今仍然有许多人 认为他是正统 当然了 这里面不仅仅是 民愤的问题 还有利益的问题 废太子是一个 很好的投资对象 只要能在这个时候 雪中送炭 将来废太子复辟 登基 获得的回报 肯定是一本万利 而且 这个投资 还不用自己下场 只要偷偷地 给平南军送钱送粮 乃至于送兵器 就可以达到 投资的效果 表面上仍旧 可以做大进的陈明 这样 即便废太子兵败 也不会影响什么 所以李信才会说 废太子这个名头 会聚拢起一股势力 叶明微微低头 沉思了一会儿 开口道 这个倒是个问题 不过只要南疆 没有打到京城 就不会有人 在名面上资助他们 我们第一仗只要打赢 废太子的名头 也就没有用了 这就是业余跟专业的区别 李信虽然从头到尾 一直是五官 但是论行军打仗 他还是差了 叶明这种带兵 几十年的大将军不少 这会儿听叶明 一点一点剖析 李信心里佩服不已 师兄已经深得 叶师真传 叶明摇了摇头 苦笑道 我还差父亲很远 况且 眼下只是指上谈兵 真正打起来 战场上瞬息万变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三个人推杯换盏 一顿饭还没有吃完 南疆的大事 就已经被他们 说了七七八八 现实就是这样 有时候成千上万人的身家性命 只在大人物一顿饭的谈笑间 就定了下来 到了下午的时候 李信起身告辞 叶盛点了点头 坐在原位不动 叶明起身相送 一路把李信 送到了国公府的门口 李信这才对着他拱手道 师兄不用送了 一路舟车劳顿 快去歇着吧 叶明拉着李信的袖子 压低了声音 师弟 我听父亲说 马儿 他有可能在你麾下领一个折冲服 李信愣了一下 随即微笑道 这个只是小弟瞎猜的 具体还要等那些 去了北边的那位传回来消息 不过如果那些北周世家 真的敢公然反抗朝廷 那么小公爷就是出面 对付他们的最好人选 到时候 必然要在禁军领一个折冲服的 禁军左营那边小公爷不熟 估计就会在小弟的右营里选人 金安侯意味深长地说道 整个京城里 除了叶家 没有人敢接这个差事 也只有你们叶家 可以接下这个差事 叶明微微皱眉 师弟 微兄这些年远离朝堂 对于现在的朝局知道的不多 请师弟指教 如果马尔接了这个差事 应该如何做 该杀的杀 该抓的抓 李信低头道 一切按着陛下的旨意来就是 要让陛下知道 叶家是听话的 这样以后 小公爷虽然会被人骂上一段时间 但是以后他的路就会平坦很多了 叶明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多谢师弟 微兄知道了 两家离得并不远 李信出了陈国公府之后 并没有上自己那辆马车 而是副手 走在永乐坊的大街上 大口吐气 想要把身上的酒精挥发出来 他刚才喝了太多了 这会儿有点上头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的见面 还是很成功的 因为这位叶少宝 李信接触的并不多 他不知道叶明 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作为叶家的二号人物 如果叶明与李信不对付 那么 静安侯府与陈国公府的合作 就会出现裂痕 幸好 叶明这个人 跟他父亲 还是一条心的 漫步走到静安侯府的时候 李信身上的酒气 已经散了一些 他还没有进家 就看到一个小宦官 在自己家门口等着了 李信无奈地摇了摇头 上前拱手道 萧公公 这位内侍间的新贵 弯身还礼 公声道 侯爷 陛下请您进宫去 李信心里很难受 他刚喝多了 想回家睡觉来着 人要是有点事业啊 就会变得很忙 最讨厌的 就是像这种推不掉的应酬 李大侯爷苦笑一声 拱手道 请公公稍后 我去换一身衣裳 就跟公公进宫去 侯爷快一些 萧正低眉道 奴婢已经在这里 等了侯爷一会儿了 怕陛下等极了 李信点了点头 回家换了一身 正经的淡紫色长服 又洗漱了一番 这才跟着萧正 一起进宫去了 到了卫阳宫的时候 已经接近傍晚 太康天子正在书房里 翻阅奏书 李信捶手在一旁等候 过了一会儿之后 天子抬头才看到李信 连忙招了招手 示意李信过来 天子对着萧正薄怒道 长安来了 你怎么不进来通报 萧正惶恐不已 连忙跪在地上 陛下 您先前说处理正事的时候 不许打扰 所以奴婢 天子闻言 眉头一束 你还会顶嘴了 自己去领二十的嘴巴 萧正跪地扣手 低头道 多谢陛下 李信上前一步 低头道 陛下 臣也没有等多久 不必为难萧公公了 天子这才挥了挥手 罢了 有长安点你求情 你下去吧 萧正慌忙退了下去 天子招了招手 示意让李信走到近前 两个人都坐了下来 长安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李信低头道 太康元年 十月二十三 一转眼 正登基快一年了 天子悠悠感慨 他们去年兵变 是在成的十八年的腊月初时 算算日子 的确快一年了 李信不知道 太康天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文言低头道 是快有一年了 天子黯然道 父皇过世 也快有一年了 李信默然不语 天子叹了口气之后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不过人总是要朝前看的 你与小九都过了成婚的年纪 父皇过世一年之后 你们两个也就可以成婚了 你明天去昆德宫 给母后问个安 然后提一提这件事 母后那边准了 朕在给李部和宗府打个招呼 婚事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李信心中微动 眼下南疆战士 将其 天子不着眼于战士 怎么想着催婚来了 李信低眉道 陛下 南疆那边 天子呵呵一笑 就算是天他下来了了 该成婚也是要成婚的 朕算过了 哪怕南疆明天起兵 你们也是来得及成婚的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李信也没有办法拒绝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低头 臣 遵命 按照规矩 皇帝去世 子女应该守孝三年 最少也是要27个月 不然是没有办法成婚的 但是五皇帝垂拱年间 大静同时与南北两边开战 国内南丁大量消耗 那个时候就定下了这么一个规矩 子女守孝三个月以上 就可以成婚 到了承德朝 这个规矩变动为一年 不过大户人家 一般还是守满三年才会成婚 皇室更是如此 但是如果是试婚年纪 必顾及规矩 天子说的这番话 意思就是 要给李信 还有九公主赐婚 皇帝都要嫁妹子了 李信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毕竟他跟九公主的感情基础 也差不多到了成婚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关口 难免让他有些别的想法 天子见李信硬了下来 笑得更开心了 等你们成婚 咱们便是一家人了 就更亲近一些 狗屁 李信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 古往今来 皇室杀得最痛快的亲戚 就是驸马 从来没有那个皇室 会把驸马当成自己一家人的 这可是个不太好的职业 金安侯低头道 臣 多谢陛下赐婚 天子说完了赐婚的事之后 拉着李信坐了下来 开口道 叶明从北边回来了 长安知道否 知道 李信点头道 陈刚从成国公府出来 见了这位叶师兄里面 这种事 没什么好隐瞒的 李信不说 天子也会知道 不如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还显得敞亮一些 太康天子沉声道 朕把叶明调回京城 就是因为长安你说过 先下手为强 过了这个年关 就算南疆那边没有先动手 朕也要对南疆动手了 说到这里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到时候 就看长安你的了 李信摇头苦笑 臣有几斤几两 陛下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 这南疆一丈 还是得靠叶师兄 臣最多跟在他身后 摇旗呐喊一番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臣听说 陛下前段时间 派的那位去北州世家拿人 天子点头道 是有这么一件事 算算时间 大半个月过去了 这会儿 他们应该快到地方了 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太康天子自己拿的主意 他当时想的是 借着谎暴灾情的罪名 直接把那些北州世家 拿到京城问罪 因为要以最快速度动手 太康天子没有经过朝堂程序 直接派了自己的清兵去拿人 李信低头叹了一口气 陛下此举 可能会打草惊蛇呀 那些世家大族 既然敢跟李慎合作 那么必然做好了造反的准备 陛下如果要拿他们 应该自天兵压境 一粒详实惠 直接一网打尽 一千个那位说少不少 但是说多却不能算多 天子皱眉道 他们敢反抗不成 李信苦笑道 陛下 他们连谎暴灾情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这件事 其实怪不得太康天子 本来皇帝 想要抓某个人 理论上甚至不需要派人过去 只要一到圣旨 就可以让那一家人 乖乖地自负请罪 平日里 就算是拿哪个罪臣 刑部或者大理寺 也就去几个人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人带回来 而这次天子 足足派了一千个人过去 已经给足了那些世家面子 但是很可惜 情况不同了 静安侯有些担心地 看了一眼北边 算算时间 陛下派的人 应该已经到了北边 如果那些北周士族心狠一点 这会儿估计都打起来了 天子眉头微皱 没有说话 离开了皇宫之后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李信在永乐坊下了马车 走在永乐坊的大街上 背负双手 左姑右看 终于她在路旁边 发现了一根漂亮的枯草 弯腰摘在手里 这座京城里最繁华的坊 到了晚上 依旧是处处灯火 相比较来说 其他的坊 就要暗淡许多了 这个时候 已经快到十一月 晚上的风很冷 李信紧了紧身上的袍子 没有回静安侯府 而是朝着自己的马车走去 静安侯府的这辆淡紫色的马车 缓缓使出永乐坊 去清河公主府 驾车的侯府亲位 恭敬低头 是 马车朝着大通方的方向 缓缓前进 这个时候 京城里所有的坊 都是紧闭方门 但是以李信现在的诠释 这些东西 早已经阻碍不了他 小半个时辰之后 马车出现在 清河公主府门口 公主府的大门被敲响 守门的雨林卫 很痛快地放了李信进去 然后公主府的侍女丫鬟 飞快地进去通报 等李信进了公主府的正堂之后 已经睡下的九公主 已经换好衣服 出来迎接她了 公主殿下脸色飞红 大半夜的跑过来做什么 别人见到要胡说八道的 李信站了起来 在她耳边低声道 李信到了公主府的后花园 这会儿已经是冬天 万物凋敝 公主府的花园里 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公主一直把李信 拉到后花园的亭子下面 轻轻咬牙 你不要想去我的房间里 有什么话 就在这里说 李信笑嘻嘻地还住了她的腰 你哥最近找你说话没有 没有 九公主摇了摇头 开口道 七哥她现在忙得很 有时候我进宫去见母后 都见不到她一面 你见她不是比见我还多 问这个做什么 兄妹两个没有见过 那就说明 这丫头还不知道这件事 李信握住她的一只手 语气真诚 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小九用手推了李信一下 没有推开 她红着脸说道 你大半夜的跑过来 就为了问这个呀 李信点了点头 这个问题很重要 金安侯语气正重 你愿意嫁给我 我就愿意娶你 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包含着李信 很是复杂的心情 因为娶九公主 对她以后的发展 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如果九公主愿意嫁 她就愿意娶 机灵秀抬头看着李信 认真无比的脸 仿佛明白了什么 她主动把李信的手握在手里 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我愿意 李信脸上露出笑容 那说好了 以后不许反悔 九公主郑重点头 不反悔 那你把手伸出来 小九乖乖地伸出自己纤细的手 不是右手 是左手 哦 小姑娘乖巧地伸出另一只手 然后一个有些粗糙 但是又有些好看的草戒指 戴在了九公主的手指上 这是李信刚才在路上编的 北周那边的反应 被李信不幸言重 在泰康元年的11月初期 天子的脚底下请罪 那位去抓人的时候 起先柏林崔氏和范阳卢氏 两家还都算配合 两家家主也表示 愿意来京城接受调查 但是当那位到第三家的时候 这家人不由分说 直接开始攻击那位 他们就是赵俊李氏 赵俊李氏就是平南侯府的本家 平南侯府的第一代 平南侯李之杰 还有李业的父亲李之李 都是出身赵俊李氏 可以说诸多是家里头 就赵俊李氏 跟平南侯府牵涉的罪重 他们也清楚地知道 这一层关系没有办法撇开 所以毅然动手 有了第一个动手的人 其余的北周世家 也放下了对朝廷的恐惧 一千多个那位 瞬间淹没在人海里 只逃出了二百人不到 于是就有了这个回京报信的人 天子脸色阴沉得可怕 那位是什么人 那位是天子三晋卫里 与天子关系 最近的亲卫 如果说晋君是天子之鉴 那么晋卫就像是天子的贴身一甲 也可以是天子的代言人 当初李信在宇林卫做事的时候 就能凭着宇林卫的身份 吓到一帮人 正是因为天子亲帅的身份 但是 现在那些人对天子清军动手了 这不仅仅是杀官君那么简单了 这是直接在太康天子的脸上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 这一甲破烂的那位 跪在太康天子面前 战战兢兢 陛下 那些反贼还写了一篇大逆不到习文 现在已经在北边朱骏传播开来 他颤巍巍地从袖子里 取出一响有些皱褶的白纸 萧正立刻捧了上来 但是怕这上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天子只是简单看了一眼 就气得两眼通红 正是杀这些贼人 李信也在场 他前几天跟太后娘娘确定了婚事之后 这段时间就经常往宫里跑 本来是在后宫 听说那位有消息传回来 他就赶到卫阳宫 准备跟天子商量 但是仅仅一张纸 就把天子气成了这个样子 李信招了招手 示意萧正把这张纸递过来 萧正抬眼看向天子 给长安看 天子喘了几口气 咬牙道 这些人 欺振太甚 正不杀了这些人 以后还有什么颜面 坐在这个地位上 他说话的时候 李信已经拿到了这张纸 只见上面第一句话 就触目惊心 为皇太子库讨伪帝席 大敬自太祖皇帝开辟乾坤 武皇帝定顶天下 先招皇帝 战战兢兢以治国 肃兴业媚以礼政 国朝方有如此盛况 招皇帝盛名无二 生前所立皇长子 竟于一夜之间不知所踪 国朝为贼辽所窜 神器为禽兽所长 以至于山河青颓 设计崩裂 伪帝临朝不过半载 大进江山处处栽秧 遍地恶朽 再无半点招皇帝之盛事 何眼 国有妖孽眼 李信读到这里 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谁写的东西 骂人骂得也太难听了 再往下读下去 后面无非是说 太康天子迫害废太子 幸亏有忠臣平南侯李慎 凭着姓名 把废太子从京城救了出来 安置在了蜀郡 然后就是隶数了一遍 太康天子的罪行 其中包括迫害北周氏族 屠杀先帝朝内卫等等罪过 还有就是 行阳正师的27口人 都被算在了太康天子的头上 总之 这篇习文的意思就是 如果这个伪帝再当下去 大进肯定没几年就灭亡了 幸好有忠义之士 平南侯李慎 愿意站出来帮扶废太子 如今废太子要在南疆起兵 废伪帝正朝纲了 一篇习文很快看下来 最让李信惊讶的是 他在文章的末尾 看到了署名 卢正阳 听名字应该是范阳卢氏的人 金安侯嘖嘖摇头 这一口天大的黑锅 这个叫做卢正阳的 也敢背下来 就凭着这篇习文 将来一旦南疆兵败 这个范阳卢氏 最少也是一三族的下场 李信看完之后 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天子开口道 陛下不用生气 都是些跳梁小丑而已 将来总有好好 跟他们算账的时候 这些北周世家 做了这件事之后 北边是肯定不敢呆了 他们一定会带着 举家老小南迁到蜀郡去 他们到南疆 就可以把他们抓回京城里来 天子仍旧面带怒涩 狠狠摔了几个名贵的瓷器之后 怒骂道 这些人胡编乱造 非裔朝纲 诽谤朕就算了 还诽谤父皇 不杀他们 朕溃为人子 习文里说 承得天子立了大皇子之后 被当今的太康天子 阴谋篡位自立 这虽然跟真相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太康天子 肯定无论如何 也是不可能接受这个说法的 李信低眉道 陈举荐一个人 可以替陛下痛快杀人 谁 陈国公府小公爷 叶茂 李信低头道 当今朝廷里 只有叶家这个寒门出身的世家 肯为陛下提起这把屠刀 叶茂年纪小又没有军功 只要陛下提 叶家的长辈 就会同意他去做 叶茂 一定会一输陛下心中怒气 天子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那就让叶茂去 带着朕的禁军去 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些世家 堵在蜀郡之外 三个月之内 朕要让这些人 统统跪在朕的面前认罪 说着 天子指着这篇 习文落款的那个名字 尤其是这个卢正阳 朕要亲手杀了他 李信公身道 按照内卫的说法 这些世家 加在一起有几万人 臣的意思是 给叶茂一个折冲府 让他去追 准了 太康天子这会儿 正在气头上 莫说一个折冲府 就是半个禁军 他说不定也肯给 李信微微弯身 臣声道 既然这样 陛下就让尚书台准备圣旨 陈这就去禁军幼营 准备准备 交割给叶茂一个折冲府 太康天子 面色阴郁 另外 长按你麾下的禁军 全力准备备战 朕要用你的禁军 打烂整个鼠郡 让大兄知道 谁才是正统 李信公身退下 出了宫门之后 他骑上马 一边让人给叶茂递信 一边直接赶回禁军 选刚到城门附近 乌云密布的天空就下雨了 冬天的雨 格外凄冷 下了一会儿之后 开始飘起了雪花 这是太康元年的第一场雪 李信停下马 伸手接了一片雪花 这个时候 距离李信不远路 旁边一辆不起眼的马车里 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李侯爷 好久不见了 李信回头看向这辆马车 这声音他很熟 是李慎 李信猛然回头 死死地盯着这辆马车 这里并不是京城 而是距离京城十里左右的关道上 也是京城去往 禁军大营的必经之路 很显然 李慎是在这里等着自己 他很快冷静了下来 现在他面对李慎没有什么好怕的 相反 应该是李慎害怕他才对 金安侯爷 挥手指住了身后的轻位 双手揣在厚厚的衣袖里 缓缓迈步走向这辆马车 马车是一辆很普通的马车 连个漆也没有 拉车的马也是一匹老马 看起来很没有精神 坐在前面驾车的 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相貌普通 很不起眼 李信走到近前 停下脚步 抬头看向这辆马车 默然许久之后 缓缓开口 你是真的以为 我不会杀了你 马车的车帘掀开 换了一身棉服的李慎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好几个月没见 他又受了不少 不过整个人 还是很有精神的 一双眼镜 炯炯有神 你是个有野心的人 而且做事很果断 李慎府长道 那天在地窖里 你没有让人来找我 我就知道 你不会对我动手了 静安侯咧嘴一笑 如果现在我改主意了呢 一个人越聪明 就会越自信 越不容易动摇 李慎脸色平静 没有回话 怎么逃出来的 李慎呵呵笑道 从上次火烧永乐坊 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时间 我在这京城 从小长到大 用两三个月时间逃出来 难道很奇怪吗 当然很奇怪 如今的京城 外松内景 表面上看所有的城门 都已经打开 行人通行无碍 但是实际上 每一个城门都有敬畏 甚至是天幕间的人在看着 只要有一次李慎的人 都会敬畏尾随 然后抓起来确认身份 从城门开启 这一个多月以来 敬畏私下里 已经抓了几十个 跟李慎身材 类似的人了 可是这个平男猴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跑了出来 甚至还有闲心 跑到自己面前装逼 李慎侧身向马车里看了看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李夫人呢 我昨天便把他送走了 相比于面无表情的李慎 这位其实已经死了的平男猴 要轻松许多 他脸上甚至还挂着一丝笑意 但是我还要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 今天事情处理完了 听说你要从这里走 就赶过来见你一面 金安猴嘴角 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来谢谢我 饶你一命 李慎点了点头 仍旧很平静 不得不说 那天你能找到我在哪里 让我很意外 那是我这么多年来 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那天你说的话 也让我很生气 李慎微笑道 不过后来我就冷静了下来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算无一策 那一次交锋是你赢了 但是你给了我一次机会 我就还没有输 所以我还是决定 要回南疆去 李慎呵呵冷笑 就算我今天再放你走 等你回到南疆 你暗中拉拢的那些北州士族 估计没几个能活着到达蜀郡 本来就没有指望 他们能活着 平南侯微笑道 他们那些人 就是留给你们杀的 北州士族这些年虽然没落 但是他们许多人 在士林上 都是大有名声的 小皇帝把他们杀了 就会落下一个暴君的骂名 到时候 我在南疆 就更好做事了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让行阳正事的人进京 就是为了让你 跟小皇帝发现这件事 从而对北州士族下手 要不然 郑家的人 为什么眼巴巴地 到京城里来送死 其实行阳正事 二十七个人都没有死 李信恶然看向这个 跟自己有几分相像的中年人 那些北州士族里 可是有赵郡李氏 没有 李慎面色平静 赵郡李氏的核心人物 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到了蜀郡 你们杀不了他们 李信深深皱眉 你告诉我这些 就不怕我告诉陛下 保住这些北州士族的性命 这样更好 李慎呵呵一笑 那些人怎么说也帮了我 他们死了有些可惜 能活下来也不错 反正不管他们 活着还是死了 在天下人心里 他们都会死掉 李慎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管太康天子 有没有对北州士族 痛下杀手 他们都会造谣说 皇帝是个暴君 这位平南侯 抬头看了李信一眼 微笑道 况且 有那份精心炮制的习文在 小皇帝 也不太可能沉得住气不杀人 他的心性比他父亲 要差上许多 李信缓缓闭上眼睛 他现在有些 不太想放这个人回去了 从前 他之所以有意 把李慎放回南疆去 是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 赢他 并且能够借着南疆 壮大自己 但是听了李慎的一番话之后 李信突然觉得 自己不一定是李慎的对手 这位金安侯爷 左右看了看 然后又看了一眼 自己身边不远处的 十几个亲卫 李侯爷这般坦诚相见 就不怕 我现在把你抓回去 你不会抓我的 李慎语气平静 你很自信 甚至到了自大的地步 你要借着南疆 一举攀爬到更高地方 所以 你不会抓我 说到这里 李慎脸上露出了一个微笑 而且 金城里搜捕了我好几个月 都没有找到 你李信一出来就找到了 那个小皇帝 该如何想你 李信默然不语 你看 就因为你信里 不管你怎么样 你在金城里做事 都会束手束脚 需要注意这个 注意那个 李慎一边说话 一边爬上了自己的马车 我这次来见你 就是想跟你说 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也给你一个 我上次在平南侯府说的条件不变 你如果愿意帮我 就来南疆寻我 到了南疆 你不用像在金城里这样约束 李信看着这辆马车 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 李慎 你害怕我 是有些怕 马车里传来了李慎的声音 你上一次赢了我 所以我不确定 下一次能不能赢你 相比较来说 你比那个坐在地座上的小皇帝 要难对付得多 李慎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说道 其实我一直想不通的事 我派人查过 你只是一个在永州长大的少年人 进京之前一直平平无奇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 心思深沉的金安侯 李信面无表情 因为成德17年的一场大雪 把我洞开了墙 滚 一炷香之内 再让我看见你 我就把你留在这里 马车里的李慎 长叹了一口气 忠命 我们走 三天之后 也就是泰康元年的11月初时 李信在进军幼营的大营门口 正式把一个折冲府 交给小公爷叶茂 这个折冲府 一共有14个校尉营 加在一起 有13700多个人 是一支极为庞大的队伍 对于一个沙场新人来说 带领这么多人 是很困难的 就算是李信 如果独自带着一个折冲府出门 估计也会有点失利 好在这个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是原来陈国公府的布曲贺松 有他在 小公爷掌握这支折冲府 就要容易很多 换了一身假衣的小公爷叶茂 跪在地上 接过了兵部授予的福音 还有从李信这个进军将军这里 拿到的公文 接过这些东西之后 这个叶家的小公爷 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多谢将军赐印 叶茂今年是22岁 这个年纪 虽然比李信大了两三岁 但是其实还是很年轻的 相较于后世的话 他这个年纪 应该还在校园里读书 要不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 而现在 这位叶家的小公爷 已经要独立执掌一支军队了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磨练 要知道 就算是李信侯尽得这种进军将军 手底下十几万人 看起来威风无比 但是他们也只有练兵的权力 每天在大营里寻营 监督一下 也就完事了 可带兵远征 就要困难太多了 小公爷叶茂 将要迎来他人生中的 第一次巨大考验 叶茂接了福音之后 心里一直坠坠不安 他跟贺松打了个招呼之后 走到李信的帅杖里 有些窃窃地说道 师叔 李信大咧咧地坐在帅位上 没好气地说道 现在知道叫我师叔了 叶茂苦笑道 我不是一直叫你师叔吗 你以前都是不情不愿的 叶茂在帅杖的椅子里坐了下来 苦着脸说道 师叔 我以前直与林卫里待过一段时间 可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啊 李信白了他一眼 说得好像我带过兵一样 叶茂眨了眨眼睛 师叔 你不是带过人 去对我父亲送过东西吗 那时候才四百个人 李信看了叶茂一眼 开口问道 你还在宇林卫里待过 很早之前的事了 叶茂有些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才十六七岁 在宇林卫里私混了两年 嫌太无聊 就不做了 李大侯也有些得意 我也是十六七岁 近宇林卫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过他现在的地位 已经把下半句话给补全了 叶茂脸色更苦了 他低头道 师叔你可要帮帮我 找我有什么用 李信看了他一眼 你父亲还有祖父 一辈子都在跟军队打交道 你有功夫问我 这会儿去跟他们 好好请教请教不就行了 我问过他们了 小公爷唉声叹气 老爷子说了 咱们叶家人天生就会带兵 不用教 父亲让我先自己学 李信听在耳朵里 心里隐隐明白了什么 小公爷这次出征 看起来规模很大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是小打小闹 但是 这也是锻炼人的一次好机会 叶家父子不愿意教叶茂 是想让他先自己琢磨一番 想到这里 金安侯沉映了一番 开口道 这一路上 贺松都会跟着你 他是这个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有什么是你 和他商量着来 还有佑安兄这次也跟你去 只要你不自作主张 干什么蠢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些北州士族再强 也强啊 不过禁军 叶茂低声道 可有什么禁忌 没有 李信摇头道 记住一件事情 圣纸上怎么写 你就怎么做 不要自作主张 该杀人的时候 也不能手下留情 具体圣纸什么模样 明天你出征的时候 会下发下来 说着 李信拍了拍叶茂的肩膀 你今天去 熟悉一下折冲府 明天就出发 争取早去早回 我年关的时候成婚 你回来得早 还能见一见你失神 小公爷脸色一黑 摇头叹了口气 好吧 多谢师叔 他前脚走出李信的率账 李信就回头对着 正在整理文书的赵家说道 佑安兄 你去帮着叶茂认识一下人 明天你就跟他一起出征 帮着他一些 赵家站了起来 笑眯眯的看了李信一眼 侯爷 这次回来之后 我仍然跟在你的身边 李信微笑道 为什么 因为跟着侯爷 比跟着小公爷有前途 赵家语气很平静 我还指望侯爷带我风气印子呢 好 李信硬了下来 赵家痛快起身 追着叶茂走的方向去了 率账里 只剩下李信一个人 他缓缓闭上眼睛 李慎已经再回南疆的路上 不出意外的话 最多辣月 他就能赶到南疆 那个时候 如果叶茂遭遇了北州士卒 应该也已经动手杀人了 也就是说 这个年关都不一定能过去 两边就会打起来 就算能过得了这个年关 太康天子 也会率先动手 到时候 李信就要跟着叶茂一起出征 去南疆奋力一搏了 当然了 在此之前 他还有可能结个婚 想到这里 李信睁开眼睛 转身出了率账 跟副将蓝梗交代了一句之后 转身上马朝着京城里飞奔 下午快傍晚的时候 他回到京城 他没有从东门进城 而是从南门进城 直接骑马进了大通方 然后七拐八拐之后 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宅子 这座宅子 里面只有两三个小院子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李信下了马 随手把大青马 拴在一旁的柱子上 然后敲响了房门 这个房子 是穆英在京城里买的房子 他买不起太贵的 只能在大通方里买 即便如此 这个房子 李信还给他凑了一点钱 没过多久 房门被轻轻打开 只比李信高一点点 容貌娇好 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李信 随后惊呼出声 呀 大恶人 随即房门被砰的一声 狠狠关上 李信有些尴尬的 摸了摸鼻子 这个女子 就是穆英的妹妹 当初来京城刺杀李信 被李信绑在柱子上的 两个骑女子之一 没记错的话 应该叫穆星 这丫头怎么还没走啊 早知道直接去雨林卫找穆英了 李信转身刚要离开 身后的房门被再次开启 只比李信一点点的穆星 三两步走到李信面前 咬了咬牙 伸手拉住了李信的袖子 你跟我进来 李信一脸问号 姑娘 你误会了 我是来找你哥的 穆星一只手拉着李信 另一只手抹了把眼泪 你不要找借口了 我爹都跟我说了 这个丫头 是被穆家的家主穆青 送到京城里来的 她来到京城的最大目的 就是要想办法 把李信搞 到手 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联姻 不过李信一直躲着不见她 她就一直在穆英这里住着 即便如此 她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刚才突然见到李信 开口就是大恶人 因为李信的确把她 跟那位南疆的小郡主绑起来过 算一算时间 那都是快两年前的事情了 刚才 她以为是李信 要来对她下手了 不过最初的惊吓之后 她还是想起了父亲的嘱托 于是强忍住委屈 准备为了家族英勇献身 李信白了她一眼 你哥不在家 我就有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说出去影响本官的名声 穆星咬牙道 以前你把我跟小郡主 那个时候 你们是要刺杀本官的罪犯 算不上女子 说着 李信看了一眼 这个死死拉着自己袖子的女子 骤眉道 你快撒手啊 不然我要叫人了 穆星红着脸 当确认李信不是来对她下手之后 这位穆家的大小姐 低着头跑回了院子里 李信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人太优秀了 就是会有这些麻烦 我都快成亲了 还有这些阴阴奄奄地过来招惹我 她转身 准备去雨林卫大营寻木英 不过她还没来得及上马 一身黑衣的木英 就从雨林卫大营下班回来了 她抬眼看到李信 连忙快步走了上来 微微低头笑道 猴也怎么在这里等着 李信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 雨林卫热若就歇班了 你这么晚跑去哪里了 她到城里的时候 天就已经黑了 所以她下意识地以为木英在家 结果才扑了个空 木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属下的兄弟们请吃饭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去应酬应酬 李信上下打量了这祸一眼 发现她的确胖了不少 木兄 你堕落了 金安侯悠悠地看了木英一眼 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被京城的官僚主义腐蚀了呀 木英咧嘴笑道 侯爷莫要屈我 我这也是 要给木家在京城立足打根机 多叫一点朋友 总不能一直做一根无根扶贫 并不是 再说了 被腐蚀的感觉还挺好 李信无奈地摇了摇头 木英这货 在京城里做了一年多的官之后 已经开始慢慢官僚化了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最少木家 开始慢慢在京城里扎根 表明了 木家的确是真心实意 想要投靠大径的 木英微微弯腰 侯爷来找我什么事 李信严肃了起来 我要你亲自回一趟南疆 帮我搞清楚 南疆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的局势很复杂 北周士族 赵郡李氏 还有即将回南疆的李慎 都会给蜀郡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尤其是 如果那些北周士族 真的被太康天子全都宰了 那么这个舆论 到底会发酵到什么地步 这都是问题 算一算时间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李信多半要跟在叶明身后 做一个副将出征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了解 南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那天跟李慎的对话 让他心里生出了一些警觉 面对李慎这种对手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绝对不能犯错 木英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可以告假探亲 但是雨林卫这边 就没有人照看了 你放心 李信声音平静 我在京城一天 雨林卫就没有人能插手进来 说着李信拍了拍木英的肩膀 还有就是 你那个妹子 一起带回去吧 我总觉得他怪怪的 他不回去 木英抬头看了李信一眼 语气有些古怪 我爹跟他说了 让他跟着你 他是个死心眼 不会跟我回去的 算了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李信覆手准备离开 回去的路上小心一些 你现在位置不低 可能会有人盯着你 不要打意了 侯爷放心 木英自信一笑 我在雨林卫里 也有一些心腹 随身带几个 回去就是了 李信点了点头 转身上马 大通方距离永乐方 还有一段距离 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 李信才回到金安侯府 他刚下马 把缰绳丢给身边的下人 一个侍女 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侯爷 你可算回来了 李信皱了皱眉头 怎么了 有人来拜访您 在正堂里 等了大半个时辰了 谁啊 婢子也不知道 好像是什么国公 李信文言精神一震 是叶盛来了 叶盛虽然现在是他的老师 但是这个老头子 十几年很少出门 是个正儿八经的宅男 一次金安侯府也没有来过 所以 金安侯府的这些下人们 并不认得他 胡闹 叶盛来了 怎么不去寻我 这个婢女有些慌张 低头道 慧姐姐旁人去找侯爷了 只是没有找到 他口中的慧姐姐 就是陈十六的媳妇 他以前就是金安侯府的婢女 嫁给了陈十六之后 夫妻两个人就都住了进来 他也就在金安侯府管事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在府里忙活的陈十六 也跑了出来 他前段时间 一直跟在李信身边 知道的多一些 连忙低头道 侯爷 叶老公爷 等您许久了 本来陈十六是 一直跟着李信的 但是从李信进了进军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一直跟着 因此就跟小慧一起 在侯府里做事 李信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见叶师 李信快步走到自家的正堂 只见正堂里 叶家祖孙三代人都在 叶老头大咧咧地 坐在主位上喝茶 叶明则是坐在客座 闭目养神 小公爷叶茂 坐在自己父亲旁边 有些走神 李信连忙上前 先对着叶老头 弯身行礼 叶师见谅 弟子在外面奔忙 不知道叶师到了 这老头十几年不出门 能够亲自来一趟金安侯府 已经很给李信面子了 说着 他又转身对叶明拱手道 让叶师兄久等了 叶圣没好气地 看了李信一眼 这整个京城里 能让老夫等一个时辰 见不到的 也就只有你小子一个人了 以叶圣的地位 他就是进宫去见皇帝 也是秒见的 李信尴尬一笑 一旁的叶明 从袖子里取出一卷黄布 开口道 师弟 这是今天下午 朝廷给帽儿的圣旨 你帮忙参详参详 大晚上的 这祖孙三个人 都跑来了自己家 就为了这个事 李信伸手接过这道圣旨 点了点头 小弟看一看 李信正在看 这道圣旨的时候 一旁喝茶的叶圣站了起来 左右看了看 嘖嘖摇头 从前没有来过你这里 今天来这里一看 才大开眼界 原来你小子才是地主 这宅子 比起老夫的国公府 都要大上不少 李信放下圣旨 看了这个须发揭白的老头子一眼 这座宅子 是原先的齐王府 说起来不怕夜师笑话 弟子住起来 常常觉得战战兢兢 怕个什么 夜圣爽朗一笑 陛下给你的 又不是你偷来 抢来自己私箭的 以后别人 要是拿这个说事情 你把陛下挡在面前就是了 总归是一个画柄 夜圣低眉道 这圣旨 看出什么来没有 李信默然道 既然夜帽已经接下这件事 那么圣旨上怎么写 夜帽怎么做就是 这道圣旨上的内容 简单粗暴 就是命令夜帽明天出兵 拦截那些就北州逆贼 统统拿回京城问罪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最后一句 若有反抗 就地格杀 显而易见 那些北州士族 不可能不反抗 也就是说 夜帽如果按照圣旨去做 就不得不动手杀人 杀很多很多的人 杀到那些北州士族害怕 投降了 才算结束 这是一口天大的黑锅 到时候 这口黑锅盖下来 蜀郡那边自然可以说是 太康天子暴力 但是京城这边 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所以这口锅 就只能让夜帽背起来 夜圣微微皱眉 这样一来 夜帽这辈子的名声就毁了 李信笑了笑 夜帽他都娶妻生子了 要名声有什么用 再说了 您老人家的名声太好 所以才困居京城三十多年 夜帽他名声差一点 将来说不定还能自由一些 再说了 李信低声道 如果夜帽给陛下 背了这口好大的黑锅 陛下无论如何 也要给夜家补偿 一直沉默不语的夜明 开口问道 什么补偿 李信低声道 比如说让夜帽彻底拿到这个折冲府 等回了京之后 给他一个中护军什么的 这个没有大用 夜明挥了挥手 示意夜帽回避一下 夜帽乖乖地站了起来 跑到了门口 等夜帽出去之后 这位夜少保才沉申开口 夜帽他跟师弟不一样 他带不了禁军 他甚至带不了继门关的郑北军 郑北军那边 父亲与我以后准备交给老四 至于以后 就看老四的子嗣如何 如果不行 那郑北军就要放掉 夜明这句话的意思是 要夜帽以后 做一个太平国公 因为这番话有些伤人 所以他才让夜帽回避 以免伤了这位小公爷的自尊 李信苦笑一声 世兄 夜帽他 没有你说得这么不堪 他再怎么说 忠上也是算得上的 带兵 最忌讳的就是这种不高不下的 最容易出错 夜明神情凝重 如果他什么也不懂 或许还可以听一听旁人的意见 但是这种似懂非懂的 罪易出事 我只希望 他这次懒到一些功劳 以后师弟多多照拂一些 让他能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夜明说得不错 带兵的人选最忌讳的 就是中等之才 这种人你问他 他或许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让人以为他是个人才 但是一旦到了真正的战场上 就会利剑分晓 如果是做普通的武将也就罢了 可他偏偏是生在夜家这种 注定要做帅才的将门 所以 不管是老头子夜盛 还是大将军夜明 都不太希望夜帽将来领兵 李信低眉思索了片刻 然后缓缓地说道 那这样 如果这件事委屈了夜帽 小弟去跟陛下说 让夜帽在东宫挂个职 教授太子兵法 当今的天子不似先帝 先帝是因为没有嫡子 所以东宫人选一直举棋不定 但是太康天子是有嫡子的 并且早早地就立为了太子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太子将来会顺利继承皇位 到时候 只要是在东宫执教的 都会成为帝师 李信继续说道 这样 等到夜帽继承陈国公爵位的时候 一个太子太保的位置 应该是跑不掉的 陈国公的爵位 本来就是异性之罪了 夜圣夜明父子两个人 夜圣退休 之前是大都督府的左都督 郑义品 夜明如今是继门关镇北军大将军 当朝少保 也是从义品的大员 如果夜帽能够席绝 那么一个太子太保并不过分 一个帝师的名分在 只要夜帽不谋反 这辈子应该就稳当了 夜明与夜圣父子两个对视了一眼 最终督满一点头 如此便麻烦师弟从中斡旋了 夜明咬牙道 只要陛下能够给夜帽一个虔诚 夜家也不会舍不得夜帽的名声 陛下要我们得罪人 我们就去得罪人就是 夜老头就没有夜明这么纠结 他笑着说道 什么名声不名声的 老夫当初打进北州国度 北州的大贵族 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不也没有什么骂名 杀得他们怕了 自然就没有人敢骂你了 理性点头秤势 三个人说了许久的话 具体都是明天夜帽出征的细节 这三个大进军方 都有头有脸的人物 正在为夜家的小公爷 精心打造作战计划 这就是出身的好处了 夜帽虽然并不精彩绝艳 只能算是中人之姿 但是他一出生 就注定了会成为大人物 大概大半个时辰之后 这次谈话定了下来 大将军夜明对着李信拱手抱拳 这一次有劳师弟费心了 李信微笑道 师兄莫非忘了 夜师曾经说过 小弟是夜家的老五 咱们都是一家人 无分彼此 夜明哈哈笑了笑 然后开口说道 还有一件事 师兄说 夜明沉声道 今天为兄进攻见陛下了 陛下的意思是要为兄明天 就进进军又赢 熟悉熟悉进军 以方便日后 说着 夜明开头看向李信 声音诚恳 长安放心 为兄没有抢你进军的意思 进军该听你的 还是听你的 为兄只是先去看一看 李信摇头道 师兄这是什么话 师兄从计门关回京 本来就是要带领进军西征 这从来都不是小弟的 以后一段时间 小弟还要在师兄手底下讨饭吃 夜明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笑声爽朗 长安是个痛快人 为兄刚才还有些担心 夜老头也站了起来 走到李信面前 老头子微微感慨 长安 你这一代后辈 你是当之无愧的翘楚了 李信含笑低头 事业失交的好 三个人对视一眼 都是面带面容 年轻的太康天子登基以来 做得最错的一件事 大概就是让李信与夜家 彻底绑在了一起 再也无分彼此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没有亮 李信与夜明夜茂三个人 连夜离开京城 骑着快马 朝着进军的方向前进 进军又赢 距离京城大概四十里的样子 天色将将亮的时候 三个人到达进军 李信最先跳下马 带着两个人 进了进军又赢的帅杖 本来这个帅杖是李信做主位 但是夜明来了 他就不太好意思 再大咧咧地坐在帅位上 于是坐在了下手 夜明看了一眼李信 然后笑了笑 也坐在了下手李信的旁边 这就是互相给面子 夜明将来或许是争稀的大将 但是现在圣子还没有下 理论上来说这进军又赢 就是李信说了算 李信给他面子 让出了主位 但是他不能去坐 夜少宝心中暗暗感慨 这个年轻人 做事一点也不像是个年轻人 都坐下来之后 李信对夜明开口道 陛下的意思是 夜帽今天就出兵 那只折冲府小弟 已经交割给他了 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是陈国公府的家将贺松 里面有三四个校尉 也是小弟提上来的 这样一来 最起码可以保证 这只折冲府夜帽 能够使欢的动 只要能够使欢的动 用来杀人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夜明点头道 如果是五十年前的 北州士族 一个折冲府 连一个士族都打不了 但是北州覆灭之后 这些士族受到了 或轻或重的打击 再加上这些年 北州士族 没有出什么厉害人物 一个折冲府杀他们是够了 历史上 一个时代的落幕或者崛起 有可能是因为一两个人开启 但是必然也有大事使然 如今士族落幕 不仅仅是因为科考 也有这几十年内 北州诸士族人才凋敝 亲皇不接的原因 这一点 从行阳正式的家主正规身上 就可以窥见一二 这位正家家主一把年纪了 论手段 却比他的女婿李慎 差了不知道多少 科考等因素是人为 另一些就是天术了 李信含笑点头 叶茂出征在即 叶师兄 要不要跟他去那个折冲府 看一看 那里距离禁军又营 还有十几里的路 叶明犹豫了一下 然后笑道 那我就跟去看一看 等妈儿他们走了 维兄再回来 跟长安好好喝一杯 李信无奈地叹了口气 师兄就饶了我吧 师兄喝酒比叶师还要厉害 这一点必须要说 叶家的人或许性格不一 但是有一点却是一样的 那就是能喝 从叶盛到叶明 甚至是叶茂 李信都不是对手 虽然他是注荣酒的创始人 叶明哈哈一笑 起身道 就这么定了 维兄先去看一看情况 稍后就回来找你 李信也起身 把他们父子俩 送到了大营外面 赵家跟在李信身后 没有跟过去 李信副手回到了帅杖 仍旧坐回了帅位上 赵家垂手 站在他的身后 又安兄 你怎么看 赵家垂手道 大爷他 太护着小公爷了 万事万般都要亲手插进去 这样 小公爷以后会吃亏的 李信摇了摇头 人家有这个绅士 长辈愿意护着 说不定就一辈子顺风顺水 羡慕不来的 赵家微笑道 是这个道理 小公爷这是上辈子积了福 羡慕不来 李信随手翻了翻桌子上的军物 然后转身看向赵家 这次叶茂出征 你要跟着去 又安兄是聪明人 多余的话 我也不想说什么 只是又安兄记住一件事 不管怎么样 这只折冲服 是不能赤败账的 赵家低眉道 只怕小公爷不听我的 他会听的 李信沉声道 有叶师兄跟叶师叮嘱 以叶茂的性子 他会多听你的建议的 赵家低头道 如此 我知道了 这个喜欢穿白衣服的书生 从袖子里取出一个小册子 递在李信的桌子上 李信没有翻开 而是开口问道 这是什么 侯爷大婚在即 看时间 我应该是赶不回来了 这是我这几天花时间 给侯爷准备的鹤脸 李信翻开看了看 发现都是进军的一些人事关系 其中赵家还写了一些可以提拔 或者有提拔潜力的名字 标注了籍贯来历 以及现任职位 李信看明白了 这是通关进军的攻略 见李信在翻看 赵家低头道 侯爷放心 这个册子上写的人名 一个也不认识我 侯爷提拔了他们 他们只会感念侯爷的好 我没有私心 一个团体之中 人事权是最重要的权柄之一 因此 赵家才会开口解释 李信和上册子 呵呵笑道 又安兄越发神奇了 在进军没有多久 就能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里的明明白白 赵又安低头道 卑职若论眼光格局 逊色侯爷良多 所剩只有欣喜一些 能为侯爷做点事情就好 李信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下 随即开口道 如今我已经能大方向掌控进军 这些细节部分 暂时就不用抓下去了 毕竟再过不久 叶师兄就要接管进军又赢 如果抓得太死 到时候 一支军队就会出现两个主将 不合适 其实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 进军是天子的进军 任何人都只是替天子执剑 却不能妄图把剑据为己有 如果李信在进军里 大规模培植轻信 那么很有可能 甚至是必然会引起太康天子的忌惮 从理论上来说 不管李信掌握进军到什么程度 都不太可能到为己所用的地步 所以 没有必要为了这个 跟皇帝有什么不愉快 就目前来说 该懂规矩 还是要懂规矩的 赵家这个人 在小心思上面 比李信强了一些 但是在政治层面的眼光上 他就要差上不少 他很快想明白了其中的官窍 低头道 是卑职没有想明白 差点害了侯爷 说着 他就要 把这个小册子 丢进旁边的火盆里 李信伸手拉住了他的袖子 赵家回头 疑惑地看了一眼李信 侯爷 李信面带微笑 幽安兄不要这么急躁 这个东西 我虽然不太好用 但是却可以做一个人情 送给叶师兄 他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说不定会被我感动的T4横流 赵佑安悠悠地看了李信一眼 没有说话 赵家跟李信说了会话之后 就带着行李去找叶茂去了 毕竟这一趟 他也要跟着去 到了下午十分 大将军叶明 才从叶茂那里回来 李信笑着 把他迎进了营帐里 他们走了 走了 叶明感慨了一声 围兄大半辈子 都在军中度过 平生自问很少怕事 但是这一次 居然真的有些T妈担心 这并不奇怪 哪怕是叶明在22、3岁的时候 也没有带上万人的 大部队出征的经历 而且叶茂是他的独子 担心也是在所难免的 李信微笑摇头 师兄这话说的 该担心的 应该是那些北州士族 哪有担心刀被肉伤了的道理 李氏这个脸 叶明坐了下来 感慨了一声 长安女人父母之后 就能理解 为兄现在的心情了 生怕妈儿 他在路上犯了什么错 心里颇有些忐忑啊 师兄放心 李信低眉道 小弟跟叶茂相处过一段 不短的时间 他不是什么浑人 应该不会出差错的 还能啃得动一个折冲腹不成 叶明笑了笑 起身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按陛下的意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为兄就要在长安女这里 熟悉一下禁军 以后的时间 咱们兄弟两个 可以好好相处相处 走 不提这些糟心的事了 陪为兄喝几杯去 李信苦笑摇头 叶师兄默开玩笑 军中不得饮酒 又不是战时 哪有这么多规矩 说着 叶少宝就要 拉着李信去喝酒 李信面色正重 低头道 师兄 小弟下午就要回京城去了 叶明大皱眉头 长安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信微笑道 我离开禁军 师兄才能更好地 熟悉禁军不是 师兄放心 小弟已经跟副将兰梗打了招呼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兰梗会带着师兄 去各个折冲府里看一看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继续说道 对外的说法就是 师兄你带长禁军又赢 叶明脸色严肃了起来 他缓缓摇头 师弟 这样不对 微兄虽然在外长兵 但不是蛮横之人 这禁军又赢算是你的兵 以后就算西征 我也只是领着你李长安 而不是领着禁军又赢 他拉着李信的衣袖 神情肃然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能因为你跟父亲的情分在 就委屈了你 李信无奈苦笑 师兄 你误会了 小弟是不得不回京城去 为何 叶大将军仍旧一脸严肃 因为我要成亲了呀 李信微笑道 师兄可能还不知道 陛下已经跟小弟沟通过了 应该是年前 小弟就要跟清和长公主完婚 现在已经进了十一月 算算时间 最多也就一个多月时间了 小弟那个侯府里 还全无准备 总不能让小弟干巴巴地 迎娶一位皇室长公主不适 叶明眉头舒展 他缓缓说道 长安你 真的要做驸马 李信点了点头 有点无奈 陛下亲自开口了 我有什么办法 说到这里 李侯爷想起一件就是 笑着说道 说起来 当初夜师还想把师兄的女儿嫁给我 只是当时因为一些原因 没能答应 否则这个时候 小弟应该改口叫师兄岳父了 叶明在京城有一子两女 其中长女叶轩 已经确认 要嫁到宫里做皇妃 毕竟这是当初 魏王殿下答应叶家的条件之一 只不过因为皇帝 要给先帝守孝 这位叶皇妃少说 也要在先帝死后的 二十七个月之后 才能嫁到宫里去 这里前面提过 当初魏王府拉拢叶家的条件之一 就是迎娶叶家的女儿 也就是最早在太康三年的春天 她才能进宫 而叶明的另一个女儿 叶老头准备嫁给李信来着 不过那个时候 李信已经认识了九公主 没办法只能拒绝 叶明不知道这件事 文言愣了愣 随即苦笑道 要是真能有长安这种女婿 为兄也不用担心叶茂了 李信哈哈一笑 现在这样也好 小弟备份还能高一些 算一算备份 等天子跟叶家的小姐成婚之后 这位皇帝陛下 还要喊李信一声诗书 不过这种世俗备份 在皇帝面前没有作用 毕竟无论备份再大 也大不过天之嫡长子 而且李信就要迎娶 太康天子的包妹 这样一来二去 大家也就扯平了 叶明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放低了声音 长安安 李信严肃起来 师兄有话请讲 为兄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必要 还是不要去做驸马的好 叶少宝缓缓吐了一口气 开口道 为兄算是将门出身 自小在京城里 跟那些将门的子弟们一起玩耍 也认识了不少人 这些跟我同龄的人 有好几个娶了公主 但是做了驸马之后 也就没了前程 只能在家里伺候公主了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肯定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为兄不忍心看到你以后 去在家里做一个驸马都尉 李信摇了摇头 微笑道 事情已经定了下来 此时反悔无用 至于以后的事情 谁也说不清楚 就算真如师兄所说 在家里做一辈子富贵闲人也不错 说到这里 李信起身到拱手道 京城里还有很多事情要操忙 小弟这就先赶回去了 等婚期定下来了 小弟再给师兄发帖子 叶明沉默了一会儿 无奈地点了点头 为兄一定去 他送李信一直送到大营门口 李信临上马之前 偷偷从袖子里 取出一本小册子 塞在叶明手里 然后李侯爷压低了声音 师兄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宝贝 收好了 叶明皱了皱眉 刚想说些什么 李信已经转身上马 一起绝尘而去 禁军又赢得副将蓝梗 站在叶明身后 宫颈低头 大将军 李将军让末将带您去巡查 各个哲冲府 面对李信的时候 这些禁军的将领 心中肯定是有不服的 但是面对叶明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再搞什么事情了 毕竟站在他们面前的 是陈国公叶胜的长子 镇北军大将军 当朝的叶少宝 说句难听一点的话 以叶明的身份 就算调到禁军里来 也应该是裴进当初的位置 只带一个禁军又赢 还是委屈他老人家了 这就是资历的作用 叶明不动声色地 看着李信离去的方向 然后伸手摸了摸 自己袖子里的小册子 若有所思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回头看向身后 神情千功的副将蓝梗 今日且罢了 本将累了 要歇息歇息 李信从禁军又赢离开 其中一部分原因 是要把叶明 推到前面的浪头上 自己躲在身后 而另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真的要成婚了 这会儿 已经是泰康元年的十一月 算日子 承得天子并天 已经快满一年 按照先前泰康天子的说法 李信要在年前完婚 不过时间是很急的 要等到一年时间之后 也就是过了腊月初十之后 才能着手准备婚事 到时候要准备三书六礼 很是麻烦 所以他需要回京城做准备 从现在一直到过年这段时间 李大侯爷大概都会很忙 忙着成婚 成了婚之后 多半就要立刻 跟着叶明一起戏争了 下午快傍晚的时候 李信回到静安侯府 喜书休息了一夜之后 他换了一身朝服 进宫去见皇帝 天子今天倒是没有在卫阳宫里 而是在宫里的后花园 听萧正说是后花园的菊花园花开了 皇帝带着家人赏花去了 李信只能坐在卫阳宫里等着 让萧正前去通报 过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萧正一路小跑跑了过来 对着李信弯身道 侯爷 陛下换您一起去后花园 李信低眉道 陛下身边都有谁啊 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 谢皇后一共给太康天子 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基岩被立为太子 幼子被立为燕王 只不过县下凉的孩子年幼 都还住在宫里 由皇后娘娘带着 李信有些犹豫 低头道 皇后娘娘在外城区不太合适吧 她跟谢皇后是有些不愉快的 谢皇后的亲弟弟谢靖 在李信身上吃了一个不小的亏 甚至是被李信直接从雨林位里赶走 赶到了牵牛卫去 这件事本身虽然不太要紧 但是却牵涉到了皇后娘娘的面子 和山鹰谢氏的面子 因此 李信有些不太想见到 这位谢家的皇后 男人在朝堂上结了梁子 了不起大家各嫌手段 但是女人很可能当面会给李信难看 萧正低头道 不爱的 陛下亲自吩咐侯爷过去 无可奈何之下 李信只能跟着萧正去了一趟后花园 这皇宫很大 两个人又走了一炷香时间之后 才走到后花园的菊园里 萧正让李信在一旁等候 然后自己上前弯腰道 陛下 侯爷到了 太康天子 本来正在抱着太子赏玩秋菊 文言把太子放了下来 回头对萧正说道 让他过来 是 李信这才走了进去 快速扫视了一眼这一家三口 然后恭敬弯身 陈李信 见过陛下 娘娘 太子殿下 谢皇后是个身材 有些风鱼的少妇 他正用手拉着太子殿下 文言瞥了李信一眼 不嫌不淡地说道 原来是金安侯爷到了 那侯爷与陛下谈事 臣妾一介妇人 就不打扰了 他语气有些阴阳怪气 李信面露尴尬之色 女人就是这样 一般有仇当场就报了 李信给了他一个难堪 他现在见了李信 就当场让李信有些难堪 娘娘言重了 太康天子适时地站了出来 板着脸对谢皇后说道 好了 莫要胡闹 你兄弟的事 跟长安没有关系 他犯了雨林卫的忌讳 朕才把他调出雨林卫的 如何能记在长安头上 谢皇后把太子抱在怀里 不轻不重地看了李信一眼 是本宫那个兄弟不懂事 惹到了李侯爷 回头本宫一定让他登门谢罪 给李侯爷赔个不是 李信连忙摇头 皇后娘娘千万不要这么说 当时是永乐方起火 沉凤了陛下的意思 去永乐方灭火 所以要用到雨林卫 才跟国舅也有了一些口角 完全是误会 谢皇后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他心里多少有些恼恨理性 山英谢氏进京 并不是单纯的姐夫 给小舅子安排工作这么简单 他身为皇后 在朝堂上 多少也有一些自己的势力 换句话说 山英谢氏要在朝堂上立足 而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山英谢氏 在京城的名头大受打击 以后谢家很难在朝堂上站稳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勉强笑了笑 本宫也有些冲动 既然是误会 李侯也不要往心里去 发发脾气可以 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 彻底得罪理性 这个当朝大红人 谢皇后也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臣不敢 谢皇后回头看了一眼天子 然后行里低声道 陛下既然有事 臣妾就先告退了 天子拍了拍他的肩膀 有些无奈 你那个兄弟的事 郑孙明与你说过 怎么还能这样胡闹 若不是长安 咱们现在说不定性命也没了 如何能住在这皇城里 富到人家 眼皮子也太浅了 皇后娘娘身子一颤 低声道 臣妾糊涂了 好了 你先下去吧 这些事 郑与长安说说明白 是 说着 皇后娘娘抱着太子殿下走远了 天子拉着李姓的袖子 笑呵呵地说道 来长安 与郑一起看一看 这些都是前不久 南边进贡过来的民种 每一盆花都姿态不同 郑颇为喜欢 看了这些花之后 郑前几天 心里积攒的玉器 都散了不少 李姓点了点头 跟在天子身后 君臣两个人 一边赏花 一边谈试 天子叹了口气 付到人家小度饥肠 心里就只有 他那些亲戚兄弟 长安你莫要怪他 臣不敢 李姓微笑道 臣只是觉得 那位国舅爷 也太小孩子了一点 怎么在朝堂上吃了亏 还要到自己姐姐那里去告状的 天子哈哈一笑 他不止去他姐姐那里告了状 正这里他也来过 他说 长安你目无法计 蛮横无状 说到这里 天子顿了顿 然后微笑道 他还说 长安你私营进军 意图不轨 李姓面色严肃了起来 如果说前面一条罪名 还只是小孩子胡闹 那后面一条罪名 就是想要自己去死 陛下如何想 天子哑然失笑 小孩子受了气 胡乱攀咬而已 朕骂了他一顿 让他滚了 李姓含笑道 多半是滚到皇后娘娘那里去了 就目前而言 李姓跟太康天子的革命友谊 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最起码不是谢敬 这种天真的小屁孩 可以撼动的 天子笑了笑 他姐姐就是耳根子软 其实人不坏 今天是给朕一个面子 就到此为止 是 天子又带着李姓看了会花 两个人交流了一些这几天碰到的事情 都是有说有笑 过了一会儿之后 天子突然回头 看向身后的李姓 叶茂那边怎么样了 昨天已经正常出发了 李姓微微低头 缓缓说道 按照推算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叶茂不是蠢人 他知道事情的轻重 不出意外的话 年后 陛下就可以看到那些北州士族的人 被押送京城了 天子点了点头 那些人疏为可恨 朕听说那份习文 已经传遍北边朱郡 多半蜀郡也在传了 用不了多久 不杀他们 正便心中怒气难平 李姓点头道 这些人是该死 另外 陛下还应该在地方张贴黄榜 说明其中关键 不然一些渔民 便有可能为贼人所蛊惑 酿成大海 说到这里 李姓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那些人造谣天下到处栽殃 陛下只要把刑部查证的东西分发下去 则谣言自散 李姓与泰康天子是一个阵线的 最起码 现在他们两个还是同气连之 所以这种时候 李姓还是愿意帮助自己的这个小伙伴的 毕竟如果李姓赢了 李姓如果不乖乖给他当儿子 那么就只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 天子微微皱眉 时间长了 谣言自散 有必要张贴黄榜吗 你这丝 是不知道群众工作的厉害啊 李姓心里吐槽了一句 苦笑道 陛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天时地利 都不如人和两个字 况且 贼人又有废太子在手 咱们无论如何 也要小心才是 天子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件事 朕会让人去做 算一算时间 新帝登基 已经有接近一年时间了 如今的太康天子 比刚登基的时候 从容了许多 最起码看起来 已经像是一个成熟的皇帝了 天子走到一盆雪白的秋菊面前 弯腰闻了闻 然后回头看向李姓 长安 你在南疆安排的穆家人 有法子联系到大兄吗 不清楚 不过臣可以派人问一问 李姓低声道 不过大概是不行的 南蜀一鸣虽然跟平南军有往来 但是毕竟是两个阵营 废太子在南疆绝对是重中之重 李姓不会让外人接触他 靖安侯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开口问道 陛下的意思是 天子缓缓闭上眼睛 大兄的家人还在京城里 朕想 如果用这个作为条件 能不能让大兄回京 免了一场栽殃 当初宫变 废太子狼被逃出皇宫 根本来不及转移家人 留在东宫的太子妻儿 都被太康天子全部抓了起来 现在关在曾经的秦王府里 朕如果给南疆派一个姓史 传达这件事呢 李姓思索了一下 最终缓缓摇头 多半是见不到废太子的 就算是见到了 这种拿人家小要挟的手段 也不是王道所为 陛下是天子 不能做这种俗人行径 臣以为 向南疆派使者劝降可以 但是就不要拿废太子家 小做文章了 太康天子叹了口气 朕是担心死太多人 如果做小人 就能免了这场栽殃 就能让大兄回京 朕做一次小人也没有什么 只要大兄回京 李慎等人就是无根扶贫 不值一提 话说得好听 古往今来 没有哪个皇帝 会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就算这件事做成了 这个小人行径 也不会是皇帝所为 而是朝廷里某个人 跳出来给皇帝背黑锅 而负责南疆事务的李信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背锅人 两个人又细说了 一些南疆的事务 然后提及了进军又赢的事 叶明去你大营里了 去了 李信低声道 叶大将军昨天到的 臣已经派人 带他去熟悉进军了 见什么人就要说什么话 李信在叶家人面前 自然是一口一个师兄 但是在皇帝面前 就不能表现得太过清净 不然皇帝就算不说什么 心里也会不舒服 太康天子微微皱眉 他既然在进军 长安你就不应该回来 朕让他去熟悉进军 只是为了让他以后能顺手一点 而不是让他真的去带着进军 天子直言不讳 这进军是京城的命脉 只有在长安你的手里 朕才能睡得着觉 李信低头苦笑道 臣也没有办法 太后娘娘那里 已经在商量婚期了 按照太后的意思 眼见还有一个月功夫 臣不得不回京做一做准备 不然静安侯府失了李树 陛下的脸上也不太好看 这倒是 天子脸上露出笑容 你跟小九的事 也是当下的大事情 等父皇的忌日过去 朕就立刻下旨赐婚 这段时间 你抽空陪一陪小九 等真的圣旨下来了 你们两个就不能见面了 李信低头道 臣遵命 天子调笑了李信几句 接着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你在永州的家人 要不要通知了 现在用家籍给他们送信 他们应该还有机会进京来 李信没有说话 天子叹了口气 开口道 你跟那个肖家的事 朕也听说了一些 闹归闹 但是成婚的时候 你那边不能没有长辈 不然小九到时候 连个敬茶的人也没有 太不像话了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那些人与臣 也没有什么情分 便不通知了 至于臣这边的长辈 便让叶国公来救世了 说着 李信苦笑一声 依臣看 这个国事太仓促了一些 许多事情 都还没有来得及准备 趁现在陛下还没有下旨 臣的意思是 不如推迟一段时间 天子无奈地说道 一旦南疆起兵 你就要跟叶明一起戏争 三十多年前大静打南蜀 用了八年时间 才打下南蜀 现在李慎的兵力 比起当年就南蜀 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知道 要打多长时间 所以你出征之前 这个婚事必须办了 太康皇帝与其坚定 小九今年已经17岁了 母后本来催他就催得及 等你几年时间 母后不知道要急成什么样子 说不定就把他嫁给别人了 这时候打仗 一来是因为交通条件限制 二来是因为缺少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此 打仗的时间单位 都是用年来计算的 两三年时间结束 都算是短的 一场仗打四五年很正常 朝廷与南疆的仗 谁也不知道会打多久 李信深深低头 那臣这就去准备准备 去吧 天子面带笑容 朕就这么一个孢妹 她嫁到李家之后 长安你可要带她好一些 要是她回来 告状说你欺负了她 朕可是要找你算账的 李信无奈一笑 陛下这话 还是叮嘱九公主为好 她不欺负臣 便不错了 离了皇宫之后 李信没有回家 也没有去清和公主府 而是去了陈国公府 找到了叶老头 这一次 李大侯也良心了很多 提了两大坛注容酒 小和和的上门拜见 没办法 毕竟是有求于人 她之前拜师叶圣 两个人虽然的确是师徒关系 但是更像是一对忘年的盟友 可如果叶圣 愿意在婚礼上 给李信当这个长辈 那么叶圣就等于跟公开说 李信是他的后辈 外人动不得 这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现在的李信 来陈国公府 比去自己家还多 陈国公府上下 没有一个人是不认得他的 连通报也不用通报 他就直接进了后院 敲响了叶老头的院门 谁啊 李信面带微笑 老师 弟子给您送酒来了 过了一会儿 院门被一脸狐疑的叶圣打开 叶老头看了看 李信手里的两坛酒 用鼻子闻了闻 脸上的狐疑更重了 你小子 又在憋什么话 李信笑呵呵地推门走了进去 把两坛酒放在桌子上 板着脸说道 也是 您老人家对弟子 有着深深的误解 弟子孝敬恩师 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 怎么我给您老人家 送两坛酒 就是憋坏了 叶圣冷笑道 你这丝 许久没给老夫带东西来了 李信白了他一眼 去年 弟子哪一次上门 没有带东西 那时候 你是有求于老夫 心里也是憋着坏来的 李大侯爷脸色一黑 相处得久了 这老头越来越了解自己了 他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咳 是这样 李信常常地叹了一口气 弟子的情况 叶圣宁也是清楚的 家父早亡 家母也在几年前没了 弟子除了叶圣之外 举目无亲 再没有什么长辈了 他一边说话 一边给叶老头倒了杯酒 弟子美思及此 便觉得苦不堪言 叶圣美好气地 瞪了李信一眼 有话说 有屁放 你小子一肚子都是坏水 不要想着哄骗老夫 那弟子就直说了 李信眨了眨眼睛 弟子下个月将迎娶公主 奈何家里没有亲戚 想着能不能让叶圣出面 坐一下南方这边的长辈 叶圣看了李信一眼 沉默不语 说到这里 李信尴尬一笑 弟子也就是这么一提 叶圣几十年没有露面 不出门也是正常的 叶老头对李信招了招手 示意他坐下来说话 李信乖巧地 坐在叶圣旁边 叶老头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长安啊 你活得太小心了 老夫是你的师父 跟你爹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不说 老夫也是要和你媳妇的茶的 没必要这么小心谨慎 叶圣是个粗人 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既然认了你这个徒弟 就是真心把你当儿子看的 跟老夫说这种事情 还用得着这样小心翼翼地谈 之所以这样 李信也是没有办法 一句话 他的底子太浅了 从他在朝廷里做事 到如今 满打满算 也就是两年时间而已 两年时间之内 他现在看似位高权重 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子 背后没有半点根基 所以他无论有什么事情 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他之所以这样 陪着小心跟叶圣说话 不是因为他心机重 而是因为他害怕叶圣不认 只有这样 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 哪怕叶圣不愿意 他也能一笑置之 跟叶家的关系也不会断 听到叶老头的话 李信心里有些触动 他低眉道 多谢叶时 叶圣缓缓叹了口气 难为你了 李信没有说话 只是低头给叶圣倒满了一杯酒 然后给自己也倒满了一杯 站了起来 举杯敬了一下叶圣 仰头一饮而尽 叶圣也端起酒杯 一口喝了干净 李信脸上露出笑容 叶师是个性情中人啊 叶圣放下酒杯 瞥了李信一眼 笑骂道 愣着干什么 给老子倒酒 静安侯立刻又给叶圣倒满了一杯 叶老头看着这小小的酒杯 皱眉不已 这东西像是娘们用的 谁放在老夫院子里的 去给换碗来 李信微笑道 叶师莫闹 你不能多喝酒了 叶老头瞪大了眼睛 你个坏东西 老夫刚硬了你的事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是不是 师徒两个闲扯了一会儿 叶圣终于在李信的劝说下 放下酒杯 开口问道 衣府上筹办婚事 需要帮忙的话 就开口说一声 老夫让叶家的人 去给你搭把手 这个倒是不用 李信迪梅道 现在赐婚的圣旨还没有下来 还不能大张旗鼓的准备 以免对先帝不敬 等下个月 陛下赐婚的圣旨下来 还真要请叶家的人去帮帮忙 不然弟子府上的人 未必能够准备妥当 先帝丧妻不满一年 是绝对不能提婚嫁的 所以只能等腊月初十之后 李信跟酒公主的婚事 才能提到台面上 也就是说 他们先后 只有不到半个月的准备时间 很是仓促 叶圣点了点头 到时候支个生就是了 你在京城里没有亲人 叶家就是你的亲人 这个时候 李信已经把酒杯收了 在桌子上摆了一盘象棋 叶老头是个文盲 对于凡夫的围棋并不感冒 但是对象棋却是很入迷 经常拉着李信 一下就是一下午 李信坐在叶圣对面 先手兵进衣 然后抬头看向叶老头 笑着说道 那是 弟子还要啃叶师的老呢 叶圣动了炮 瞥了李信一眼 叶明在你的禁军里 是 正在副将的陪同下 熟悉禁军 以方便以后用的顺手 棋盘上 两个人不断掉兵前将 不懂规矩 叶老头一边吃掉了 李信的一个兵 一边说话皱眉道 不管怎么样 禁军是你李长安在带 叶明他就这样纠战雀巢 太不像话了 李信面带微笑 不碍事的 这禁军也不是弟子的 师兄他也觉得不对 是弟子 要忙着回京安排婚事 所以才把师兄丢在那里了 而且以师兄的身份 一个禁军又赢他看不上眼的 弟子也不担心 将来丢了差事 这句话说完 李信趁着叶老头愣神的功夫 用炮打掉了叶老头的车 老家伙气得吹胡子瞪眼 你这贼小子 故意扰乱老子心思 快放回来 老子要毁骑 李信坚决摇头 叶师 落子无悔 叶老头毫不犹豫地 提起了砂锅大的拳头 李信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乖乖地把他的车放了回去 这老头 骑病太差了 太康元年的十一月底 就在京安侯李信 在京城为婚事奔忙 大将军叶明忙着 在进军熟悉士兵 小公爷叶茂 飞速接近北州士族的时候 一个中年人 坐着一辆不起眼的马车 来到了蜀郡的中心 景城 换了一身棉衣的李信 掀开马车的车帘 缓缓抬头看了一眼面前 还算高大的城墙 心里颇有些感慨 在过去的十四年 接近十五年的时间里 他最少有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 是待在这座城里 这一次 他一度以为自己出不了京城了 但是好在上天庇佑 他终于活着回到了京城 他最核心的大本营 李信 把头缩回马车里 语气平静 去平南将军府 驾车的钟宁驾着马车 缓缓驶向景城的城门 这个时候是特殊时期 景城四门都有士兵把守 他们自然要拦着每一辆马车 不过驾车的黑脸钟宁 从怀里取出了一块青色的令牌之后 这些平南郡的将士 全部都缩了回去 任由这辆不起眼的马车进城 马车顺利地来到平南将军府门口 侯爷 到了 钟宁语气恭敬 李信掀开车帘 矮身从马车里跳了下来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这座平南将军府 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对着马车说道 阿玉 到了 阿玉 就是他的原配玉夫人 当时他们夫妻两个人 被困在京城里无处逃生 最终是李信用自己 在京城的最后的能量 拿到了两套八门兵马寺的制服 趁着傍晚十分逃出来之后 他先是让玉夫人先走 然后留在京城 见了李信最后一面 后来 他飞马追上玉夫人 夫妻两个人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 终于到了蜀郡 脸色苍白的玉夫人 也掀开车帘 他抬头看了一眼 眼前寂寞生 又有些熟悉的平南将军府 然后立刻躲到了李信身后 李信拍了拍他的后背 声音温柔 阿玉不要怕 咱们到家了 从前睿智英明的玉夫人 此时显得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孩子 并且眼神也失去了从前的光泽 看起来像是一个怕生的小姑娘 只会躲在李信身后 这并不奇怪 玉夫人丧子之后 精神就有些不太正常 跟李信躲在地洞里的这两个月时间 李信让他不要说话 他就真的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句完整的话 李纯是他生命中的支柱 而京城的平南侯府 则是他人生的寄托 一下子这两个都没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 李信叹了口气 上前抱了抱他 低声道 不用害怕 咱们到家了 以后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了 夫妻俩正说着话 一个体型高大的大汉 飞奔着从里面赶出来 然后对着李信跪了下来 锤泪道 大兄 您总算回来了 正是平南侯李之杰的义子 李信的异地李言 李信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李言 而是拍了拍自己夫人的后背 对钟铭低声道 去给夫人安排一个住处 钟铭在李信身边待的时间很长 因此 他在这座大将军府里待的时间也不短 闻言他立刻低头 对着御夫人恭声道 夫人跟晓得来 御夫人执着不前 李信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柔声道 阿玉 你先过去 为夫一会儿就过去陪你 御夫人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 然后很轻微地恩了一声 跟着钟铭去了 等到御夫人走远之后 李信这才转头看向跪在地上的李言 这位平男侯眼神变得犀利了起来 他没有任何犹豫 狠狠一脚踢在了李言胸口 这个镖形大汉 被李信这全力一脚踢出了两三米远 艰难爬起来的时候 嘴角已经倾斜 李信栖身上前 一把捉住了李言的前进 他与其愤怒 又带着一股戾气 谁让你动手杀鸡满的 李信平日里冷静的面容 此时有些争鸣 谁让你动手杀他了 这位当朝的驻国大将军 几乎是低吼出声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敢去刺杀当今的天子 你还没有直接刺死他 你给了朝廷对南疆动手的借口 你也给了鸡满 从容布置后世的实践 李信气得咬牙切齿 你为什么要动手杀他 你怎么就敢去杀他 当初李言犯了事 是李信冒着天大的威胁 用自己把李言换出来的 但是愿意交换 并不意味着李信心里不会生气 他恨透了这个有些蠢的一兄弟 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李言 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体型比李信高小半个头的大汉李言 在李信面前完全不敢还手 他就站在原地不动 任由李信发泄怒气 他像那虾米一样 在地上捂着肚子打滚 过了不知道多久 他才从地上爬起来 跪在了李信面前 额头上已经全部是汗水夹杂着血水 大兄 是兄弟做错了事 您现在动手杀了兄弟 兄弟绝无怨言 杀了你 鸡满就能活吗 李信面色冷然 本来大家都可以过好日子 朝廷也不太可能在这个档口 对西南动手 可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动手杀了天子 这场仗 现在就不得不打了 你真是太蠢了 李信气得狠狠咬牙 李言趴在地上 额头上都会血和汗水砸柔起来的乌痕 他对着李信低头道 大兄息怒 莫要气坏了身子 李信喘了几口气之后 缓缓开口 太子殿下何在 就在您的大将军府里 小弟这就让他过来见您 李信眉头大皱 胡说八道什么 太子殿下在我们蜀郡 就是正儿八经的太子 不能用你来形容 要毕恭毕敬 明白了没有 兄长说的是 在京城对太子什么样 在景城就什么样 听到了没有 李言深呼吸几口气 尽量让自己能够顺利说话 兄长说的是 小弟领太子殿下来见大兄 不用 李信面无表情 等我沐浴更衣了 会亲自去拜见殿下 李言吹热后 你现在去 把成彬他们 还有赵俊李氏的李叔 都叫过来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要打仗了 这是李信的第一句话 此时的他 已经把自己打理了一遍 洗了个澡 身上没了那种 风尘仆仆的味道 坐在主位上 像是一个老僧一样平静 坐在他下手的 是赵俊李氏的家主李师道 还有平南军的 副将成平 副将张璐 以及鼻青脸肿 颇有些狼狈的副将李言 这些人 是如今平南军阵营的最高层 除去还有几个 在外带兵的副将不曾回来 其他的人 都坐在了李慎的下手 其中 这位赵俊李氏的家主李师道 是李言被抓之后 就被李慎派人 请到的蜀郡 算算时间 在蜀郡 已经有一年时间了 他比李慎大上几岁 但是也大不了太多 看起来也就五十岁出头 不过他辈分要大一些 李慎要叫他一声叔父 如今 赵俊李氏的精华 都已经搬在蜀郡里了 老实说 对一个拥有郡王的大家族来说 随意搬家 是很困难的一个决定 等闲是绝对不可能 搬离自己的郡王的 当初李慎姑 劝谏李师道的时候 用的方法很简单 他只说了一句话 不搬家 就要被朝廷移三族 当时成的天子 已经被刺重伤 也就是说 平南侯府与朝廷的矛盾 已经不可调解 在这种情况下 李慎这句话 是正儿八经的大实话 所以 李师道才很下决心 把族中的年轻人 还有一些精华部分 统统搬到了蜀郡 只留下了一层空壳在赵郡 彻底跟平南侯府 站在了一起 事实证明 他的决定很英明 因为除却赵郡李氏之外的 所有北州士族 如今都父王在即 李师道听到李慎的话之后 微微皱眉 进尘啊 何时打 他是李慎的长辈 当场也只有他有资格 这样称呼李慎 能多快就多快 李慎缓缓说道 小皇帝正在一点一点地 接收承德朝的遗产 如果他完全掌握了朝廷 咱们便一点机会也不会有 只有趁现在朝廷虚弱 上下混淆 咱们援举一旗 主动进攻朝廷 才有机会为太子殿下 清除朝廷窜逆 是的 他们虽然要造反 但是他们并不是 要造大靖的反 而是要造太康天子的反 用意在于 把废太子捧上地位 如果这件事做成了 赵郡李氏 就会成为天下第一氏族 到时候 皇帝会不会信李不一定 但是最起码 也是基于李供天下的局面 这是南疆唯一的机会 李慎沉声道 你们准备的如何了 承平低头道 回大将军 只要大将军一声令下 咱们随时可以出手 李慎收到承德天子 被赐的消息之后 在去京城之前 就嘱托平南军积极备战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平南军上下 都已经做好了 打印仗的准备 李慎摇头道 我们不出鼠 脸色有些苍白的李延 缓缓低下头 大 大将军刚才不是还说 我们要主动进攻吗 他本来想喊大凶的 但是话到嘴边 又改成了大将军 南疆会变成如今的局面 十有八九 是因为他李延的原因 因此 他现在有些理亏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亲近 进攻不代表出兵 李慎瞥了李延一眼之后 继续说道 蜀郡帝是一手难攻 是我们的一大屏障 只有把朝廷的人拉到蜀郡 让他们攻我们手 我们才有机会赢 李师道微微皱眉 进城的意思是 远举一旗 写席文争讨窜逆 李慎淡然道 只要我们打出太子殿下的旗号 告诉天下人 我们要征兵反攻朝廷 那么天下人必将为之哗然 先帝传位一事 本来就有些魔火 到时候 说不定还有许多人会到蜀郡 成为我们的帮手 他默然道 这个旗号一打出去 就已经相当于是我们在进攻了 李慎在京城里憋了一年 甚至在那个破地窖里 也憋了两个月 他是个聪明人 这么长的时间里 他早已经把南疆的局势 推演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思路 是他一早就想好的 只要太子的这个旗子一打出去 就等于已经是在向朝廷宣战 甚至是已经在打朝廷的脸 到时候 都不用李慎再多说什么 那个新任的天子 就会热血上头 嗷嗷叫派兵入属 据帝氏而守 以守为公 这就是李慎的战术 这个战术的厉害之处 就是他不需要赢 他只需要坚持个三年五年 让天下人见到南疆的这个太子殿下 的确有跟朝廷掰手腕的能力 到时候 自然有人愿意来李慎这边 做一个从龙功臣 甚至是开国功臣 届时 李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动作了 他的初步目标是 话将而至 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 李慎的这个计划很完整 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他很好地察觉到了 自己与朝廷力量上的差距 选择了对南疆最为有利的战略 而且他也没有想着 一口气打到精灵城去 他的目标很小 就是五年之内 守住蜀军不丢 并且消耗朝廷的有生力量 李士道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开口道 靖臣这个法子不错 只是这个旗号一打出去 咱们就要跟朝廷拼出个死活了 不打出去 迟早也是要分生死的 李慎神色默然地看了李彦一眼 与气平静 某个人杀了姬家的皇帝之后 这场分生死的仗就迟早会来 与其等着新帝准备妥当之后 上门杀人 不如我们主动挑衅 这样主动权至少握在了我们手里 一直到现在 承得天子已经死了一年了 李慎仍然放不下这件事 在他看来 李彦刺杀天子 是一桩蠢的不能再蠢的事 不过这位平南侯 还是很讲义气的 这么大的事情 他硬生生地把李彦 从京城里捞了出来 这是莫大的恩德 所以刚才李慎踹李彦的时候 李彦一个字也没有说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命是李慎用自己的命换回来的 承平思索了一下 缓缓低头 大将军说的是 目前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李彦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然后跪在地上 对着李慎叩手 大兄 这件事是我惹下来的 我愿意以死谢罪 你死了 朝廷的兵就不来了 李慎脸色转冷 一把揪住了李彦的前金 老子用命把你从京城里剔出来 就是让你死的 李慎看起来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他平日里从来不说粗口 所以 当他说粗口的时候 就格外可怕 上了战场 多打几个胜仗 比什么都强 他一把把李彦丢在地上 然后不再搭理这个大汉 转头看向李师道 微微低头 叔父 讨伐朝廷的习文 还要您以赵郡李氏的名义 来写 记得重点写明白 逆贼篡位 残害忠良 天降凶兆 我平南军事力挽狂澜 匡军辅国 要辅助真正的太子政卫 李师道点了点头 开口道 什么时候发出去 李慎抬头看了看北方 最后声音低沉 等那些北州士族死的 差不多的时候 算算时间 他们也差不多该遇到朝廷的人了 他回过头来 看了一眼李师道 缓缓说道 在此之前 我还要去见一面太子 李怀安 赵郡李氏年轻一代的翘楚任务 也是被李师道 留在赵郡李氏这个壳子里的 所有人的核心 这一次北州诸士族要南迁 也是由他领头 当初 朝廷派那位来士族抓人 起先两个士族都没敢反抗 只有赵郡李氏 率先对那位动手 才引发了北州士族群起而攻之的后续 从而导致了所有北州士族 不得不举足南迁 因为他们打了那位 这就是国家机器的力量 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层级 都代表了一个整体 只要你动了这个庞大机器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国家机器 就会全力向你撵过来 因为它必须要有绝对的威权 这个政府才维持得下去 那位就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而且是位于核心的一部分 它是天子的那位 也是天子的脸面 动手杀了那位 就代表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他们必须要逃到蜀郡去 这些北州士族 只用了三天时间就集结在了一起 带走了一切 他们所能带走的财物 家人四五个家族 加起来两万多人 浩浩荡荡地朝着西南方向赶去 进了蜀郡的大山 他们得安全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转移 眼见眼前就是渭水 过了渭水 蜀郡的十万大山就近在眼前 只要进了山 就有平南军庇护 他们就安全了 这天早上 已经接近六十岁的 鸿蒙阳市的家主杨国 坐在马车里掀开车帘 看了看不远处的渭水河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些坠坠不安 仅四千鸿蒙阳市的家人 跟在他身边 浩浩荡荡地朝着前方转移 他沉思了一会儿 开口对旁边的下人说道 你去把李怀安请过来 是 过了一会儿之后 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李怀安 出现在杨国面前 他恭敬行晚辈里 杨世博 杨国对他招了招手 开口道 李适直来车上说话 李怀安连忙弯身 车里摆了两个铜制的火炉 火炉里有几块虎状的受炭 马车里浓浓的檀香味道 心香沁人 李怀安在马车里恭敬低头 世博换小之河市 还有多久能到渭水 李怀安伸出头 在前面看了看天色 然后开口道 回世博 大概今天傍晚 就能够看到渭水了 船备好了吗 都备好了 李怀安微笑道 李家有人做船舶生意 早半个月留在渭水准备了 几十艘船在 咱们傍晚到河边 第二天早上 就能全部渭过渭水了 杨国松了一口气 他缓缓地说道 不错 你做事很有章法 是个不错的后生 世博过誉了 都是伯父他在前面安排得好 只而只是在后面跑跑腿而已 李怀安的伯父 就是赵俊李氏的家主李师道 算起来 他跟李慎其实是一辈人 杨国本来松开的眉头 再次皱了起来 说起李师道 我这一个多月 可都没有见到他了 伯父他一早 带人入属了 李怀安微笑道 这次是天大的事情 伯父不敢怠慢 这西迁的一路上 都要靠伯父他们打点 而且 南疆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也还需要伯父去给咱们打前站 那么 南疆那边怎么样了 听说 李慎回属了 李怀安伸手烤了烤火 然后轻声道 这会儿应该是刚到属郡 不过不管怎么样 李慎是平南军的绝对核心 他从京城里脱身 咱们的胜算又高了不少 李慎出来了呀 杨国心里暗暗私存 如果李慎死在京城 那么南疆的平南军 多半就会落入李延手里 相比于李慎来说 李延这个纯粹的武将 就要好掌控得多 可是现在李慎回来了 那么北周士族掌控平南军 从而掌控未来国运的计划 就可以说是落空了 有点可惜呀 白发苍苍的杨家主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突然有些后悔了 他并不后悔对那位动手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无可挽回 他后悔的是 当初就不应该命令 手下人炮制灾情 上报朝廷 从那一步开始 接下来就豁服难料了 杨国缓缓合上眼睛 在心里喃喃自语 罢了 不赌这一下 两代人之后 王家也是泯然众人 不如赌一赌 列祖列宗 应该也能理解我 想到这里 他睁开眼睛 看向面前的李怀安 李师道不在 怎么李师道的儿子 一个也没有在的 李怀安眼皮子跳了一下 然后皱眉道 世伯这是什么意思 先前大家都数年 这次事情太大了 伯父他提前带一些人 去南疆打探情况 确认南疆可以去 咱们再跟过去 现在世伯怎么这么多心 李怀安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赵俊李师 也有两千多个人在练 难道伯父会想着 把自己人灭族吗 杨国默然无语 马车缓缓驶动 一点一点 朝着渭水的方向走过去 杨国掀开车帘看了看 然后缓缓叹了一口气 只要过了渭水 就算朝廷派人追杀我们 应该也是来不及的 但愿无事 李怀安微微低头 躬身道 世伯 侄儿还有很多事要忙 如果世伯没有事情 侄儿就先下去忙了 杨国招了招手 事宜车夫停车 把李怀安放了下去 多达两万多人的移民大队 缓缓朝着渭水河畔移动 这里面有柏林崔氏 有范洋卢氏 有洪龙阳氏 有赵俊李氏 还有邢阳正氏 这五个是大姓 每一个都是当初北州的氏族 也无一例外 每一个都是在逐渐没落的家族 所以他们才敢赌上一切 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剩多少了 到了傍晚的时候 渭水在望 李怀安派出去探路的李家人 一个也没有回来 他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带队继续前进 可前方等待他的 不是渭水河畔几十艘大船 而是整整八千甲昼鲜明的禁军 当他看到禁军一甲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掉了 而此时 这批禁军最前面的马上 坐着两个少年人 靠后一点的年轻人 对着前面的年轻人 恭敬低头 小公爷 他们入网了 夜茂长途跋涉 终于在这些北州士族赶到之前 来到了渭水河畔 他麾下的折冲府 一共有一万四千人 如今 这些北州士族的正前方 是八千禁军 而另外六千多个 则分散在两亿 这些北州士族 跑不掉了 夜茂冷眼看了一眼 面前的这些士族 最终断然开口 他们人太多了 为了安全 先放进轻调一批 再跟他们说话 传令兵很快把夜茂的话 传达了下去 将领在训练有素的禁军之中 很快得到了施行 于是 一轮剑与骑射 虽然这些北州士族的人数 比禁军要多 但是军民本来就不在一个战斗档次 一轮骑射下来 就倒了一大片 简直就是屠杀 每一根羽剑 对没有任何护甲的普通人 都是致命的 两万多个千禧的北州士族 一个又一个倒在了地上 期间伴随着孩子的哭嚎声 成人的惨叫声 如同人间炼狱 没有着假的李怀安很不幸 也被一剑冻穿胸口 直到他倒地的那一个瞬间 李怀安心里 才明白过来 这些北州士族被放弃了 自己和这些赵郡李氏的家人 也被放弃了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是的 李怀安想得不错 他们这些北州士族 包括剩下来的 这个赵郡李氏的空壳子 都是被放弃的那一部分 确切地说 他们是被李慎放弃了 正规军与平民的战斗力 是不在一个层级的 尤其是大晋刚刚一统三十年 如今的晋军 还没有腐烂到王朝末年 那种毫无战力的地步 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北州士族 没有还手之力的妇孺 又没有提前摆好阵营散开 被一轮骑射 直接就全部乱了 一触即溃 几轮剑雨下来 两万多个北州士族队伍 完全崩溃 这些人一边逃窜 一边互相踩踏 短短一两个时辰的时间 直接减缘了一半人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半包围的禁军 把这些残余的北州士族 合围了起来 小公爷叶茂 与赵家一起骑马行走在战场上 看到遍地都是尸体 上万人的死亡 让这里到处都是血腥气 这位陈国公府的小公爷 眼皮子直抖 他杀过人 而且不止一个 作为京城的匠门子弟 而且是顶尖的匠门 少年时期 家里长辈都会安排他们杀人是胆 叶茂十三四岁 就杀过死刑犯 十六七岁 就带着家匠杀过一窝山匪 他自以为自己胆子很大 上战场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当上万人的尸体 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这位陈国公府的小公爷 还是恶心欲偶 他坐在马上 沉默了很久 最后缓缓开口 难怪李师叔说 我的名声会很不好 叶茂长长地叹了口气 开口道 就算这些人不是什么北州士族 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带兵截杀这些没有还手之力的人 名声也不会太好 赵家骑马跟在叶茂的身后 文言低头道 小公爷是在替陛下背黑锅 他们惹恼了陛下 就该知道有今日的下场 这些北州士族 先是主使各地谎暴灾情 再然后公然对那位下手 已经是有谋反之时 有如今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 叶茂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被围在中间的北州士族 开口道 赵兄弟 李师叔说 你是个信得过的聪明人 李师叔信得过你 我也就信得过你 现在该死人也死人了 剩下的我不想再杀 赵兄弟 能否让他们投降 赵家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缓缓说道 他们投降也未必能活 那也不能死在我的手里了 叶茂低眉道 把他们带到京城 让京城的那些官老爷们去杀罢 赵家苦笑道 如果投降也是死 他们为什么不死在这里 叶茂回头看了赵家一眼 最终咬牙开口 你去跟他们说 就说 我可以做主 如果他们投降 最起码 我可以给他们 每家留下一个根 赵家抬头看了叶茂一眼 小公爷这话可想好了 赶尽杀绝 就是要斩草除根 当今的陛下 如果要大规模地动手杀人 那就不可能给自己留下一窝仇人 叶茂拍了拍胸脯 闷声道 我做主了 赵家叹了口气 低头道 在下这就去准备 请小公爷派点人护在我身边 以免那些人苟急跳墙 这是自然 时间进入深夜 进军几轮进攻之后 突然停下了攻势 让这些北周士族的残部 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他们用了两个时辰的时间 勉强清点了一下伤亡 整理了队伍 然后几个世家的幸存的大人物们 开始聚在一起 商量对策 其中 红龙阳士的杨国 因为躲在马车里 侥幸逃过一劫 只是右臂擦伤 这一次也赫然在会 咱们 都被李师道哄了 这位红龙阳士的家主 一脸英智 怒声道 老夫刚才仔细问了一下 李家的情况 赵俊李士在北边 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 嫡系都被李师道 早早地带到了南疆去 他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却不跟我们通气 是为什么 柏林催事的家主 重见重伤 没有能来 来的是家主的胞弟催灵 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他坐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也是满脸婴狠 这一次前因后果 都是赵俊李士在穿针引线 是他们串通李慎 狠狠耍了我们一通 一群人此时如梦初醒 终于把前因后果想明白了 平当侯府 根本不需要他们 北周士族没落了三十年了 如今他们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 被朝廷禁军的一个折冲府 轻而易举的就击溃了 所以李慎 要他们没有用 他们最大的作用 就是死在这里 就在几个人咬牙切齿的时候 一个身上带血的人 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然后用古里行李道 几位书呗 外面有个年轻人要见你们 谁 杨国目光伶俐 这个来报信的年轻人低头道 那个人说 说他是朝廷的人 杨国神色一变 他跟崔玲等人对视了一眼 最终色声道 待请他进来 形势比人强 不得不见啊 一炷香之后 一个一身青色绵衣的年轻人 低头钻进了这个 有些低矮的临时帐篷 他抬起头 左右环视了一眼 然后悠悠地叹了口气 诸位 我是来受详的 赵家的话很直接 也很伤人 他甚至没有说 他的下一句话更伤人 我家将军不想再杀人了 杨国脸色难看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对赵家拱手道 这位上使 我们这几家人 可都是大进的顺民 朝廷为何无缘无故 直接对我们下杀手 赵家面色平静 你们先是逐使谎报灾情 那位前来查办此事 你们不知悔改 还敢动手杀伤那位 每一件事 都是要一三足的大罪 你还敢说 自己没有罪过 杨国和崔玲等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咬了咬牙 一口同声地开口 那都是李家的人做的 我们都是被李家的逆贼裹挟 这些话 你们可以留着去京城里说 赵家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一句话 投降还是等死 一个范阳卢氏的长辈 犹豫了一下 抬头看向赵家 请问上使 投降之后 我等有活路吗 我不知道 赵家很干脆地摇了摇头 这要等进了京城之后 看陛下如何决断 说着 赵家看了一下这个人 开口问道 你是哪一家的 范阳卢氏的 赵家脸上露出同情的表情 别人家我不知道 不过 你们家多半是活不成了 当初写那篇 习文骂皇帝的 就是范阳卢氏的 卢正阳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弱者没有说话的权利 在双方势力悬殊的情况下 若是一方 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因为对方 随时可以毁灭你 现在的这些北周氏族 就是这样 他们身上背负的罪名 又落到了官军手里 这个时候 赵家过来劝降 并不是侮辱 而是真正的仁慈 在场众人 除了那个范阳卢氏的画室人 面色灰败以外 其他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红农阳氏的家主杨国 沉默了许久之后 抬头看向赵家 上时 如果投降也是死 我们不可能不如拼一线生机 所谓的一线生机 就是分散逃窜 这里还剩下一万多个人 只要四散而逃 总会有一成左右的信任 活下来 成为幸存者 如果静静没有活路 他们也只能这么做 赵家面色淡然 他把手揣进了袖子里 环顾了一下这个帐篷里 蓬头垢面的这些人 本来这件事 跟我本人是没有关系的 你们投降或者不投降 功劳也落不到我的头上 但是看你们还算客气 我给你们指一条活路 杨国恭敬低头 上时请说 现在自负尽精 赵家面色平静 南疆那边 是想让你们死在这里 成为陛下的污点 当然了 不管你们有没有死在这里 他们都会拿这件事 来造谣抹黑陛下 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你们本来是无论如何 也活不成的 赵家低眉道 但是如果你们能替朝廷冲作喉舌 把陛下抹掉这个污点 虽然不至于能继续 做作威作福的士族 但是保住性命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这就是舆论战 这些北周士族 世代著书力说 如今虽然没落了 但是在学术界 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比如说 那个赵俊李氏的家主李氏道 就是天下有名的大儒名氏 南疆也要用李氏道的名声 宣传天子诗德的事情 但是鸿蒙阳氏 柏林崔氏 甚至是邢阳正氏里头 他们也会炒出几个名人出来 所以 这些人手里 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赵家的意思是 他们只能替朝廷 充当御用文人 来苟权性命了 杨国低下了头 上使 请允许我们商议商议 赵家呵呵一笑 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朝着帐篷外面走去 明天天亮之前 如果各位没有答复 那么便谁也怪不得了 说着 这个年轻人学着理性手 揣袖子的模样 迈步走出了帐篷 此时 月上中天了 走在外面 感受着越来越彻骨的寒意 赵家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看向了京城的方向 心里暗暗盘算 貌似 赶不上侯爷的婚事了 京城 时间进了腊月 也就是泰康元年的 最后一个月了 这天是腊月初九 距离先帝的 忌日还有一天 朝廷上下 正在准备对先帝的祭祀活动 天空中阴云密布 不时飘下几滴气冷的雨水 夹杂着些许雪花 天气越来越冷了 一辆紫色的马车 从永安门 缓缓驶进了皇城 马车里点着火炉 倒没有特别冷 火炉的两边 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那个女子拉着年轻男子的衣袖 娇声说道 等会从宫里出去 你去我那里 咱们继续煮火锅吃 是金安侯和清河长公主 李信正在伸手烤火 文言有些无奈地说道 能挣长时间出宫 我就去你那里 这段时间 李信一直待在京城里 除了和叶老头联络感情之外 其余的大量时间 都待在清河公主府里 但是一到圣旨 把李信召进了宫 李信进宫 九公主也不愿意在家里待着 就跟着李信的马车一起进宫 准备去太后娘娘那里看一看 九公主微微皱眉 这会儿才是中午呢 皇兄她有什么事情 能跟你讨论这么久 李信笑了笑 我是说万一 等一下如果出不了宫 我让人给你递信 她心里很清楚 在这个节点上 太康天子下指召她 那就肯定是出事了 本来李信的马车 是不能进永安门的 但是有了公主在车上 他们两个顺利进入永安门 马车在内城的城门口停了下来 两个人携手下车 然后在内城城门口分开 一个去太后的坤德宫 一个去太康天子的魏阳宫 一炷香之后 李信在内官的带领下 在魏阳宫的暖殿里 见到了太康天子 这一段时间 李信都没有怎么处理国事 也就没有怎么进宫 算算时间 他们两个人 已经十来天没见面了 暖殿里温暖如春 李信一走进来 浑身上下的寒冷 就都被驱散了 见李信走了进来 坐在火炉 不远处的天子 对着他招了招手 长安 快过来 李信垂手走了过去 行礼之后 在天子的对面坐了下来 他们两个人在私下里 并没有太多礼仪规矩 不是李信不知道分寸 是两个从前把酒言欢的朋友 如果突然很有分寸 身份了许多 反倒会引起天子的戒心 因为这是不正常的 坐下来之后 天子把两封奏书 放在李信手边 叹了一口气 这一份是昨天夜里送来的 一份是今天早上送来的 长安你都看一看 李信攻警点头 然后伸手展开这两道奏章 第一道是叶茂写的 嗯 看得出来是赵家的笔记 内容很简单 渭水河畔 禁军奉命把北州士族 全部阻拦了下来 双方发生冲突 北州士族伤亡万余人 禁军只伤了几十个 死了不到十个人 随后北州士族全体投降 只要范阳卢氏的族人逃掉了一些 现在叶茂正压着近万钦犯 在回京的路上 见李信看完了这封奏书之后 天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长安你看 叶家的人也不敢杀人 他一口气压接近一万个人回来 京城的京兆府大牢 和刑部大牢家在一起 也装不满 叶茂把他们带到京城里来 朕也还是要杀了他们 否则连得安置的地方也没有 李信低头道 陛下 叶茂不是不敢杀人的怯懦之人 他之所以这么做 应该是有自己的理由 具体等他回京之后 陛下问一问就知道了 至于这些俘虏 李信微笑道 陛下不是有黄庄吗 陈家里也有十几倾的确认 如果陛下不给他们定死刑 让他们劳动改造去救世了 京城这么大 安置他们的地方总是有的 每一个贵族都是有自己的私产的 作为最大的贵族 皇帝也不例外 姬家在京城附近 有五六处黄庄 占地极大 是天子家里的私产 太康天子还是第一次听到 劳动改造这个概念 他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指着另外一道奏书说道 长安你看第二份 李信一眼展开第二份 只扫了一眼 静安侯爷的脸色就为之一变 南疆平南疆郡府打出旗号 当今天子忤逆 先帝一诏 公辩夺位 杀父师兄 迫害骨肉 乃是大径窜逆 并广发席文 要征集天下英雄 一起征讨窜逆 还大径一个朗朗乾坤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闭上眼睛 看来是李慎到了南疆了 前一道奏书 只是写了叶茂的举动 总体来说 虽然跟之前预计的有些出入 但是并不出乎李信的意料之外 北周士族经此一战 将会彻底没落 但是第二道奏书 就是说明 李慎是实实在在地举其造反了 他已经打起了废太子的名义 开始正式跟朝廷打擂台 这跟宣战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李信看了一会儿之后 放下手里的奏书 开口道 陛下 平南军出属了 不太清楚 太康天子面色凝重 笛声道 最起码这封奏书往京城送的时候 平南军还没有动作 之后的事情 还要等情报陆续送过来 朕才能知晓 李信低头盘算了一下 然后开口说道 陛下 臣以为平南军不会轻易出属 咱们暂时不用惊慌 就算他们出属 朝廷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 咱们且静等几天 等后续南疆的消息传过来 再做抉择 天子脸上露出微笑 朕的意思是 先派两个 折冲府到蜀军边境上看着 这样一来 咱们就算是战尽先机了 不管他们出不出蜀军 这两个折冲府 都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力量 他们出属 这两个折冲府 可以拖住他们 如果他们不出来 也可以盯住他们 李信想了想 随即点头到 陛下英明 其实太康天子这个想法 是很危险的 因为两个折冲府人太少了 又太多了 如果被南疆探查清楚 他们的家门口 有两个折冲府 李慎说不定会发狠出来 一口气吃掉这两个折冲府 这样一来助长士气 二来也可以告诉天下人 南疆的厉害 不过这种关口 李信不愿意去打 这位少年天子的脸面 于是就干脆 顺着他的话接了下来 那长安以为 派谁去何事 李信眨了眨眼睛 低声道 不管是谁 陈以为 不应该再从禁军右营出人了 侯将军掌握禁军左营 时间比陈长一些 陈以为这两个折冲府 应该从禁军左营里出 至于派谁过去 陛下前刚独断 陈不敢智慧 虽然禁军右营 只是李信赞代 但是他天生就有种 护独子的性格 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手下人去犯险 像去截杀北周 士族这种活 去一百次杀一百次 李信自然愿意出人 但是有危险的活 那就静泻不明了 天子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样 正在观望两天 就让侯敬德从他手底下 掉两个折冲府 去西南 李信起身 微微低头道 陛下既然调了叶大将军 主战西南 这种事情 最好还是照他商量商量 如果只跟陈说了 就施行下去 叶大将军知道了 说不定心里会有芥蒂 李信能看出来有危险 叶明自然也可以 如果叶明能劝得动天子 那李信就没必要 去当这个恶人了 是这个道理 天子点头道 回头阵就照叶少宝 进攻商量商量 李信低头道 臣还有一件事 说 金安侯低头道 陛下 如今是李慎在南疆 兴风作浪 但是京城里李慎的葬礼 都已经办完了 陛下可以发一道 诏书招告天下 就说平南侯李慎 已死在京城 南疆的那个是假的 让南疆的平南军 不要上了假李慎的当 主动投降朝廷 天子苦笑道 怕是没有什么作用 李信呵呵一笑 多少是有点用的 而且这道诏书 不仅是下给平南军看的 更是给天下人看的 有了这道诏书 李慎在蜀郡之外 就不会有太多助力了 天子皱眉思索了一番 随即点头道 是这个道理 正让尚书台立刻起草一份 他说完这句话 又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语气低沉 长啊 熬过这个关口 咱们的位置 就算是做完了 这句话 意思是告诉李信 李信跟他的利益一体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天命在陛下 天子缓缓摇头 天命是什么 李信沉声道 势均力敌 拳头大的便是天命 不管李慎如何折腾 陛下的拳头 终究是比他大的 从宫里出来 已经是午后了 李信坐在自己的马车里 掀开车帘左右看了看 明天就是承得天子的忌日 此时城里还有不少人家 为了怀念那位逝去的圣天子 在家里挂上了白帆 可观上来说 那位沉睡帝灵的承得天子 的确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皇帝 大经这十几年 日子越来越好过 一多半都是因为他 甚至就连拥兵自重的平南侯府 原本也没有反抗朝廷 反抗承得天子的想法 李慎原本只是想维持现状 之所以一步步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很大程度上 是承得天子自己在推动 好皇帝自然是有人怀念的 如今京城里的老百姓 还有不少在家里给先帝烧香 为时左右 李信回到静安侯府 一个侍女跑了过来 对着李信低下头说了一句 李信点了点头 开口道 让他去我的书房等着 是 这个侍女退了下去 李信喜树了一番 吞下了朝服 换了一身普通的衣裳 迈步走进后院的书房 书房里 一身厚重棉衣的木婴 已经等了李信小半天了 他是一个多月前 被李信派出京城的 算算时间 其实比李慎回南疆的时间 还要早一点 不过这个季节 在路上起码赶路十分辛苦 这个黑脸汉子的脸上 被风霜吹出了几道裂口 嘴唇也开裂 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好几岁 侯爷 他站了起来 宫颈低头 李信拍了拍他的肩膀 缓缓说道 辛苦木兄了 侯爷客气了 木婴坐了下来 笑着说道 卑职是回家探亲去了 辛苦什么 李信亲手给他倒了杯茶 然后搬了把凳子 坐在了他的对面 开口问道 蜀郡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卑职往回赶之前 锦城那边刚发表了征讨 陛下的席文 本来 木婴称呼大晋的天子 都是叫姬家皇帝 但是在京城坐了几年官之后 他渐渐地也口称陛下了 李信微微皱眉 朝廷还没有下诏征讨南疆 南疆倒先动手了 李慎难道真的有把握 应付朝廷数十万兵吗 木婴摇头道 锦城那边声势很大 但是卑职并没有看到 有一个平南军出城 卑职在牧家待了几天 还听说李慎曾经派人来 找过大殿下 让大殿下借人给他 他口里的大殿下 就是南疏移民的大殿下李信 李信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若有所思 接下来一整个下午 木婴都在李信的书房里没有出来 李信把木婴在南疆看到的局势 详详细细地问了一遍 然后闭上眼睛 在脑海里 把南疆的局势梳理了一遍 他睁开眼睛 看着木婴 木书是什么意思 木婴低眉道 现在木家的年轻人 有不少都进了京 在京城也都有了生计 我爹的意思很简单 只要侯爷一句话 南疆的木家 木婴愿意为侯爷做任何事情 他对李信深深低头 我爹他说 想要京城的木家有个活路 木书怕我过河拆桥 李信哑然失笑 然后严肃起来 沉声道 静安侯府在 木家人便不可能出事情 木婴叹了口气 我爹跟侯爷只见过两面 就把木家的生死 都交托给了侯爷 他自然是信得过侯爷的 只是他老人家怕侯爷自身难保 说着 木婴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信一眼 压低了声音 他怕 侯爷您被过河拆桥了 李信沉默了 过了片刻之后 他才对着木婴低声道 木兄放心 李信不是鲁职之人 除了谋士 也会谋身 静安侯府不会倒 木家也不会倒 木婴微笑道 那卑职就放心了 依靠着侯爷这棵大树 木家就能在京城里开枝散叶了 李信拉着他的袖子 笑着说道 木兄一路辛苦 咱们兄弟 两个人去喝一顿 就当是兄弟给你接风 木婴也是好酒之人 他自己有事没事 也会整两口 文言微笑道 侯爷相邀 敢不从命 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书房 在偏厅里弄了个小桌子 又在旁边摆了一个小火炉 火炉上温了一问酒 正在咕嘟嘟地冒着热气 这会儿已经是深冬 再没有比喝热酒舒服的事情了 两个人一边说话 一边喝酒 没过多久 就都已经面汗而热 李信给木婴倒了一杯 吐出一口白气 木兄回来的巧 再过十来天 我就要成婚了 本来还担心木兄 你赶不回来 木婴端起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大着舌头说道 在路上跑死了三匹马 就为了能赶上侯爷的婚事 这会儿冬天 走在野外都有些受不了 更何况是骑马在官道奔驰了 可见木婴这一路上 的确受了不少苦 李信愣了愣 然后缓缓吐了一口气 伸手拍了拍木婴的后背 好兄弟 木婴弯着腰 给李信倒了杯酒 哈哈一笑 主要是为了拍侯爷的马屁 所以才这么卖力 此时 窗外寒风吹拂 虽然没有下雪 但是不比成德 十七年的冬天暖和多少 但是房间里的两个人 公愁交错 都笑得很是开心 次日 太康元年的腊月初十 去年的今天 圣天子龙玉归天 举国悲痛 如今到了先帝忌日 当今的天子 先是带着文武百官 前去宗庙朝拜 然后又亲自去地灵夜灵 从地灵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这一整天 李信都跟在太康天子身后 寸步不离 在回京的路上 李信被请上了天子的马车 马车里 几个火炉 把这个不大的空间 弄得很是温暖 李信蹲在火炉旁边烤火 他是很怕冷的 确切地说 从承得十七年的那个血液之后 李信就变得非常怕冷 一到冬天 他就要待在火炉边上 就算是出门 也要穿得厚厚的 太康天子 也学着李信的模样 把手放在火炉上烘烤 他低声道 长安 朕方才拜夜地灵的时候 已经跟父皇禀明了 你跟小九的婚事 等回到宫里 朕就下旨让你们两个成婚 因为现在还在扶桑期间 所以成婚是要经过先帝允许的 当然了 这个时候 先帝已经不能说话了 所以 这只是走个形式 反正无论什么事 先帝都会默认的 李信点头道 多谢陛下 因为是祭祀父亲 太康天子刚才还掉过眼泪 这会儿不太笑得出来 他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轻声道 从明天开始 好生准备准备 不过时间太赶了 你那个侯府里 又没有多少人 估计是忙不过来的 正会让礼部的人去帮一帮你 尽量让小九 风风光光地嫁过去 陛下费心了 李信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叹了口气 其实这个当口 臣不应该纠缠于 这些小儿女之事 如果不是成婚 陛下要派去西南的 两个折冲府 臣就是最好的统领人选 叶明作为主将 是要坐镇中军的 不太可能去当这个前锋 因此 如果李信不用结婚 他的确是最佳人选 天子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 正与叶绍宝谈过了 他说 如果派两个折冲府过去 很可能会被平南军 探清楚虚实之后 吃掉 因此 这个法子便罢了 说到这里 天子低没到 一旦跟西南动兵 就是个持久的仗要打 但是不管这场仗要打多久 第一仗必须是要赢的 否则就会大伤士气 这句话 应该是叶明跟他说的 这场仗 本质上其实是夺敌之争的延续 战争的双方都有合法的继承权 因此 也就没有谁是汉 谁是贼的说法 所以这第一场仗必须要赢 如果输了 地方上可能就会有很多势力 倒向蜀郡那一边 李信点了点头 叶大将军老成谋国 臣没有想到这一点 咱们还年轻吗 天子脸上 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等再过十几年 长安不会逊色于他们任何一个人 君臣两个 在马车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但是却没有了当年 在魏王府的那种热闹 李信心里很清楚 这个时候根本不是成婚的时候 是这位泰康天子 强行要她跟九公主结婚 为的就是给她的脖子上 多加一道枷锁 以李信重情义的性格 这道枷锁的分量将会很重很重 不过好在李信本人 并不抵触这场婚事 毕竟九公主她也很喜欢 所以这场婚事 她也就硬下来了 虽然这种被人逼着成婚的情况 有些不太好受 马车缓缓驶进京城 李信并没有跟着皇帝一起回宫 而是在永乐方下车 上了自己的马车之后 去了一趟清和公主府 按照皇帝的意思 明天赐婚的圣旨就要下来 到时候 她跟九公主在婚前 就没有办法见面了 趁着今天还有大半天的时间 李信得去公主府 陪一陪九公主 这年的冬天也很冷 虽然还没有下雪 但是天空中阴云密布 似乎随时都会有一场大雪飘落 一如当今天下的局势 大战一触即发 太康元年的腊月十一 天子正式下诏 给金安侯李长安 与清和长公主赐婚 由头是先帝临终前 想看着九公主出嫁 因此 在先帝继日 这天下诏 即告先帝在天之灵 虽然有些牵强 但是这个说法 总算是勉强说得通 于是下诏后的第二天 整个京城里开始忙碌起来 筹办这场婚事 静安侯府里所有的下人 都忙成了一团 采买东西 布置地方 然后还要准备婚书之类的东西 陈十六的媳妇小慧 作为静安侯府的理事人 忙得两脚不着地 就连陈十六的母亲 还有妹妹初七 都被喊进了静安侯府 在府上帮忙 这样也还是人手不够 小慧又从别处临时叫了些人 帮忙布置静安侯府 而作为主人公的李信 接了圣旨之后 就离开了静安侯府 布置去向 仿佛这里的忙碌跟他无关 当天下午 金陵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雪 到了傍晚的时候 学以迎耻 李信没有在静安侯府里帮忙 事实上 他对于那些琐碎的礼节 半点也不懂 在这个漫天大雪的晚上 他正在陈国公府 跟老国公夜圣隔桌对坐 桌子旁边煮着一吻酒 李信把冒着热气的烈酒 给叶老头倒了一杯 然后嘴里吐了口白气 给自己也倒了半杯 他并不太喜欢喝酒 但是在这种血液里 一杯烈酒还是很暖身子的 寒风血液 能在屋里煮酒 无疑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 叶老头眯着眼睛喝了一口酒 然后张口问道 你家那边人手够吗 差不多吧 李信放下酒杯吐了口气 应该勉强忙得过来 不过婚礼的那天 还要夜市派点可靠的人手 去帮忙才成 这个自然 叶圣仰头把剩下的半杯热酒 一口喝干净 然后又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把酒杯端在自己手里 然后抬头看向李信 叶帽在回来的路上了 李信也给自己倒了杯酒 微笑道 这个弟子知道 听说他没有杀干净那些北州士族 而是把他们大多带回来了 叶圣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就是因为这个 陛下心里怒气没有出干净 恐怕会有些不喜 不会的 李信笑着说道 陛下对北州士族 虽然很是恼怒 但是怒气这种东西 冷静下来 就自然而然地会消散大半 叶帽把人杀了一半 已经足够抵消陛下心里的怒气了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呵呵笑道 只是那个范阳卢氏 怕是跑不掉这一道 叶圣吃了几口菜 门声道 本来没必要这么麻烦的 杀了一半人 跟全杀了没有什么区别 叶帽已经动了手 难道他还指望那些 鼻孔长在脑袋上的北州士族 以后对他感恩戴德不成 李信低着头喝了口酒 然后缓缓地说道 这一点 弟子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想明白 不过叶帽身边还有一个赵家 他们这么做 必然有他们的理由 一切等他们进京 便都真相大白了 叶国公默然无语 最后叹了口气 罢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用不到我这个老头子 操心这么多 你小子今天放下自己侯府的事情不管 跑过来找老夫 不会跟跑过来陪老夫喝酒吧 是有一件事 要请教叶师 李信又弯腰给叶圣到了杯酒 然后坐了下来 缓缓开口 叶师 如果平南军出属 想要打进金陵城 有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叶圣坚定摇头 莫说是没怎么打过大阵仗的李慎 就是他老子李之杰还活着 也不可能用平南军打到京城里来 但是他们已经竖齐了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大概在半个月前 李慎已经正式打出废太子的名号 要讨伐朝廷 还不等叶圣回答 李信突然心里一动 这位金安侯 闭上眼睛思索了一番 随即喃喃自语 我想明白了 这两天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在李信的脑海里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李慎要如此举动 但是跟叶圣讨论了一下之后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豁然开朗 叶老头拎着酒壶 面色平静 你想到什么了 李慎竖旗而不出兵 并不是想对朝廷下手 而是要逼着朝廷主动对他们下手 把朝廷的军队 逼着进了号称十万大山的蜀郡地界 平南军才有胜算 这个用意 从上帝视角来看 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身在局中 只能窥见一余之地 那就很难想得明白 李慎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想通 很大程度上 是要得益于慕英递回来的情报 但是想明白了 没有用 因为这是个阳谋 只要那边废太子的旗号竖起来 朝廷这边就不得不用最快的速度 打掉这股势力 如果朝廷做不到 那么朝廷的威信 就会以最大的速度衰减 叶圣琢磨了一下 也琢磨出了其中的味道 然后这个头发花白的叶老头 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 李慎这个人 着实了不起 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废太子 被他用到了极处 李慎这个时候 已经镇定了下来 他低眉道 李慎能用这种舆论作为手段 我们自然也可以 况且弟子在南疆那边还埋了线 不至于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李慎手里的线 就是木家还有那些南蜀移民 南蜀移民这些年 最仇视的就是大晋的姬家 现在平南侯李慎 不仅没有帮着他们复国 还要去帮助姬家的太子 这些移民自然不会愿意 就算那位大殿下李慎原因 南蜀移民心里 多少都会产生一些不满 这就是李慎目前 能够看到的南蜀的破绽 叶老头拉着李慎坐了下来 笑着说道 好了 这些事情暂时是不该你去想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你要好好把公主迎娶过门 至于南疆的事情 最少也是过完年的事情了 李慎眨了眨眼睛 看向这个老头 叶师猜一猜 叶师兄能否陪您过这个年 叶盛美好气地看了李慎一眼 哪壶不开提哪壶 婚期是定在了腊月二十七 也就是说 准备的时间只有半个月 这个时间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都显得有些仓促 更不要说是帝王家嫁女儿了 然而这一切在天子的意志下 都不是什么问题 离部衙门派人 只用了五六天的时间 就帮着静安侯府 把东西准备了七七八八 到了腊月二十的时候 静安侯府这边就已经差不多了 然而这一天 非同寻常 因为叶茂回来了 这位成国公府的小公爷 一路上紧赶慢赶 终于赶在过年之前 回到了京城 当然 随行的还有一万多北州士族 这些士族老爷们 这一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大雪和寒冷 到了京城的时候 这些士族们 已经死了一两百个人 叶茂在京城外面扎营 吩咐折冲府的人看着他们 他本人带着几个将领 敬惊面胜 因为是凯旋归来 还是有很多人 在城门口迎接叶茂的 这其中包括叶茂的老爹叶明 还有闲来无事的静安侯李信 两个人带着几十个亲卫家将 在城门口等待着叶茂的到来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 叶茂还有这只折冲府的 折冲都尉贺松 以及狗头军师赵家 出现在叶茂和李信的视野里 这三个人靠近之后 纷纷下马 叶茂直接跪在了地上 对着叶茂叩头 父亲 其他两个人都对着叶茂行礼 语气恭敬 大爷 然后他们又转身看向李信 已经五十多岁的贺松 对着李信弯身抱拳 李将军 脸上长了不少 胡子的赵家 也对着李信弯身行礼 侯爷 这个时代的男子 到一定的年纪之后 就会开始叙叙 但是并不是完全不打理 事实上 古人在胡子上面花费的精力 远比后世的人多得多 所以 许久不曾打理胡须的赵家 显得有些邋遢 叶茂伸手把叶茂拉了起来 开口问道 可有伤着 叶茂摇了摇头 父亲 这次儿子 他刚说完这几个字 就被叶茂挥了挥手 示意他 不要再说下去了 你是奉圣旨出京的 有什么事 第一个应该向陛下禀报 你先进宫去面圣 有什么话 等回了家再说 叶茂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而遵命 于是他跟贺松两个人重新上马 朝着皇城方向前进 形容有些邋遢的赵家 则是留了下来 笑呵呵地站在李姓身边 叶茂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白衣的年轻人 低声道 赵兄弟 可否与叶某一起去叶家吃一顿饭 赵家的父亲 是跟在叶圣身边的军师 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跟叶茂跟同辈的 因此 叶茂才会口称兄弟 赵家微微低头 笑着说道 这个自然 走 同去 瞻又安兄的光 我也去陈国公府蹭顿饭吃 陈国公府偏听 一桌子韭菜已经上齐 老公爷叶盛并没有出面 叶茂坐在主位上 李姓坐在左侧 赵家坐在右侧 叶茂给两个人倒上了酒 这位叶大将军倒完酒之后 先是敬了两个人各自一杯 然后对着赵家微微欠身 低头道 赵兄弟 叶某想知道这件事的前后经过 经过很简单 赵家没有什么犹豫 开口道 按照陛下的意思 小公爷领着那只折冲府孤独节 北周士族 有那些内卫带路 咱们很顺利地堵在了那些士族前面 大家实力悬殊 只一个碰面 北周士族就死伤近半 失去了抵抗能力 叶茂皱眉道 你们伤损多少 四五个人吧 赵家笑着说道 都是被不小心踩踏到的 那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叶绍宝沉声道 如果是这个情况 想要杀了他们 轻而易举 小公爷不想杀了 赵家低头道 小公爷说 杀了这些人没有意义 他也不能再背负这笔血腥 干脆送到京城里来 给京城里的官老爷杀 胡帽 叶茂怒声道 那些士族虽然没落 但是他们的家里 多有大儒名士 京城里的文官 许多都是他们的学生 一旦进了京 如何这么容易就杀了 若是陛下心里觉得不舒服 叶茂这一趟 不仅没有功劳 反而可能招货 叶绍宝深呼吸了几口气 脸色很不好看 李信事实地咳嗽了一声 笑着说道 叶师兄不用着急 叶安兄是个聪明人 他既然在场 又没有阻止叶茂 定然是有他的理由 赵家感激地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对叶明低头道 大爷 在下也觉得 这些人不好全杀了 虽然与小公爷想法不同 但是却不谋而合 因此便没有出言阻止 说来听听 大爷有所不知 赵家低声道 这些北州士族 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 给朝廷杀的 确切地说 跟李慎故意放在那里 给朝廷杀的 否则 如果南疆配合一下这些人 他们一早就渡过渭水 不知去向了 南疆的目的是 要往朝廷 往陛下身上泼脏水 这个时候 如果脑子一热 动手杀了人 真弄得天下皆知 到时候 如果压力太大 陛下是不太可能 扛下这个罪孽的 到头来 倒霉的只会是小公爷自己 就到现在这个程度 刚刚好 赵家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现在那些士族 已经醒悟过来 他们是被赵郡理事算计了 到了这个阶段 他们已经不太可能 再倒向南疆 叶大爷莫要望望 这些人里头 也有宝学红儒 如果南疆要泼脏水 这些人倒向陛下 可以轻而易举地 替陛下挡掉这些脏水 而这些脏水 最终也不会落到 小公爷的头上 大爷你说是不是 李信拍了拍手掌 微笑道 精彩 如果我在场 我多半也会这么做 叶少宝仍旧有些 没太想明白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把事情前后理了一遍 然后他缓缓叹了口气 罢了 事已至此 是好是坏 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了 赵家低着头 语气笃定 大爷放心 赵家从小 是在叶家长大的 无论如何 也不会害叶家的小公爷 这件事 如果小公爷因此获罪 赵家愿意抵死 李信站了起来 打了个哈哈 幼安兄说话严重了 陛下的圣旨 本来就是或杀或抓 叶帽不会有事的 说着 李信笑呵呵地 拍了拍赵家的肩膀 幼安兄回来得刚好 正好赶上我的婚事 赵家笑了笑 可不是正好 卑职们可是拼了命赶回来的 就是为了不错过 侯爷的婚事 在陈国公府 做了一会儿之后 赵家大致把事情的过程 前后说了一遍 李信听完之后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缓缓说道 师兄 幼安兄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现在这件事 已经这个模样了 师兄也没必要想太多 具体等叶帽 从宫里回来之后 再做商议 叶明点了点头 开口道 只好如此了 说着话 他看了一眼李信 开口道 有一件事要跟长安说一下 为兄怕是赶不上你的婚事了 李信震了一下 然后开口问道 师兄要带兵出征了 之前李信就猜到过 南疆既然竖旗造反 那么叶明就不一定能够在京城里带到过年 现在倒好 他连李信的婚事都参加不了了 叶明低声道 陛下已经与为兄商量过了 大概三天之后 就让我带着你的禁军幼营出征 你的幼营一共是八个折冲府 这一次 为兄先带去五个 剩下三个等过了年后 由你带着支援前方 李信愣了愣 随即笑着说道 师兄不必顾及小弟 这八个折冲府你一并领去好了 等小弟在京城过了年 就立刻赶到西南去 到时候 小弟单人上路 速度还要快一些 说不定能跟师兄差不多时间到达西南 行军的速度 是不可能太快的 按照此时禁军的素质 想要长途行军 一天三四十里 就差不多是极限了 按照这个速度 他们想要到达西南 最少要两三个月时间 甚至是更久 而李信如果单人上路 骑着马一天可以走两百里 到时候还真有可能追上大部队 叶明摇了摇头 低声道 现在户部的粮草没有筹集齐 还需要在年关后筹粮 到时候 这批粮草就要长安你 送到前线去 这是个很重要的差事 不过长安你这个谨慎的性子 为兄还是放心的 李信皱了皱眉头 先帝成德朝的时候 大静整体上算是富足的 国库充盈 可以说 为后人攒了不少家底 怎么才短短一年的时间 筹集一批打仗的粮草 就这么费劲 要知道 国库里可不都是钱 更多的是囤积的粮食 承德朝的时候 京城附近的四大股仓 都是填满的 李信皱了皱眉头 不过没有多说什么 如此 兄长先行一步 小弟留在京城里 等陛下的旨意 说着 李信就要起身告辞 赵家也站了起来 对叶明抱拳 准备告辞 叶明微微皱眉 然后笑道 赵兄弟的家人 不是就在叶府吗 怎么你也要走 还不等赵家说话 李信就开口笑道 正要跟兄长说这件事 小弟马上就要成婚了 家里的人手不够 很不方便 巧在又安兄以后 一段时间 都要在小弟那边做事 所以 小弟想 能不能把又安兄的家人 暂时接到小弟的侯府去住 这就是华明正大的挖人了 叶明笑了笑 开口道 维兄许久不在京城 这叶家的事 维兄也不管 还是要问一问父亲 李信打了的哈哈 这件事 小弟与叶师商量过了 他也同意派人 去给小弟帮忙 叶明无话可说了 他抬头 淡淡地看了赵家一眼 眼色平静 深深弯腰 回大爷 在下奉老公爷命令 暂时跟在侯爷身边 家人搬过去 也方便一点 既然这样 那就搬过去吧 叶明微微叹了口气 赵家这种人才 每一个都是 难得的财富 他其实是不想放人的 但是一个赵家 无论如何 也比不上李信的分量 李信开口了 赵家也愿意去 也自然不好留人 李信笑眯眯地说道 多谢师兄成全 师兄过几天要走 等明后天 小弟来请师兄喝一顿 叶明爽朗一笑 随时恭候 静安侯府的紫色马车上 李信与赵家面对面坐着 赵又安的后背 已经汗事一片 他虽然是个聪明人 但是聪明人 不代表不会害怕 他毕竟没有经历过 什么大场面 面对叶明这种 边关大将的问话 难免心里害怕 李信坐在他的对面 面色平静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又安兄 从此以后 你就跟我混了 赵家深呼吸了几口气 苦笑一声 老实说 叶家带卑职很好 他说到这里 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李信微笑道 只是叶家没办法 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按照叶老头的意思 赵家这个人 是当做叶茂的智囊培养的 也就是说不出意外的话 赵家这个人 一辈子都要活在叶茂的阴影里 成为叶茂的一部分 他是没有办法拥有观身的 只能是叶家的附庸 而李信不一样 李信不太需要这种影子 他跟赵家只是上下级的关系 而不是主从关系 这是赵家之所以放弃叶家 转头李信的原因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赵家看中了李信的潜力 他觉得李信能给他的 比叶家能给他的要多 赵家沉默不语 过了片刻之后 他才抬起头 看了李信一眼 侯爷 那些北周士族 是被赵郡里士 裹挟着谋反朝廷的 如今那些士族们 都愿意投降朝廷 他们想要一个活路 李信正经的起来 淡淡的说道 这个我说了不算 得陛下说了才算 他们是自己作死 到如今 生死沦落到旁人手里 也是咎由自取 赵家低眉道 侯爷 这些北周士族 应该不会死 因为陛下还要靠 他们声讨南疆的平南军 士族存在近千年了 只要他们不死 哪怕义务所有成了平民 在朝野里 也会有巨大的影响力 侯爷可以尝试性地 接触一下这些人 在这时候 如果侯爷能雪中送炭 这批人将来 就可能为侯爷所用 李信眯着眼睛想了想 随即咧嘴一笑 幼安兄虽然想得很对 但是格局却小了 这个时候 就算他们对我的确有用 也不应该是我去找他们 而是应该他们来求我 保住他们的性命 说着 李信不懈地撇了撇嘴 况且 我还要赶着成婚 没空打理他们 眼见侯爷成亲的日子 越来越近 静安侯府上下 已经挂满了红 相比于府上上上下下忙碌的人来说 李信就显得悠闲很多 他现在不用去进军上班 也不用上朝 每天上午战完全装之后 就四处溜达 偶尔去一趟 叶家陪叶老头下棋 因为挖了叶老头一个人 有点不太地道 所以李信跟着老头下棋的时候 故意输给了他两句 老头子高兴地喜不自胜 差点没拉着李信的手不让走 这天是腊月二十五 距离李信成婚 还有两天时间 一大早 李信跟钟晓晓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就穿了身便衣出了门 陈十六犹豫了一下 放下了手里的活 跟在李信身后一起出了门 他现在胳膊上的伤口 已经差不多愈合了 不过只剩一条胳膊 还是做不了什么活 不如跟在李信身后跑个腿 驾个车 现在是冬天 一般出门都很少有骑马的了 多半都是坐马车 或者是坐轿 李信也不例外 他往马车里装了几件棉衣 然后跟陈十六一起 往城南方向赶去 到了四十左右 李信的马车 在雨林卫大营门口停了下来 李信先跳下马车 抬头看了看这个大营的门口 心里有些唏嘘 如今的雨林卫 地位很是尴尬 一方面 当年跟着魏王殿下闯宫门的那批雨林卫 不少都高升到了别的衙门做了官 甚至在朝堂里 形成了所谓雨林卫仪系 这些雨林卫出身的官员 就对雨林卫十分照顾 因此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但是也正是因为闯宫门 雨林卫有些被天子忌惮 如今的雨林卫 基本不再轮值恭敬 都快成了个闲散衙门了 李信从马车里抱了两套棉符 手里拎了胡酒 走进了雨林卫大营 此时 在雨林卫门口守门的人 大多都是新兵了 很少有人认得李信 但是因为李信随身跟着轻位 所以他们也不敢拦着 只能飞快地跑去通报 没过多久 一身假衣的木鹰 就迎了上来 他身身弯腰 侯爷怎么来了 他从南疆回来之后 就回雨林卫复职了 毕竟如今这个大进的官职 对于木家来说很重要 他这个雨林卫的幼狼将 也算做得尽职尽责了 李信笑着 把他扶了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这次 怎么越来越客气了 木鹰笑呵呵地站职 低眉道 不是侯爷教过卑职 在京城里做官 要讲规矩吗 那是跟外人 咱们是自己人 李信抱着棉符 拎着酒 笑着问道 王师傅在不在 在 怎么不在 木鹰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老头最近脾气 越来越不好了 前几天杯职 去找他喝酒 还被他赶出来了 李信摇了摇头 迈不去了雨林卫东院 这会儿虽然已经不下雪了 但是前几天下的雪 还没有化开 天气仍旧很冷 李信拎着两壶烈酒 走到了王老头的班房门口 轻轻敲门 面无表情的王忠 缓缓打开房门 然后他上下 打亮了李信一眼 眼神动了动 你怎么来了 来请王师傅喝酒啊 李信提了提手里的两壶酒 放在一边 然后又把两套厚袍子 放在桌子上 笑着说道 天气冷了 来给王师傅 送两件后衣裳 王老头一辈子无儿无女 也没有收徒弟 李信算是他唯一的徒弟 当然了 这老头在雨林卫里待了三十年 手底下也待过不少人 逢年过节的时候 也有人来看他 但是平时的时候 毕竟有些孤单 王忠默默地坐了下来 瞥了李信一眼 听说 你小子最近忙得很 怎么有空过来看老夫了 不是来看你的 李信从袖子里 掏出一张通红的勤俭 拍在桌子上 你徒弟要澄清了 静安侯面带微笑 后天办事 您是长辈 叫人通知您不太合适 所以就自己跑过来 跟您说一声 王忠瞥了桌子上的勤俭一眼 最终默然道 你现在发达了 老夫一个老秋八 过去不合适吧 在他看来 李信现在来往的人 都是大富大贵的人 他这个邋遢的老兵去 确实不太合适 李信瞥了这老头一眼 笑骂道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我通知您了 爱去不去 说着 李信就要往外走 走到班房门口的时候 他回头瞥了这老头一眼 夜市到时候也去 你不去就拉倒 说着 李大侯爷副手走出班房 班房门口 慕英在等着李信 见李信出来之后 他上下打亮了一眼李信 笑着说道 王老头怎么说 他会去的 李信双手揣在了袖子里 轻声问道 他现在在哪 慕英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连忙低头道 在右营的一个校尉营里 按照侯爷的意思 他现在还是 一个普通的羽灵狼 李信说的这个少年人 是他从老家带回来的少年灵虎 这个灵虎 是原来的那个李信 唯一的一个朋友 带到京城里来之后 李信就把他安排在了进军里 从一个普通的羽灵狼做起 算算时间 那个时候应该是七月份 现在已经进了腊院 也就是说 他进羽灵位已经小半年了 慕英低头道 杯子领他来见侯爷 不用了 李信转身 从陈十六手里 结果另外两套厚衣服 捧在手里 请目兄带路 我去见他 没过一会儿 李信就出现在了 西院的营房里 脸色冻得红扑扑的灵虎 有些束手无措地 站在李信身前 如果说半年前 他还不知道 李信现在是个什么身份 还可以用一颗平常心 跟李信说话 那么在京城待了半年之后 他已经深刻地知道了 他与李信之间 有一条多么大的鸿沟了 李信拍了拍 他越发壮实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道 怎么了 不认得我了 他用的是正宗的永州方言 林虎心里一暖 咧嘴笑道 当然认得 李信从袖子里 取出另一张勤俭 递在他的手里 然后面带微笑 胡子 我要娶婆娘了 就在后天 到时候你记得来 林虎接过这张勤俭 挠了挠头 哪里的婆娘 好看不 静安侯哈哈一笑 京城本地的婆娘 长得还行 林虎把勤俭收进了怀里 点了点头 好 到时候我一定去 李信又把后衣服 递在他手里 胡子 这里比老家天了 我给你带了两件衣服 你先穿着 林虎犹豫了一下 最终伸手接过了 这两件衣服 笑容灿烂 谢谢信哥 人的地位高低 决定了他的交际圈子 许多人一爬到高处 便忘了自己 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李信从来都不是 一个忘本的人 今天他特意来一趟 雨林卫大营 亲自送两张勤帖 一个是恩师 一个是旧友 老校尉王忠 以前在雨林卫里 对他有恩 而且在北山猎场的时候 如果不是王忠和慕英 李信多半 已经死在了 那批刺客刀下 因此 他肯定是要亲自来送的 至于林虎 则是他从小到大的玩伴 无论如何 也不能把他忘了 李信拉着林虎坐了下来 用地道的家乡话问道 在这里待得可习惯 林虎点头道 别的都还好 就是有些念假 老实说 凭借李信现在的权势 是可以帮着林虎 像李信当初一样的速度 在雨林卫升迁的 但是李信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样二十为人的经历 为高手段不足 只会给林虎招货 所以 小半年时间过去 林虎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雨林郎 他也是个实在人 半年时间一句话没有提到李信 现在整个雨林卫里头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跟李信是发小的关系 李信微笑道 想家是正常的 不过总要在京城里 做出一点样子出来 才好回家 去见林叔不是 你且在雨林卫里安心待着 等明年我给你也找个婆娘 然后风风光光地回永州去 林虎憨厚一笑 好 都听信歌的 李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回头看向林虎 脸色严肃了起来 胡子 我有件事要问你 林虎挠了挠头 你问就是 你想做官吗 林虎低着头 仔细想了很久 最终缓缓点头 我想 如果是从前的那个山里的林虎 并不知道官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可能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冒 但是他已经在京城里待了半年时间 在这种天子脚下 大街上一杆子打过去 能打到五六个官员的地方 见识了繁华世界 林虎自然是想当官的 李信帝没道 你要做官 就要自己去争 否则 就算我给你安排了 你也坐不稳 金安侯爷犹豫了一下 最终缓缓说道 过了年关 我要去上战场 你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我去 跟我去 我可以给你谋个前程 但是战功 要靠你自己去争 有可能会死 林虎愣住了 其实 如果李信要带他 当然不可能 给他安排什么送死的地方 但是这种丑话 是要说在前头的 如果抱着捞军功的念头上战场 可能死得更快 李信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道 不急着回答 你先考虑几天 你就是不上战场 将来我也能给你 安排一个官身 不过位置要小上一点 其中厉害 你自己想清楚 说着 李信站了起来 起身告辞 我要到年后才会走 到时候 你去我家里 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不要给自己压力 人都会怕死 我也怕死 你不想去 凭着咱们俩的交情 让你做一个富家翁 总不是难事 林虎缓缓点头 这是关乎一生命途 走向的抉择 任谁都不可能 痛痛快快地点头 他的确需要时间考虑 李信副手走远了 后天记得不要来晚了 我领你去见你嫂子 哎 李信走出雨林卫大营 慕英跟在他身后 笑呵呵地伸手 侯爷 我的请柬呢 李信回头白了他一眼 自己却 哪那么多破事 说着 李信矮身上了马车 慕英苦笑一声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混太熟了 基本的待遇都没了 太康元年的腊月二十七 距离年三十 只有三天时间的时候 永乐坊里一片通红 李信坐在高头大马上 穿着一身通红 被一群人簇拥着 朝着皇城的方向走去 本来 按照规矩 九公主应该是从清和公主府出嫁 但是因为 她是天子的孢妹 也是太后娘娘唯一的嫡亲女儿 所以安排她从皇宫里出嫁 这样也能够风光一点 给李信牵马的 是一个礼部的官员 三四十岁的样子 是个老学究 一边牵马 一边滋滋不倦地 跟李信说着 进宫迎亲的细节 李信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并不怎么上心 说句难听点的话 今天就是她喝多了没去迎亲 太康天子 也会把妹妹给她送到府上去 去皇宫只是走个过场 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 出于对九公主的尊重 这个过场 该走还是得走的 而且要尽量走得漂亮一点 想到了这里 李信打起了一点精神 勉强听一听 这个理官在说什么 但是听了几句之后 她又没了耐心 开始出神想事情 她在想南疆的事 大将军叶明 五天前已经领着 大半禁军又迎出征了 现在应该已经出城两百里左右 按照这个进度 在明年二月中旬 他们应该就能到达 大禁的西南边境 名号是讨伐叛逆 也就是说 不出意外的话 大概在太康二年的春天 朝廷与南疆 就会有第一次战斗 而那个时候 李信不一定能够赶到南疆去 南疆的局势 关乎李信未来的前程 也关乎到李信未来 在新朝的地位 其中丝丝缕缕 都不得不想清楚才行 李信正在出神 突然被人拉了拉一脚 侯燕 永安门到了 李信这才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之后 翻身下马 皇城里头不能骑马 即便是李信 也没有攻城骑马的特权 目前整个朝廷里 好像也只有夜老头可以 李信下马 朝着永安门走去 身后一顶八台大轿 跟在他身后 永安门 被一群黑衣假释把守 他们举着一面 黑底白纹的白虎旗 是宇林卫 从去岁宫变之后 宇林卫轮值宫进的次数 就越来越少了 今天也不知道 是不是宫里故意安排 负责轮值永安门的 正是宇林卫 此时永安门上 整整一百多个宇林卫 没有一个是普通的宇林卫 最低也是一个对付 大部分都是校尉 或者都尉 都是跟过李信的 他们奋力给李信 推开永安门 恭敬弯身 侯爷大吉 侯爷大吉 他当年在宇林卫里 待手下宽厚 也是他保住了 众多宇林卫的性命 因此 这些人都视他做恩人 李信愣了愣 随即左右看了看 看到那面黑底大旗的时候 心里有些感慨 但是他 还是低头叹了口气 你们这样做 要自毁前程的呀 宇林卫是李信的宇林卫 本来就让天子有些不喜 现在他们这么做 宇林卫怕是更要被排挤 不过盛情难却 李信对着四周 低头抱拳 诸位兄弟 谢了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情分 而且 既然宫里安排了宇林卫轮值 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几个宇林卫的校尉 从城楼上跑了下来 先是围着李信拱手 然后劈手 把几个教夫身上的红绸子 扯了下来 劈在自己身上 七八个人接替教夫的位置 抬起了那顶八台大教 李信咒媚道 你们是禁卫 要在永安门轮值 莫胡闹 这几个校尉 都是咧嘴一笑 侯爷 我等是天界的亲卫 如今天界嫁女儿 我们抬个轿子 不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初因为北山围场的事情 整个宇林卫诱营 1600人 只剩下了400个 后来的宇林卫诱营 也是由这400个人 作为骨架支撑起来的 后来宫变之后 这400个本来就是 底层将官的人 要么到了 其他衙门做官 要么就是高升 做了校尉都尉 现在永安门上的 这100多个人 绝大多数 都是当初那400个人之一 当初北山围场的事情 出了之后 本来整个宇林卫 幼营 都要跟着李基一起死 是李信 舍命保下了他们的命 这些人 对李信格外诚心 李信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罢了 进宫吧 这些人欢呼一声 抢着抬起轿子 簇拥着李信 朝着内城方向赶去 一炷香之后 他们到了内城门口 换了一身红衣服的 内饰间少奸萧正 还有同样穿着 大红衣上的 天幕间太监董成 站在内城门的两边 对着李信鞠躬行礼 侯爷大吉 李信笑呵呵地招了招手 一直跟在李信身后的 陈初七 手里碰着一个盘子 盘子里摆了一叠 红通通的红包 摆在两个公公面前 本来这个活是 该陈十六来做的 但是他没了一条胳膊 觉得自己不太吉利 就让他妹子代劳了 李信对着两个公公还礼 两位公公 给个薄面 开门如何 去接亲 娘家人多少要为难一下的 萧正和董成这两个人 是天界的家奴 勉强也算是娘家人 这个时候 当然是要用红包开路 当然了 这也是这两个太监 唯一敢光明正大 收李信红包的时候了 两个人笑呵呵地 拿了两个最大的红包 然后陈初七 再捧着这个红包盘 一个个太监发了下去 硬生生用红包 砸开了那城门 董成铲笑着对李信低头 侯爷 长公主在太后娘娘的昆德宫呢 您快过去吧 不要误了时辰 李信微笑点头 迈步踏进了内宫 这个时候 宫里并没有多少人 李信结婚 的确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朝中的文武百官 包括李叶这种闭门不出的人 都要来参加他的婚事 但是因为这是李信娶妻 不是上公主 因此 那些客人都要在金安侯府里等着 娘家这边反而要亲近一些 李信被几十个人簇拥着 顺利地来到了昆德宫门口 两个太监送他到昆德宫门口的时候 不敢进去了 在远处停了下来 等李信走进去之后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拆了李信给他们的红包 只看了一眼 他们就连忙收进了袖子里 没有再敢看第二眼 两个人鬼鬼祟祟地对视了一眼 眼神都有些心虚 他在李官的指引下 在昆德宫门口弯身行礼 永州李信来迎娶清和长公主过门 请太后娘娘宽人 行个方便 昆德宫的宫门一动不动 李官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低声道 侯爷 您继续喊 不要停 直到喊出来为止 千万不要误了时辰 李信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又喊了一声 昆德宫还是没有动静 过了一会儿 李信准备喊第三声的时候 一个奉官侠配的新娘 奋力推开宫门跑了出来 在她的身后 太后娘娘和一群宫女在后面追着 长公主殿下 按规矩要换三圣 您慢着点 九公主哪里能听进去 她直接跑到了李信面前 气喘吁吁 李信站直了身子 对着她咧嘴一笑 这就是婚前谈恋爱的好处了 要不是她提前把九公主拿下 今天还不知道 要受多少刁难 李信不由分说 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头戴盖头的九公主 脸色红成了一片 就这样 李信成功把她放到了轿子里 在她耳边嘱咐了几句之后 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走了几步 在太后娘娘面前跪了下来 太后娘娘 沉无状了 只是时辰紧急 请太后娘娘谅解 原本是淑妃娘娘的太后 伸手把李信扶了起来 然后叹了一口气 这女生外向 真是拉也拉不住 说着 她又瞥了李信一眼 还有 馅儿 你是不是要改口了 李信愣了愣 随即明白自己的丈母娘在说什么 她恭敬低头 母后 太后娘娘满意地点了点头 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好了 乖孩子 快去吧 不要误了时辰 她喜笑颜开 记得明年给哀家添个外孙 李信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连声凝视 她起身之后 左右看了一眼 然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母 母后 陛下何在 陛下她一早就出宫去了 多半是去你府里去了 你快去吧 这眼见就中午了 莫要误了时辰 是 队伍簇拥着李信 缓缓离开昆德宫 李信扶着轿子 一步一步走向永安门 永安门的城楼上 一百多个雨林位 兴奋地嗷嗷大叫 一直高喊着李信的名字 总的来说 这场婚事的上半截 进行得还算顺利 李信在永安门门口 骑上了自己的马 然后领着队伍 开始在德胜大街上游街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轿子才在 静安侯府的正门口 停了下来 李信翻身下马 缓缓掀开轿子的帘子 然后微微弯下身子 促侠一笑 公主殿下 到咱们家了 九公主隔着盖头 瞪了李信一眼 还不是我家呢 李信弯下身子 低声道 来 卫夫背你进去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九公主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趴在了李信背上 李信轻轻用力 把她背了起来 然后感叹了一句 殿下 你最近可是胖了 静安侯府的正堂 本来主位上 应该坐着男方的父母 但是李信没有父母 所以 只有一个叶圣坐在主位 就连太康天子 因为是女方家人的关系 也能坐在主位上 老校尉中 站在叶圣附近 满脸激动 其他人 像是灵虎 叶茂 穆英 还有雨林卫里的兄弟们 以及跟李信相熟的人 都簇拥在道路两边 起哄 静安侯府地方极大 从侯府门口到正堂很远 李信一路上 被这些人调笑 围堵 无奈之下 只能让陈初七 用红包开路 但是这些人 不像那些工人一样 唯利是图 红包砸不开他们 无奈之下 背着公主的李信苦笑一声 诸位 再拦着时辰 可就要过了 李信开口了 这些人还是要给面子的 雨林卫的右郎将穆英 亲自出面 给李信开路 诸位 让一让 再堵着 就要误了时辰了 这个黑脸的汉子 很是卖力 奋力给李信 亲出了一条路 本来 娶公主也是一件 庄严的事情 一般人不敢拦着 也就是雨林卫的人 跟李信相熟 才会开玩笑 现在被穆英这么一吼 顿时让开了一条路 李信抬头 白了穆英一眼 并没有感激 刚才 就是这次带头起哄 跌跌撞撞背到正堂 李信才把九公主放了下来 这位金安侯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殿下 以后不许多吃了 老实说 九公主其实不是很胖 也就九十斤左右的样子 他个子也不矮 这个身材刚刚好 但是从静安侯府的侯府门口 到正堂七拐八拐 接近一千步的距离 着实把李信累到了 不是他这些年 勤练全装 真有可能撑不住 九公主凝了一下 李信的胳膊 脸色飞红 你讨厌 一对新人 终于出现在了 静安侯府的正堂 在正堂里 所有人都摒弃宁神 没有人再敢大声喧哗 不是因为李信多么有威严 更不是因为 新娘是当朝的公主 而是因为正堂上 做了一个老人家 陈国公叶胜 大惊的战神 老头子今天也穿了一身新衣裳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事实上 他确实很上心 为了今天的事情 老头子早上甚至没有喝酒 要知道 三十多年来 叶胜每天早上二两酒 是没有一天少了的 哪怕去年老头子 一人一枪 去拦中玄通大军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喝酒 李信与九公主 站在了正堂里 由礼部的幼侍郎做礼官 主持这场婚事 先拜天地 再拜高堂 李信没有高堂 只能让叶胜 捧着李信母亲的灵位 坐在主位上 李信与九公主 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 对叶老头行礼 老实说 这个老人家 确实是李信生命中 最大的贵人之一 如果不是他 李信现在绝不可能 会有现在这个地位 现在这个成就 到如今 李信也的的确确 把这个老人家 当成是自己的长辈 下跪三拜之后 叶胜把灵位 放在桌子上 然后亲手 把一对新人扶了起来 他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又看了九公主一眼 面带微笑 成了亲友的家事 你就是大人了 以后做事 要念着家人了 叶老头这句话的意思是 李信以前做事 太过气盛 要他以后收敛一点 李信面色恭敬 谨尊老师教会 不管李信心里怎么想 这个时候 自然是不能出言反驳了 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叶胜又看了九公主一眼 笑着说道 长安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殿下跟了他 以后不会吃亏的 九公主面色飞红 低头道 谢谢 老师 叶胜哈哈大笑 本来 拜完高堂之后 是要直接对拜的 也就是说 叶胜不应该跟夫妻俩说话 但是叶胜想要说话 在场的人谁又敢拦着 直到叶胜回到位置上做好 那个李部的幼侍郎 才敢继续说话 夫妻对拜 当李信与九公主缓缓对拜 这位李部的幼侍郎 说出李承两个字的时候 李信心里百感交集 他上辈子是的单身狗 也就是说 这是他第一次结婚 他也没有经验 但是从这一刻起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 如叶胜所说 他有了一个家事 需要守护的东西更多了 李承之后 自然就是送入洞房 不过九公主能走 李信却不能走 酒席开始之后 他是要留下来陪客的 于是 钟晓晓拉着自己嫂子的手 到了后院去 而李信则留了下来 应付满府的客人 想到这里 李信瞥了一眼 院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人群 心里有些发苦 他不太能喝酒 李毕之后 老夫要回去了 李信愕然道 叶师不留下来 喝一杯喜酒 叶胜缓缓摇头 有叶茂在就行了 老夫不太方便 出现在这么多人面前 这会儿该走了 身为战神 背负了如此重的荣誉 就要承担这份荣誉的重量 叶胜在大静的声望之龙 远胜朝野任何一个人 所以他不得不避讳 不得不身居捡出 说着 叶老头笑了笑 至于这杯喜酒 等你有空了 来老夫府上 老夫给你喝一杯 李信恭敬弯身 语气诚挚 多谢叶师 叶老头摆了摆手 副手走远了 叶胜走了之后 老笑为王忠 出现在李信身后 脸上的表情复杂 对于王忠 李信就要随意很多 他笑呵呵地说道 王师傅 见到叶师了 王忠深呼吸了几口气 身子都在发抖 老子 跟叶帅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说话声音抖得更厉害了 跟叶帅说了三句话 李信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没见过世面 我跟叶老头 说了三百句话也不止了 李信不再理会这个家伙 而是转身 准备去那些 必须要应酬的桌子上 敬酒去了 王师傅 你自己找个地方坐 不要客气 今天喝多了 徒弟送你回去 敞开了喝 说着话 李信走到了第一桌 这一桌上 坐着很多个大人物 有大都督府的左都督基平 有当朝的左仆叶张渠 有仆叶陈芳等等 以及替补还储拜相的 新任门下世中无悦 五位宰相赫然全部在炼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五位宰相 一个大都督 都围着一个年轻人坐着 这个年轻人身穿便服 看起来除了有些不太精神之外 其他就像个普通的年轻人 这是李信的大舅哥 静安侯端了一壶酒 深呼吸了一口气 其他桌不喝都没有关系 这一桌子 肯定是要每个人都喝一杯的 这一桌子上 坐满了大静朝堂上 所有的军政大佬 换句话说 只要是在这个国家里生活 所有的人都绕不过他们 他们是天子之下最高的一层 也就是金字塔尖尖上的 李信先对那个塔尖敬酒 陛下在场的人都知道天子的身份 李信这句话声音也不大 因此并没有惊动太多人 天子坐在鸡瓶和张渠中间 笑呵呵地站了起来 举起酒杯跟李信碰了碰 他站了起来 整个桌子所有人都跟着站了起来 百年好喝 早生贵子 李信仰头一饮而尽 然后再微微低下头 称陛下吉言 李信又对张渠敬酒 浩然恭 张渠举杯 对着李信微笑道 李侯爷新婚大喜 客气了 就这样 这一桌人进了一个遍 李信准备去别桌的时候 天子伸手换住了他 把他拉到了一边 李信跟在天子身后 走到了旁边的屋子里 太康天子面带微笑 长安你跟小九能走到今日 朕十分开心 全赖陛下成全 否则以臣卑鄙之身 也能有幸迎娶天界血脉 什么卑鄙不卑鄙的 天子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你现在的地位 不比皇子皇女差到哪里去 当初那些北州士族 第一代发家的时候 可没有一家能够赶上长安你 你这个静安侯府 将来会成为大静有数的高门望族 这个时代的士族 是讲究血脉的 比如说 叶盛还有李信这种初代发家的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少说要经历四五代人 过了百年之后 才能成为一个被人认可的士家 否则就是一个没有底蕴的爆发户 就像成国公府一样 叶家如今已经是第三代人 还是给那些士族看不起 认为他们是爆发户 但是李信就不一样 他虽然出身低 但是九公主的出身却是够的 他们两个人的后代 就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贵族 不需要再熬上四五代人 这就是泰康天子说的 高门望族 如果顺利的话 二十年后 金安侯府就可以成为京城的高门 李信深深低头 全是陛下照幅 天子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叹了口气 是咱们兄弟互相照幅 当初不是长安 正现在最好的情况 是在姑苏做囚徒 不知道什么时候 便会被人一道圣旨杀了 当初废太子的意思是 把泰康天子封到姑苏 四皇子封到广陵 三皇子封到燕帝 后来泰康天子逆袭夺位 就把三皇子封到了姑苏 四皇子封到了广陵 李信摇头道 是陛下有天子命格 何该遇及天下 臣等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为人臣者 要立功而不居功 这一点 李信还是想得清楚的 毕竟那位被曹老板宰了的许优 就是最好的例子 泰康天子爽朗一笑 长安你在朝堂里 撕混了一段时间 变得越来越圆滑了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以后 朕可以把更重的担子 放到你的肩上 说着 天子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低声道 朕要走了 身为天子 自然是不太可能 在宫外待很久的 事实上 他能够出现在李信的婚礼上 就已经给足了面子 这个时候 他当然应该回去 沉颂陛下 天子点了点头 今天人多眼杂 朕从后门走 车架已经在等着了 李信跟在天子身后 把他送到了后门 后门处 一辆通体悬黑的马车 已经等候了许久 马车周围 是几十个轻衣的牵牛尾 马车左前方 一个身着轻衣的年轻人 持刀卫护 李信低头把天子 送到了车架附近 天子笑呵呵地 拍了拍这个 轻衣年轻人的肩膀 开口道 谢静 今天长安大喜的日子 你还不给他道喜 这位天子的小舅子文言 眼角动了动 然后对李信低头抱拳 祝侯爷百年好合 面对天子的时候 李信是相对拘谨的 但是面对谢静 他就要从容许多了 国舅爷也好 李侯爷笑眯眯的点头 最近京城的天气 越来越冷了 国舅爷是山鹰人 要是经受不住 可以去皇后娘娘那里 要几件衣裳 这是在讽刺谢静 去皇后面前打小报告 谢静毕竟是个年轻人 哪里受得了这个 文言脸色变成了铁青色 狠狠咬牙 天子出来打了个哈哈 笑着说道 好了 今天是大好的日子 莫要闹得不愉快 长安你还要招待客人 这就回了吧 李信笑眯眯的点头道 臣遵旨 然后他又转头看向谢静 国舅爷有空 记得替我给皇后娘娘带声好 说着 李信缓缓回了静安侯府 谢静一口牙齿 几乎咬碎了 他这种世家子弟 最金贵的就是面子 他近京城做官 虽然的确是靠着裙带关系 但是他却不希望别人 拿这个说事 但是这个李信 却丝毫不给他面子 一次又一次 狠狠地当面打脸 这一次 他更是当着陛下的面 谢静脸色很是难看 他回头看向太康天子 低头咬牙道 陛下 静安侯他太过猖狂了 当着您的面者汝尘 分明就是 不把陛下放在眼里 天子这个时候 已经爬上了马车 你看 你又开始告状了 太康天子微微一笑 你说他蛇如你 你想一想 他哪句话折辱你了 谢静皱眉想了想 愣是没想出 李信那几句话 有什么问题 虽然李信的语气阴阳怪气的 但是表面上 都是很正常 甚至是有些关切的话 太康天子对着谢静招了招手 示意他坐上马车 谢静低着头爬了进去 你呀 差里长安太多了 马车缓缓开动 天子坐在里面 一边烤火 一边摇头道 他几句话 就可以让你气昏头脑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 应该做什么 亏你姐姐还说你自小聪明 老成持重 谢静深深低下头 面带愧色 天子继续说道 你的确是靠你姐姐 进京做官的 但是做了官之后 你就不应该再去找他 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朕 你姐姐出面为难他了 又能如何呢 到最后 你还是被他抓到了一个把柄 说到这里 天子哑然失笑 他在朕这里 管你叫告状金 谢静面色羞红 不敢说话 可是先前的事已经过去了 静安侯还是不肯把事情接过去 当着陛下的面 也要折辱臣 天子缓缓闭上眼睛 如果不是在朕面前 他才懒得理你 这就是做给朕看的 李长安的意思是 他与后族不合 谢静愣住了 天子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罢了 跟你说不清楚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送走了皇帝之后 李姓就轻松了不少 毕竟有这个大舅哥在 他浑身上下 总觉得不太自在 皇帝走了 他才能算是静安侯府的主人 接下来一整个下午 李姓都在静安侯府陪客 不过后面的人 就不太可能有第一桌 那么有脸面了 基本都是一桌敬一杯酒 就草草结束 即便如此 到了傍晚的时候 李姓一张脸 也喝得通红 几乎走不动路了 这其中 救赎小公爷夜冒灌酒 灌得最厉害 就像是跟李姓 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不把他灌醉 事不罢休 成婚 真是一件辛苦的事啊 最终 还是灵虎和慕英 看不下去了 扶着李姓逃离酒桌 很是狼狈地到了后院 小公爷夜冒 拎着一壶酒 笑呵呵地追了过来 李氏说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来 再喝几杯 他边走边 大声嘲嚷 四个人前后脚 踏进后院 夜冒最后跟进去 他一进去 就发现原来人事不行的李姓 现在好端端地站了起来 站得稳稳的 就是脸有点红 夜冒有些丧气地 扔下了手里的酒壶 撇嘴道 没意思 居然还装醉 李姓当然没有喝多 事实上 像他这种人 是很少会真正喝醉的 就像老公爷夜圣一样 夜圣一生好酒 几乎无酒不欢 但是事实上 从夜圣三十岁之后 就再也没有完全喝醉过了 他们必须无时无刻保持清醒 因为一旦不能保持清醒 就很可能犯下大错 李姓这会儿正在后院洗脸 文言抬头看了夜冒一眼 对着他招了招手 你过来 夜冒走近的时候 李姓已经用毛巾擦干净的脸 长吐了几口气之后 李姓身上的酒气散了一些 他抬头看向夜冒 压低了生命 那些北周士族 现在怎么样了 北周士族 是在十来天以前 被压进京城的 在之后 李姓忙着成婚 就没有过多探听他们的事情了 这会儿有机会 跟夜冒这个当事人 面对面的沟通 李姓自然要问一问 夜冒文言也正经了起来 微微弯身 实书 那些北周士族 原先是被安置在城外的一个营帐里 后来陛下派人 把他们接了出去 说是要交给三法司异罪 再后来 我就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 说着 夜冒苦笑了一声 现在 贺叔的那个折冲服 也还了回去 我身上没有了差事 就更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了 他说的贺叔 是指那个折冲服的折冲都尉和松 李姓又用毛巾擦了把脸 皱眉思索了一番 最终摇了摇头 既然不在你手里了 那么这件事 你以后就不要过问了 这几天你在家里 好好跟你那几个媳妇亲近亲近 争取多给叶家流点肿 叶茂二十多岁 是早早地娶了媳妇的 不只有媳妇 还有两房妾室 也有一儿两女 叶家 其实是四世同堂的 叶茂皱眉苦笑道 师叔这话是什么意思 过了年 你要跟我一起 去前线去 李姓神色平静 这是叶氏与我 还有你的父亲 一起给你争取过来的机会 别人都可以不去 但是你一定要去 走这一遭回来之后 你下半辈子就吻了 说完这句话 李姓扔下手里的毛巾 副手走了 叶茂愣住了 连忙对着李姓的背影大喊 师叔 你话说清楚啊 我干什么去 李姓头也不回 回去问你爷爷 老子要去入洞房去了 心房里 一片淫泥 九公主怯怯地坐在床边 一旁的侍女翠儿 小心翼翼地站在她的身边 殿下 驸马怎么还不来啊 翠儿是九公主的贴身丫头 公主许配了人家 而她却没有嫁人的话 就要跟公主一起嫁过来 成为通房丫头 如果混得好 以后还有机会成为妾室 九公主深呼吸了一口气 强压下内心的紧张 缓缓说道 这里是静安侯府 不是公主府 咱们是嫁过来的 以后不许叫驸马 要叫侯爷 翠儿低声道 知道了 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 跌跌撞撞的李姓 推开了房门 翠儿连忙上去搀扶住她 脸色飞红着说道 侯爷 你没事吧 理论上来说 她以后也是要赔房的 毕竟也是个少女 所以看到李姓 难免有些害羞 李姓摇了摇头 开口道 没事 喝得有些多了 你先出去吧 翠儿躬身低头 是 去看到外面 有没有听墙根的 都给他们撵走 李姓这句话 只是一句玩笑话 寻常百姓人家 或许会有人听墙根 但是这是静安侯府 这里是公主的婚房 没有哪个人敢做 这种胆大妄为之事 翠儿眼着嘴 笑着说道 好 婢子这就去看 说吧 她轻轻合上房门 翠儿出去之后 原本坐在床边的九公主 隔着红盖头站了起来 上前搀扶住李姓 有些担心地问道 长安 你没事吧 李姓很是自然地 顺势搂住了她的腰枝 笑着说道 没事 骗她们的 乖 坐回床边去 为父要先盖头了 如果是素未谋面的夫妻俩 此时的气氛应该十分尴尬 但是李姓跟九公主 可以算是自由恋爱 因此这个时候相处得很是融洽 九公主红着脸 坐回了床边 李姓走到旁边 在一边的火炉里 丢了两块受炭 然后拿起挑盖头的如意 缓缓走回了床边 这个时候 挑盖头一般是用两种东西 或者是秤杆 或者是如意 意思是 秤心如意 像静安侯府这样的家世 肯定是要用如意的 李姓手里的如意 还是太后娘娘赐下来的 李姓并没有急着揭开盖头 而是轻轻坐在了床边 面带笑容 殿下 我要先盖头了 九公主低着头 颤声道 你接就是 问我做什么 那不行 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规矩 李姓白了他一眼 说明殿下孤陋寡闻 九公主呼吸都有些不顺畅了 她毕竟只是一个17岁的少女 面对人生最大的大事 自然不能像两世为人的李姓 这么洒脱 夫 夫君 李姓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用欲如意 缓缓挑开盖头 盖头下面 露出一张很是轻力的面孔 九公主生得很好看 而且属于那种耐看型 越看越觉得有味道 如果不是这一点 李姓未必愿意走到这一步 她被揭开盖头之后 仿佛没了遮掩一样 恨不能把头埋进被子里 李姓拉着她的手 笑道 这么着急做什么 还有喝金酒 没有喝呢 九公主呆呆地点头 任由李姓 把她拉到桌子旁边 两个人把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 喝金酒喝下了肚 至此 两个人就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冬天天寒 喝完酒之后 两个人都暖和了一些 李姓直接把九公主抱了起来 放在了大床上 长安 我有点害怕 黑漆漆的房间里 传来了九公主颤抖的声音 怕什么 李姓语气轻松 蜡烛还亮着呢 你去吹熄了 无奈之下 李姓只能起身 走到了房间里几根红烛面前 然后 红烛被吹熄了 房间里变成了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了 太康元年的蜡月28 李姓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两年整了 从她形成早起习惯之后 这是她第一次睡懒觉 一直到快中午的时候 两个人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本来 按规矩 两个是要早起给父母进茶的 但是很不巧 静安侯府已经没有长辈 所以他们两个 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睡到大中午 九公主刚起来 翠儿就立刻端了盆热水走了进来 放在她的床边 然后这个丫头笑嘻嘻地看着九公主 眼睛弯成了月牙 殿下 洗漱了 九公主被她笑得浑身不自在 当即有些羞闹 不许笑 翠儿立刻捂住了嘴巴 不敢笑了 一旁的李姓已经穿好了衣裳 过来用热水洗了八脸 然后用柳枝清洁了牙齿 最后回头对 虽然远在永州 但是静安侯府里也有灵魏 平日里每天香火都是不断的 九公主点了点头 在翠儿的帮助下穿好了衣服 然后梳了一个少妇的发迹 款款地站在李姓面前 出为人妇 她比昨天多了一些媚态 李姓领着她 一路走到静安侯府 放置灵魏的祠堂 李姓先点了三炷香 然后两个人在萧清兰的灵魏前跪了下来 恭敬叩头之后 李姓站了起来 对着这个灵魏笑了笑 阿娘 我娶婆娘了 说着李姓拉着九公主的手 声音不是很大 似乎是喃喃自语 是京城里的婆娘呢 长得很好看 您若是泉下有之 便安心吧 李姓微微叹了一口气 声音有些低沉 她来到这个世界 继承了另一个李姓所有的记忆 在那个少年的记忆里 有很多偏激的东西 到如今已经不太真切 唯独关于母亲萧清兰的记忆 真实而又温情 所以李姓心里是认这个母亲的 一旁的九公主 也上去上了三炷香 然后闭上眼睛说道 娘您放心 灵秀以后会照顾好长安的 李姓拉着九公主的手 缓缓闭上眼睛 如果真有来世 希望您下辈子能过得好一些 大富大贵倒也不必 只要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就好 莫要像这辈子一样 太苦了 拜了母亲之后 李姓牵着九公主离开祠堂 这会儿 小夫妻两个人刚刚成婚 正是如交似妻的时候 九公主搂着李姓的胳膊 不愿意松开 两个人走到偏厅 翠儿已经把午饭端了上来 九公主这才暴露吃货本性 松开李姓的手 开始大快朵一 李姓笑眯眯地看了她一眼 微笑道 赶紧吃 吃完了 一起去一趟夜市那里 夜圣算是李姓这边的长辈 所以成婚第二天 还是要像拜父母那样 去拜一拜夜圣的 虽然这样不是非作不可 但是李姓还是很尊敬夜圣的 况且夜老头这尊金闪闪的大佛 拜一拜总不是坏事 九公主点了点头 夫妻两个吃完饭之后 坐上了金安侯府的马车 马车里 小九用两只小手 拉着李姓的一只手 倚靠着李姓低语 咱们成亲了呢 李姓嗡了一声 小九笑嘻嘻地看了李姓一眼 轻声道 你以前说过的 要一辈子给我做吃的 现在跑不掉了 金安侯爷摸了摸她的脑袋 微笑道 好 以后都给你做吃的 此时 九公主还不知道 自己的夫君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离开京城 远赴西南了 不过李姓也不忍提醒她 这种时候 能开心一天 就开心一天吧 这一次登门拜访 李姓没有走后门 而是从正门这儿 巴金的地铁子拜见 没过多久 趁国公府中门大开 用最高的礼仪 来迎接李姓夫妇 可 确切地说 是迎接九公主 因为李姓一个人来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这个待遇 小公爷夜冒 微微低着头走了出来 对着李姓 还有九公主低声道 师叔 师审 她的年龄比李姓和九公主都大 听到这个称呼之后 九公主有些不好意思地 拉着李姓的袖子 李姓顿时会议 笑着说道 小公爷不用这么称呼 把长公主殿下都叫得老了 也实在不在 叶茂低头道 祖父在的 一早就在等师叔 说着 她抬头看了九公主一眼 继续说道 一早就在等师叔和长公主 李姓点了点头 拉着九公主的手微笑道 那就请小公爷带路了 叶茂恭敬地在前面带路 这就是世家子弟的修养 不管叶茂心里有多么不情愿 只要是正规场合 该有的礼数她一点 也不会少 小夫妻两个 在后院见了叶茂 又隆重地 给叶老头下跪磕了个头 老头很是开心 从箱子里 翻出了一串狼王牙磨成的手串 戴在了九公主手腕上 据叶老头说 这是她年轻的时候 亲手猎的狼王 很是珍贵 不过对于李姓 她就没有这么客气 什么东西也没有给 九公主对叶茂连声道谢之后 也知道自己丈夫 要跟叶老头谈事情 就去后院 寻叶家的大孙女说话去了 留下李姓一个人 在叶盛的院子里 值得一提的是 叶家的大孙女 就是即将要嫁入宫里的 那个叶萱 也就是说 她未来会成为 九公主的皇嫂 之一 这中间的辈分 就弄得差了 不过大静不是特别在乎这些 就算有差倍的情况出现 大家也是各论各的 九公主离开之后 李姓坐在叶盛院子里的 凉亭下面 跟叶盛摆了一举旗 老头子最近很痴迷这个 平日里 在家经常拉人一起下 李姓摆好旗子之后 叶老头当仁不让地 进了一个族 然后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准备什么时候走 李姓没有急着走旗 而是伸手给叶盛 还有自己 各倒了一杯热茶 微笑道 最起码 也得过了元宵再走吧 再怎么说 也是新婚 不能让公主受了委屈 叶盛一边动了一颗旗子 一边看了一眼李姓 老夫说句实话 你这几年做的最错的决定 可能就是娶了公主 叶老头声音平静 先帝当初跟老夫提过 让叶茂也娶一个公主 老夫没有点头 驸马这个职业 对于普通人来说 自然是求之不得 毕竟结了婚之后 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不好说 最少一时无忧 四个字是摊上了 更何况白捡一个媳妇 何乐而不为 但是对于李姓这种人来说 驸马这个身份 就会是一个负累 以后边疆没有战士了 朝廷很有可能会借着这个名头 让他娇权 历代驸马 没有一个是长兵的 李姓低头喝了口茶 笑着说道 也是 有些事情不是单纯用 对错可以说的明白的 叶老头白了李姓一眼 你小子该不会是想说 你是因为喜欢 才娶公主的吧 李姓没有说话 叶圣趁着李姓出神的机会 用马吃掉了李姓的泡 然后有些得意洋洋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唯一一个缺点就是你 得失太早了 在你这个年纪 还会被感情拖累 如果是你四十岁 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就会明白 你现在看中的感情 不堪一击 李姓微微一笑 让自己的兵又进了一步 所以说 叶时你老了 弟子还年轻 如叶圣所说 对于现在的李姓来说 驸马的身份 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注意 反而只会给他带来约束 但是李姓并不后悔 迎娶九公主 人生在世 能不吃亏 自然不应该吃亏 但是如果事事 都去精打细算得失厉害 那就是把一个人 活成了一杆秤 没有什么意思 况且 李姓娶公主这件事 中间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而是有承德太康两代天子 在背后推波助澜 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只是李姓顺势而为 师徒俩下了两三局棋 前两局 李姓与叶圣各胜一局 到了第三局的时候 局势处于下风的叶圣 咳嗽了一声 摆了摆手 今天有些累了 这棋便先不下了 老夫有件正式跟你商量 两个人棋里还是有些差距的 在李姓不放水的情况下 棋路变化不多的叶老头 很难下得过他 李姓眨了眨眼睛 笑着说道 有什么事 不妨下完这一局棋吗 叶老头面色严肃 直接伸手把棋盘打乱 语众心长地说道 这种东西玩物丧志 没有什么好下的 正是要紧 李姓看了一眼 已经乱成一团的棋局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句不客气的话 像叶狮这种棋品 在我们村里早就挨打了 叶老头瞪大了眼睛 扬起拳头 谁能打得过老子 这个世界 虽然没有高来高去的大侠 但是百人敌级别的猛男 是这儿八斤存在的 叶老头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个猛将兄 哪怕他现在七十多岁了 也没有几个年轻人 能打得过他 练武出身的老孝伟王中 也不一定是叶老头的对手 就目前李姓认识的人当中 叶老头是这儿八斤的 个人武力天花板了 想到这里 李姓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低头道 叶狮想说什么 叶圣收起拳头 咧嘴笑了笑 叶茂这一次 要跟你一起去西南 李姓点头道 是要跟弟子一起去 这是弟子跟师兄商量好的 也经过陛下点头的 李姓一边说话 一边收拢棋子 低声道 只要这场收复西南的战士能赢 叶家的功劳 也就板上钉钉 到时候 北边有小叶师兄 叶师兄可以入朝 也可以北归 不管怎么样 叶茂在京城的地位 就都稳如泰山了 说到这里 李姓笑了笑 说句心里话 弟子很羡慕叶茂 如果弟子有叶师 还有叶师兄这种家长在 也就可以安安心心安享 太平富贵 没必要费心劳神 叶老头用手敲了敲桌子 语气不屑 个人有个人的命数 老夫和叶明想得再好 也是要看叶茂自己的命数 你与叶茂不一样 你前程比他广大得多 李姓摇了摇头 专心把棋子摆在棋盒里 没有多说什么 叶盛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道 战士一旦兴起 前线就是刀剑无眼 叶明要掌控全局 多半是没有办法 顾及到叶茂的 长啊 这个时候 李姓已经把棋子收好 放在了一边 文言抬头笑道 叶师是要让弟子保护好叶猫 不是保护好他 叶盛叹了口气 老夫想让你 护住他的性命 年轻时候的叶盛 是军中一个普通的丘巴 充其量是一个打仗 不要命 又比较勇猛的丘巴 那个时候的叶盛 只相信自己的拳头 还有手中长枪 最瞧不起的 就是那种 蒙着家族鱼鹰 在军中混日子捞军工的二代们 十一世异 一转眼四五十年时间过去了 他叶盛 要做他当初最看不起的事情了 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不管性子多么生硬的人 做了父母之后 心肠都会软下来 即便在印的人 像叶盛这样 对子女们很是严苛的人 做了祖父 有了孙子孙女之后 也会忍不住有些溺爱 况且 叶盛最得意的儿子叶明 这么多年一直在外 陪着叶老头的 一直就是小公爷叶盛 叶盛平日里 虽然对叶盛很不客气 但是有这么个大孙子在 谁会不心疼 李姓笑了笑 低头道 叶师放心 弟子不死 叶盛就不会死 有你这句话 老夫就放心了 叶盛笑了笑 你这个人惊得跟个猴似的 谁死了你也不会死 李姓摆了老头子一眼 然后抬头看了看天色 他跟九公主 是吃了中午饭来的 在成国公府 已经待了一两个时辰 冬天天又比较短 这会儿 眼瞅着就要天黑了 李姓把齐盒收了起来 然后对着叶盛拱手道 叶师 这边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弟子就回去了 叶盛拉着李姓的手 笑着说道 难得你跟你媳妇都在这里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吃一顿饭 老夫吩咐厨子去弄 李姓摇了摇头 也是 这个时候 弟子不应该留在这里吃饭 更不能带着长公主 就在这里吃饭 眼见就要打仗了 主将就是成国公府的大爷叶明 虽然李姓 早已经跟成国公府不分彼此 但是这种时候 还是不应该表现得太过亲密 以免引起朝野之中的非议 叶盛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沉生道 罢了 你这么说 老夫也不留你了 我送送你们 李姓连连摇头 笑着说道 哪有师父送徒弟的道理 让叶盟送一送就行了 送到了成国公府的正门 李姓先是把九公主送上了马车 然后自己回头 对着叶盛弯身行礼 叶师 弟子告辞了 叶盛上下打亮了李姓一眼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说道 长安 老夫想问你一个问题 李姓微笑道 叶师尽管问弟子知无不言 你做官的目的是什么 金安侯先是愣了愣 然后笑着说道 叶师怎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你太小心翼翼了 叶盛深呼吸了一口气 直视李姓 你心里应该是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目标 所以才会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 生怕自己哪一步走错了 李姓沉默了 过了片刻之后 他才看向叶盛苦笑一声 最初的时候 没有什么目标 只是为了在平南侯府 这座大山的阴影下存活下来 不至于被他们随手一脚踩死 然后被迫到了魏王府做事 因缘巧合之下 到了现在 到了如今 心气就大了一些 想着能不能让平南侯府 为自己做过的事 付出一点代价 叶盛直视李姓 那将来呢 将来 这一次李姓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也看向叶盛 面色平静 将来的话 如果有可能 弟子想像叶师这样 叶老头皱眉道 什么意思 静安侯微微一笑 就是下棋下不营的时候 有能力掀翻棋局 不完了 成亲之后 还是有一大堆事情要做的 而且现在又临近年关 静安侯府如今也是家大业大 很多东西都需要在这个关头采买 所以成亲之后的第二天 李姓也在侯府里帮着忙了一天 第三天早上 就是回门的时候了 九公主换上了一身 很是庄重的衣裳 李姓也换上了静安侯的礼服 夫妻两个人要去皇宫里回门 给太后娘娘磕了头之后 两个人又要去卫阳宫 拜见太康天子 天子见了两个人之后 颇为开心 亲自上前 把夫妻两个人搀扶了起来 拉着他们俩 在卫阳宫的暖殿里坐下 这个暖殿里面 摆了十来个铜炉 炉子里炭火熊熊 把整个暖殿 弄得温暖如春 天子坐在主位 李姓与九公主 陪坐在客座 这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这会儿显得很是平易近人 他对着九公主微笑道 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你跟在朕身边伴做侍女 不知不觉两年时间过去了 你们居然成亲了 说到这里 他微微有些感慨 那时候 咱们谁也没有想到 能有这么一天 九公主也跟着笑 那时候皇兄跟我说 说京城里有个人烤肉很好吃 我才跟着皇兄过去的 后来果然很好吃 记得那个时候 我还让皇兄 你把李姓招到魏王府去做厨子 可惜你没有答应 天子有些无奈地看了自己妹子一眼 那个时候 要是听了你的话 你们一辈子也别想成婚了 一个朝廷的静安侯迎娶公主 并不会显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魏王府的一个厨子迎娶公主 那问题就大了去了 九公主有些不太好意思 那个时候 人家也没有想嫁给她吗 一旁的李姓 正在专心喝着宫里的供茶 并没有参与这一对兄妹的谈话 天子瞥眼看了一眼李姓 然后问道 新婚两三天了 长安觉得如何 很好啊 李姓微笑道 长公主一世一家 聪明贤惠 自然很好 太康皇帝哈哈一笑 长安你这句话 怕是有些言不由衷吧 李姓微笑不语 老实说 九公主的脾气 在公主里头自然是很好的 平日里也不会跟李姓摆架子什么的 两个人也算是正常的夫妻关系 但是一个皇室的公主 年纪又这么小 完全不任性是不可能的 更算不上一世一家这几个字了 九公主有些不满的 看了自己包胸一眼 三个人又聊了一会闲话 九公主也看出来 这两个人还有事情要谈 当即站了起来 对着天子说道 皇兄 母后那边还有事情跟我说 我先去昆德宫了 就让长安在这里陪着你 天子笑着挥了挥手 去吧 多陪陪母后 你嫁了人 以后能进宫的时间就少了 九公主撇嘴道 我就住在永乐坊 想进宫皇兄 还不给我进啊 她说完这句话 就动身离开了暖殿 等她走远之后 天子从主位上起身 坐在了她之前的位置上 也就是李姓的旁边 这位皇帝陛下 也给你自己倒了杯茶 然后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准备什么时候走 李姓面带微笑 这个自然是看陛下的意思 陛下的圣旨写什么时候 陈就什么时候动身出发 天子断然摇头 这个不成 你得自己主动请您去西南 朕万分不舍地放你走 不然小九肯定是要来找朕的麻烦的 李姓咳嗽了一声 陛下如果没有圣旨 陈就留在京城里不走了 如果没有圣旨 李姓就要想方设法 跟九公主解释 自己去西南的原因 这会儿两个人新婚 正是腻在一起的时候 陈姓告诉九公主 她的丈夫成婚没几天 就主动要去上战场吧 天子苦笑道 罢了 这个恶人就由朕来做 长安你准备什么时候出京 跟朕说一声 朕让人拟止 李姓微微低头 总得过了元宵节再出门 陈的意思是 暂定在元月二时 天子点了点头 那就元月二时 两个人说了几句 关于九公主的话题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西南战事上来 太康天子转身 走到了一张桌子旁边 取来的一封信 递在李姓手里 近来西南那边许多言论 肆意诽谤于朕 着实可恶 李姓打开信封看了看 只见信封里面 是几份超好的习文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讨伐伟帝的习文 大多写得文采盎然 同时 把太康天子骂得体无完肤 李姓正在看的时候 天子又从桌子上拿来一张纸 指着其中一句给李姓看 长安你看看 这句不只是在骂朕 连你也连带着一起骂了 李姓瞥眼看过去 只见天子手指的那个地方 赫然写着 伪帝窜朝 黄口如子 窃居高位 小人得势 若贯坚定执掌进军 这的确是在骂李姓 确切地说 是借着李姓的事 攻击皇帝 李姓眼皮子抖了抖 有些无奈 陛下 陈氏受了驰鱼之殃啊 天子随手把这些纸丢在一边 然后笑着说道 整个京城里的官机本 被他们都骂了一遍 你逃不掉也是正常的 不过其他人被骂 或许还有些无辜 你李长安是最应该被骂的 景安侯眨了眨眼睛 笑着说道 为何 天子美好气地说道 因为这些反贼 全都是你的徒子徒孙 他们写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是按照你当年的法子 在西南诸郡宣传 所谓李姓的法子 就是两年前贴大字报 自从李姓贴了之后 这一招就特别吃香 已经有不少人学会了这个套路 开始用这个法子 来做自己的事情 李姓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 陛下 这可怪不得臣 天子微笑道 自然不会怪你 现在那些北州士族 已经愿意弃暗投名 把赵郡李氏的劣迹 统统写下来 同传天下赵郡李氏的罪过 等他们写好了 朕就用黄榜通传天下 李姓心里动了动 前天成婚的时候 他还问过夜冒 那些北州士族去哪了 没想到短短两天时间 那些北州士族 就已经向天子投降了 李姓低声道 陛下准备赦免这些士族 是有这个意思 天子微笑道 不过也得一步一步来 朕已经把他们大部分人 送到了黄庄里做活 没有个十年八年的 未必能出来 这也是李姓的建议 李姓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低声问道 陛下 您准备如何打蜀军 战场上具体怎么打 其实跟皇帝是没什么关系的 李姓问出这句话 也不是要问太康天子前方的战术 该怎么打 而是问天子 朝廷对南疆的态度 换句话说 朝廷在大方向上 应该怎么应对南疆 天子眉头一皱 开口道 长安你的意思是 李姓微微低眉 臣的意思是 西南一旦大乱 朝廷对南疆该是何种态度 天子低头想了想 随即缓缓开口 能不要大规模死人 就不要大规模死人 天子叹了口气 平南侯府三十年经营 南疆的确已经成了气候 如果跟他们应来 就算赢了 最起码进军又赢这十几万人 也很难回得来 这都是朕的子民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如果真要打 朕不会怕他们 但是如果有机会取巧 朕愿意取巧 李姓低声道 何为取巧 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比如说可以从那些南属移民入手 让他们弃暗投名 再比如说从大兄那里入手 只要大兄不在南疆 平南军便不足为据了 可以慢慢耗死他们 其实还是有第三种情况的 那就是平南军投降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平南军投降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旗子已经竖起来了 谁都知道投降没有活路 总体来说 天子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 尽量用最小的代价拿下南疆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毕竟如今的大靖朝廷 想要啃下南疆 硬碰硬的话 一个禁军右营 全部都要搭进去 另外 禁军左营八成也会参战 到时候 京城的防卫就会被打空 啃下来 自己也要崩掉几颗牙 这就是五皇帝和成德皇帝两代天子 都没有对南疆下手的原因之一 理性微微低头 陈生道 如此 陈明白了 除此之外 陈认为还要做另外一件事 天子陈生道 你说 天下言论 必须要掌握在朝廷手里 静安侯迪眉道 据陛下所说 南疆那边在利用言论 替废太子造势 这种势头很是危险 如果天下人都认为 废太子那边是正统 那么 南疆就真正拥有了 威胁朝廷的能力 所以 朝廷一方面要派兵过去 另一方面 也要积极控制言论 比如说 那些北周士族 必须要让他们 站在陛下这一边 替陛下说话 天子笑了笑 这个正是清楚的 红龙阳氏的阳国 还有柏林崔氏的人 已经同意替朕 写讨贼西文 再过几天 就要通传天下 李信点了点头 如此 臣便放心了 李信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陛下 这些北周士族可以不杀 但是也绝对不能再做官了 我大敬几代天子 都在打击士族 到了陛下这一代 就应该把他们 彻底埋进泥堆里 绝对不能让他们 再死灰复燃 这个自然 太康天子 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面色严肃起来 他们背弃朝廷在先 本来应该是足足的下场 不过看在他们还有用处 暂时留得性命 朕已经给吏部下令 凡是这些北周士族的人 三代以内不得为官 这个就狠狠了 士族必须每一代 都有人扛起家族的担子 只要有一代人做不了官 就会亲皇不接 三代人没法做官 就会抢倒众人推 三代以后少说 也有五十年了 五十年足够他们 躺在木坑里 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两个人仿佛回到了 当初在魏王府的日子 开始肆意谈论朝局 一直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 九公主从昆德宫 回来提醒李信 李信才回过神来 起身向天子告辞 天子笑了笑 许久没有跟长安 这么痛快的长谈了 等以后闲下来 朕也去一趟 你的静安侯府拜访 李信公声道 臣一定恭迎圣驾 天子伸了个懒腰 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懒洋洋地说道 朕有些乏了 就不送你们了 萧正 替朕送一送 静安侯和长公主 萧正立刻点头 走在李信前头引路 走在路上的时候 李信一只手拉着九公主 一边转身 看向这个年轻的内侍兼少奸 笑着问道 萧公公 陈公公现在如何了 好着呢 萧正前几天结婚 拿了李信一笔天大的好处 这会面对李信的时候 还有些战战兢兢 陈公公他老人家 替先帝守皇陵呢 陛下也喜欢他 特意让公布 在皇陵旁边起了的宅子 老人家在宅子里享清福呢 说到这里 萧正有些羡慕地叹了口气 咱们这些进宫做奴婢的 一辈子 要是能够有个 陈公公这样的结果 就算是个正果了 这句话倒是真的 宦官这个畸形的结构 很是难混 一来是难出头 二来是出了头之后 难得好死 如果能像陈举这样 风光一二十年到老了 能有个清静的地方 那就是所有宦官的 终极目标了 李信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陈公公如果不回宫 那这那世间太监的位置 就非萧公公莫属了 萧正连连摆手 可不敢想 侯爷您就莫要取笑奴婢了 说着话的功夫 李信一边把九公主扶上马车 一边回头笑着说道 有劳萧公公了 萧正渐渐离去 静安侯府的马车 也缓缓开动 李信与九公主坐在马车里 因为寒冷 李信往炉子里添了一两块炭 九公主坐在李信身边 拉着李信的手问道 你打听那些宫里的烟渣是做什么 李信愣了愣 然后摸了摸她的脑袋 笑着说道 这内宫八肩 有时候不比朝廷的六步 差到哪里去 想要在京城里好好生存 就要多认识一点人 不然势到临头 还两眼一抹黑 长公主抱着李信的胳膊 轻横道 这些人认识了也没用处 他们呀 养不熟 九公主是很不理解 李信结交太监的行为的 因为在她看来 这些人再怎么样 也只是家奴而已 但是对于李信来说 这些都是人脉资源 她在京城里没有半点底子 只能全力去认识 所有值得认识的人 说不定哪天 就能派上用场 养不养的熟无所谓 认识一下 关键时候 他们不要 没有去 就在家里陪着长公主殿下 毕竟新婚夫妻 正是如胶似妻 而并撕磨的时候 要不了多久之后 两个人就要分开 很长一段时间 这无疑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李信怎么说 还有心理准备 但是九公主就更难受了 所以这段时间里 李信要好好陪着她 平日里不是在家里 陪着她弄美食 就是带着出去走一走 半个多月的时间 转瞬即逝 上元灯会了 不管西南的 局势紧张到什么地步 也不管南疆有没有打起来 京城里的上元灯会 依旧热闹 大街小巷挂满了彩灯 一对对才子家人 在这个佳节之中 演绎着一个个爱情故事 李信跟九公主也在其中 夜色下 他们两个手牵着手 沿着情怀和漫步 不时停下来 猜一两个灯迷 然后继续手牵手向前 留下一串欢声笑语 这是她来到大静的 第三个上元节 在第一个上元节的时候 她还在思考 要不要把那首《清月案》 写出来人前险胜一番 从此以财名显赫史册 不过那个时候 她身陷漩涡 最终选择了低调 第二个上元节的时候 恰逢太康天子兵变之后 没多久 那个时候 李信已经再回永州的路上了 没能赶上这次盛会 而这一次上元节 才算是她第一次 正八经的度过 但是这个时候 一个才子的名头 对于李信来说太低了 她现在的地位 没有必要去做这些 求名的事情 说句不好听的 失明到了极处 如今也只能在 静安侯府里 当一个门客而已 不过 如果将来没有那么多事情 安定下来之后 李信还是准备抄一两手的 毕竟那些绝句 如果不出现在人间 就太过可惜了 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人 永远比出现在 历史课本里的人 更容易让人记住 因为是新婚的关系 九公主现在很喜欢 逆着李信 紧紧拉着李信的手 不愿意松开 两个人走到了得意楼附近 李信伸手指着 这座在秦淮河畔 享有盛名的青楼 笑呵呵地说道 出来京城的时候 如果不是得意楼 我可能熬不过那个冬天 九公主心里有些悲戏 握着李信的手更紧了 现在都好了 不要提那些事情了 李信倒是不是很在乎 他是个很洒脱的人 文言搂住了九公主的腰 笑着说道 起风了 咱们再走一会儿就回家吧 嗯 元宵佳节 灯火阑珊之下 两个人相伴携手 如在画里 走完了秦淮河 就在李信准备回家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老头 李信回头对九公主笑了笑 看到了一个熟人 过去打个招呼 九公主乖巧点头 在家里 她多少有些任性 但是毕竟出身皇家 这位长公主 还是十分十大体的 在外面通常都很给李信面子 这个老头 距离李信只有十几步远 正牵着一男一女 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在街上看花灯 老人家时不时 还会吟诵两句诗词 两个小孩子 就跟在后面拍掌 李信带着九公主 笑呵呵地走了上去 拱手行礼 环相 这个老头 正是当初与张渠 几乎并肩抬抬个的门下 适中环处 不过后来 因为新帝即位 要掌控上书台 这个老头多少有些不太配合 因此被赶出了朝堂 告老致氏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老头在位的时候 经常说 要告老回家种田 但是真的致氏之后 却并没有离开京城 仍旧住在京城里 为此 不少人在背后说 他是官迷 不舍得离开京城 不过这个刚直的老人家 并没有在意这些风言风语 依旧我行我素 每日在京城里养花种草 顺便带着自己两个年幼的孙儿 环楚文言 先是愣了愣 然后抬头看到是李信夫妇 这才连忙还李 苦笑道 李侯也取笑了 老夫早已经不是什么还相了 李信微微摇头 还相为相十余年 德高望重 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还相 之前李信 还只是一个语林卫校尉的时候 这个老头就跟他谈过话 教过他不少朝堂上的道理 当时李信 还是个懵懵懂懂的朝堂蒙心 因此 环楚算得上是他的半个老师 说到这里 李信笑着说道 年前晚辈成婚 给还相家里递了帖子的 可惜还相没有来 当时晚辈想着亲自登门 又怕打扰了还相亲近 这才有些可惜 环楚摇了摇头 叹道 李侯爷家里雇人太多 老夫如今不太愿意见他们了 老夫的几个成年的儿孙 也都不在京城 身边只有两个年幼的孙 因此 错过了侯爷的婚事 李信并没有生气 这老头人虽然没到 但是是送了礼的 是一方还不错的厌态 虽然不是太过贵重 但是也说明了这个老头的善意 要知道 环楚在做官的时候 除了亲朋好友之外 其他人他一概不收礼 也不送礼 能够得到环楚的东西 已经是疏欲了 环玄 环柔 这是静安侯爷和长公主殿下 快叫人 老头没有跟李信继续搭话 而是转过头来 对着自己两个孙儿说话 两个七八岁的男童女童 从环楚身后跑了出来 规规矩矩地对李信 还有九公主行礼 静安侯爷好 长公主好 李信笑着还了个礼数 有模有样地说道 还公子还小姐好 这个举动本来是开个玩笑 两个小家伙没见过这个阵仗 顿时脸色通红 躲到了祖父身后 长公主很喜欢这两个小孩子 蹲了下来 拉着两个小娃娃的手 然后回头对不远处的翠儿招了招手 翠儿 拿点吃的过来 因为是新婚 不少人见了他们都是要糖的 加上长公主殿下 自己也很喜欢吃 所以就让翠儿随身带着一点吃的 见了人就发 翠儿应了一声 走了过来 李信则是跟环楚很有默契地 往边上走了几步 头发白了不少的环象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问道 李侯爷 如今朝局如何 李信摇了摇头 环象 晚辈是五官 也从兵部离职了 朝局是什么模样 晚辈也不太清楚 环楚皱了皱眉头 然后继续说道 老夫想问的是 时局 朝廷的动作很大 但是这些动作 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环楚这个人不结党 一旦离开了朝堂 对于这些时政 就不太清楚了 时局啊 李信苦笑一声 要打仗了 叶大将军已经领兵去了西南 估计最多二月底 就能开到蜀郡门口 李信很老实地说道 一场大战 已经无可避免 先帝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老环象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当初先帝隐忍了二十年 就是不想看到 西南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不承想 这才短短一年时间 时局就已经严峻成了这个样子 也没有环象想得这么坏 李信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逗环家 两个小孩的长公主 然后继续说道 主要是废太子去了南疆 平南军又愿意任他 所以 这场仗就不得不打 这其中厉害 环象是老前辈 应该比晚辈更清楚 环楚当然明白 对于他这种读书人来说 正统这种东西 比什么都重 他比李信很明白 正统的重要性 这个环老头面色凝重 他拉着李信的袖子 走到了一个大树底下 他压低了声音 李侯爷 老夫想问你一件事 李信低眉道 您问 环楚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道 先帝临终前 是否真的留了一照 李信脸上的笑意 消失不见了 他面色严肃了起来 先帝有没有留一照 浩然宫已经跟各位大臣们 说清楚了 当时环象您也在场 这一点没有疑问 一照也是浩然宫跟陈公公 一起从箱子里起出来的 文武百官都在常乐宫里看到了 环象怎么还能问出这种蠢话 李信面色出奇的严肃 环象 我敬您是前辈 一直对您恭恭敬敬敬 但是在这里 做晚辈的劝您一句话 莫要胡思乱想 不仅会害了自身 但是自从老夫置事之后 几个月时间都没有出门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当初陛下亲自立的太子 我们几个宰府 都是去常乐宫聆听的圣讯 陛下亲口说的 立大皇子为处 怎么到了那天晚上 就突然变了 环楚咬牙道 天底下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老夫那天入宫的时候 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宫里是死了人的 李信叹了口气 他离环楚远了一些 环楚这种人固然可敬可配 但是也有些可畏 这种人 你必须要离他远一些 不然他就很可能会连累到你 当初宫变的事情 京城里的官员 多半都猜到了一些 大家也很有默契地 默认了这件事 没有人在提起 也不应该有人在提起 更何况 李信是这件事的受益人之一 他更不应该提起这件事 金安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开口道 环相 今天你也就是碰到了我 碰到了另外一个人 环家都有可能因此被遗三足 环楚摇了摇头 侯爷 你不是那种高装的小人 不然 老夫也不可能跟你说这番话 李信对着环楚拱手道 晚辈已经成婚 有了家人 不敢跟环相说话 这便告辞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对于遗诏的事情 晚辈只能告诉环相一点 那份遗诏 的确是先帝所留 当今的天子 是大晋唯一的正统 说完这句话 李信拉着九公主 陶也式地离开了这里 回家了 这个老头 太危险了 上元节过了好几天之后 眼见就是李信与皇帝 约定好的圆约二十了 户部那边的粮草 也已经准备齐备 就连成国公府的 小公爷叶茂 也来了几次静安侯府 询问李信 什么时候出发 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 李信还是没有想好 怎么跟长公主开口 毕竟他们两个 才刚刚结婚不到一个月啊 这正是两个人 最亲近的时候 走到哪里都在一起 正儿八经的蜜月期 这个时候 突然要出去打仗了 无论如何 李信也是不好意思 开这个口的 他没法开口 只能等着宫里开口 但是太康天子 也不太情愿做这个恶人 因此 事情就这么被拖了下来 到了圆月十九的这一天 事情终于拖不住了 这天一大早 跟李信相熟的董城董公公 就捧着一卷圣旨 到了静安侯府 圣旨到了 李信一家上下 自然要出府跪营 李信本人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毕竟总算不用 他亲自开口了 因此 他立刻召集了一家老小 准备出门迎接圣旨 但是董城没有在门口等着 而是直接闯了进来 到了静安侯府的正堂 等李信领着一家老小出去迎接 扶了起来 笑着说道 陛下说了 都是一家人 不用跪了 李信点了点头 与九公主垂手站在一旁 说着 他从盒子里取出圣旨 清了清嗓子之后 开始念 制约 一般大部分朝代的圣旨 都是制约 照约开头 没有什么奉天承运的开口 只有那位朱太祖 才搞了那个花里胡哨的开头 西南生乱 国将不明 前面是说南疆出事了 说完南疆的事情之后 圣旨画风一转 又说朝堂无人可用 信赖金安侯李信主动请英 三次进宫 要求去西南评判 正念其一片忠心 无奈之下 只能答应金安侯所请 李信听到这里 当即瞪大了眼睛 这丝 坑我 本来说好的是 下圣旨抢征 怎么是我主动请英了 还三次进宫 这段时间 自己总共也没有去过 三次宫里好不好 这个皇帝 太坏了 自己这边出了家庭矛盾 你负责得起吗 一旁的长公主殿下 脸色已经变得很是难看 好容易 圣旨终于念完了 董承把圣旨 交在了李信手里 然后连忙逃开了 奴婢宫里还有事 这就先走了 说完 他不等李信答应 直接转身就走 董承一走 九公主就眼睛就红了 李信连忙上前 抱住了他 那个殿下 你听我解释 九公主咬着牙 眼泪已经掉了下来 好好的精诚不带 干什么非要去西南打仗去 你就这么讨厌我 非要跑得远远的 李信苦着脸 我的殿下 我这段时间 天天跟你在一起 什么时候去过三次宫里了 是陛下怕你去闹 才推托在我头上 李信信誓旦旦 不信我可以带你进宫 去跟陛下分说清楚 正常来说 其实没有哪个女性 能接受自己的丈夫 成婚不到一个月 就要去打仗这种事 哪怕李信去西南 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也不行 在大事上 一直都很懂事的 长公主殿下 这一次态度很坚决 哪怕李信跟他 解释了前因后果 让他知道 是皇帝要他去 长公主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他把李信拉到房间里 一边抹眼泪 一边要李信拒绝这道圣旨 叶大将军已经去了西南 你再去有什么用 押韵粮草这种事 谁都能做 总不能朝廷没了你 便不赚了吧 他咬了咬牙 低声道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但是再怎么样你 也要顾着家里不适 咱们才澄清二十多天 凭什么就要你去西南 李信拉着他的手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微微叹了口气 殿下 有些事我本来不想说给你听 我想让你无忧无虑的 每天开开心心 吃吃东西就好 不过你 从小在宫里长大 这些话 你应该也听得懂 静安侯面色凝重 的确 这次西南 虽然是陛下要求的 但是我硬是不去 陛下那边多半也不会强行要我去 我可以留在京城里陪着你 静静地看着西南战士打完 但是之后呢 李信语气温柔 不急不缓 这一次 叶大将军带着的人 是我的禁军又赢 西南的仗 不是一年两年就打得完的 如果我不去 不管这仗 能赢还是不能赢 等他们回来之后 我这个禁军又赢的将军 还做得做不得 九公主伸手搂住李信的腰 垂泪道 大不了不做了就是 咱们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朝堂上要是容不下你了 我们就不住在永乐坊了 咱们搬到大通坊去 那里还有我们的宅子 有七哥在 总不能他们 连日子也不让我们过吧 李信缓缓摇头 我得罪了很多人 陛下兵变的事 你也是知道的 当初齐王一夕的人 都算是我的政敌 兵变之后 这些人不少都落了难 去抓他们的 说到这里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去抓他们的 就是雨林卫 我们现在还住在 齐王殿下的宅子 齐王殿下已经威胁不到我们了 但是他的那些党羽 大部分都还在朝堂里做官 我若是成了闲人 他们放得过 放不过我们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当初是陈国公府的私兵 与雨林卫一起打进的工程 事后京城所有将门的私兵 都被陛下削减 去做这件事的也是我 他们恨不到陛下头上 也不敢恨到陛下头上 但是你说 他们会不会恨到我的头上 九公主紧紧抱着李信的腰 流着泪不说话 李信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些人 现在不说话也没有动作 是因为我 还在朝廷做事 又跟成国公府极为交好 他们不敢动我 但是一旦我不在朝廷做事了 这些人会怎么样 太康天子登基之后 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的朝堂慢慢成行 但是在这个成行的过程中 很多都是李信在出面 在出力 因为太康天子 李信在京城里 得罪了很多人 这是天子的帝王心术 他要重用李信 就不能让李信 有很好的人员 同样的道理 李信想要得到重用 就不得不去硬着头皮得罪人 的确 现在陛下可以护着我们 叶师也可以护着我们 短时间内 是没有人敢对咱们家下手的 金安侯爷回头 悠悠地看了长公主一眼 但是 叶师已经老了 谁也不知道 他还能活多久 他能活十年 还是二十年 叶师走了之后 叶家还会是如今的叶家吗 二十年后 我们的孩子 说不定都生孩子了 那个时候 如果要有人对咱们家下手 咱们总不能把儿孙递给别人杀 你说是不是 这些话 都是李信的心里话 但是他平日里 都是憋在心里的 基本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一般人也听不懂这些话 不过长公主殿下是听得懂的 他自小生长在帝王家 即便是耳濡目染 也懂得不少这些朝堂上的东西了 他用李信的衣服 擦了擦眼泪 那七哥呢 你帮了他这么多 他总不能不管我们吧 李信沉默了 过了很久之后 他才回头 抱了抱长公主 殿下 生米恩 懂米朝啊 李信苦笑一声 我帮陛下的多 知道的东西也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能全靠勤奋维持的 哪天陛下 成了微服天下的圣天子 你说他会不会突然想到 身边还有一个人 知道他当初是功变夺敌 得位不正 长公主身子有些发抖了 他觉得有点冷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只能紧紧抱着李信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李信叹了一口气 把他搂在怀里 轻声道 所以 我要在朝堂里做事情 我得一直有用处 不能去做一个闲散的驸马 不然是个人就会想来咬我们一口 毕竟一个废物 谁都可以来欺负一下 有一点殿下你说得很对 那就是 叶师兄已经去了西南 我再跟过去 其实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但是我必须要去 哪怕是过去蹭 也要蹭一点功劳下来 金安侯爷低声道 最起码要有叶师那种身份地位 咱们一家人才能安安心心地 在京城里生活下去 上面的这些话 可以说是李信掏心窝子的话了 他是个心思很深的人 平日里从来不会跟别人说这些 但是既然跟小九成了亲 那就不能把他当外人 该跟他说的话 还是要说的 九公主静静地趴在李信怀里 沉思了好一会儿 最终抬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李信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李信脸上露出笑容 微笑道 殿下放心 就算战事不结束 年关我也会找机会 回京城看你来的 小九哼了一声 用李信的袖子擦了擦眼泪 到了夏天 如果你还不回来 我就去那边寻你 李信苦笑道 这么大的战事 哪里是半年能结束的 你一个女儿家 到那边去想什么话 怎么不像话了 小九咬牙道 我去寻自己的丈夫 也不成吗 她眼睛里还有泪花 李信最看不得这个 当即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苦笑道 好好好 夏天如果我还没回来 你就去寻我 行了吧 小九公主犹豫了一下 拉着李信走到床边 然后咬牙 把李信推在了床上 静安侯惊呼一声 殿下 大白天呢 我才不管 虽然付出了一点代价 但是李信总算 还是做通了九公主这边的工作 小九的工作做通了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利了 毕竟朝廷那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只等李信出面 带人奔赴西南了 元月二十上午 李信去了一趟宫里 跟泰康天子确定出发的时间 泰康皇帝笑呵呵地看了李信一眼 小九到现在 也没有进宫来寻阵 看来 长安你已经把他说通了 毕竟是阵的金安侯 便才无二 早年魏王府 没有什么夺敌的资本 羽灵魏 还有陈国公府 以及天幕间的董城 都是李信出面去争取的 当时泰康天子就知道 李信一张嘴很是厉害 李信苦笑一声 陛下那道圣旨 可把臣点害苦了 长公主他差点要下药 把我留在京城里 哪里有这么夸张 天子摇头道 小九他虽然有些脾气 但是还是实的大体的 你好好跟他说 就不会有事 李信心里默默吐槽 自己的确好好跟他讲道理了呀 但是没有讲通 最后只能用物理手段制服了他 不过物理手段也不是没有代价 金安侯爷到现在都还有些腰疼 陛下 您太不讲究了 天子近来因为西南的事情 难得有什么好心情 听了李信的话之后 他畅快一笑 长安你逼着镇下指 才肯去西南 不也是不讲究 如果给小九知道了 你去西南之后 镇就再也不要想要安生了 天子与九公主 是同父同母的包兄妹 感情比跟其他的皇子皇女好得多了 这位曾经的卫王殿下 自小也很宠小九 不然当初也不会把他带在身边去见李信 当初小九从卫王府里 偷偷把他最心爱乌鱼马牵走 他都没有多说什么 不管以后大家会变成什么样 最起码现在的这位太康天子 对九公主还是很疼爱的 他是真的有些害怕 九公主来宫里闹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 关于九公主的闲话 这才正经起来 李信开口道 陛下 臣想等到二十五再走 这几天多陪陪长公主 臣要走了 他心情很不好 昨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天子点了点头 叹气道 便按着你的意思 这几天多陪陪小九 如果他还是想不通 朕可以去一趟你家里 亲自跟他说 李信摇头道 臣会好好劝慰他的 还有一件事 李信还是很有耐心的 他微笑道 你直接说就是 宇灵卫的右郎将木英 臣要随身带着姑西南去 木英如今 是南疆木家的主心骨 有他在 臣连洞西南 就会容易很多 嗯 你带气就是 李信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宇灵卫那边 臣想带走一个都卫营 给木英带着 他在京城做了几年关 多少也要有些平正 不然南疆木家的人 不会信他 宇灵卫的一个都卫营 是四百个人 本来宇灵卫都是天子亲卫 是不会轻易上战场的 但是李信既然开口了 天子多多少少 就要给他一点面子 天子略微迟疑了一番之后 开口道 可以 朕同意了 李信恭敬低头 称 多谢陛下 天子呵呵一笑 不止长安你一个人 对宇灵卫有感情 朕也很感念 宇灵卫的功劳 当初不是宇灵卫 拼死杀进宫里 也能有朕的今天 李信低头眯着眼睛 没有说话 你对宇灵卫有狗屁感情 现在的宇灵卫 都快被排挤到三境卫之外了 不过这种话 肯定是没办法说出口的 他只能低着头说道 陈虽然已经不在宇灵卫做事 但是还是要带宇灵卫 旧日的兄弟 感谢陛下 天子叹了口气 辛苦你了 不敢 中午在宫里吃了个饭之后 李信离开皇宫 一路朝着宇灵卫大营奔去 午后 他进入宇灵卫大营 在宇灵卫大营东院的 狼将班房里 见到了穆英 穆英这会儿 正在跟王中一起喝酒 桌子上摆了几大盘肉 见到李信来了以后 他连忙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笑着招呼道 侯爷成婚之后 还没有见过 白坐下来喝几杯 刚搞到的牛肉 香着呢 这个年代是不需宰羹牛的 只能等羹牛自然老死 或者意外死亡 才能宰杀了吃肉 所以 牛肉很难搞 像眼前这样一桌子牛肉 更是十分难得 李信在宫里的确没有吃饱 当即也不客气 坐了下来 从桌子上扯下了一块肉 塞进了自己嘴里 今天来 是要跟王师傅 还有穆兄说一件事 王中自己喝自己的闷酒 没有说话 穆英就要专营得多 他站了起来 笑嘻嘻地 给李信到了一碗酒 李信啃了几口肉之后 看了一眼穆英 二十五那天 我就要带队去西南了 到时候 穆兄跟我一起去 陛下那边 我已经报备过了 穆英拍了拍胸脯 笑呵呵地说道 没问题 到时候 杯子给侯爷牵马 李信白了他一眼 用不着你穆大郎将动手 我跟陛下说了 他同意咱们 带走四百个雨林卫 一起去西南 这几天 你在雨林卫里 好好挑选一下 最好带一些 咱们以前的老人 一起去 穆英文言大喜过望 他跟李信不一样 李信如今主要的根基 其实是在进军 而穆英从进京之后 就在雨林卫里做事 他所有的人脉关系 以及底子 都在雨林卫 如果单人跟李信 去西南 他就跟之前 没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能带一个 都尉营的人去 他就还是他的木狼将 这个黑脸 差点咧嘴笑道 好嘞 卑职这几天 就好好选一批人出来 一直沉闷喝酒的王忠 突然抬起头 看着李信 缓缓说道 要老头子 跟你们一起去吗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对李信说道 如果碰到事情了 老头子有把握 保住你的小命 李信犹豫了一下 然后缓缓摇头 王师傅 穆英要跟我去西南 如果你也去了 雨林卫里 两个狼将就都没了 到时候 陛下就会派新人 接管雨林卫 到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人 就是两说了 王忠有些不满 闷哼了一声 咱们雨林卫 现在就差跟 金赵府的差人一样 上街拿贼了 连皇宫也去不得 算什么敬畏 陛下要雨林卫 给他拿去就是了 静安侯大摇齐头 王师傅 不能轮值进宫 便不去轮值救世 不跟他们争这些 时间久了 陛下看到雨林卫的忠心 就会重新启用雨林卫了 但是这雨林卫 是兄弟们起家的地方 万万不能给别人 随随便便摘了去 王师傅要在京城 好好地给咱们 守住雨林卫 王忠抬头看了李信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仰头 又把一碗酒喝了干净 不管是出于情感 还是利益需要来说 雨林卫对于李信 都极为重要 哪怕他不可能 永远掌控 这只天子敬畏 最起码 也要让这只天子敬畏 里有他的人在 老校尉王忠 今年也六十多岁了 他虽然个人武力值很高 但是你真要他 去上战场上去 就很可能要了他的性命 王忠一生无子无女 李信以后是要给他养老的 可不能让他死了 王忠坐了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开口道 长安啊 李信笑着低头 您说 雨林卫 还是天子敬畏吗 当然是 李信果断回答 无论何时何地 雨林卫都会听从陛下的命令 这是雨林卫存在的理由 王师傅不要想太多 王忠叹了口气 可是雨林卫 已经不再轮值恭敬了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开口道 那是因为 陛下有些害怕我们 害怕我们什么 李信苦笑一声 害怕咱们像上一次那样 打进皇城里去 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有牵牛卫的重建 才会有陛下 渐渐疏远雨林卫 王忠仰头喝了口酒 声音有些发苦 难道那会儿兄弟们拼命 就换来了陛下的不信任 他是三十岁出头 从前线退下来的 那个时候 他就被分到了雨林卫做事 虽然王忠起初 并不想待在雨林卫里 但是不管怎么说 毕竟待了三十多年 他早已经把这里 当成了自己的家 李信摇头道 不止如此 我的静安侯爵位 太康皇帝也清楚 自己能坐上皇帝的位置 是雨林卫出了死力的 所以他不遗余力地 加奖雨林卫 另一方面 因为之前兵变的时候 雨林卫这边 一直是李信在负责 他就觉得自己 没法完全掌控雨林卫 所以又组建了千牛卫 分割雨林卫的权利 如果李信从现在 开始放手雨林卫不管 大概两三年之后 天子就会完完全全地 掌控雨林卫 不至于被继续边缘化 不过暂时来说 李信还是不会放弃雨林卫的 在雨林卫大营 跟王忠还有慕英 喝了一顿酒之后 李信晃悠悠地离开了雨林卫 转身回家陪老婆去了 李信走了之后 老孝伟王忠 仍旧坐在原地不动 而慕英则是起身相送 等慕英送李信回来之后 王忠站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 这个黑脸小子的肩膀 他声音坚定 不管西南局势怎么样 记着护住长安的性命 慕英先是愣了愣 随即哑然一笑 您老人家放心 你不说 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京城里的狐狸可太多了 没侯爷站在前面 帮咱们这些人拦着 咱们可能连自己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王忠看了慕英一眼 最终缓缓说道 你小子在京城里待了几年 也学坏了 慕英爽朗一笑 承蒙您老夸奖 我比那些人还差得远呢 太康二年元月二十五 李信终于辞别了 依依稀别的长公主殿下 踏上了西南之行 这天一大早 进军又营的三个折冲府 就已经在京城的南门口 集合等着李信 等到了陈时正接近四十的时候 静安侯爷才骑着一匹大青马 从南门口走了出来 平时去任何地方 李信都是可以坐马车的 但是唯独这一次步行 他是这三个折冲府 接近五万人的将军 他不可能在这些 大多需要步行的跟面前 坐在马车里享福 一来太不像话 二来不容易扶重 李信一过来 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的 小公爷叶茂 连忙迎了上来 开口道 师叔你可算是出来了 大伙等你许久了 李信摇了摇头 昨晚上有点事 起得晚了 叶茂摇了摇头 低声道 师叔 陛下也要来 这会儿估计快到了 李信这才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知道了 叶茂又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 递在李信手里 师叔 这是祖父写给你的祖父 让你在路上打开 李信低头看了一眼 信封上并不漂亮的字迹 确认了是叶老头的字之后 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他越过叶茂 木英也跟了上来 伸手指了指旁边排列整齐的 四百个黑衣羽灵位 笑呵呵地说道 侯爷 人卑职都点齐了 都是咱们的老人 李信眯了眯眼 扫视了一眼这四百个羽灵位 发现大多都是熟面孔之后 笑呵呵地开口道 很好 以后你们这四百个 就负责护卫中军 木英痛快点头 是 一直跟在李信身后的狗头军师赵家 看了一眼这四百个羽灵位 皱了皱眉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李信又假模假样地 到处巡视了一番 等到了四十正的时候 杏黄色的龙脸终于到了 确切地说 他应该一早就到了 只是李信没有出来 之前他不能出来 丢了自己的面子 李信与众人都纷纷迎外上去 跪在龙脸的两边 臣等 叩见陛下 叩见陛下 一身黑色长服的太康天子 从龙脸里走了出来 他笑呵呵地上前 握住了李信的衣袖 长安 这一趟又要辛苦你了 一般人面对天子 不说害怕 但是多少也会有些紧张 但是李信已经不知道 见过多少次皇帝 文言不慌不忙 微笑道 能为陛下分忧 是臣的荣幸 如果此次能一举建功 以后臣就再也不用出京 可以好好过几年日子了 天子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能这样 自然是再好不过 临别之前 朕送你个好东西 说着 天子对一旁的肖正招了招手 肖正也打了个手势 没过多久 两个专业的养马人 拉着一匹纯黑色的大马 走到了李信面前 这匹大马 跟先前李信的那匹乌云马一样 通体纯黑 没有一丝杂色 而且浑身都是肌肉 看起来很是强壮 这是朕的爱马之一 最擅长奔袭 这次就送给长安你了 李信摸了摸这匹大黑马的脑袋 感慨道 他与乌云好相 天子含笑道 他可以说是乌云的弟弟 当初的乌云马 在夺宫的时候 做出了重大牺牲 虽然没死捡回来一条命 但是基本已经是废了 没法再骑 在那之后 李信还去看过他两次 从那以后 李信就没有见过乌云那种级别的好马了 这一次太康天子送过来的 是与乌云马一母同胞所生的 也是当初养在魏王府里的极品好马之一 现在的李信 也是骑了两年马的老手了 见到这种好马 也有些心动 当即低头道 多谢陛下 天子笑了笑 这匹马 正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墨锥 不比那匹废了的乌云马 差上多少 前线凶险 有了他 长安你能安全不少 李信再次低头道谢 天子左右看了看 然后笑道 怎么没见小九过来送你 李信摇了摇头 长公主他见不得这种场面 躲家里哭呢 就没有过来 天子对着李信挤了几眼睛 笑着说道 这么多天 你们也不出 能不能在今年 给震天都外甥 李信无奈道 这个谁能知道呢 如果小九没有怀孕 那么正在想要外甥 就得几年以后了 母后他也一直在等着想抱外孙 静安侯笑了笑 这个看老天 由不得人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眼见就到了四十正了 李信低头抱拳道 陛下 再不走就到中午了 臣早去南疆一天 就能早一天回来 这就去了 天子重重地拍了拍 李信的肩膀 然后沉声道 此去山高路远 长安保重 李信犹豫了一下 低头道 臣这边没有什么事 不过有件事得提醒陛下 你说 静安侯也想了想 开口说道 臣说这句话 不是要离间天界骨肉 臣姑且言之 陛下姑且听之 太康天子皱眉道 你我兄弟之间 哪里需要说这种话 有话直说 如今西南的战局 臣估计两三年时间 是打不完的 一旦那边的局势僵持住 大进朝野 必然有很多风言风语 陛下要做的 就是稳住朝局 说到这里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尤其是齐王殿下 和赵王殿下那边 陛下要多留一点心思 当初的齐王一党 大多都还在朝堂里做官 如果真的 闹得谣言四起 他们很可能会趁机做坏事 说到这里 李信深深低头 这话臣本来不必说 也不该说 是臣有些放心不下陛下 多事了 到了李信与皇帝 这种关系的时候 表忠心已经没什么用了 不如表诚心有用的多 李信这段话 就是表诚心 另一个就是 后方的确有不稳的隐患 李信说出这些话 也可以提醒皇帝早做防备 再来就是 如今天子登基已经满一年了 位子基本已经坐稳 朝中的那些齐王党 不说秋后算账 最起码要断了他们上升的路子 那些年纪差不多到了的 也应该下野了 这些人不仅对天子来说是隐患 对李信来说 同样也是隐患 在这个方面 两个人是绝对的同一阵线 朕明白长安你的意思 该去做的 朕会着手去做 天子微微叹了口气 滴眉道 问题是 三兄四兄 都是朕的手足兄弟 这个时候对他们下手 朝野上下恐惠非议 必须要还两年 李信点了点头 历代新军 清算政敌的时候 都不会太着急 一来是需要时间坐稳位置 二来是不能太沉不住气 给别人看不起 也不能自己亲手去做 说不定这些脏事 最后还是要落在李信的头上 两个人又说了会话 天子终于放李信离开 自己上了龙年 回宫去了 这会儿 时辰进了五十 队伍缓缓出发 李信与四百宇林卫 在中军的位置 一边押送着数十万弹 送往前线的粮草 一边缓缓向西南进发 另一边的蜀郡 平南将军府 查世里 朝廷曾经的驻国大将军李慎 坐在末座 不急不慢地烹着一壶热茶 而在他对面 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胖子 一个很胖的胖子 这个胖子自然 就是成德天子的树长子 大静曾经的秦王殿下 太子殿下击酷了 算一算时间 他到南疆 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这一年时间 这位曾经的太子殿下 明显轻受了不少 整个人看起来 虽然仍旧胖 但是已经没有在 京城的时候那么过分 要知道 在京城的时候 他坐轿子等先 四个人都抬不动他 李慎不急不慢地 煮好了一壶茶 然后给太子殿下 倒了一杯茶 殿下喝茶 几酷颤巍巍地 接过了这杯茶 然后小心翼翼地 看了李慎一眼 多谢叔父 然后他低头抿了一口 这位太子殿下 虽然不太聪明 但是好在也不蠢 知道寄人篱下的时候 应该是个什么姿态 他见到李慎张口叔父 闭口叔父 南侯见状 也喝了一口茶 然后缓缓开口 殿下赵臣来 不知道所为何事 叔父 这个胖胖的太子殿下 咬了咬牙 缓缓开口 哲儿想知道 哲儿的那些家人 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南疆这一年时间里 基本是处于一个 软禁的状态中 好吃好喝的一样不少 但是没有人跟他说 外界的情况 也没有人敢放他跑得太远 不过李慎为了怕他无聊 给他找了几个女人 还有一些侍女 算是了解寂寞 其中一个侍女 已经大肚子了 不知道 李慎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现在京城里的情况 我们摸不清楚了 不过魏王殿下 他没有大规模 在京城里杀人 那么殿下的家小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到这里 李慎瞥了这位胖太子一眼 殿下想家里人了 胖太子有些痛苦地点了点头 叔父 咱们能不能与朝廷讲和 孤不做这个皇帝了 让给老七就是 以目前的局势 只要孤回到京城里去 老七应该就不会动叔父 咱们与朝廷分说清楚 到时候 叔父仍旧是朝廷的驻国 说到这里 他似乎是怕李慎生气 连忙补充道 姑了解老七的脾气 老三老四都没有事 他不会冒着动摇国本的危险 与叔父翻脸的 胖太子苦笑一声 叔父也没必要因为 折这个废人 冒这种天大的危险 不得不说 姬库有几句话说的是对的 那就是 如果他现在回到京城里去 朝廷与南疆 多半会暂时停战 双方在明面上讲和 李慎脸上露出了一个 意味不明的笑容 殿下 齐王殿下和赵王殿下 或许可以没事 你去京城必死 你在南疆 你的家里人 还能好好地活着 你去了京城 他们会跟着你一起死 死便死吧 胖子狠狠咬牙 那也不能见着 父祖辛苦打下来的天下 为了我这么个废人的皇位 打得分崩离析 李慎诧异地 看了这个胖子一眼 他本来以为 这个废太子只是蠢 没想到 他倒还有一些家国情怀 不过他还是太天真了 事情到了现在 哪里还有 他这个废太子的事情 现在是西南与朝廷的争斗 基本上跟他是没关系的 李慎仰头喝干了杯中浓茶 呵呵一笑 殿下 正邪不两立 地也不偏安 陈嫣能看着 伪帝篡夺殿下的江山 起初 这位太子殿下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见到了李慎 这棵救命稻草 当时他慌不择路 一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并没有想太多 这根救命稻草 也的确把它从京城里救了出来 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姬库越想越害怕 尤其是前不久 李慎正式竖旗 要替他夺回皇位开始 他才感觉到了 自己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 此时 这个姬家的老大害怕了 他以前自以为 李慎是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 才会出手保住他的性命 但是现在他才发现 自己面前这个 看起来风度翩翩的中年人 野心比他想象中的大很多 他想从这个漩涡里退出去 哪怕死了 也比到了地底下 无言列祖列宗的好 但是很可惜 他只是一面棋子而已 棋子应该如何走动 并不能自己随心所欲 听到李慎这么说 这个胖太子苦笑一声 叔父 您是想做皇帝吗 李慎面色不变 低头道 殿下误会了 臣始终都是大进最中心的臣子 您是先帝长子 也是先帝亲自下旨策立的太子 臣平却身家性命 也要帮着殿下夺回地位 太子殿下苦笑一声 叔父 那侦儿在京城的妻儿 应该如何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李慎面无表情 如果殿下能重回京城 太子妃与皇孙们 若能幸存 不幸罹难 殿下也可以给他们数杯纪念 就如今西南的力量来说 是不可能正面撼动朝廷的 在这个关口 更不可能派人去京城秦王府里 去救太子的家眷 因此 李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胖太子脸色很不好看了 他也是人 他家里的儿子 最大的都七八岁了 还有好几个女儿在京城里 如何能轻易放得下 叔父 您 他用近乎恳求的语气 看着李慎 您帮一帮侄儿 侄儿不想成大进的罪人 殿下不会成为罪人 李慎默然道 殿下有一天 会光明正大地回到京城里 入主常乐宫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如果殿下真成了罪人 李慎会比殿下罪孽更重 平南军上下数十万忠臣一事 也会先殿下而死 李慎说完这句话 就站了起来 殿下且安心住在这里 不要想太多 过几天晨 再给殿下送几个机械过来 陈道辞 说着 李慎拱了拱手 转身走了 留下机库一个人 坐在这个茶室里 他愣了许久 最后无力地摊在了地上 不敢动弹 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可能脱身的 除非他现在自杀死了 他如果有勇气死 当初也不会跟着李慎到蜀郡来 李慎背负双手 走出茶室之后 平南军的副将成平 在外面弯腰等着 见李慎出来之后 这个也有些矮胖的成平低头道 大将军 探子的消息送过来了 现在已经快进二月 也就是说 朝廷叶明率领的先头部队 已经出发快一个月了 这么大的动静 西南这边自然会有察觉 事实上 早在几天前 西南的探子 就已经摇摇地看住了叶明所部 并且随时向景城这边汇报情况 李慎点了点头 说成平低头道 朝廷的军队已经过了汗口 按照他们的行程 最多二月底 他们就能到蜀郡的门口了 李慎深呼吸了一口气 脸色凝重了起来 有多少人 约我十万左右 看服色应该是朝廷的禁军 至于主将是谁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禁军啊 李慎目光望向了远方 想到了自己的那个 在禁军做事的便宜儿子 对于李慎 李慎的态度很复杂 如果李慎只是一个普通人 李慎怎么说 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前程 但是李慎偏偏不适 父子两个在姻缘巧合之下 确切来说 是在李慎的意愿之下 站到了完全的对立面 坦白来说 自问做事 从来不会后悔的李慎 现在后悔了 如果当初 他去永州 把那母子两个接回来 有这么个儿子在身边 现在平南侯府不说如何如何 至少不会是这个模样 至少平南侯府 现在还不会跟朝廷撕破脸皮 想到这里 这位祝国大将军 悠悠叹了口气 既然这样 那就各见本事吧 他回头对着承平说道 想办法清楚 朝廷带兵的人是谁 承平恭敬低头 末将这就去查 京城那边 有什么动静没有 尽管平南侯府势力 已经全面退出了京城 但是如今的京城里 还是有一些平南侯府的探子 这些探子做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却可以把京城的一些大事件 告知西南 不至于让西南两眼一抹黑 当然了 这些探子地位普遍都不高 他们不可能知道 这次朝廷挂帅的人是谁 承平犹豫了一下 最终深深低头 今天传回来京城那边的消息 年前的时候 京城的靖安侯 说到这里 他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李慎一眼 见李慎没有反应之后 他才咬了咬牙 继续说道 靖安侯迎娶了清和长公主 两个人在落月二十七完婚了 嗯 李慎点了点头 淡然一笑 当初先帝在世的时候 也跟本江提过这件事 要把一个皇家的公主须给传 当时本江没有阴 没想到如今 阴差阳错了 通常来说 皇室瓦解一个将门最好 最和平的手段 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 把这个将门的继承人变成驸马 这样几代人之后 这个将门也就名存实亡了 当初成的天子就动过这方面的心思 想要把自己的一个女儿 嫁给小侯爷李淳 但是这件事 李慎没有点头 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承平低声道 大将军 朝廷的禁军来了 咱们应该如何应付 不着急 李慎笑了笑 李慎还太小 不太可能带兵 况且 他又是新婚 更不可能出来了 你先去搞清楚 带兵的人是谁 咱们再做打算 朝廷里能带十万人的武将 本将全都认得 承平点了点头 正要下去办事 身材高大的李延 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他在李慎面前 恭敬弯腰 大兄 有人给您送了封信 给我的信 李慎愣了愣 开口问道 谁的 李延摇了摇头 信封上没有写 只说是大兄 旧事固有 同时也是此次朝廷 征兴南的大将军 李慎伸手接过这封信 轻轻拆开 他没有看信的内容 而是一眼 扫到信尾的落款 落款上 是四个大气磅礴的字 宁林叶明 宁林 是陈国公叶胜的老家 当初五皇帝 派李之杰 和叶胜南征北讨的时候 叶明也是在京城里为之 很可惜的是 他的年纪 要比李慎和承德天子 大上十来岁 因此没有能玩到一起去 不过彼此之间 倒还真是认识 说是顾交也不为过 李慎缓缓摇头 自言自语 小皇帝把他从北边 调救回来 那叶家那个老四 应该是接手 寄门关的镇北军吗 小皇帝居然敢对 叶家这么放权 胆子比他爹还要大一点 他虽然在明面上 称呼太康天子跟伪帝 但是实际上 他还是认这个 大晋的皇帝的 毕竟是正儿八经 登基称帝 私底下 李慎也不愿意 说那些虚伪的话 因此他才叫小皇帝 至于叶家 当初叶圣被关在 京城里三十多年 就是因为五皇帝 和承德皇帝两代天子 太忌惮叶家 整个承德朝 叶家都没能得到 太大的发展 不过到了太康朝 因为叶家夺底有功 因此太康天子 继续没有维持 前两代人的政策 当然了 这其中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 叶圣已经足够老了 老道没办法上阵打仗 老道不可能 对皇权造成什么威胁 因此太康天子 才放松了对对叶家的管制 让叶家兄弟两个 同时掌握两大军事力量 对于这些所谓帝王心术 礼慎动若观火 然后他开始看这封信 靖臣无地台剑 前子兄与弑地相见 上士成德旧时 彼时天子圣寿 京城鼎沸 转眼一时有三年已 靖臣少年得封驻国 得以朝堂 西年经中就有无不艳羡 平南侯府两代人 敬受国恩 皆未及人臣 经大靖 毕四海已三十余年 正是迎创盛世之时 绝不应当逆时逆世 其中厉害 靖臣涉足朝堂更深 应当不用于兄赘述 皇位更迭 是帝王家世 天见名分已定 我等臣子 便不再应当插手其中 靖臣一时糊涂 好在涉世未深 只要靖臣愿意 送费太子回京 于兄可以替平南侯府求情 平南侯府 依旧是平南侯府 新的内容很长 但是大致 就是上面这些内容 李慎简单看了一遍之后 随手把这东西 丢回了李延手里 然后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叶明这思 只会打仗不读书 还学别人拽文 看起来很是别扭 李延接过信纸 上下看了一遍之后 抬头看向了 面色平静的平南侯 大兄 他写这封信的意思是 看不懂字吗 李慎淡淡地说道 一来是劝祥 这个估计是小皇帝的意思 朝廷也不太想跟我们来应的 所以只要能要回太子 他们多半 确实会暂时把守 二来就是这位叶少宝 自己想耍心眼 李慎眯了眯眼睛 这思想乱我军性 李延基本没怎么出过西南 也不太了解叶明这个人 他低头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大兄 这个叶明 很厉害啊 李慎微微叹了口气 沉声道 他三十多岁 一个人就去继门关 接手了镇北军 镇北军与平南军大不一样 那里可不是叶家的私军 而是正儿八经朝廷的军队 叶明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彻底接手了继门关 以后十余年 继门关的镇北军 李慎微微叹了口气 他带兵的话 就不会轻易进蜀郡的大山里了 叶明的军队 一天天靠近西南的时候 李信带着的后勤部队 也在缓缓向西南靠近 因为要押送粮草的关系 他们的速度 比起叶明那边 多少还要慢上一些 不过李信也不着急 天黑就扎营 太阳升起来再出发 一路不紧不慢地 朝着西南进发 但是穆英却很忙 因为他要帮着李信 联络西南的南蜀移民 这个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二月的中旬 这是一个草长英飞的季节 路边的野花书展身姿 绽放出五颜六色的美丽花瓣 但是很可惜 他刚刚到达人生中最美丽时光 就被一群不解风情的人 无情地踩踏了过去 一朵美丽的野花 伸手一触 罪魁祸首 穿着一身黑衣长 身后还跟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黑一白 那个黑脸汉子低头道 侯爷 移民们的大殿下李信 要过来见您 长达几年的官宦生涯 已经让沐英有些忘了自己的移民身份 现在已经有意无意地 跟那些男鼠移民分开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 没有人愿意一辈子 做见不得人的反贼 既然没办法造反成功 那么就应该老老实实地 跟着别人干 穿了一身黑衣服的李信 又踩折了一株野花的脑袋 然后回头对沐英说道 他准备什么时候来 本来李信对于西南的战略 是想用沐家为撬板 撬动南疆的局势 但是那是和平时期 战士一旦打起来 一个沐家的力量 南蜀移民也有些不爽平南侯府 支撑起来的这杆大旗 毕竟他们与大靖有灭国之仇 怎么可能正大光明 支持一个大靖的太子 估摸着 也就这两天就会出发 沐英笑着说道 大殿下他现在估计也很着急 李慎越在那边扮演大靖忠臣 他面对的压力就越大 李信笑着说道 给他去一封信 告诉他出属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给李慎发现了 不然那位平南侯 怕是不会允许 他就这么出来 侯爷放心 李信他是个谨慎的人 他既然要来见您 就一定会做好完全的准备 李信点了点头 转身继续副手 在两个人前面走着 突然 李信回头看了赵家一眼 又安兄 给点对局势的看法 赵家低眉道 侯爷想听什么 你说一说 叶绍宝与李慎 会不会立刻打起来 胜负如何 暂时是不会打起来的 赵家语气笃定 叶绍宝那边的大部分粮草 都在侯爷这里 后勤不允许 他不会轻易冒险 至于平南军那边 他们本就是以异于对抗天下 更不太敢主动进攻 以在下来看 侯爷与叶绍宝会合之前 他们都不会打起来 李信淡淡地说道 如果他们打起来了呢 谁会赢 赵家低头犹豫了很久 最后咬牙道 那多半是平南军会赢 李信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出身成国公府的读书人 笑着说道 何以见得 因为平南军输不起 赵家低头道 所以这第一仗 他们必须要赢 赵家这话说得非常对 南疆的底蕴 比起朝廷差了许多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第一战是绝对不能输的 如果第一战都输了 那么这个 反也就不用造 大家直接自负 进京等死就是了 朝廷的底蕴 是一整个大后方 而南疆的底蕴 在于爆发力 他们短时间内 可以供应二十万将士 凭借着这股爆发力 也要狠狠肯朝廷一口才行 不肯这第一口 西南就没有半点机会 李信走在最前面 低头盘散了片刻 然后开口道 罢了 咱们该做神什么做什么 且静观其变吧 所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意思就是在这场战局的前期 或者说在李信到达前线之前 他不会插手前线的事物 那边怎么打 或者打不打 都是叶明或者李慎的事情 跟他李信没有关系 慕英点了点头 下去做事去了 这个时候 天色已经是傍晚 李信所部开始就地扎营 生火造范 赵家缓步跟随在李信身后 低着头说道 侯爷 您这么热衷于西南战士 到底是 想在西南战局中 拿到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 四镜无人 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已 李信回头 瞥了自己的狗头军师一眼 然后呵呵一笑 叶安兄这样聪明 看不出来 我只是想跟在叶师兄身后 混一混功劳 赵家微微摇头 他直直地看着李信 侯爷您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朝廷的二平武将 同时还是朝廷的靖安侯 这个位置 如果只是跟在叶大爷身后 哪怕成功平面南疆 对侯爷来说 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说到这里 赵家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老公也让我以后 跟着侯爷的时候 我曾经去查过一些侯爷的往事 您不会做这种出大力气 拿小钱的买卖 说到这里 赵家瞥了一眼 穆英所在的方向 低头道 没有记错的话 穆兄弟是侯爷几年前 就在南疆埋下来的县 那时候 侯爷还只是一个 雨林卫的校尉 李信先是愣了愣 然后白了这个大头书胜一眼 那时候的我 只是想给平南侯府 带来一些麻烦 哪里会想到如今的事情 至于什么县 更是无稽之谈 通过穆英与穆家 谈南疆事物的时候 我已经是金安侯了 赵家长长地吐了口气 如释重负 我原先还以为 侯爷谋算了 两三年时间内的所有事情 昨天晚上想到这里 浑身都是冷汗 现在看来是我高估侯爷了 李信淡淡地笑了笑 我来西南 一是要看平南侯府 防岛屋塔 二来是有一些 我自己的私事 又安兄 我从来都不是 什么老谋深算的人 从前面到现在 我大部分时间 也是竹狼而行 被大士推着走 你把我想的心机太重了 确切地说 以前李信是被 承得皇帝这个大士 推着走的 承得天子 把他推到了 雨林卫右狼将的位置上 然后不安分的李大狼将 硬生生借着魏王府 一跃到了如今这个位置 赵家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对着李信 恭敬弯身 我误会侯爷了 说着 他左右看了看天色 然后低头道 侯爷 马上天晚了 我便不打扰侯爷了 李信摆了摆手 又安兄请便 赵家夺步而去 李信的目光 看向了西南的方向 其实赵家说得很对 李信计划了这么久来西南 当然不只是为了 跟着夜明打卡的了事 这一次李信 要借助西南战局 打造出一股 专属于自己的力量 李信入室两年多 从雨林卫右到禁军 的确有了一大帮下属兄弟 但是 不管是雨林卫还是禁军 本质上都是皇帝的东西 李信只是帮着皇帝看着 说句难听的话 哪天皇帝 想要弄死李信 雨林卫最多做到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假装看不见李信 或者放李信离开 而禁军那边绝对会提着刀 要拿李信的人头 去朝廷领赏 没有一个人会站在李信的这一边 他需要一股自己的力量 这股力量不用特别大 但是要能扎根在西南 有了这股力量 李信不说立刻 能有自保的能力 最起码能有自己真正的根基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像个无根扶贫 当然了 这些话暂时是谁都不能说的 就连身边的赵家也不能说 李信看了一会儿西南的方向之后 又转头看向了京城 目光深邃 也是阴间不远 我不想以后像他一样 况且 我还未必有资格能像他那样 好生生地活着 静安侯爷难难自语 我不能把身家性命 依托在你的慈悲心上 不过 我可以保证 我不会做李之杰 身体里有另一个灵魂的静安侯爷 太不愿意把生死交在别人手里了 两天之后 李信的部队 仍旧按部就班地 朝着西南方向前进 到了傍晚依旧扎营 生火造饭 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 李信坐在帅杖里 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按照慕英所说 他今天晚上就会到 李信一直等到了接近子时 仍旧没有人过来 要知道 他已经早睡两年多了 不再是上辈子那个守夜冠军 眼见时间要过子夜 李信打了个哈欠 准备熄灯上床睡觉了 然后帐外突然传来了慕英的声音 侯爷 大殿吓到了 李信精神一震 咳嗽了一声 请他进来 帐门被缓缓掀开 一个一身黑衣滑长 用黑金猛脸的薛兽公子 在慕英带领下走了进来 这个公子进了营帐之后 先是上下打亮了一眼李信 然后从脸上摘下面巾 露出了一张有些苍白的脸色 他对着李信长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李孝卫你 虽然一直有所耳闻 但是不是亲眼见到 我还真有些不太感性 两个人出见的时候 李信只是一个普通的语林味孝卫 那个时候 李信还曾经请过李信喝茶 不过也是因为身份问题 那个时候的李信 并没有把李信这个小小的孝卫放在眼里 甚至跟李信平等对话的兴趣都没有 他那时候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妹子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过去 当初那个略显稚嫩 看起来甚至是有些天真的李信李孝卫 如今居然摇身一变 成了大进朝廷的新贵 挥下十几万兵马的大人物 这让李信唏嘘不已 回想起他这一年 除了多难了的歉 家里添了的小子之外 啥也没有干 李信健壮也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拱手微笑 大殿下客气了 李信还是从前的那个李信 无甚区别 倒是大殿下你 气色好像有些不太好啊 李信苦笑低头 李侯爷 您找我什么事 直说吧 李信这个人 是西南局势里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他或许不能算是李慎那个级别的大佬 但是无论怎么说 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聪明人 一个有点狠心的聪明人 这一点 从他当年因死自己的兄弟李富 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初那位小殿下 整天叫嚣着要心腹南汉 甚至要跟平南侯府断绝合作关系 这让当时所有的南属移民 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于是李信就蹿跎着他去京城行赐天子 那个有点中二的小殿下李富 就真的去了 结果死在了李信手里 这件事李信是参与其中 所以他对李信的印象极为深刻 两个人在营帐里坐了下来 李信挥了挥手 让所有人都走了出去 这个时候是初春 含义还很重 营帐里也不像京城 可以在火炉里烧炭取暖 李信随手在营帐里的火盆中 丢了块木头 然后笑呵呵地重新坐了下来 他淡淡地看着李信 大殿下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西南的局势 如今李信要扶持废太子造反 你手底下那些南属移民 哪一个也不会愿意跟鸡家的人合作 更不可能为了一个鸡家的人 去战场上笑死 李信这句话正中要害 南属移民与李信合作的基石 就是一起对抗朝廷 现在李信虽然也在对抗朝廷 但是他却是打着鸡家太子的名声 对抗朝廷 这跟南属移民这边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也就是说 就算李信要裹挟着南属移民造反 李信本人也同意 那些底层的南属移民 也不会愿意去卖民了 这也是李信今天为什么要来见李信的原因 他也想在这个困局之中 找到一个出路 这位大殿下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抿了一口之后 抬头看了金安侯爷一眼 李侯爷认为 我们这些南属移民 应该怎么做 李信微微一笑 不管怎么做 你们与平南军十几年的联盟 至少是要断了 李慎本来可以与朝廷好好相处 他与你们联手不说别的 守住西南是没有问题 朝廷那边忌惮你们两家 也没有动西南的意思 但是偏偏李慎这个人 野心太重了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大殿下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所谓的废太子 只是平南军的一个傀儡 是李慎举起的一面大旗 李慎不想固守西南 他想借着这个大旗 成为独揽朝廷大权的权臣 金安侯爷压低了声音 他甚至是想当皇帝 上面这段话 完全就是李信在抹黑李慎了 但是抹黑的有理有据 李慎之所以举起造反 是因为朝廷即将要跟西南翻脸 他没有反应的话 三五年之内平南军就会分崩离析 现在他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 但是朝廷具体是什么态度 李慎这边更不知道的 李信说什么就是什么 作为朝廷的新贵 如今朝廷征讨西南的将军之一 李信嘴里说出来的话 无疑是很有幸福力的 这位南暑的大殿下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了很久 他最终抬头看向李信 李侯爷的意思是 大殿下 你们没有别的路可选了 李信面色平静 李慎现在已经扯其造反 大殿下不妨想一想 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他真的赢了 带着那位废太子入主京城 大殿下这些曾经跟他合作过的 南暑移民 就会成为污点 而且 你们在他起兵的时候毫不配合 他必然恼恨在心 到时候 你们将会是他第一批下手 清除的对象 这种局面下 南暑移民与李慎合作破裂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因为此时 就算是这位大殿下李信 愿意继续出兵帮助李慎 他手下的那些南暑移民 也不会愿意 也就是说 他们对平南军最好的态度 就是观望不动 不可能会帮他们了 李信恋沉如水 清安侯爷继续笑着说道 那再说一说 李慎输了 会是个什么结果 平南侯府割裂西南这么多年 朝廷三代天子 无疑不想收回蜀郡 一旦平南军失败 朝廷必然会着手收回西南 到时候 你们这些南暑移民 就会成为最后的障碍 哪怕那个时候 朝廷已经筋疲力竭 他们也会咬咬牙 一举进攻 把西南全部握在手里 李信笑眯眯地 看向了这位南暑的大殿下 大殿下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当然是有道理的 李信现在说的话 虽然只是推演 但是几乎是一定会成为事实的事情 就连李慎 估计也能看出这些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 废太子对于他来说 用处远胜于这些南暑移民 他不得不做出一个抉择 李信沉默了很久 最后色声开口 李侯爷 有酒吗 李信眯着眼睛 副手走出营帐 然后给他抱了一小坛 用来消毒的珠荣酒过来 给他倒了半碗 李信仰头一口 把半碗酒喝了得干净 然后呛得直咳嗽 他没有喝过这种烈酒 李信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过了很久之后 营帐里安静了下来 李信抬头看着面前的 这个少年侯爷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侯爷的意思是 让我们投降朝廷 李信摇了摇头 一个废太子 你们都接受不了 叫你们投靠朝廷 不太现实 李信大皱眉头 那侯爷的意思是 李信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不如 投靠 我怎么样 李信愣住了 他不明白 眼前这个看起来 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为什么有脸 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投靠他 男数移民 现在可战之兵都还有五万 如果按照户数来算 少说有十万户 这是一股极为庞大的力量 几乎能够与大进朝廷 摆在一个层面的力量 投靠朝廷 倒还有个说法 投靠这么个毛头小子 凭什么 李信愣住了很久 最后还是没忍住 色声问道 凭什么 凭什么 李信先是重复了一句 然后笑眯眯地回答道 就凭你们 现在已经是两头绝路 只有我能给你们搭建出 第三条生路出来 就凭如今的男数 如果没有本侯 最多三五年 你们就不复存在了 李信还是不明白 李信在说什么 李侯爷 我不明白 你如何能给我们生路 静安侯爷笑呵呵地说道 你要先答应 本侯才好说 见这位大殿下皱眉 李信淡淡地补充了一句 男数都已经负灭三十多年了 活着的人 应该想着如何活着 而不是想着过去的死人 大殿下你说是不是 夜月高悬 李信的帅杖里 仍旧亮着灯光 因为来自汉州府的大殿下李信 仍旧在帅杖里 过了很久之后 这位大殿下抬起头 死死地看着李信 李侯爷 我不是一个人 我身后有超过十万户南疆移民 我不能一个人拍拍大腿 就决定跟谁 我必须要清楚 您给出的第三条路 是什么 李信坐在主位上 面色平静 当义军 李信大皱眉头 何为义军 就是你们这些南蜀移民 从今天开始 就是普通的蜀郡移民 因为见李慎倒行逆施 不忍看到蜀郡百姓生灵涂炭 因此自发组织起来冲作义军 帮着朝廷对抗平南军 李信眉头大皱 这又能骗得了谁 从李慎到朝廷 甚至是到那些如同的南蜀百姓 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个说法 这次西南战士 他们最多束手旁观 绝不可能因为朝廷 去跟平南军死磕 李侯爷莫非想不明白 李信眨了眨眼睛 微笑道 只要你们听我的 这只义军 不会与平南军正面碰撞 就算有 也是也是要打算 在朝廷里刨食吃的木家去做 你们普通的南蜀移民 跟着吆喝几句就行了 我需要知道 这么做的用处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总不能我们开口说 自己是义军 就真的变成了义军吧 李信淡然一笑 只要陛下认可 你们就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义军 谁也动摇不了你们的地位 李信忍不住问道 姬家皇帝如何会认 金安侯爷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笑呵呵地说道 因为有我呀 先前本侯已经与陛下说过 你们这些南蜀移民的事 也说过 本侯与南蜀移民中的穆家有些往来 如今这个范围大可以扩张一些 本侯可以与整个南蜀移民都有往来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 星象大静的义军 穆英 或者说穆家与朝廷越走越近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点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必要 而且李信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成了大静的义军之后 你们虽然要归属本侯节制 但是却可以不必受制于朝廷 等西南战事一结束 朝廷清算南疆的时候 你们顶着一个义军的名头 再有本侯替你们作保 朝廷就不会为难你们 李信淡淡地看向这位大殿下 这是目前南蜀移民唯一的道路了 答应与否 大殿下可以自己想想清楚 目前整个朝廷里 也只有本侯一个人 可以让你们摇身一变 从范围变成大静的义军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姬家的皇帝 如何会同意这件事 静安侯爷呵呵一笑 李信那里有一个废太子 又在附近诸郡大肆造谣 陛下现在很需要一支义军 控诉平南军的恶行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 是本侯的事情 大殿下不必担心 李信在南疆埋了暗线的事 太康天子是知道的 李信只需要给太康天子写封信 说清楚 南疆移民愿意与朝廷结盟 以义军的方式 对抗平南军 太康天子 不仅不会拒绝 反而会以最快的速度 同意这件事 毕竟白给的几万人 没有人不会想要 不过按照姬家皇帝的德性 他们如果想要真的 接受李信等人 最少这支义军 要拼掉九成 不然最后没有办法收场 不过这都是西南战事 结束之后的事情了 如今的西南战局来看 少则三年 多则五年 三五年之后 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 但是现在 只要这件事做成了 在中间左右逢源的李信 手里立刻就会有一只 已经倒向了他 只要用穆家为骨架 带领这支义军 最多两三年 这支义军 就要跟着他信礼了 想到这里 金安侯爷淡淡地 看了李信一眼 这件事姿势体大 大殿下一个人 想必不太好专断 大殿下不妨回去 与族里的人 好好商量商量 最后不管大殿下 答不答应 李信都不会有什么怨言 李信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还在思考 李信所说的前因后果 两久之后 这位大殿下 终于想明白了李信说的话 他咽了口唾沫 开口道 李侯咽 如果按照你说的话来 西南战事结束之后 我们这些成汉移民 将得到什么 一个能见得光的义军身份 说到这里 李信笑呵呵地继续说道 当然了 大殿下您如果愿意 也可以入京见一见天子 以大殿下现在的身份 少说陛下 也要给个博业做一做 李信默然道 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李信仍旧面带微笑 那也没有好说的 大殿下既然有信心 不借着本侯 也能自己在朝廷 与西南的夹缝中求生存 那本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且看大殿下手段就是了 说着 李信就要送客 但是 李信坐着没有动 过了很久之后 他才抬头看着李信 如果按李侯爷所说去办 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李信面带微笑 本侯方才已经说了 在西南战事结束之前 这支义军要听我调配 不能由任何人插手其中 大殿下再次陷入沉默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色声道 姿势体大 我需要回去 与家里人商量商量 请便 李信微笑道 牧鹰带着本侯送一送礼大殿下 房子外面站岗的牧鹰 微微低头 卑职遵命 就这样 一脸复杂的李信走了 连夜赶车走的 李信走了之后 一身白衣服的狗头律师赵家 出现在李信的帅杖里 他微微低头 公声道 侯爷 我有些想不明白 你废这个周章 只要谋划着 拿到这些南属移民 为了什么 你想不明白的事 还有很多 李信沉默了很久 最后缓缓说道 这支义军 不会有编制人数 伙食也有南疆移民自己供着 短时间内看不出有什么用 等到长远了 他就会会成长为 可以左右 西南的大势力 而且看情况 他们会长得飞快 太康二年的三月中 大将军夜明率领的先头部队 终于到达了蜀郡的边上 但是夜明并没有继续贸然吸进 而是在蜀郡边界之外的一处 重城停了下来 这就是荆州城 荆州在大晋 并不是大九州的那个荆州 而只是一个荆州府 但是这个荆州府的位置 却十分要害 他基本可以看住 平南军初属的所有路径 算是蜀郡初穿的一个重要门户 夜明选择了在这里驻扎 然后在此之后的整整一个月 他除了派人探查蜀郡情况之外 就再也没有别的动作了 如赵家所说 双方并没有打起来 一个月之后 时间就到了四月 这时候春花基本开尽 李信领着五万左右的人马 来到了荆州城附近 赵家骑马跟在他身后 与李信一起抬头 看着这座地理位置 极为重要的大城 又安兄说得不错 叶少宝带兵很是老练 咱们能看出来的东西 他自然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他才没有贸然入属 李信摇了摇头 如果硬拖下去 朝廷是有本事把平南军拖死 毕竟区区一个蜀郡 不太可能与朝廷比底蕴 但是陛下不会允许 他就这样眼睁睁地 在荆州毫无动作 最多再有一个月 叶师兄不想打 也要打了 赵家低头叹了口气 听说西南朱郡最近谣言日慎 那位平南侯 正在不遗余力地宣扬 当今的陛下是窜逆 他又有真正的废太子在身边 在这种情况下 陛下的确不太可能允许叶大爷 就这么拖下去 李信突然笑了笑 又安兄认为 西南乱局将会以什么结局收场 赵家抬起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开口道 如果侯爷不插手进来 按照我的推算 西南局势会僵持下去 但是最多五年 西南就会再也支撑不下去 最后被朝廷打得灰飞烟灭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而朝廷也会因为这五年大好元气 先帝好容易经营起来的盛世局面 将会荡然无存 如果当今的陛下处理不当 甚至会让国运急转直下 走向衰落 说到这里 赵尤安抬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信一眼 最终沉声道 而一旦侯爷参与进来 便不是我能够推算的事情了 侯爷一个人 足以彻底扭转西南战局 李信微微一笑 又安兄太高看我了 赶路的这两个月里 李信总共见了三次李信 还见了两次木婴的老爹木青 但是关于义军的事情 一直没有谈下来 那位南蜀的大殿下 毕竟不是傻子 他不可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 把南蜀移民的命脉 交到李信手里 所以 李信现在对于西南局势的掌控力度 还是极为有限的 而且 赵家也不知道 李信与南蜀移民之间 有什么联系 所以他刚才那句话 听起来就像是拍马屁一样 赵家悠悠地看了李信一眼 最终微微一笑 是侯爷 你太低估自己了 当初京城里的局势 都因为侯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区区一个西南 比京城的场子小得太多了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荆州城已经遥遥在望 李信回头 淡然开口 吩咐所有人 就地扎营安债 无有军令 不得随意出入 等候命令 跟在附近的传令兵 立刻传达军令去了 而李信 则是领着赵家和穆英 在军中 找到了担任 折冲都尉的小公爷夜帽 两个多月 接近三个月的行军 让这位小公爷的脸色 看起来黑了一些 他见了李信之后 连忙低头 功声道 李将军 不管私底下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军中该叫什么 就应该叫什么 这一点对于出身将门 而且家教森严的小公爷夜帽来说 都是必修可 李信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上马 随本将一起出去一趟 带你寻你爹去 夜帽心里一动 然后连忙点头 好 我这就来 这一天 在李信所部还在荆州城外的时候 李信等四个人 就骑着马 进了荆州城 走到荆州城城下的时候 李信等人才看到 夜明麾下的军队 也是驻扎在荆州城外 毕竟十来万人 如果都一股脑涌进了荆州 这座不是特别大的城池 肯定是遭受不住吧 好在李信已经提前收到消息 知道夜明现在在哪 所以他直接进了荆州城 朝着荆州城的周牧府赶去 快到中午的时候 四个人总算是到达了夜明所在的周牧府 因为夜明的身份 远超于周牧这种地方观 因此 他一进荆州城 这座周牧府 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夜明临时的治所 经过一些轻微通报之后 很快白头发明显又多了一些的夜明 出现在李信面前 这个夜大爷见到李信之后 顿时激动不已 他上前拉着李信的手 苦笑道 李师弟果然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为兄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了 他只顾着跟李信说话 连看也没有看旁边的夜貌眼 小公爷心里的阴影又大了一些 看向李信的眼神更显忧怨了 李信微笑着说道 夜师兄此言何意 夜明苦笑着说道 如今西南谣言四起 有些谣言甚至是传到了京城里 陛下看了难免震怒 前几天还派人过来给了个条子 让我们尽快打掉西南 越快越好 为兄虽然想动手 但是后勤不足 因此一直等到今天 朝廷让押送了五十万石粮草 现在已经到了城郊 只等着夜师兄去查收了 说到这里 李信笑了笑 户部那边 后续还会继续筹粮草 夜师兄在前面 仅可以跟平南军打 小弟尽量保证师兄的后勤 李信又看了一眼夜明 微笑问道 夜师兄 如今西南局势如何 夜明看了李信一眼 嘴中缓缓叹了口气 以微兄看来 最好的办法 就他们给慢慢拖死 但是很显然 陛下他不会允许这么个法子 夜大将军声音低沉 不出意外的话 要打正面了 现在的基本情况是 平南军基本不太可能主动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且不说深入蜀郡 跟他们打正面战能否取胜 就是能不能找到 他们主力都是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为 其实很好处理 只要拖个两三年 再加上蜀郡里 还有十万户与平南军 并不是一条心的南属一名 平南军根本撑不下去 但是偏偏 这上升到了政治问题 夜师兄不想入蜀 夜明点了点头 拉着李信的衣袖 沉声道 不管我们要不要入蜀 都不能让李慎看出来 我们很着急 所以 咱们必须要在荆州城 拖住他一段时间 李信顿时会议了 夜明的意思是 哪怕以后要入蜀 现在也要装出一副 跟平南军死脱的样子 姿态要摆好 他微笑道 夜师兄的意思是 让小弟与陛下说 夜明苦笑道 这件事 微兄一个人不太好说 长安你是陛下亲信的人 你出面上书 陛下就多半会硬下来 不过长安你放心 微兄不会让你一个人 去顶这件事 我与你联名上书就是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点头道 师兄要拖到什么时候 夜明回答得毫不迟疑 最好是能拖到年底再打 时间越长越好 这段时间 微兄尽量派人 去摸索出一张 详尽的蜀军地图出来 这样即便以后 真的不得不动武 咱们的把握也会高出很多 这种级别的战争 以年为单位 再正常不过了 就连李信自己 也做好了在蜀郡打吃九战的打算 文言他低头思索了片刻之后 缓缓点头道 小弟可以与师兄一起上书 不过陛下 他同意不同意 小弟就不负责了 夜明笑了笑 长安你是这只进军又赢的长官 我是此次西征的主将 你我一起上书 陛下怎么样都会同意 说到这里 他语气低了一些 不过 陛下心里高不高兴 那就不知道了 其实皇帝高不高兴 是可以知道的 一般来说 一只远征的大军 最少里面得有一个高级将领 完全向着皇帝 从而达到遥控军队的目的 像现在这样 这只正习军的一号跟二号人物重口一词 多少会让远在京城的天子 有些不太舒服 所以只要这道奏书地上去 皇帝肯定会捏着鼻子同意 但是他不可能会高兴 李信笑了笑 这奏书地上去 陛下从此以后 就会把小弟与夜家看成是一体 虽然不见得会怎么样 但是以后绝对不可能有如今这种 小弟与夜师兄一起做事的机会了 话说到这里 叶明自然也能听明白 李信话里的意思 但是他咬牙道 不管怎么样 打赢才要紧 要是新朝第一 战败在这里 长安你的禁军又赢 最少也要折损大半 那前年长安你与老四拼死正德的勤奋 也撑不住太久 静安侯含笑点头 所以 小弟完全同意夜师兄的做法 在周慕府里待了小半天之后 李信夺步从门口走了出来 而跟着他一起进去的三个人 只有赵又安跟慕英一起走了出来 小公爷夜茂 则是留在了夜明身边 听从老爹教诲 这会儿已经快进出下 天气慢慢热了起来 李信穿着一身薄衫 慕英与赵家一前一后 跟在他的身后 三个人在荆州府逛了一会儿 走到了一处四下无人的地方之后 李信没有回头 只是淡然地说道 慕兄 我需要你再回一趟汉州府 去见一面李信 告诉他 我在等他两个月 如果他 还是没有答复 那么起先的提议就此作罢 慕英点了点头 开口道 卑职这就去 李信犹豫了一下 继续说道 顺便告诉慕叔 咱们之前说好的事 可以开始准备了 慕英愣了愣 随即再次低头 卑职明白了 说吧 他转身去了 只剩下赵家一个人 依旧跟在李信身后 这个陈国公府出身的年轻人 回头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慕英远去的方向 然后回头低头道 猴眼 在谋划大事情 因为赵家毕竟是出身京城 是这儿八经的近人 因此 李信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谋划 全部跟他说清楚 以免他坏事 见赵家开口问 李信笑着说道 慕兄是旧男鼠的移民 这一点幼安兄应该清楚 幼安兄不知道的是 从两年前 慕兄跟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与男鼠的慕家有了来往 赵家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侯爷您 你放心 陛下知道这件事 李信面色平静 先帝也知道这件事 这些男鼠移民 是我们破局西南的关键 毕竟 如果只靠叶师兄正面去打 想要啃下 西南很难 李信哑然失笑 也没有什么大事 男鼠移民还有十万户 最起码可以抽出五万可战之兵 我与陛下的意思都是 尽量把这五万人收为己用 这样 西南局势就会明朗不少 其实李信并没有说谎 他与慕家合作 甚至是与李信合作的事 都是跟太康天子沟通过的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出入 那就是 这男鼠的五万人 到底会听谁的 太康天子那边 只要这支义军 帮着朝廷的军队 攻打平南军就好 但是李信这个中间人 给出的条件 却是要这支义军 完全听他李信的 这就是中间商赚差价 只不过相对来说 李信这个中间商有点黑心 因为这个差价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两个人走在荆州府的大街上 一边听着周围 与京城截然不同的方言 一边商量事情 侯爷 您带到这边的五万人 全都交给叶师兄了 李信笑容轻松 住处叶师兄也给我们找好了 我们只需要在荆州里 住上一段时间就好 至于打仗不打仗的事情 交给叶师兄这种专业的人 去处理就好 赵家大皱眉头 叶大爷不想让侯爷理事 是我自己不愿意理事 李信瞇了眯眼睛 看向了远处一个茶楼 走 我们去找个地方喝口茶去 一直在大街上走着 也不像话 两个人仍就是边走边说话 金安侯爷呵呵一笑 按照叶师兄的打算 这仗一时半会是打不起来了 我懒得理会那些军物 粮草都给他送到了 让他一个人忙回去就是了 再者 还有一位小工业能够帮他 赵家苦笑一声 肩膀哈哈一笑 邀安兄你身子骨太差了 从明天早上开始 你就跟我一起练拳装 这套拳装 我练了两年多了 很是好用 本来李信本人 对于临场指挥作战 就不是很擅长 毕竟他在此之前的带兵记录 只是带着四百与林卫 去计门关走了一圈 能够把五万人一个不辣的 带到荆州城 就算是很不容易了 因此在这个方面 没必要逞强跟叶明争拳 干脆一点 把这些人统统交给叶少宝带着 李信自己还要轻松一些 况且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两个人在一处茶楼的 二楼雅间坐了下来 赵家起身 给李信倒了杯茶 侯爷 您这样放手军务 三五年仗打下来 以后这禁军又营 可大半都是叶家的人了 禁军又营 一共八个折冲府 其中三个折冲府的折冲都尉 直接就是叶家的部曲 不过这三个折冲府里 其中有一个折冲府的都尉 换成了叶家的小工业叶帽 没必要跟叶家分得这么清楚 禁军是陛下的禁军 谁也不能把他们收为己用 既然如此 那就随他去 叶家已经有一个镇北军在手里 这支禁军他们拿不走 我也拿不走 斤斤计较 没什么意思 李信自争自着 喝了一口茶之后 目光看向了窗外 我们且静静地 看着西南局势如何变动就是了 赵家坐在李信下手 他低头沉思了许久 最终抬头看着李信 低声道 侯爷 假若西南平定了 您有何打算 李信目光从窗外 一笑了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身上 然后笑了笑 西南平定了 我就平白拿了一份大功劳 还能有什么打算 到时候安心回京城 过我的富贵日子就是了 赵家摇了摇头 您也信礼 去年陛下刚登基的时候 您帮着陛下 剪出了京城所有将门的家将部曲 前段时间 您还得罪了山鹰谢氏 说到这里 赵家声音悠悠 当今的陛下登基之前 朝中没有多少心腹 为了攫取权柄 必然会重用七族 也就是说 未来五六年的时间里 山鹰谢氏便是一只猪 也能借是启事 可是您好巧不巧地得罪了他们 以我对侯爷的了解 侯爷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地得罪山鹰谢氏 多半是要故意树敌 好让陛下对侯爷放心 可是 如果侯爷以后 没有更多的打算 朝堂之上的压力 就会越来越大 常公主殿下 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理性面色平静 低眉看了赵家一眼 当今陛下 不是过河拆桥的人 我替他做了这么多事 他总不会坐视不理 赵家摇了摇头 一年两年 甚至是五年十年 陛下应该都会惦念侯爷的功劳 但是这功劳并不能吃一辈子 十年之后 一切都模糊的时候 侯爷应当如何自处 李信哑然失笑 又安兄你太敏感了 按你这个说法 也是早该被人给害了 赵家死死地看着李信 一般人像侯爷这样立功 无论怎么样也能善终 可是侯爷您不一样 李信放下手里的茶盏 看向自己的狗头军师 我怎么不一样了 您信里 赵家一字一句地说道 李信的身世 京城里的大部分人 都是不知道的 但是当年的那件事 御夫人并没有能瞒得住所有人 最起码 京城最上层的那一小撮人 都知道李信是谁的儿子 赵家作为成国公府的人 他知道这个并不奇怪 金安侯爷脸色沉了下来 谁知道 陛下知道 赵家低声道 我知道侯爷不会认这个理 但是京城里许多人知道这个 他们会认 赵家自小开始熟读史籍 别的朝代暂且不说 只说我大静 我大静开国百多年 单论谋生者 侯爷可以稳居前三 赵家以为 侯爷现在可以为以后的 静安侯府谋了 李信伸手给赵家倒了杯茶 然后与气平静 幼安兄怎么知道 我没有再为几儿谋 赵家先是愣了愣 这才若有所思地 看了李信一眼 低着头没有说话 两个人正在楼上喝茶的功夫 突然茶楼底下传来了一阵动静 有喧闹的声音传了上来 赵家起身道 侯爷 我下去看一看 李信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有几个雨林卫跟着咱们的 对着李信公身道 侯爷 楼下有人要见您 谁啊 听他说自己是荆州府的周牧 名叫聂思章 周牧跟支州是两码事 理论上来说 支州只管一周的政务 而周牧是可以军政兼长的 也就是说 这位聂周牧 以前是荆州府的一号人物 荆州府的地位十分要害 他是蜀郡初穿的要冲 这个地方大进朝廷一直极为重视 荆州府的从三品周牧 并不是什么小人物 在叶明这个西南行军大总管没到之前 聂思章就是荆州无可置疑的一号人物 而且他替天子牧荆州 已经有四年时间了 是正儿八经的地头蛇 李信先是愣了愣 然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才到荆州大半天时间 况且军队都交割给了叶师兄了 他们这也能找得到我 你让他上来吧 是 一会儿之后就 一个略微有些发福的中年人 挺着小肚子上了二楼 他并没有穿官服 只是穿了一身长服 捶手朝着李信这边走过来 赵家很实相地站了起来 等人走近之后 连六部的圆外郎也未必比得上 但是现在 这是在别人的地头上 能不得罪人 还是不要得罪人的好 况且 李信也不是什么 喜欢拿架子装逼的人 这个中年人面色发黄 留着两撇胡子 进了二楼雅间之后 他先是看了一眼李信 然后又看了一眼李信身后的赵家 顿时有些迟疑 他不知道哪个是李信 传闻中 这位少年侯爷很是年轻 但是眼前这两个人都很年轻 最终 还是李信笑咪咪的抱了抱拳 长安李信 建国聂周牧 聂思章连忙低头 怀礼道 下官聂思章 今日衙门是忙 没能出城迎接侯爷 请侯爷恕罪 李信摇了摇头 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荆州正在筹备战事 周牧忙碌是应该的 李信不过一介闲人 聂周牧太客气了 聂思章抬头看了一眼李信 语气千功 下官特意在城里 备了一桌酒席 给侯爷接风 荆州周牧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 荆州府是巴蜀 与外界沟通的关爱 因为三十年来 蜀郡有一个平南军的存在 因此 朝廷一直很重视这个地方 并且从成德天子之后 开始在荆州驻军 在别的州府 只有最多一两千兵力的时候 荆州府足足有两万荆州兵 正是因为这两万荆州兵 因此 这里的长官不是支州 而且周牧 因为聂思章 既是荆州的支州 也是这两万荆州兵的将领 不过叶明这次西境 头衔是西南行军大总管 也就是说 只要他到了西南 西南诸州的所有军政 都要受这位叶绍宝截制 此时的两万荆州兵 已经不归聂思章管了 面对这个荆州大佬的邀请 李信没有多做犹豫 就笑着开口 聂州牧相邀 本侯自然欣然前往 不过提前说好 叶大将军也要同去才行 不然本侯不好在 叶大将军面前做人 从这次征锡军的架构上来说 李信应该是个二把手 如果聂思章请李信吃饭 那么叶明是必须要到场的 不然就会显得 对叶明这个主将不太尊重 这位有些发福的周牧大人 先是愣了愣 然后连忙笑道 侯爷放心 叶绍宝下官肯定是会请的 此时 这位聂州牧心里有些吃惊 这位少年侯爷 在为人处世上 有着超乎常人的成熟 那聂州牧留个地方 稍后本侯一定过去 聂思章连忙从袖子里 取出一份请柬 递在李信桌子上 然后对李信行礼之后 连忙带着手下人走远了 等聂思章走远之后 李信打开了这份请柬 一边看一边对赵家笑着说道 尤安兄 你说 这位周牧大人 有没有宴请叶师兄 赵家含笑道 我猜这位聂周牧 此时应该是在去寻叶大爷的路上 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 都是面带微笑 每一个地方 都是一个小朝廷 荆州也是这样 这个聂思章看情况 以前肯定是荆州 这个小朝廷的老大 但是叶明来了之后 就在没有他说话的地方 偏偏叶明这个出身匠门的人 很是古板 基本不太可能跟聂思章有什么沟通 他多半是在叶少堡那里吃了亏 才会要这么着急的到李信这里来 目的也很简单 他不想在这次西南之争中 被撇在一边 按照道理来说 他这个荆州军的统领 就算按比重来 也应该在这次争稀军中 占得一席之地 而不是从一个荆州牧 成为荆州之州 但是以叶明的性格 不太可能会把他放在眼里 更不会拉他入局 李信这边也是这样 叶明不点头 他也不会搭理这位聂州牧 不过该去吃饭还是要吃的 毕竟之后一段时间 他这个金安侯 还要在荆州城里生活 跟地头蛇关系好一点 总不是什么坏事 这边荆州城里 在波涛暗涌 另一边的穆英 在经过四五天的奔袭之后 已经到了汉州府城的城下 蜀郡的景城 是平南将军府的所在地 但是汉州城 却是李信这些南蜀移民的所在地 十几年来 从閩王殿下与李慎达成协议之后 平南军就没怎么再插手 汉州城的事务了 穆英就是在汉州府长大的 他很顺利地进了汉州府 熟门熟路地找到了穆家的所在地 穆家并不大 确切地说 穆家的人并没有聚居在一个地方 住在这个位置的 只有几十个人 七族的则是分散在了汉州府的各个地方 之所以这么做 是与当年李之杰破属有关 那会儿景城里住在一起的家族 都被李之杰直接打残 甚至是直接灭族了 从那时起 这些南蜀移民 就几乎不会一家人全部住在一起 而是分散开来 有些甚至还会住进山里头 就是为了保存血脉 穆英一路摸到了一家的后门 然后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头 老头抬头看了一眼穆英之后 又重新低下头 英哥回来了 属中没有其他地方那么森严的规矩 因此 即便穆英被名义上赶出家门了 家里的人还是认得他的 穆英点了点头 开口道 老哈在哪里 在李屋 老头低头道 我领英哥过去 不用 穆英弟妹道 我自己个过去 过了一会之后 穆英顺利在自家书房 见到了自己的老爹 父亲 已经年近五十的穆家家主穆青 本来正在看书 见到自己大儿子走进来之后 立刻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关上了房门 转头看向穆英时 已经是一片严肃 你怎么回来了 自然是有事情要办 穆英笑了笑 开口道 父亲近来身体可好 穆家主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身子还可以 活个三五年 总不是问题 你回来有什么事情 穆英不客气地喝了一口 自己老爹的茶水 然后笑着说道 侯爷到荆州城了 他着急要等大殿下的回信 就让我回来催一催 大殿下早下决断 穆青面色凝重起来 他走到自己儿子身边 开口问道 你去大殿下那里了 还没有 穆英笑着说道 许久没有回来了 不知道汉州府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所以先回家来见见父亲 打听打听情况 还好你没有去 穆青拉着穆英的袖子 微微皱眉 大概两天前 景城那里 来了一拨人 住进了大殿下的宅子里 到现在有两三天没有出来了 大殿下多半有些三心二意 甚至有可能会倒向李慎那边 穆英大皱眉头 景城的人 是谁 穆家主压低了声音 可能是 李慎本人亲自来了 这话一出 一向大大咧咧的穆英 脸色也沉重了起来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 最后色声道 老爹 侯爷他说 先前与您说的是可以准备了 本来我还觉得 侯爷有些小题大做 现在看来 咱们这位大殿下 真的有些执迷不误了 李慎与穆青 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有些冒险 只能留作备用 现在看来 还真有了用武之地 穆青摇了摇头 大殿下他不是什么蠢人 他现在多半也是在 举棋不定的时候 不然景城来的这些人 也不至于两三天不走 等明天 我去大殿下府上看一看 如果合适 我再领你去见他 穆英缓缓点头 他看向自己的老爹 沉声道 父亲 如果大殿下真的倒向了平南军 那么我们 这剩下的十万户男鼠移民 便必死无疑了 穆青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李姓能看到这些 南属移民的重要性 作为与李姓眼界差不多 甚至比李姓 还要高出一些的李慎 自然不会看不出来 原本这十万户男鼠移民 既打不过朝廷 也打不过平南军 只能乖乖地给平南军利用 成为南疆平衡的关键力量 但是现在平南军 已经和朝廷翻脸 也就是说 平衡被打破了 或者说 南属移民 成了决定天平的重要力量 固然 南属移民 与平南军绑在一起 也未必打得过朝廷 或者说 未必耗得赢朝廷 可只要南属移民 投向的朝廷 平南军便会左之右处 撑不了太久 在这种情况下 李慎特别重视 这些南属移民 他亲自从景城出来 抛下了景城里 极为繁重的军物 来到了汉州城 要知道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李慎对于这些 南属移民 姿态一直摆得很高 从他继任平南侯以来 没有一次主动来过 汉州城 都是李慎主动去景城见他 但是这一次 时宜逝宜了 在汉州府城中心的一处 相对豪华的宅子里 一身轻衣的驻国大将军李慎 与一个白衣人隔桌对坐 向来不苟言笑的李慎 此时也是一样 云淡风轻地 坐在李慎对面 很显然 两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谈话了 事实上 李慎已经住在这个宅子里 两天时间了 他与李慎也前后商谈了三四次 只不过 还是没有谈出来一个结果 平南侯爷 一边不慌不忙地泡着茶水 一边云淡风轻地说道 大殿下 这两天时间 你一直说要考虑 本侯也耐着性子 在这里等了大殿下两天了 不知道大殿下想好了没有 李慎这十来年时间 都多少有些畏惧李慎 这会儿 哪怕是他站在上风 心里也难免有些害怕 听到李慎这么说之后 这位大殿下眼角动了动 然后低头苦笑道 大将军 汉州城的情况 您也是知道的 这十万户移民 并不是全部都听我一个人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理拿捏着 大将军要容我几天 我得慢慢跟他们商量 李慎目光中 隐隐透露含义 大殿下是南汉剩下的 唯一一个宗室 难属移民 哪一个不该听大殿下的 如果大殿下手下 有什么叛逆之辈 本侯可以带大殿下出手 帮着大殿下清理门户 李慎长叹了一口气 大将军 当初令尊带人攻破景城 是穆家人带兵 把我父从景城里抢救了出来 那时是穆家人掌握兵力 后来虽然穆家人 愿意把权柄交出来 但是他们手里 至少还留了一两万人 大将军 如果有信心平灭这一两万人 仅可以现在就去 反正 我们这些亡国之人 是不太可能 对自己的同胞提刀的 李慎当然也不会这么做 本来他来汉州城 就是为了寻求合作 如果与穆家人动了手 且不说自己要死多少人 最起码与南署移民的合作 就破裂了 李慎深呼吸了一口气 最终缓缓看向李慎 大殿下 我大惊的太子殿下 已经承诺帮你们复国 如果你们相帮朝廷 那个坐在京城里的伪帝 会同意你们南汉复国吗 你们相帮朝廷 我平南军如果坚持不住 下一个被杀的人 就是你们这些旧属人 大进朝廷为了看住你们 这么些年不惜在南疆驻军 大殿下应该能明白 鸡家人不可能看着南蜀 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他们过了河 第一时间就会是拆桥 李慎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看了李慎一眼 李慎焉知 大将军会不会过河拆桥 这就要大殿下去赌了 李慎沉声道 两边大殿下总要站一边 否则两边人 都会找大殿下的麻烦 听到李慎这句话之后 这个南蜀的大殿下愣了愣 突然想起了 前不久李慎说的话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李慎说道 不瞒大将军 我前些时候去见了一个人 他也跟大将军一口同声 说如今的南蜀 只有两条路可以有 李慎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看着李慎 让他继续说下去 不过那个人 却没有像大将军这样 让我选一个 他说两条路走到头 南蜀一鸣 还是逃不过死路一条 所以他给我指出了第三条路 说到这里 李慎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李慎沉默了很久 最终开口说道 大殿下去见谁了 叶明 李慎摇了摇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人应该是大将军的儿子 如今朝廷征锡军的副将 绝封靖安侯 李慎先是愣了愣 随即哑然失笑 李慎还不成弱贯 大殿下莫非相信这么个小娃娃 也不愿意相信李某 李慎今年43岁 大殿下李慎 今年也超过30岁了 两个人看李慎 的确像是看孩子一样 李慎默默地说了一句 且以为 道理不是进出于长者 那位静安侯爷说得很对 如今我南蜀走哪一边 基本都是一条死路 说着 他抬头看着李慎 且不说帮了大将军你 以后我们这些人的后果会怎么样 晚辈只问大将军一句话 李慎面色平静 你问 李慎一字一句地说道 如果我南蜀十万户 全力支持大将军 与大将军一起浴血奋战 请问大将军 我们对朝廷胜算几何 这一句话 就把李慎问到了 这个大进朝廷的 驻国大将军 沉默了许久 最终老老实实地开口 不会超过三成 大将军是个实胜人 李慎继续说道 如大将军所说 如果我们帮大将军 可能还没有等到 过河拆桥的那一天 朝廷就把我们搅了 李慎无言以对了 过了片刻之后 他站了起来 我明白大殿下的意思了 他对着李慎微抱拳 与其仍旧保持平静 如果大殿下 不愿意帮助我平南军 那么李某希望 大殿下能够保持中立 不要相帮朝廷 说到这里 李慎又重重地加了一句 三十多年前 锦城里的惨案 系出于大进朝廷 大殿下作为南汉宗室 莫要忘了这段恩怨才是 李慎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三十年前 是令尊打尽的锦城 李慎摇了摇头 我父一辈子打仗 都是坐镇中眷 从他三十岁以后 就在没有自己拔过刀 一个下人弯身走了过来 大殿下 木家的木婴来了 说有急事要见您 木婴来的时间很巧 这个时候 本来李慎都要起身告辞了 但是听到这个下人的话之后 他又重新坐了回去 一般来说 下人们通报事情 声音都会低一些 或者直接覆耳说话 防止被别人偷听 但是这个李家的下人 是直接当着李慎的面 说出了这句话 声音不是很大 但是已经足够让李慎听到了 平南侯爷重新坐了下来 似笑非笑地看了李慎一眼 眼前这个情况 如果不是这个李家的下人有问题 那就是这位大殿下 故意让他李慎听到的 李慎站了起来 对着平南侯拱手道 大将军避一避 李慎笑了笑 大殿下 如果本侯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木婴应该是背弃了南鼠 倒向了大进朝廷 如今他好像是京城与临卫的狼将 这种人 大殿下也要见 李慎微笑道 非是要见他 而是要见他背后的人 他背后的金安侯 可以给我们这些亡国之辈第三条路走 大将军却不能 自然要见一见 李慎低眉道 那本侯倒要留下来 听一听 这第三条路是什么路 他坐在座位上 一动不动 大殿下只是略做犹豫 就干脆地挥手道 让木婴进来 是 没过多久 穿着一身黑衣的木婴 昂首走了进来 进了这间屋子之后 木婴先是看了李慎一眼 然后又瞥眼 看到了李慎旁边的这个中年人 眉头微皱 他跟在李慎身边 快有两年时间了 这个中年人是谁他 自然是认得的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李慎居然会当着李慎的面见自己 李慎微微弯身道 木婴见过大殿下 他话刚说完 还不等李慎答复 一旁的李慎就眯着眼睛说道 木狼将还真是喜爱雨林卫啊 连回乡都不忘 穿着雨林卫的长服 雨林卫的服色是黑衣黑甲 平时的长服礼服都是黑色的 区别是 礼服上会有一枚白线勾勒的白虎 现在木婴穿着的这一身纯黑色的单衣 就是雨林卫狼将普通的长服 李慎说这句话 就是为了提醒李慎 眼前的这个木婴 已经完全倒向大进朝廷了 木婴先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 然后咧嘴笑了笑 在下在京城里做事 买个凤炉微薄 没钱置办衣裳 就把平时穿的衣裳穿回来了 这个大殿下应该不介意吧 李慎摇了摇头 喜欢穿什么便穿什么 没必要这么讲究 木婴点了点头 伸手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书信 取在手里 低头道 大殿下 这是我家侯爷写给大殿下的亲笔信 请大殿下过目 李慎长叹了一口气 走到木婴身前接过的这封信 他还没有来得及拆信 就拍了拍木婴的肩膀 木大郎 这两年在京城里混得可好 木婴微微低头 蒙进安侯爷照顾 过得还行 李慎摇了摇头 开始低头拆信 坐在一旁的李慎 见这个雨林卫的狼将 完全无视自己 饶食他休养足够高 心里也难免有些火气 他不轻不重地瞥了木婴一眼 开口道 木狼将不认得我 木婴回头 上下认真打量了一眼李慎 然后摇头道 你家的那个侯爷 可不敢忘了我是谁 木婴上下认真仔细地 打量了李慎一眼 然后再次摇头 这位看起来 与京城里的平南侯有些相像 不过可惜 那位平南侯已经葬身火海 为奸人所害 所以你不可能是平南侯爷 李慎先是愣了愣 随即哑然失笑 差点忘了 本侯已经被烧死在了京城里了 他坐在椅子上 抬头看了木婴一眼 然后开口问道 你家侯爷现在在哪里 无可奉告 黑脸木婴语气平静 你如果想见我家侯爷 以后估计是会有机会的 不过那个时候 恐怕就不是此时光景了 李慎呵呵一笑 你说起话来 比李慎还要硬气得多 有幸跟着侯爷 去过一趟永州府的骑阳县 木婴脸上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 某位祝国大将军的所作所为 可一点也不像的男人 我家侯爷休养好 不屑于跟你多说什么 但是木某这张嘴 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木婴把目光 瞥向李慎的下半身 脸上满是不屑 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也就罢了 解开裤腰带之后 还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你也配称作男人 到现在 你依旧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老子倒要看一看 你平安侯府和赵俊李氏 房导屋他之后 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满脸平淡 木婴脾气跟比较爆的 他跟着李慎时间长了 对于李慎的身世 也就基本了解了 尤其是 他还跟着李慎 去了一趟永州老家 在那里他 基本把李慎母子的情况了解清楚了 从那个时候起 这个巴蜀汉子 心中就憋了一口恶气 急于发泄 就像木婴自己说的那样 李慎本人在这里 多半是不屑跟李慎对骂的 但是木婴不一样 他没有那么高的素质 因此 他就这么肆无忌惮地 喷了李慎一顿 平安侯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地 听木婴骂完 当年就是 本侯不想再提 你一个伪帝朝的官员 踏足蜀郡地界 还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便不怕本侯斩了你 李慎声音冷烈 李慎本人 也不敢这么放肆 跟了李慎几年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木婴高高地昂起头 老子姓木 我木家上下 也还有些人能打 你要是看老子不满意 现在就可以带兵 来打汉州城 李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强行忍住心中的怒火 没有发作 而这个时候 李慎也把来自 金安侯爷的书信看完了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转头看向木婴 微微放低了声音 木兄弟 金安侯说的事情太大了 我这边一个人 不可能做得了主 我需要时间 李慎现在的战略很明显 那就是拖时间 拖得时间越久 局势就越明朗 那个时候 这十万户难属移民 才可以选择一个最优的选择 木婴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这封信的内容 在下不小心 昨天给我父亲看到了 我父亲看过之后很高兴 并且表示 我木家同意这封信里的内容 木家是南疆的顶梁柱 他们回头同意了 李慎其实就没有什么拒绝的余地了 木婴不缓不忙地说道 侯爷说了 最多两天 两天之后 必须要得到大殿下的回复 否则就等同于拒绝 我会在汉州城里住两天 他说完这话之后 转身就走 两天之后 大殿下这边没有消息 我便回去知会侯爷 其实可供李慎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他跟李慎都明白 南疏移民和平南军绑在一起 在硬实力上 也不太可能是大进朝廷的对手 所以从一开始 李慎就没想着选 他只想着拖延下去 拖到西南局势相对明朗的时候 再行下主 但是很可惜 足足十万户的南疏移民 还是太过显眼了 不管是李慎还是大进朝廷 都看中了他 也都在逼着他站队 从家国情怀上来看 这些南疏移民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跟大进朝廷合作 毕竟大家有亡国之恨 但是从实际利益出发 李慎没有办法硬着头皮 去跟平南军站在一起 正因为这个原因 李慎对于南疏移民 是类似于恳求的态度 而李慎面对李慎 则是极为强硬 这位南疏的大殿下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抬头看向牧英 缓缓说道 牧兄弟 你也是南属人 当初景城破城的时候 牧家也死了很多人 如今你帮着大进朝廷做事 何苦这样咄咄逼人 脸色趋黑的牧英 目光瞥向稳稳坐在一边的李慎 最终冷笑道 大殿下 你可以让自己忘了那段故事 但是牧家可没有忘 当初破景城的 就是平南侯府 那时候 还是我祖父拼死 护着敏王殿下逃出的景城 如今平南侯府的平南侯 就坐在我们面前 大殿下要 反而要指路为马不成 不错 我牧家现在是在替朝廷做事 但是大家都是为了求活而已 大殿下 如果能带着我们这些南属移民 重新复国 牧英立刻辞去雨林卫的职位 帮着大殿下复国 大殿下敢说这句话吗 李慎默然无语 以他现在的能力 能够保持现状都不太可能 更不要说帮着南属复国了 牧英继续说道 眼前的情况 大殿下如果不能复国 咱们这十万户属人 都是前途未卜 既然大殿下没法带着我们 找到一条生路 总不能拉着我们牧家去死 对不对 李慎脸色难看 因为牧英说的 都是真的 不能再真的真话 不管他再怎么分辨 都不能否认 当初破景城的是 李智杰的平南军 而且如今的他的确没有办法 给这十万户南属移民 找一个出路 牧英每一句话 都让他哑口无言 事实如此 过了很久之后 他才色声道 牧兄弟 当初牧家对父王的恩情 李慎一直记得 你先回家去 等明天我会给牧兄弟一个答复 牧英点了点头 对着李欣拱手道 大殿下 牧英始终是属人 今日多有得罪了 说到这里 牧英瞥眼看了李慎一眼 然后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祖国大将军 我家侯爷脾气好 但是牧英脾气可不好 你当年所作恶事 他日都会一一报应在南疆 你且静静等着 李慎坐在椅子上 纹丝不动 小兄弟 你太年轻了 当年就是 孰是孰非本侯懒得去 与你分说什么 大将军 希望来日的时候 你还有今日这样蜘蛛在握 说吧 牧英副手转身去了 留下李慎和李欣两个人 仍旧坐在这间屋子里 牧英走远之后 平南侯静静地喝了一口手里的热茶 微笑看向李欣 大殿下 你看到了 李信这个人气量狭小 而且做事不计手段 这一点从牧英身上 就可以看出来一些 大殿下如果跟李信一起做事 无异于与虎谋皮 李信摇头苦笑 大将军不明白 我现在的苦处 如今整个牧家 已经完全倒向了大静朝廷 而牧家在十万户署名之中 并不比李欣若是多少 他们已经站得对 我就算心向大将军 也有些无能为力 李慎呵呵一笑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李欣拱了拱手 大殿下 南侍与大静朝廷是生死仇人 这一点三十年来从未改变 即便你们愿意投降大静朝廷 愿意忍下当年的仇恨 大静朝廷也未必容得下你们 到时候 他们过河拆桥 恐怕只有大殿下你一个人 可以活得下来 其中是非厉害 大殿下自己斟酌 说到这里 李慎也副手走了 在院子的外面 一辆纯黑色的马车 已经等在了外面很久 一个穿着轻衣的少年人 已经等在了马车附近许久 见到李慎走过来之后 这个少年人恭敬低头 父亲 这个少年人 就是李慎寄养在李延明下的儿子李硕 这段时间以来 李慎经常把他带在身边 想把他培养成平南军未来的接班人 不过前一段时候 李慎还因为他私会理性的事情 狠狠责罚过他 这时 李硕已经恢复了对李慎父亲的称呼 李慎面无表情 卖不上了马车 李硕跟在他身后 也走了上去 父亲 进展如何 很不好 李慎实话实说 但然道 这些旧南暑的移民 被李慎提前安插了人 现在已经很难再说动他们 基本可以放弃了 李慎所说的安插了人 是指沐家的那些人 这些人是李慎两年前就开始运作 到如今 终于在南疆局势的影响上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想到这里 李慎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默默地看了李慎窄底一眼 喃喃自语 希望你能谁也不帮 这样我能省力不少 现在拉拢李慎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这些属人 基本不太可能相帮平南军了 所以李慎只能期望李慎能够两不相帮 这样平南军还能够舒服一些 说完这句话之后 李慎回头看向自己年仅16岁的小儿子 你去见过李慎 李硕咬牙道 是 金安侯在永州的时候 儿子曾经去拜访过他 李慎瞥了李慎一眼 继续问道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李硕闭上眼睛 回忆了一遍他跟李慎见面的场景 最后他缓缓睁开眼睛 聪明 睿智而且很自信 说到这里 李硕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而且他不是坏人 转眼间 李慎已经在金州府 待了七八天时间了 这七八天时间里 那位金州牧请他吃了两顿饭 李慎都去了 不过只有第一次有叶明 算是给李慎接风 第二次叶明就没有到 只剩李慎一个人去 参加这个聂州牧的宴会 大概就是想让李慎帮忙 让他在西征的队伍里谋个位置 对于这件事 李慎是不太乐意帮忙的 毕竟他自己都没有打理军务 也不太好往里塞人 最后 李慎还是把这个大麻烦 甩给了叶明 然后看在两万金州兵的面子上 叶明同意 让他继续统领金州兵 这个聂州牧大喜 甚至要拉着李慎一起拜把子 被李慎无情拒绝了 开玩笑 他李慎是堂堂成国公的学生 叶绍宝的师弟 哪里是随便一个人 除了出去喝茶溜弯之外 就是闲下来教授赵家占全装 七八天时间下来 赵家身子骨没见好转 倒是弄得浑身腰酸背痛 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 期间 叶明与李慎一起联名的奏书 也经一战递了上去 叶明还几次请李慎过去一世 李慎也假模假样地去了 总之 这位金安侯爷 一改在京城里寸步不让的模样 对叶大将军 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谦让 以至于整个征锡军 已经尽在叶明的掌握之中了 这些李慎都不在意 这个征锡军 就算他再怎么钻营 冒着与陈国公府翻脸的风险 去跟叶明争 到最后 也不太可能成为他自己的势力 能让他上心的 始终是汉州府那一边 等到第九天的夜里 李慎终于等到了他 梦寐以求的那个人 穆英回来了 不仅仅是穆英 穆家的家主穆青 也跟着穆英一起 进了荆州城 李慎大为惊喜 直接拉着这两个人 进了院子的后院 两个人倒了杯热茶 穆叔 穆兄 情况如何了 穆青有些拘谨 站着没有说话 穆英与李慎熟悉得多 他伸手接过了李慎 递过来的热茶 笑着说道 侯爷 我去见大殿下的时候 李慎也在场 不过好在一切顺利 大殿下已经同意侯爷的条件 让南鼠的力量成为一军 听从侯爷调遣 这几天 大殿下正在准备 交割手里的兵权 再过几天 他应该就会来见侯爷了 李慎伸手拍了拍穆英的肩膀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他呆呆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缓缓深呼吸 老实讲 他心里很是有些激动 激动的一时半会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这次他来南疆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到属于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这一刻之前 以前所有的设想 都还单纯地只是设想而已 但是现在 李慎先前盘算的事情 都在渐渐地变成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会不激动 更何况李慎这么一个少年人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终于勉强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但是脸上还是忍不住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辛苦木兄了 李慎笑得很是开心 今天以后 我们也是有刀的人了 在今天之前 李慎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替别人执刀的人 但是从今天以后 他成了一个自己有刀的人 这其中的差别 可就大得太多了 他对着一边的木青 呵呵笑道 木叔 这几天木家的人忙活一些 李慎主动交出来的这些权利 暂时就有木家帮忙打理 以后也还要木家多费心思 年纪大一些的木青愣了愣 随即对李慎低头道 侯爷要假他人之手 本来就是打算给木家人打理 李慎爽朗一笑 我在南属移民里 一没有人望 二没有根基 三来更没有合适的人选 从一开始 本侯的义起 就是让木家帮忙打理这支异军 木家与我金安侯府 早已经休期与共 李慎信得木叔 侯爷格局甚大 木青佩服 木青深深低头 这句话并不是拍马屁 而是这儿八斤的发自肺腑 要知道 李慎手里的人 加上木家的人 可以凑出来一支超过五万人的军队 而且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军队 就拿大进朝廷的编制来说 一个折冲府 也不会超过一万五千人 可身为折冲府首领的折冲都尉 再大进 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高级官员 而这个折冲都尉 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 也只能带兵 不能领兵 整整五万人的兵马 从数量上来说 等于接近二十个羽林位 这支军队 是一股极为庞大的力量 一般人来说 哪怕是李慎拿到这股力量 估计也会兴奋地睡不着觉 而且会立刻派人 自己死死地把持住这股力量 也就是李慎这种 对于兵权不是特别敏感的外乡人 愿意让木家人帮他带涨 木青低着头 然后抬头看了李慎一眼 侯爷 我家有个女儿 很是漂亮 侯爷真的不打算考虑一下 李慎脸色一黑 怎么事情谈得好好的 突然就提起这么一件事了呢 老子看起来像是那种好色的人 他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道 既然李慎已经知道了 木兄去劝祥的事情 那么他多半 就不会轻易地放过你们 等你们回蜀郡的时候 让木兄带点雨林卫跟着 莫要给李慎派人 给害了你们 木青文言 先是愣了愣 最终转头 看向自己的儿子 木英拍了拍胸脯 对着自己的老爹笑着说道 父亲多心了 侯爷是个敞亮的人 既然说了 让木家的人打理 就不会反悔 这些雨林卫 大多是儿子一手调教出来的 他们不会对我们木家不利 李慎摇了摇头 低眉道 木叔还有木兄弟 等会本侯就去给天子写信 让他赐予 你们这些男鼠异士 一个异军的称呼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就先安分一些 尽量避免与平南军正面碰撞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木青低头道 侯爷的话 我记下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 一天没能彻底接手南疆 就要一天保持警惕 李慎这个人 也是有自己的坚持的 我怕他会反悔 对你们下手 木青低头秤势 没有接话 而大嘴巴木青 就没有这么守口如瓶 他大咧咧地说道 侯爷放心 论人脉势力 大殿下比起咱们木家 还要差上一大截 他既然低了头 就翻不出什么浪花 静安侯爷没开眼笑 西南格局 全在木家肩上了 三个人仔细商量了一些细节之后 李慎又在荆州城里 请木青吃了顿饭 酒过三巡之后 这位木家的家主 给李慎敬了杯酒 李慎是与木英同辈交 所以木青就是他的长辈 静安侯爷很懂规矩 当即站了起来 还了木青一杯 木叔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就是 不用这么客气 木青笑呵呵地放下酒杯 缓缓开口 侯爷 按道理来说 这支义军 应该由侯爷亲自领着 我们木家人不应该插手 但是既然侯爷看得起 木家就厚着脸皮 替侯爷先带着 不过 木家也应该拿出一些诚意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笑着说道 木英有一个妹子 侯爷也应该见过了 他生的虽然不能算是国色天香 但是也算俊巧 侯爷不如就把他收进房里 这样木家与侯爷 就会更加亲近一些了 这老头 怎么还没有忘了这茶 静安侯爷苦笑一声 开口道 木叔 我是娶了大金的长公主 不是娶了别人 而且又刚刚成婚 如果在这个当口在那一个 无论如何 也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老夫知道 木青笑着说道 这几年时间里 侯爷多半都要待在西南 身边也没有一个贴心人照顾 且让那丫头 跟在侯爷身边就是 有没有名分 也不及这一时 木家为了绑死理性 与李星更亲近一些 已经有点不择手段的味道了 木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李星在西南这段时间 身边没有女人 想让自己的女儿 跟在李星身边伺候他 金安侯摇了摇头 木家也是西南大族 李星无论如何 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木叔 这件事暂且搁置 等以后 有机会再提这个 说着 李星看向一旁的木鹰 深呼吸了一口气 木叔 我与木兄是出生入死的关系 这份情意比鹰轻要重得多 无论如何 李星也不会有害木家 木青听完李星这句话之后 沉默了下来 他低头喝了一口酒 最终默然道 侯爷 老夫知道你的人品 不会做过河拆桥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些人 在大进朝廷看来 始终都是反贼 将来西南平定 朝廷反过手来 要对我们下手 侯爷未必就肯下场护住我们 这位木家主愧叹道 到时候 木家上下 恐怕也就只有木鹰一个人能活下来 老夫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想让家里的那个小女儿 也有个出路 将来哪怕木家没了 他跟在侯爷身边 也能有一条活路 木青这些担心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古往今来 只要是在名利场上摸爬滚打的人 就没有几个是真正守信用的 像木家这种类似于昭安的势力 将来的确很难在大进朝堂上存活下来 因为那些人会排挤他们 不管是张渠这些文官 还是京城里的那些将门 都是根正苗红的大进子民 他们是必然会歧视这些反贼的 整个木家里头 也就只有木鹰一个人 当年跟随太康天子宫变有功 有可能能安安稳稳地 在大进朝廷里混口饭吃 其他的木家人 很难有什么好下场 李信微微摇头 木书信得过我 木卿笑了笑 这个自然信得过 若信不过侯爷 我木家何至于全族相随 京安侯面色肃然 木书既然信得过李信 李信就在这里给木家一个保证 李信不敢承诺 将来大进朝廷会如何对待木家 但是我敢说 以后我京安侯府 就与木家修妻与共 木家是通过我道向的朝廷 朝廷但有什么对不住木家的地方 京安侯府必然首当其冲 说着话 李信给父子两个人都倒了一杯酒 李信名字里有一个信字 平生说话也从来没有实言过 今日不说别的 若他日木家离遭大难 京安侯府必然先木家 一步瓦利不存 还不等木卿说话 一旁的木英就笑着说道 父亲你放心 长安他最是重情义 从前在雨林卫里一起做事的兄弟 每一个都惦念着长安的恩德 至今逢年过节 长安他还让人去那些没了的 三十几个兄弟家里送东西 况且 木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父亲再说这些 也没了什么意义 木卿微微摇头 他低头喝了口酒 然后抬头看着李信 侯爷重情义 这个老夫是姓的 但是当今的这个大靖的皇帝 是不是也像侯爷这样重情重义 他日 如果这位姬家的皇帝要杀我们 侯爷无能为力 即便静安侯府愿意与我们同死 也只是多死一点人 于事无补 他目光深邃 紧紧地看着李信 李信也低头喝了口酒 想起了那个远在京城的魏王殿下 当初的魏王殿下是个胆子略小 有野心 但是不够狠辣的皇子 那时候的李信 基本可以摸清楚他的性格 但是从这位魏王殿下 变成了太康天子之后 李信就越来越不清楚 他将来会干什么了 也就是说 李信自己也不能够肯定 这位太康天子 会不会玩那一套兔丝狗烹的把戏 毕竟历代帝王 能够共患难的多 能够同富贵的太少了 倒不是说这些皇帝舍不得荣华富贵 是因为 只要坐上了那个位置 就难免会变得疑神疑鬼 担心有人会基于他的位置 在这个世界 所有有可能威胁到他地位 或者说 有能力威胁到他地位的人 都变成了罪过 静安侯与木卿碰了一杯酒 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与木书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李信放下酒杯 自嘲一笑 当今的太康天子即位之后 不止一次地公开说 我是新朝第一功臣 正因为如此 我常常睡不好觉 当初太康天子是如何即位的 想来木书也听木兄说过了 当今的天子 是宫殿夺位的 不管有没有先帝的诏书 天子的位不正 已经是事实 正因为如此 李慎之流才有可能在西南 借着废太子的名头 弄出这么大的声势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悠悠地说道 这是一个天大的污点 不管是我 还是当初一起做事的人 心里都难免追追 而且 我现在也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不是圣人 所以我也会为自己谋算 静安侯爷默默地 给自己倒了杯酒 然后又给木卿倒满 这只义军 朝廷那边只知道会相帮朝廷 并不知道我可以节制 因此 这只南蜀移民组成的义军 就是将来静安侯府 与牧家在朝廷的底牌 也是我们安安稳稳 生存下去的依仗 李信仰头一饮而尽 牧叔 其中官翘 您应该想得明白 牧亲脸上 这才露出一个笑容 他也端起酒杯 侯爷 老夫敬你一杯 老实讲 李信本人是不太愿意 跟皇帝翻脸的 一来 是的确有点勤奋在 李信也愿意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二来是因为跟皇帝作对 实在是太累了 就像平南侯府那样 三十多年努力 也只能是苦苦挣扎 但是不愿意跟皇帝作对 并不意味着等死 这个就像是后世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 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不能没有 三个人喝了酒之后 牧亲就直接赶回去了 毕竟 哪怕以牧家的底蕴 彻底接收这五万人 也需要时间 至于牧英 就暂时留了下来 因为李信还有别的事情 要交代给他 等牧亲走远之后 李信才拉着牧英 走到后院 此时 这位金安侯 因为喝了不少酒 脸色飞红 但是目光却是清醒无比 他拉着牧英 在院子里的亭子里 坐了下来 然后低眉道 牧兄 我让你带了羽灵卫 一个都卫营的人过来 你还记得吗 一个都卫营是四百个人 牧英带过来的这四百个人 都是李信当初 在羽灵卫里的嫡系 算得上是李信自己的班底 所谓自己的班底 就是李信跟他们说 要再一次公辩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 跟着李信一起冲击工程 牧英点头道 记得 这些都是当初 咱们羽灵卫又赢的人 侯爷还特意吩咐过 让我选一些 没有成婚的人带过来 说是战场凶险 没有家人 也就没有累赘 所以这四百个人里 大概有两百个人 是完全没有家人的 羽灵卫的前身 是羽灵孤儿 这些人本来就可能是 父母双亡的将士遗孤 虽然到如今 羽灵卫里 已经不全是羽灵孤儿 但是想要找到一些 没有家人的 并不难 说到这里 牧英挠了挠头 笑着说道 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 按照道理说 战场凶险 就更应该带一些 已经成婚生子的人过来 免得家里断了香火 但是侯爷 偏偏让带这些毛孩子出来 牧英话说道一半 突然戛然而止 他呆呆地看着李信 李信默然道 不错 我是要这些人 加入那个义军里头去 由牧兄你带着 他们没有家人羁绊 就可以放心带着做事 以后这些人 就会成为牧兄 你在这支义军里头的班底 你用得好 就可以全盘掌握这支义军 等我回京的时候 我会跟朝廷汇报 说这些人统统战死了 牧英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苦笑着指了指自己 侯爷 我好容易才在京城里混熟 做到了雨林卫狼将 你不让我也战死了吧 李信看了牧英一眼 随即低声道 牧兄是有官位的 战死的确可惜了 我会跟朝廷汇报 就说你中伤了 在巴叔老家养伤 什么时候西南这边局势稳定了 你在痊愈 到时候想回京做官也可以 牧英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小声说道 侯爷 你派雨林未尽 义军我可以理解 毕竟这个东西很关键 但是我就不用过去了吧 我们牧家主卖 都还有好几百人 算上支卖有好几千 有我老夫在 他们无论如何 也是带得动这支义军的 但是他们不是你牧英 静安侯语气有些微冷 我信得过你 也信得过牧叔 却信不过你们 这好几千牧家人 人都有私心 几万人的兵力摆在面前 任谁都会眼红 都会想要据为己有 如果以后 你我都在京城 这几万人失控了 到时候 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李信淡淡地看了牧英一眼 据我所知 牧叔可不止牧兄你一个儿子 这个时代 只要有条件 肯定是能生多少个 生多少个的 就拿牧亲来说 这位牧家的家主还算节制 但是也有五子四女 牧英是最大的儿子 那位牧家的小姐牧星 是最小的女儿 除了这两个之外 牧家还有四个儿子 最小的一个 今年才十二岁 这些东西 李信都是提前了解过的 他可以信任牧英 却信不过这些素未谋面的牧家人 如果将来 这只异军失控 不仅不会给李信带来助力 甚至会给他带来麻烦 这是一把双刃剑 想要不受伤 就必须牢牢握住剑柄 牧英若有所思 李信继续说道 我可以允许牧家完全给牧叔做主 但是牧叔之后 必须是你牧英 其他牧家人 我是不认的 牧家接手这只异军 牧家人就无可避免地 会进入这只异军的中高层 这些人我不想理会 但是牧家的主心骨 必须定下来 这些话 当着牧叔我没有直说 但是牧兄你必须要明白 你带着这两百号人进入 这只异军 就是为了给将来打根基 李信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是你我 以及静安侯府和牧家以后的命脉 一点也不能有事 我信牧兄 希望牧兄也能够信我 牧英当即严肃起来 他对着李信深深义功 侯爷放心 牧英记下了 这几天 我就带着那两百雨林卫的人 回汉州府去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拍了拍牧英的肩膀 牧兄不要觉得我多心 也不要觉得我多事 这种事情牵扯太大 我不得不慎重 我今天所说的话 如果时机合适 你可以跟牧叔直说 他听得明白 也不会生气 牧英点头道 卑职明白 这个时候 牧英的酒意已经全消了 他缓缓退出了李信的院子 牧英走了之后 李信一个人坐在亭子下面 正正出神 现在的西南局势不明朗 他不知道下面叶明 李信会跟李慎打成什么模样 但是不管这两个人会怎么打 打得怎么样 他该做的事情 还是要做 他现在的行为 其实跟当年的李之杰有点像 不过李信并不想成为 下一个李之杰 或者说是下一个李慎 他现在做的事情 只是给自己 或者说给金安侯府 以及相关的势力 买一个保险 也就是说 将来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有选择成为李之杰的机会 毕竟 这不是他熟知的那个历史 李信也只能自己走一步时一步 这个时候是晚上 牧英走了之后 月亮已经慢慢爬了上来 李信坐在自己的院子里 看得会月亮 正准备回屋睡觉的时候 一个黑衣雨林卫 突然一路小跑 跑进了他的院子 这人在李信面前功身抱拳 侯爷 大将军那边派人过来 说是有急事 请您过去一趟 叶师兄 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 李信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心里有些奇怪 这会儿 都快到紫夜了 不过该去还是得去的 李信叹了口气 缓缓站了起来 你去回复 就说我马上过去 从李信到荆州城 已经过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是因为这段时间 没有什么大的事件 双方都只是成兵观望的原因 所以 叶少宝那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就算是要找李信谈事情 也是白天过来 不会有什么急事 这一次 是他第一次大半夜 派人过来寻李信 从双方职务上来说 叶明是这一次西南行军大总管 而李信 则是以禁军将军的身份辅助他 在这种战时 叶明说的话就是军令 虽然这位叶少宝 不会跟李信计较这些 但是他说的话 李信该听还是得听 略微思索了一番之后 李信也想不出什么头绪 他回屋子里换了一身衣服 在几个雨林卫的护卫下 在子叶十分出了家门 午夜的荆州城 比荆州城还要安静一些 除了出下的崇明 和林兴的狗叫之外 听不到任何声音 李信骑在马上 无暇顾及荆州城的夜景 因为距离周幕府并不是太远 一行人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到了周幕府 周幕府门口 一个夜家的家人 已经等了李信许久 见李信过来 他立刻帮李信牵马 然后低头道 李侯爷 大将军等你许了 李信点了点头 带我去见师兄 说着话 李信翻身下马 这个夜家人 把江绳丢给身边的人 然后领着李信 一路到了周幕府的后厅 在书房里 李信见到了这次 担负了巨大责任的夜少保 这位夜大将军 这几个月来 一直没有能好好睡觉 一来是要琢磨西南战局 二来是要顾及朝堂厉害 短短小半年的时间 他病脚的白色又多了不少 看起来又苍老了一些 因为这个时代 结婚比较早的原因 叶明其实并不比他父亲 叶胜年轻太多 叶胜今年应该是73岁 而这位夜大将军 今年已经56岁了 56岁 在后世或许还不算什么 但是在这个年代 尤其是在军人当中 已经算是高龄 一般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 十几年前 第一代平南侯李智杰病逝的时候 年纪也就跟叶明 现在差不多 像叶胜那种 70多岁 还身体康健的老头 在这个时代算是异类 也是兽星 见到叶明之后 李智微微弯身 抱拳道 师兄找我 叶明本来在看西南的地图 听到李智这句话之后 如梦初醒 他站了起来 伸手拉着李智坐了下来 微微叹了口气 大半夜叨扰 打扰长安清梦了 李智笑着摇了摇头 师兄是主将 有什么吩咐都是应该的 况且 小弟今天有些事情 也还没有睡 叶明微微点头 他拉着李智在书房的桌子旁边坐下 然后微微低头道 长安你看 这是维兄 弄到的西南看鱼图 这是就南汉一个士大夫 摸索了几十年绘制出来的 论精致程度 可以称得上是当事之罪 这个图连兵部衙门里有没有 是维兄花了不少精力才弄到的 说起这句话的时候 哪怕以叶明的城府 也微微有些得意 在这个测绘极其困难的年代 想要有一张精确的地图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一般将军打仗 就全靠一两张极为简陋的地图 基本上全靠当地人带路 否则就会很容易迷失方向 李兴那个世界的非将军李广 就迷路了很多次 而叶明之所以止步荆州府 迟迟不肯入属 就是因为十万大山里头 地形繁复无比 就连本地人有时候扎进去 也摸不出来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 不太敢进川 李兴认认真真的打量了一眼这个地图 然后在脑海里 与后世的那个天府之国对比了一番 最终微微摇头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图有问题 地图上的巴蜀 与他那个世界的巴蜀 有不少出入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只是与另外那个世界有所相似 也许是因为这个地图太粗糙了 师兄 这个图小弟也看不太明白 你有什么事情直说就是 小弟能做到的事情 尽力去做就是 叶明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维兄想到了一个破鼠的法子 如果这个法子能成 咱们就不必在这里跟李慎他们号召了 计划顺利的话 最多年底就可以打进锦城去 李信心中证然 这南疆之所以不好处理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地形 这里多山不说 而且还有很多一手南攻的地方 就算双方兵力对等 也很难彻底打下来 这位叶大将军到荆州才半年时间 就能解决大进朝廷 头疼了三十年的问题 叶明没有见到理性诧异的样子 而是用手在地图上指指点点 长安你看 这里是剑阁 叶绍宝陈生道 三十多年前 李志杰侯爷就是从汉中打到剑阁 然后被这一道 剑门关篮了整整五年多时间 最终硬生生把剑阁啃了下来 这才得以直破绵羊 打进了锦城 西南对外一共有几处翻平 最外面的是 汉中还有荆州一带 在王里面就是剑阁的剑门关 如果剑门关失守 敌人就可以直入绵羊汉州 然后到达锦城城下 当初李志杰入蜀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从剑门关一路打进来 同时 因为那个时候的南蜀皇帝李氏 太过昏辈 多次临阵换将 这才被李志杰破了剑门关之后 一路势如破竹 打进了锦城 叶明接着说道 当初平南军就是这么入的蜀 因此 汉中和剑门关这两个地方 李胜都不择重兵 咱们要是像李志杰那样 硬啃五年多 朝廷给钱给人 多半也是能啃下来的 不过那个时候 损失可就太大了 叶明一边说话 一边在地图上比划 整个禁军右营 只有十四万人 不允许咱们像李志杰那样 硬啃剑门关 因此就要另辟蹊径 本来维兄一直想不到 什么好的办法 但是前段日子 有一个蜀人跟维兄说 除了剑门关之外 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入属 说着 他把手指指向了 剑阁以西的一片山丘 神情兴奋 据当地的山民说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山路 可以越过剑门关 直接到副县 叶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所以 维维兄准备带人 从汉中攻剑门关 但是还得另有人 带人从这里齐西景城 这样李胜没有防备 最多年底 西南局势便定了 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李信 长安 你愿意带兵齐西否 李信目光停留在 叶明的手指上 心里久久无语 这条路 分明就是阴平古道 这位叶师兄 是想让自己当邓爱啊 不过这条路 听说极其不好走 而且 足有六七百里山路 更重要的是 景城里可没有一个 分分钟投降的阿斗啊 另一个世界的邓爱 走这条路 走了好几个月不说 而且因为要翻越摩天岭 这种极为险要的地形 他率领的军队 勉强绕过剑门关的 到达福县的时候 就已经折损了近半人马 虽然邓爱最后得以 齐齐蜀都 但是由此可见 这条路是何其难走 之所以 有人告诉叶明 这条路可以走 是因为告诉他的 多半是山明 这些人从小在山里长大 什么崎岖小径 都如履平地 但是对于没有走过山路的人 这就是一条 极为困难的路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穿过阴平古道 就能够达到邓爱的那种效果 李信咬着牙就带人走了 问题是 平南军兵力充沛 他们可以同时防守 剑阁和景城 李慎又不是那个 县城投降的阿斗 就算李信 历经千辛万苦 摸到景城城下 也未必能够拿下景城 他刚想到这里 还没有来得及说 另一边的叶明就开口了 李慎就算防守剑门关 也还有余力 顾及景城 长安你就算从这里穿过去 估计也没有办法进攻 维兄的意思是 你穿过这条路 到达福县附近的时候 就开始洋装主力干扰 李慎视线 到时候 只要剑门关的平南军回撤 维兄就有机会拿下剑门关 剑门关一破 再到景城 也就没有什么阻碍 以平南军的底蕴 最多也就是支撑一年半载 到时候西南局势 基本就算是定下来了 静安侯爷 心里暗暗骂娘 原来不是让自己去当邓爱 是要让自己去当靶子 不过叶明的这个提议 还是很中肯的 以剑门关的南肯 叶明至少要留十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 给李信的人 最多也就是四五万人 而且还要穿过漫长的阴平古道 即便李信穿过阴平古道 到了景城城下 也不太可能能打进景城 但是只要 他能够吸引剑门关的守军奋兵 给叶明拿下剑门关的机会 这件事就算是成了 只是叶明有一点没有想到 那就是李信在剑门关里头 还有一只不大不小的力量 李信低眉思索了片刻 然后开口道 师兄这个计划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不着急 叶明缓缓叹了口气 开口道 一来马上就是剩下了 根据那些山民所说 这个季节山里待不了人 基本没可能能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为兄的意思是 等到入秋之后就立刻动手 这段时间里 为兄会再给陛下上书 陛下心急破属 应该不会拒绝 李信眨了眨眼睛 开口道 师兄要正面去打建门关 人怕事不太够用 应当是够的 叶明缓缓说道 到时候 长安你仍旧带着那三个折冲府 尝试从阴平入属 为兄这边还有五个折冲府 再加上两万荆州兵 而且为兄这一次受封行军大总管 可以就地征募士兵 只要朝廷一直支持咱们打下西南 无论如何也是够的 这就是这个时代 做将军的霸道之处了 这个时代的军队 除了禁军 还有平南军这种精锐 其他的一般都不是常备军 有些士林人到了年纪 就会给强行抓到军营里 来当大头兵 给把刀铸拉去上战场 甚至都不太能组成阵势 整体战斗力很是有限 不过 杂兵也有杂兵的好处 那就是 对于将军来说 这些杂兵的姓名并不值钱 哪怕他们的死 能给精锐拉扯出一点点的空间 主将都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们 坦白地说 就是炮灰 当然了 这些炮灰里头 也会幸存下来一批人 因为战功 成功进入精锐里头去 叶明所说的征兵 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朝廷后方的资源不断 他就可以一直就地征兵 硬生生把平南军给磨死 拖死在建门关 李信犹豫了很久 最终缓缓低头 叶师兄觉得这个计划 有几成把握 叶绍宝摇了摇头 因为此前没有人能 带兵穿过这段山路 所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局势 现在为兄还不清楚 本来这种危险的事情 不应该让长安你亲自去做 让一个折冲都尉带着就是 但是齐西景城 如果成功 就是一个颇天的功劳 这份功劳 非长安你莫属 说到这里 叶明低声道 当然了 长安你若是不想去 为兄也可以理解 毕竟你才刚刚成婚 也还没有子嗣 李信默默地看了叶明一眼 师兄的意思是 我如果不愿意去 就让叶茂去 叶少宝点头道 不管长安你去不去 马尔他都是要去的 长安你要是去了 还可以照顾一些他 如果他一个人独去 能不能带得动着三个折冲服 且放下不说 他甚至未必能够成功穿过去 说白了 就是让自己带一带那个胖狮子 李信低头思索了很久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了叶明的说法 他不是打仗的出身 也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武将 因此 对于这些行军打仗的事 李信只在叶盛那里学了一些外行 不过金安侯爷有一点特别好 那就是从来不会瞎胡闹 该听专业的就得听专业的 论打仗 沉浸军旅大半辈子的叶明 还真没有怕过谁 所以李信选择相信这位师兄 反正他也是置不在此 两个人在书房里商议了整整一个晚上 一直到第二天计较的时候 李信才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师兄 今天就先到这里 小弟有些熬不住了 等师兄要动手的时候 再通知李信 李信择无旁贷 叶明颇为感慨 对着在外面 后者的叶茂朗深开口 别偷看了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要看什么 不会光明正大的去看吗 长安他昨晚上整夜没有睡 你替为父送一送他 在京城里的叶茂 可以算得上是京都小霸王 之前京城里什么坏事都干过 就连他祖父叶盛 有时候也不太能管得住他 但是在老父亲叶明面前 叶茂就像是一只粘了的鸡一样 大气都不敢出船 他疑神疑鬼的 送李信出了门 李信说 父亲跟你说什么了 李信摇了摇头 瞥了叶茂一眼 你爹啊 他说你呱嘻嘻的 就在荆州城里的 叶明与李信苦思冥想 如何入属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之前写的 请求暂缓出兵的奏书 也通过极地送到了京城 一起送到京城的 不只是两个人的奏书 还有李信和叶明 各自写给家人的家书 之所以一起送过来 是因为不是什么东西 都能用这种 六百里加急的速度 送到京城 他们两个也算是 沾了点奏书的光 不过这些东西 并没有被送到 他们两个人的家里 而是全部都被送到了 上书台 以张渠为首的几个载府 把这几个奏书 摆在了桌子上 值得一提的是 从张渠成为 极为诏书的见证人之后 他这个首府的位置 就做得越发稳固 尤其是环楚下也之后 其他几个宰相 基本没有人 会跟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这位浩然公 成为了新朝 无可争议的文臣领袖 不过当初那件事的影响 有好有坏 好处自然是 太康天子会一直重用张渠 坏处就是 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 背上了骨头软的骂名 朝野间有不少人在背后 说他见风使舵云云 不过 这些都是戏之末节 只要太康朝还在 浩然公的地位 就不可动摇 他先是看了看这几封信 然后从里面 把李姓和叶明的家书 捡出来 交给身边的使唤人 开口道 去送到两位将军 各自的府上去 怎么家姓也送到这里来了 他这句话一出 另外四个宰相 都随身附和 其实在外领兵将军的家书 一般朝廷都会或明或暗的 想法子看一看 李姓和叶明 把家书通过这个渠道送过来 也是不太介意他们看 不过张相很显然是个守正君子 不屑做这种事情 他说了话 其他人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于是捧着两个人的家书 下去了 再有就是 两个人送上来的奏书了 一般来说 各地送上来的奏书 上书台都是 要先看一看的 并不是说 他们比皇帝更优先 而是他们要从中 领选出比较重要的 再交给天子处置 不然举国国事 一个皇帝肯定是处理不了的 但是叶明和李姓联名的奏书 他们就要先给天子看了 昊然公看了看 信封上叶明和李姓两个人的名字 微微皱眉 即便你们两个私交很好 但是在这个当口 也不应该这样一起联名 叶明也是在朝堂上混迹了一辈子 怎么这都想不明白呢 不过这些事 终归跟他张渠没有多大关系 他把这个信封捧在手里 左右看了一眼 开口道 西南军事 当面变成陛下 其他几个人都是连连点头 辛苦浩然公 辛苦张相了 张渠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这四个上书台里的同僚 心里不悲不喜 他如今固然全是滔天 但是这种权势 不是没有代价的 毕竟当今天子兵变的是 现在没人说 以后没人说 将来的史书上 多半也会明明白白地记上一笔 到了那个时候 他张渠就会成为帮凶之一 也就是说 当前的权势 是要拿以后的名声来换的 老实讲 作为一个爱惜名声的读书人 张渠本来不太乐意做这个交换 但是这个交换 是先帝逼他做的 毕竟当初 是他亲眼看着先帝 把那道诏书 锁进了盒子里 想到这里 浩然公心里叹了口气 捧着这道奏书 一路进了魏央宫 此时已经是种下 天气有些燥热了 张相走在皇城里 贴着宫墙的阴梁下行走 不一会儿 就到了魏央宫门口 他是当朝的首府 还没有等他到魏央宫门口 就有人进去通报了 不一会儿 那时间的少监萧正 亲自走了出来 对着张渠拱手道 浩然公怎么亲自来了 张渠对萧正点了点头 然后开口道 西南那边有紧急的奏书送过来 老夫怕有什么急事 就亲自给陛下送过来了 如果那边真有什么事 老夫也好随时听灵圣意 萧正走到张相身边 搀扶着他的袖子 笑着说道 陛下在里面等您了 您进去吧 张相很是客气 对着萧正微微点头 有劳萧正了 但不是张渠带人平易近人 素彩的读书人或者同辈 有会给一些好脸色之外 寻常时候 都是有些生人无尽的味道 之所以对萧正这么客气 是因为这个年轻的宦官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以后内庭的掌门人了 这会儿 已经是泰康二年的年终了 也就是说 那位曾经的大太监陈举 已经守了一年半的皇陵 多半是不太可能回来了 虽然陈举 现在还挂着内世间太监的职位 但是只要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当今的天子 更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 大静的内庭 虽然不干涉正事 但是内庭的八间权柄不小 天目间这种 更是可以直接监察百官 替天子充当耳目 不是到非得罪不可的地步 谁都不会愿意 得罪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年轻宦官 毕竟 如果他将来真的彻底执掌内庭 天目间一个小报告 就能让京城里的所有官员 胆战心惊 两个人一前一后 进了魏央宫的书房 这时候 泰康天子没有再打理正事 而是捧了一卷书 半躺在躺椅上 摇摇晃晃地看书 这个新奇玩意儿 还是静安侯在京城的时候搞出来的 后来泰康天子 去静安侯府的时候瞧见了 就让静安侯帮着他也弄了一张 闲来无事的时候 躺在上面 倒也颇为悠哉 但是这个东西 有点不太庄重 所以当张渠在外后见 萧正进来通报的时候 泰康天子就从躺椅上站了起来 吩咐几个宫人 把躺椅藏起来之后 天子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随后张相才得以进来 张渠行礼之后 天子笑呵呵地起身 开口道 浩然公有什么奏书 派人送过来就是了 怎么自己还亲自跑了一趟 是西南的奏书 张渠顿了顿之后 低头道 是叶大将军 与金安侯两个人联名的奏书 老陈恐西南出了什么大事 就干脆来亲自面称陛下 泰康天子脸色微变 这个时候 如果有什么紧急的奏书 那就应该是西南战士了 前线已经打起来了 一旁的萧正很有眼色 上前把这封奏书 捧到了天子面前 这个时候 信封已经被拆掉了 天子打开奏书 简单扫了一眼之后 脸色变得舒缓了一些 张相放心 西南还没有打起来 天子继续看下去 直到看到落款的地方 写了两个名字 这个大敬的皇帝陛下 微微皱眉 叶家的势力 似乎太大了呀 他心里有点不舒服 张相 这份奏书 你拿回上书台一一 明天给郑一个答复 虽然理性跟天子的关系 的确很好 对于天子来说 也是实实在在地 对理性比较亲近 但是兵权这种东西 连亲兄弟也不会放心 更何况是一个理性 当然了 这支征锡军没有理由 也没有可能背叛朝廷 太康天子并不怎么担心 这支禁军底子 组成的征锡军出事 但是长剑在手 和长剑在人手的感觉 大不一样 如今这把剑 略微有些失控 让他多少有些不太开心 最关键的是 理性与叶明两个人 同一口径了 如果这份奏书 是叶明一个人 单独递上来的 或者是理性自己 单独递上来的 此时的太康天子 都不会多想 上位者大多多疑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你想要 一直高高地坐在云端上 就必须要时刻小心谨慎 时刻提防着下面的人 在你眼皮子底下玩把戏 时时刻刻 与别人勾心斗角 当然了 那种没什么心眼 乐意高高在上 不问世的皇帝 也是有的 但是这位曾经的 魏王殿下显然不是 他才登基一年多 就已经要着手收回南疆 再才干上他 或许比不上那位 人称圣天子的成德天子 但是在掌控玉方面 这位太康天子 有过之而无不及 垂手站在旁边的张渠 从萧正手里 接回了这份奏书 老头子展开看了看 也是一路看到了结尾落款 随即这个在朝堂 混迹了一辈子的首府 立刻明白了 天子为什么有点不高兴 他把这道奏书 塞进了袖子里 然后拱手道 陛下 叶大将军是几十年的老将了 老臣觉得他 既然开这个口 那么肯定有他的道理 行军打仗 最忌讳后方影响主将 叶大将军 如今是西南的行军总管 朝廷应当尊重他的选择 天子淡淡地看了张渠一眼 张相觉得 这件事不用议 就这么准了 张渠愣了愣 然后摇头苦笑道 义是肯定要议的 老臣只是说一说自己的意见 给陛下一个参考 其实这个老头 现在是上书台的核心 他的意见 已经可以等同上书台的意见 这件事交给上书台去议 多半也还会是这么个结果 天子低眉 淡淡地道 废太子不遵先帝遗诏 逃出京城不说 还火同南疆匪秘阴谋造反 如今更是在西南诸郡大放厥词 称正是篡国的伪帝 西南不灭 朝廷何以安 张渠据礼力争 陛下 西南当然要平 也一定会平 但是太过着急 可能会适得其反 说到这里 这个老头抬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天子一眼 然后小声说道 老臣说句不太顺耳的话 叶大将军本不必上这道奏书 他也是知道朝廷的情况 才会在这个关口 给朝廷上书 叶明现在的职位 是西南行军大总管 总管西南军事 南疆该怎么打 何时打 他都可以说了算 除非朝廷临阵换将 否则这些 还真不用特意请示朝廷 他之所以上书 是为了跟天子解释清楚 正习军不是不听朝廷的话 只是事出有因 天子摆了摆手 语气有些声音 朕叫你们去意 你们自去意就是 明天再来给朕一个统一的意见 浩然公叹了口气 对着天子行了个礼数 然后转身走远了 萧正连忙去送这位首辅大人 天子一个人坐在地座上愣了回 然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堂椅上 闭目养身 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也仿佛是在跟别人说话 声音很是低微 姓哥 当初朕不该让你去叶家拜师的 一个行军大总管 一个禁军的将军 你们两个人同生一气 朕哪里敢不同意 实际上这道奏书 天子是必然会应允的 因为哪怕他对这道奏书有意见 在李信与叶明穿一条裤子的情况下 天子的意志 也没有办法影响到西南 这就是他生气的地方 他之所以让尚书台商议 没有很干脆的批复 是心里有点不痛快 想要拖上几天 借着这个告诉西南自己的不满 正现在才明白 叶国公为什么被困在京城四十年 天子微微睁开眼睛 语气悠悠 如果西南在你们手里平定 你与叶明也得留在京城 哪里也不能去 否则正便睡不好觉了 那一边的京城 被一道奏书略微掀起了一点风浪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江汉州府 却是轩然大波 回到了穆家 此时李星已经在跟穆家交接兵权 换个说法 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兵权 只是这十万户南属移民 可以凑出五万可战之兵 他们也还保留着几万套 当年南汉的刀甲 可以随时形成战斗力 但是这股战力 平日里是不会显露出来的 而是隐藏了起来 比如说穆家这个在南属移民里 颇为强大的家族 就可以带出一两万人 穆英直接朝着李星的宅邸走去 这个时候 穆青正在跟李星商量 如何交接这股力量 穆青今年接近五十岁 他是实实在在在南汉生存过的人 因此对李星还是十分客气的 跟李星说话 他也是坐在下手 颇为客气 两个人正在茶室喝茶 穆青主动给李星倒茶 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大殿下 如今局势如此 咱们这些亡国之人 已经没有办法苟延残喘下去了 想要找活路 就只能另寻出路 大殿下体谅一些 不要怪罪穆家 李星接过穆青的茶水 苦笑着摇头道 我能理会穆书的心情 毕竟我们李家没剩几个人了 但是穆家却还有上千族意要顾及 穆叔作为家长 给家里人找出路 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南暑的大殿下说到这里 微微有些低沉 只是穆叔以后要当心 晋国的人可没有咱们穿人淳朴 这话并不完全是挑拨离间 因为穆青自己也想过 被过河拆桥的事情 多谢大殿下提醒 他长叹了一口气 咱们这些人 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资本 也只能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 有得通 能保存一点苗叶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然也不会应成那位年轻的金安侯爷 两个人正在说话的功夫 一个下人弯身走了进来 大殿下 穆老爷 穆家的大郎来了 穆青与李星同时转头 就看到了一个脸色躯黑的年轻人 弯着身子走了进来 这人先对着穆青行礼 父亲 穆青微微点头 没有说话 然后又转头看着李星 拱手道 大殿下 李星先是一愣 然后微笑道 大郎不是在晋国的朝廷做事吗 怎么跑回汉州来了 奉侯爷命令 来组建义军 穆英语气平静 还请大殿下配合 相比于老爹 穆英出生的时候 男鼠已经没了 他对于这位大殿下 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特别尊敬 不管朝廷如何回复 叶明始终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他与李星定下了这个策略之后 立刻就开始准备进攻巴蜀 传统的破蜀路线 就是当初老侯爷李之杰走过的那条路 先破汉州 然后得先出阳平关 然后是打白水关 加盟关 建阁 这是鼠北三德关 然后是浮县 棉竹这几个县城 最后才能摸得到锦城 当年李之杰是硬生生一路磨过去 算是用蛮力硬生生 把男鼠正拳打得四分五裂 现在叶明想要入属 也只能是从李之杰走过的那条路 一路再走一遍 只不过 他主力进攻的同时 李星会从侧翼走鹰平古道 插进巴蜀腹地 双管齐下之下 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攻破西南 第一个要打的地方 就是汉中 汉中是原来男鼠最北边的门户 也是入属的必经之地之一 想要破开西南 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这第一个门户 值得一提的是 南属破亡之后 汉中并不归属蜀郡管辖 而应该是朝廷管辖的 朝廷也派出了一英官员进驻汉中 但是平南军口口声声称 汉中是南属反贼的聚集之地 硬生生地把这个关口给占了 如今汉中城里里外外 都是平南将军府的人 包括知府在内的所有官员 全部都是李慎的门生 尤其是在西南正式举其造反之后 汉中城里最少有两万人以上的平南军守军 这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 需要叶大将军去啃下来 而李信的任务 就是从邓爱走过的那条路 深入到西南腹底 彻底打乱西南的防守阵型 为了确认这个作战计划的细节 接下来的很多天时间里 叶明一直找李信商量后续的动作细节 两个人在荆州的周牧府里 对着西南看余图指指点点 而作为后辈的小工业叶茂 只能卑微地在旁边端茶地水 算是旁听 几天时间之后 两个人终于敲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周牧府的书房里 叶明指着看于图上的汉中府 陈生道 现在已经快进六月了 等一进六月 维兄就立刻动身直取汉中 李信是个谨慎的人 他既然打定主意要防守 那么一定会全力收缩防守腹底 这汉中郡虽然重要 但是他不会放太多人进去防守 估计最多两个月时间 就可以拿下汉中 拿下汉中之后 维兄就着手朝间隔进发 那个时候 天气已经凉下来 长安你就可以带人从敌道出发 从鹰平绕过剑阁 到达棉竹附近 在大举进攻棉竹 扬装我大军主力 说到这里 叶大将军重重地敲了敲桌子 那个时候 平南军就算能够应付得来 也必然会左之右处 如果咱们应对得当 西南就有机会在年底之前平定 说到这里 叶明声音低了一些 唯一有些危险的地方就是 长安你深入西南腹底 很有可能被他们围攻 那个时候 如果坚持不住 就很容易溃败 叶绍宝低声道 所以这个计划 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 还要看长安你拿主意 李信低眉道 师兄觉得 这么做有几成胜算 六七成的样子 叶明眯着眼睛说道 这个时候 就看李慎能不能反应得过来了 不过就算他反应过来 也未必能够应付得来 哪怕这次不能够一举拿下西南 最起码 唯一兄有把握夺下剑阁 剑阁一手 西南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叶明的底气 并不在于 他自觉比李慎强上多少 而在于他背后有强大的底蕴在 这个底蕴就是朝廷 他现在手底下有进军右营 接近十四万人 但是这些人远远不是朝廷的权利 就算这十四万人都拼光了 朝廷还可以组织下一个十四万人 而反观平南军这边 没了就是没了 李慎再如何神通广大 也不能凭空变出人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 李信低头装模作样地沉思了许久 最终沉重地点了点头 为了朝廷 小弟个人性命算不得什么 这一次就按着师兄的意思来 小弟愿意带人从阴平古道入蜀 他这话说得大意凛然 其实内心早已经乐开了花 这一次 叶明的意思是 让他带五万人走阴平入蜀 如果单单是这五万人 李信指定是不太愿意 进入李慎腹地涉嫌的 毕竟这是正儿八经的打仗 不是小孩子胡闹 上了战场 也没有人认得他是什么狗屁静安侯 真的栽了 别人杀他的时候 眼皮子都不会眨一下 李信这个人 还是很惜命的 可是好巧不巧 李信在西南腹地 还有一股力量 那就是穆英带着的南蜀移民 要知道 汉州府的位置 就在景城边上 那些南蜀移民 就分布在汉州府附近 如果他们聚集成军 那么位置应该是在棉筑后面的 如果李信 能从阴平古道入蜀 来到棉筑城下 李时平南军的主力 应该会被叶明牵扯在间隔 那个时候 李信就有接近十万大军在我 是真真切切有机会拿下景城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李信本事不济 这样也没法子攻破景城 可是这整整十万人 其中还有五万对西南了如指掌的本地人 最起码可以保证 他在西南腹地存活下来 顺便给李慎造成天大的麻烦 所以 静安侯应得很干脆 而且还很大意凛然 叶大将军十分感动 他重重地拍了拍李信的肩膀 感慨道 为兄几十年来所见 不少年轻人 只有长安一个人 这样游勇有谋 李信面带微笑 开口说道 只是师兄刚刚给陛下 上了请求停战的奏书 这个时候突然又要打 陛下那边知道了 会以为师兄在戏耍他 战场上变幻莫测 战机稍纵即逝 为兄爷起先 也没有想到这一茬 叶少宝微微皱眉 随即缓缓说道 罢了 回头我再给陛下另写一份 奏书送过去就是了 这一次长安你就不用署名了 不然你我兄弟 就有要挟天子之嫌 李信函笑道 全听师兄安排 叶明说着话 对着外面的叶茂招了招手 然后老将军捧着脸 沉声道 自今日起 你就跟着你李师叔 他去哪里你就跟着去哪里 这话的意思就是 让叶茂跟着李信 一起从音频入署 金安侯爷诧异地 看了一眼叶明 随即沉声道 师兄 这趟凶险 还是让叶茂 跟在师兄身边吧 叶家人从来不怕凶险 死了也无妨 叶明语气不容置疑 他二叔三叔 都是死在了战场上 他们都死的 他叶茂死不得 进军又赢统共八个折冲府 本来就是叶明五个 李信三个 算起来 李信这边有五万人多一些 而叶明那边是不到十万 虽然到了荆州之后 李信就把这三个折冲府 交给叶明打理了 但是这个时候 要分还是很容易分的 小公爷叶茂 很听老爹的话 重新跟在了李信身边 随后的十来天时间里 大军正式准备完毕 李信就带着三个折冲府 率先从荆州城出发 在荆州城门口 叶少宝骑着马 亲自相送李信 长安 多余的话维兄就不说了 等西南这边平定了 维兄请你在京城 好好喝上一顿 李信欣然点头 得一楼是当初的 卫王殿下接手之后 才改的名字 那个时候 叶明已经在 继门关镇北军做事 不在京城 所以他并不曾听说话 得一楼的大名 以为只是一座 普通的酒楼 文言微笑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长安沿途小心 你们从这里感到敌道 估计就要一两个月时间 维兄在这段时间里 尽量打下汉中 让平南军无心顾及 你们去了哪里 因为大多都是不足 所以机动性很差 莫说是几万人行军 就是几百几十个人 沿途行军 也很难不被人发现 像李信这种 带着几万人离开荆州城 几乎是必然会被李慎发现的 问题就是 李慎的人能跟多远 叶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李信出发之后 他不久也会动身前往汉中 给李信打掩护 金安侯爷低眉道 师兄放心 我这次行军走得不快 会派人在身后 清理西南的眼线 尽量保证 身后没有人跟着 这样等师兄 在汉中打起来之后 西南这边未必能发现 我去了哪里 叶绍宝叹了口气 这几天 维兄详细问了那些山民 走阴平 虽然可以绕过剑阁 但是要过摩天岭那种天险 长安务必谨慎一些 李信低眉道 师兄放心 小弟省得的 他自己自然是清楚的 另一个世界的邓爱 带人从摩天岭过 还没有碰到蜀军 自己就先死了一小半人 最终是奇迹般地走到了江游 突破到了毫无防备的蜀都 然后阿斗现成投降 如今的李信带兵 肯定是比不上邓爱的 但是他提前有心理准备 而且他还有一些隐藏的手段 虽然不能保证 每个人都能活着穿过摩天岭 最起码可以保证 伤亡不会太重 就这样 师兄弟两个人 在荆州城下分开 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 李信领着三个折冲府 开始行军 因为李信是这支军队的主将 所以他在中军坐镇 小公爷叶茂与军师赵家 起码跟在李信两侧 叶茂左右看了看 有些奇怪地问道 是说 你身边那个黑脸的雨林卫狼将 怎么不见人影了 他是知道沐英姓名的 只是没有说出来 李信笑着说道 他回家探亲去了 估计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 不用管他 叶茂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师叔 咱们这是要去哪呀 李信与叶茂的商谈 有些叶茂是跟在旁边听了的 有些他没有听 像是一些具体的作战计划 叶大少就完全不是很清楚 因此他才有此疑问 李信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你跟着我就是 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爹跟我说了 要我好好锻炼锻炼你 现在有个活给你做 你做事不做 叶小公爷笑了笑 师叔尽管开口 等会 咱们走出十里路之后 你就领着你那个 折冲府的一个骑兵营 在咱们大军后面游异 记着 只要是跟在咱们身后十里的人 不管是谁统统抓起来 如果有反抗的 立刻就地格杀 叶茂虽然不太聪明 但是自小生长在将门世家 他还是能听得明白 李信这么做的原因 是为了隐藏大军行迹 文言 这位小公爷点了点头 低头道 末将谨尊将令 在军中 他比李信还要守规矩一些 毕竟从小叶老头就教育他 军命不可为 只要是将令 这位小公爷都执行得极为认真 他立刻就转身下去 执行李信的命令了 叶茂走了之后就 跟在李信身后的赵家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缓缓开口 侯爷 咱们这是要去哪里 李信转头看了一眼赵家 然后微微一笑 去打汉中 不可能 赵家断然摇头 汉中那边少说 也有两三万平南军 咱们这些人数是不够的 况且 汉中不破无以入属 叶大爷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他不太可能平白无故 让我们去印号汉中 李信笑着摇了摇头 又安兄还是精明 什么也瞒不过你 这一次 是叶师兄他负责打汉中 咱们这边另有任务 具体是去做什么 等到了地方 我再跟又安兄好好说 叶大爷去打汉中 赵家低眉思索了片刻 然后面色肃然 侯爷还记得 上次问在下西南局势的时候 在下上次说了什么吗 李信思索了一下 随即想到了 那是我们还没到荆州 记得又安兄当时说 如果真打起来 第一仗西南这边是无论如何 也不肯输的 赵家微微点头 侯爷 这汉中一战 就是第一战了 这一战平南军 必然会付出大量心力 哪怕是他们吃点亏 也要咬着牙龈下第一仗 西南本就处在烈士 因此 他们迫切需要一场 胜仗鼓舞人心 哪怕是那种亏本的胜仗 他们也是愿意打的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的确把这茶给忘了 这件事 我忘了 雨夜师兄说了 稍后我派人 给他送一封信过去 提醒提醒他就是了 赵家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本来咱们的兵力 相对于平南军来说 就不算占优 现在叶大爷还让侯爷奋兵 在下猜侯爷与叶大爷 是想兵刑险招了 金安侯彻底愣住了 因为这些事都算是机密 因此平时的时候 李信没有跟赵家戏说 但是这货居然自己猜了出来 人才啊 金安侯回头看了一眼赵家 笑着说道 又安兄莫非是什么 能掐会算的神仙不成 赵家连连摇头 只是以示推势而已 他低声道 侯爷 在下想听一听 这个险招到底该如何走 不知道侯爷方不方便说 方便说 自然是方便说的 李信对于赵家 还是十分信任的 当把他跟叶明的计划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赵又安微微皱眉 侯爷 你与叶大爷都太急了 事业师兄急了 我一点也不着急 李信坐在乌云的弟弟墨锥身上 回头缓缓地说道 这场西南战事 原先在我估计 是要打上三五年的 但是不知道是谁 给叶师兄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让他起了一两年之内 结束西南战事的年头 叶师兄是主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回驳 叶明是这趟的行军大总管 这一路上 他看起来跟李信有商有良的 实际上 这都是给李信面子 这位叶少宝 完全可以强制性地命令李信 完全不给他拒绝的余地 面子都是相互的 叶明给李信面子 李信自然也要给他面子 赵家低眉道 侯爷 这条山道 可以走到哪里 江游 李信沉生道 走过阴平古道之后 咱们还要打下江游关 然后攻破棉竹 才有机会摸到锦城城下 不过锦城里李慎 应该还留有守军 咱们即便到了锦城城下 也未必能打得进去 赵家眉头皱得更深了 侯爷既然知道这些 为什么还要同意这个法子 李信回头 认认真真的看了赵家一眼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问道 又安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侯爷请问 又安兄可信否 李信这话问得很是严肃 事实上 这位出身成国公府的狗头军师 跟在李信身边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之间 最是没有什么信任 所以 李信一直没有办法全盘信任他 而这一次 李信把心里的话 开门见山地说了出来 赵家满脸严肃 他站直了身子 对着李信深深意义 侯爷 赵家七小都 已经住在金安侯府 赵家没有理由背叛侯爷 李信摇头道 又安兄这话说得不对 嫂夫人和两个侄儿 住在我的侯府里 只是要让又安兄 没有后顾之忧 绝不是什么质子的把戏 如果又安兄这么理解 那就把李信看得小了 赵家苦笑一声 在下从未有如此想过 我从前不过是 成国公府的一个门客 哪里能用得上质子两个字 难得侯爷赏识 又许诺给赵家一个虔诚 赵家此生 绝不背叛侯爷 李信笑了笑 既然如此 我信又安兄 聪明人之间对话 有时候自然是弯弯绕绕 但是有时候开门见山 反而效果要更好一些 现在李信与赵家开诚不公 彼此之间都多了几分信任 这并不是幼稚的表现 之所以能有这层信任 是因为李信 已经跟赵家 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基于这段时间的相互了解 才有了刚才那段对话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迪梅道 又安兄一直很好奇 好奇我想在西南做些什么 南署移民 在南疆还有十万户以上 这些人至今仍然 忠诚于旧南署的皇室 他们之中可以抽出五万战力 并且不需要粮草养活 先前我付出了很多行血 就是为了把控这五万人 如今又安兄也知道 这五万人 虽然没能绝对掌握在我手里 还需要通过木家遥控 但是最起码堪用了 李信深深地看了赵家一眼 缓缓说道 咱们这些人 越过阴平古道之后 叶师兄的人应该 已经到了建阁 到时候 西南主力都会被牵扯在建阁 彼时只要我们越过江游关 再让那些南署移民 与我们前后夹击打下棉竹 就可以对景城形成何为之事 金安侯爷目露金光 那个时候 我们就很有机会站了景城 话说到这里 即便是李信 声音也有些微微颤抖 这是一桩天大的谋算 在此之前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拿下景城之后 不仅李信可以一爆丝绸 彻底打烂平南侯府 更可以立下颇天的功劳 更重要的是 他的那只义军 也可以在这次行动里面 快速地成长起来 赵家骑马缓缓跟在李信身后 这个喜欢穿白衣的军师 愣愣地看了李信许久 最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侯爷 深谋远虑 我不急也 不是我深谋远虑 李信缓缓摇头 开口说道 现在的这个局势 固然由我几年前就开始布置的原因在 但是几年前 我也不可能想到 如今是这个局面 只能说是有凑巧 当初布置下来的东西 现在派上了用场 最开始的时候 李信联络牧家人 只是为了在西南给李慎添点乱 或者是通过牧家 得到西南的大致消息 但是两年后的今天 牧家人成为了西南最能够左右局势的力量之一 一路上 赵家沉默了很久 等到太阳快落山 李信所部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军师与李信一起走在军营之中 低眉道 侯爷 如果那些南属移民 不愿意与平南侯府联手 那么平南侯府 必然会奋出一些兵马看住他们 甚至会先下守围墙 这一点 侯爷必须要顾虑进去 我想过了 李信低声道 李慎他最多派一万人看着汉州府 西南的摊子太大了 再多他人就不够用了 这一万人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咱们该做什么 还是可以做什么 李信说着话 矮身走进了自己的帅杖里 从自己的信里中 翻出了一个西南的勘于图 然后用手指着几道的位置 沉声道 侯爷兄你看 我不 需要从这里进山 然后翻越摩天陵等众多天险 最后走鹰亭 到达江油关 这一路上 多有艰难险阻 注定了会死不少人 又安兄身子单薄 到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些 不要跑丢了 赵家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前些日子 在荆州府 跟侯爷一起占拳装 我觉得自己身子 已经好了不少了 李信摇了摇头 又安兄你练拳的年纪太大了 金安侯爷正要说下去 一个传令兵跑了进来 半跪在地上 低头道 李将军 叶都尉回来了 李信愣了愣 随即反应过来 叶都尉是在他手下 担任折冲都尉的叶帽 随即挥了挥手 沉声道 让他过来 是 不一会儿 披甲的叶帽 叶帽就不肯叫李信失书了 都是称呼公职 李信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面色平静 怎么 杀了很多人 李将军英明 尾随在咱们身后的 少说也有六七十个人 末将带人沿途清扫 杀了三十多人 不过给他们跑了二三十个人 此时的叶帽 回答得很势利落 一身将门子弟的灵力味道 这让李信有些意外 自己的这个便宜大侄子 虽然混不来朝堂 但是似乎很适合做一个猛将兄 叶家是有出猛将兄的传统的 叶圣叶老头 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猛将兄 这个现在看起来 有点干巴巴的老头子 当年可是扛着一杆 大枪冲振的猛人 哪怕叶圣当年 手底下十来万人的时候 这位大晋的战神 仍然身先士卒 三十多年前 叶圣从北疆回到京城的时候 身上剑伤十余处 其余的伤口大大小小 也有十来处 当初所有人都觉得 这位大晋战神 活不过六十岁 这些伤口 就会带走他的性命 但是强横的叶老头 硬生生地活到了七十四岁 至今还在活蹦乱跳 反而是坐镇中军 从来不亲自临阵的李之杰 死在了叶圣前头 作为叶圣的长子 叶明就没有继承 老爹猛将兄的属性 这位叶大将军论 个人武力只能算是中等 并不以勇武著称 而是以谋略见长 但是现在看叶帽 一副林力逼人的模样 李信心里有些怀疑 难道说 这玩意儿隔代一传 叶老头猛将兄的属性 传承到了叶帽头上 李信伸手拍了拍叶帽的肩膀 微笑着说道 干得不错 回头给你寄一份功劳 叶帽见气氛没这么凝重 当即也放下了军众的那一套 对着李信苦笑一声 父亲还有祖父 总是觉得我长不大 我也不要什么功劳 师叔你能在他们面前 替我说几好话就成了 李信笑眯眯的看了他一眼 替你说什么好话 就说我已经承认了 小公爷我有些不太服气 随手把身上染血的一甲包了下来 大咧咧地说道 前几个月 我独自带着一个折冲府 去阻拦那些北州士族 不是一样 做得进退有据 父亲他们总以为我还没长大 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如何没有长大 叶帽比李信年纪要大 他这个年轻 又是出身大户人家 自然是早早的成婚 现在叶帽的大儿子 都已经可以上街打酱油了 不过这货实在是不适合混朝堂 因此 不管是叶老头还是叶明 都不太放心他 一直让李信带着 金安侯爷笑呵呵地看着叶帽 尝试性地开口问道 叶帽 这三十多个人 你杀了几个 十来个吧 叶帽在帅杖里倒了杯水 一边喝一边说道 他们走得快 不然还能再杀几个 等明天大军动作 我再带人在身后清扫一遍 几天之后 应该就没人敢跟着咱们了 李信心里有些吃惊 要知道 白天的时候 叶帽是带着一个骑兵营的人 去清扫尾翼的 按照进军的编制 一个营是一千人 也就是说 一千人出去做事 这位小公爷 一个人就干了三分之一 金安侯爷 顿时对叶帽客气了不少 小公爷武艺不错呀 叶小公爷连连摇头 我不成的 我从小被祖父打到大 到现在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 真动起手来 我也未必打得赢他 说到这里 叶帽一脸丧气 就连四说 我也打不赢 因为叶明常年在外 在京城的叶家人 其实就叶胜 叶林还有叶帽三个人 三个人当中 叶帽一直是被吊打的那个 因此 这位小公爷 对自己的武力值 很不自信 李信眼皮子抖了抖 他突然想明白了 这货从小是跟着叶老头 一起长大的 叶老头那个臭脾气 动不动就喜欢打人 这位小公爷 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顽强地生存下来 想不成为猛将凶动男 至于那个李信的老上司 叶林 前年公变的时候 李信亲眼看着这货 一个打十几个内卫 罢了 这一家人都不是正常人 金安侯深呼吸了一口气 在心里打笑了跟叶帽 比划比划的打算 重重地拍了拍叶帽的肩膀 好了 你今天累了一天了 先回去歇着吧 等过几天 我给你爹写信 好好地夸一夸你 小公爷心花怒放 捡起地上的一甲 屁颠屁颠地就去了 等叶帽走远之后 一直在旁边 看着的赵家 突然悠悠地说了一句 侯爷 这位成国公府的小公爷 从小是叶老公 爷亲自教授的武艺 金安侯白了他一眼 那又怎么样 难道还真要用 这个宝贝疙瘩 去冲阵不成 要是伤了蛇了 咱们去哪里陪叶家 一个小公爷 赵家缩了缩脖子 没有说话了 的确 就算叶帽再如何勇武 也永远不能去冲阵 没办法啊 猛将兄的身子 少爷的命 就在理性所部 偷偷朝着目的地进发的时候 一辆悬黑色的马车 悄悄地行驶 进了汉中府 马车一路不停 一直到了汉中将军府 是的 大概是在十来年前 为了防止南蜀斐逆 在汉中作乱 经平南侯提议 朝廷在汉中 设立了汉中将军一职 官政三平 负责统领汉中府的驻军 时刻镇压南蜀斐逆 当然了 这个汉中将军 历来都是由平南侯李慎举荐的 马车进了汉中将军府之后 最终在将军府的后院 停了下来 一身甲州的汉中将军梦启 恭恭敬敬地 在这辆黑色的马车面前 半跪了下来 末将孟启 拜见大将军 马车里 一个身穿轻衣的中年人 缓缓走了下来 跟着他一起走下来的 还有一个壮汉 孟启眼皮子抖了抖 再次低头 末将见过李富将 这两个人 就是平南军的大将军李慎 以及他的异地李延了 这两个人 可以说是平南军的一号和二号人物 平时一般不会同时离开景城 也不太会同时出现在景城之外的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疾病的 却同时出现在了汉中府 李慎下了马车之后 两三步走到孟启面前 伸手把这个四十来岁的汉中将军 搀扶了起来 其实从朝廷那边来看 这个汉中将军 并不归属平南军节制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是上下级关系 可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汉中 是南疆的第一道屏障 祝国大将军很是直接 把孟启扶起来之后 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孟启 叶明要带人进攻汉中了 李信所部 因为一路走一路清扫尾翼的原因 如今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方向 但是不知道具体去了哪里 但是叶明所部体量庞大 他们动作起来 还是很好探查的 这位叶少宝 是直扑汉中而来 孟启脸色变了变 随即拍了拍胸脯 开口道 大将军放心 末将一定死守汉中 绝不让外人占到一丝便宜 李慎脸上的笑意 收敛了一些 这次汉中一战 许胜不许败 必须打掉要叶明的锐气 才能给我们 迎来一些喘息的机会 孟启苦笑一声 大将军 汉中只有两万兵力 不可能去跟叶明他们应来 一旁的大个子李延 沉声开口 所以我们来了 如赵家所说 这一次西南与朝廷的战争 平南军必须要在 首次碰撞中取胜 而且要是大胜 如果第一仗都败了 本就是偏安易于的西南 人心瞬间就会散掉 人心一散 本来就是烈士一方的南疆 几乎就失去了 任何取胜的可能 所以这一次 平南军的一号人物 和二号人物 同时出现在了汉中府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态度 已经很鲜明了 那就是无论如何 在汉中的第一战 要打得漂亮 哪怕最终汉中失守 平南军退守间隔 也必须要给朝廷那边 一个迎头痛击 祝国大将军拉着孟起 到了汉中将军府的正堂 三个人先后坐下 李慎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 戴然开口 叶明那边 应该是有十多万人 他们想要入属 第一件事 就是拿下汉中 汉中这边有两万人 我再给你调五万人过来 能不能守 孟起立刻站了起来 沉声抱拳 大将军 末将一定死守汉中 李慎摆了摆手 示意他坐下来 然后他继续说道 叶明这个人 带兵以法度出名 郑北军在他手里十几年 没有出过半点岔落 他要打汉中 多半也会步步为营 想要完全守住汉中很难 本将的意思是 汉中可以丢 但是必须要守到年底 说到这里 李慎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另外 在首次碰到叶明的时候 咱们必须要胜 到时候 我会让李延领兵 孟将军 你在李延身边帮一帮他 孟奇立刻低头道 末将知道了 老实说 像这种林郑换将 是非常忌讳的 尤其是像孟奇这种 做了多年汉中将军的人 对于汉中 他再了解不过 但是李延这个人 在西南威望很重 他出面主战 孟奇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李慎稳坐主位 迪梅道 这一次 我会亲自在这里 会议会这位叶家的长子 他与叶明 虽然年龄有些差距 算是同辈人 老公爷叶盛 与他的父亲李之杰 当年一直被大晋朝堂的人 拿来相比较 如今 这两个人的长子 终于有机会 第一次交手了 他们又说了几句话之后 孟奇起身退下 李慎坐在主位上没有动 李延则是代替兄长 去送了 送这位汉中将军 片刻之后 李延重新回到了李慎身边 祝国大将军坐在主位上 沉默了许久 最终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异地 开口问道 你觉得咱们这次 胜算几何 李延垂手道 大兄 是问这次汉中之战 还是询问全局 都说一说 李延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次叶明应该不知道 咱们来了汉中 我们调配的援军 也是化整为零 一点一点送到汉中的 有心算无心之下 叶明应该会吃一点亏 但是也只是吃亏而已 李延继续说道 叶明这个人 小弟曾经看过 他在北边的一些军报 这个人带兵最是谨慎 几乎没有什么破绽可以抓 咱们出其不意 可以伤到他的皮肉 却伤不到他的筋骨 只要等他反应过来 大不一样 叶盛当年带兵 最让人记住的是一个蟒字 正是这骨子蟒进 叶老头才能一举 把庞大的北周 送进了坟墓里 但是叶绍宝的风格 就要稳重得多 也正因为这份沉稳的性子 继门关这么多年 才一直固若金汤 北边的残州 或许会骚扰 继门关附近的边镇 但是却从来没有 敢正面打过继门关 能让他掉一层皮就够了 李延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开口道 叶明在这里吃了亏 就会更加谨慎 打完第一仗之后 就让孟起在这里守着 你去剑阁准备防守 只要汉中能拖住叶明半年 剑阁那边就能拖住他一两年 到时候叶明带着的这支禁军 就会陷在西南 两三年之后 即便剑阁破了 咱们也能成事 所谓的成事 并不是指西南会突然强壮 而是西南如果能撑过朝廷三年 天底下就会有人 倒向废太子这边 到时候 西南就会更加牢不可破 即便如此 西南想跟朝廷对抗 也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按照李慎自己的推算 南疆这边 至少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积攒起 足够反攻朝廷的力量 这是一段漫长的路 这条路 李慎原本是不愿意走的 但是时势一步步 把他逼到了这条路上 如今的平南侯府 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 那李芝杰这一戏 就要统统灰飞烟灭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都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因为一回头就会死 李慎闭上眼睛 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在脑海里详细回想了一遍 最终缓缓吐了口气 他想到了那个初见时 尚有些稚嫩 并且在自己面前 咬牙切齿的少年人 如果不是他 如今的平南侯府 虽然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但是绝对不会是这样 想到这里 李慎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这个一兄弟 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如果承得天子尚在 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至于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承得天子尚在 李慎再怎么样 也有一个投降的机会 他上交南疆兵权 那位圣天子 就会给他一条活路 但是如今的这个天子 已经与南疆有杀父之仇了 这个大靖朝廷 曾经的平南侯闷哼一声 把这些繁杂的想法 抛在脑后 不管怎么样 汉中的这一仗 必须要打赢 如果第一次在汉中 就输给叶明 那么咱们也不用 保什么太子殿下 自己拿刀抹脖子 还要死得干脆一些 李延站在李慎身后 恭敬低头 末将 遵命 此战不胜 末将提头来见 李慎没有说话 副手走远了 他心里对自己这个异地 多少有些怨气 李延也知道自己大兄 对自己杀了成的天子 很是不满 但是事已至此 成的天子也没有办法 死而复生 这位平南军里 最勇猛的武将摇了摇头 也转身 回了自己的屋子 在李慎到达汉中城的第三天 一封书信 送到了汉中将军府 这封信 不是给汉中将军梦起的 而是给李慎的 祝国大将军接到这封信 还没有拆开 脸色就为之一变 因为这封信 是叶明寄过来的 李慎深呼吸了一口气 转身看向李延和孟起 他是如何知道 我在汉中的 两人都纷纷摇头 李慎皱了皱眉头 勉强压下心中的疑虑 拆开了这封信 信里的内容很简单 弟兄十余年未见 期盼一会 李慎和李延两个人来汉中 都是悄悄过来的 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甚至都没有带几个人过来 按理说 叶明那边无论如何 也不应该知道 自己在汉中 但是他偏偏 把信送到了这里 这样 李慎心里暗暗皱眉 莫不是自己身边 出了什么艰险 想到这里 他把这封信 收回了袖子里 然后回头 对李延问道 知道我们在汉中的 有多少人 十来个 李延也有些吃惊 他低声道 这些人 都是咱们平南郡的高层 他们如果真要背叛大兄 可以有更好的法子 没必要泄露消息 平南郡的高层 每个人手底下 都能带动 上万人以上的兵马 李延的意思是 如果这些人 有心背叛李慎 他们完全可以 用更激烈的法子 甚至于直接 让平南郡元气大伤 李延言下之意 就是不太可能 是有身边人背叛 李慎低眉思索了片刻 然后想起了一个可能 他低眉道 叶明既然要来打汉中 他就有可能猜得到 我要来汉中 如果是他猜到了 那就说明 你我都小看 这个叶家长子了 李延脸色也变了变 如果叶明全靠推算 就算出了李慎 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汉中 那么这个对手 就有些可怕了 此时 这两个西南的大人物 都没有想到 叶明之所以能猜到 李慎有可能会出现在汉中 是受了一个年轻人的提醒 这个年轻人 姓赵明家 正因为赵家的提醒 叶明才对汉中有些警醒 不过他派人给汉中送信 很大程度上 也是要试探试探李慎 到底在不在汉中 这种试探毫无成本 李慎不在汉中 那就让汉中转送景城 如果李慎在汉中 那就是蒙对了 李延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大兄 如果叶明是试探咱们 那这封信 咱们可以立刻让人送到景城去 这样叶明就摸不准咱们的脉搏了 此时 李慎在哪里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 汉中会不会增兵 以及叶明打汉中 具体要怎么打 李慎微微摇头 如果这封信一送进汉中 就立刻送出去 或许可以迷惑住叶明 但是此时 他已经送到了这个汉中将军府 事情就暴露了 道理很简单 作为汉中将军的孟起 是绝对不敢阻拦 或者翻阅李慎书信的 如果他接到这个书信 应该会立刻送到景城去 这会儿 时间已经不太来得及了 那大兄的意思是 平囊侯缓缓闭上眼睛 开口道 叶明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再不去见他 就会给他瞧不起 你去给他回信 告诉他 三天之后 我在实权等他 双方交战的时候 如果主将要见面 那就要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 如果其中一方提出见面 另一方就负责确定时间地点 人数一般是各带两百人 见面是叶明提出来的 所以 时间地点 就该李慎来定 石泉是一个县城 在汉中城外一百里左右的地方 城中没有驻军 正是和两个人见面 李延点了点头 开口 嗯 小弟知道了 这就去吩咐下去 李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到时候我可以去 但是你就不要去了 他可以一个楼里慎在汉中 却总不能 发现你也在汉中 不然叶明打汉中的时候 会越发小心谨慎 李延点了点头 小弟知道了 对于如今僵持住的西南局势来说 三天时间不过是眨眼而过 三天后的清晨 在石泉县的城门口 一身简单轻衣的李慎 安静地坐在马上等候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肯定都是不会进城的 毕竟谁也不会知道 对方会不会在城里 安排了刀斧手之类的 所以见面的地方 最终被安排在了 石泉县附近的一个梁亭下面 双方人马摆开阵势 各自戒严 一身轻衣的李慎 坐在梁亭下面等了一会之后 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一个头发花白 仍旧着假的老将军 从马上跳了下来 笑呵呵地走进了这座亭子下面 已经等了一会儿的李慎 连忙起身 拱手道 弟李慎 见过叶师兄 李叶两家 因为各自都战功赫赫 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身骄 也不太敢身骄 但是叶盛与李之杰在之前是很熟的 叶老头这辈子 也就把李之杰一个人看在眼里 所以他们两个的子辈 自然要兄弟相称 叶明见李慎没有着甲 当即很爽快地把身上的甲皱卸了下来 丢给了一旁的清随 然后规规矩矩的环礼 瞒得敬成愿意出来见我 叶明一边说话 一边走进了这座凉亭 他面带笑容 记得前几个月 于兄还在计门关为将 被召回京城之后 经文敬成家里走水 没能走出来 那时候于兄心里还觉得很是可惜 但是又看到敬成你还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于兄也松了一口气 说到这里 叶明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当年匆匆一别 再见竟是这般光景 李慎面色平静 是时势破人 非是帝愿以为之 两个人说着话 都在亭子下面坐了下来 叶少宝低眉道 游有余地 你西南兵强马壮 陛下也不想跟你们硬打到底 只要你愿意低头 交出废太子 于兄可以保证 朝廷此次牺牲就此作罢 禁臣你 依旧是朝廷的驻国大将军 西南也还是你的西南 平南侯爷笑呵呵地看了叶明一眼 师兄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一次朝廷或许可以作罢 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次 这一次平南军还有还手的机会 如果等到下一次 朝廷攒够了事 恐怕要一鼓作气 打到锦城了 说到这里 李慎面色凝重起来 如今的太康天子 是如何的位的 师兄应该比我要清楚 他本来只是一个数出的皇子 在京城四位皇子里 年纪最小 如果不是他阴谋兵变 如何能做到如今这个位置上去 承蒙先帝当年看中 曾与弟兄弟相称 如今先帝死得不明不白 长子流落在外 靖城如何忍心 让曾经的太子殿下 回京受死 一身轻衣的祝国大将军 面色沉重 了不起拼却身家性命 只当报答先帝了 到了这个时候 废太子就是西南手中 最贵重的一张底牌 这件事 李慎比谁都清楚 他不可能在这个当口 放弃废太子 放弃了 就是饮阵止渴 叶绍宝坐在李慎对面 双手拢在袖子里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这番话说出来 就是李长安在这里要笑你 何苦拿来搪色于胸 听叶明说到李长安 李慎左右看了看 始终没有看见李慎的踪影 他回头看向叶明 皱了皱眉头 怎么不见那位金安侯爷 之前这只征锡军 兵分两路的事情 西南那边是知道的 毕竟他们还派人 跟着李慎走了一劫 虽然这些人 都被李慎拍叶帽清理掉了 但是最起码 李慎是知道 有一部分征锡军 不知去向了 而且行程还很隐蔽 虽然最开始 李慎不知道 这一部分征锡军 是李慎在带领 但是现在看到 叶明身边 没了李慎的身影 他就有些开始怀疑了 要说整个京城里 李慎算是 他比较忌惮的人之一了 毕竟这个本来 在泥城里的少年人 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爬到了如今的位置 并且给平南侯府 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李慎被逼到 如今这条路上 金安侯功不可没 叶明笑了笑 长安他还在中军里 这一次 是我与京城见面 他不愿意来 说到这里 叶明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长安被家父说为弟子 也算是跟我叶家分不开了 只不过 于兄一直不太明白 长安的身世 他抬头看了李慎一眼 默然道 听家父说 他是靖城的儿子 李慎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摇了摇头 他不认我 我也没有认他 就算不得父子了 这话听起来是否认 但是实际上 是变相地承认了 叶绍宝不无羡慕地说道 你这个儿子 厉害啊 现在是泰康二年的夏天 在成德17年冬天的时候 李慎还是个 险些冻死的小人物 但是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如今的李长安 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左右朝局了 他才20岁 又跟天子交好 正儿八经的前途无量 叶明府长道 若是我有这么一个儿子 即便现在闭眼 也大可以放心了 不管是叶省还是叶明 都有些放心不下 小工业叶茂 担心他将来 无法成绩叶家的家业 也因为这个原因 庞大的叶家 才愿意与理性修妻与共 互不相认 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叶明笑了笑 本来我有些想不通 你为什么能敢孤注 一致到这种地步 现在我想明白了 有理性在 你不管胜负输赢 总会有血脉流下来 这位叶少宝 深深地看了一眼李慎 然后颇有些感慨地说道 你们平南侯府 三代都是人杰 只可惜 这第三代 到了李长安身上 而不是你那个长子李纯身上 否则平南侯府 最起码 可以在兴盛三十年 李慎大有同感 点了点头说道 我试着挽回过 但是没有用 我那个师弟 心高气傲 叶明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这个天底下 也就只有 他看不上你们平南侯府的家底 想要自己另起一个基业 可偏偏还给他做成了 如果把这天底下的势力 比作一座座大山的话 第一高的 自然是大晋的皇室基家 而坐拥西南的平南侯府 就是无可争议的老二 的确 论在大晋将门之中的地位 不管是崇家还是叶家 都是要超过平南侯府的 但是这两家是基家的附庸 他们不仅 没有独立的行政权 甚至没有独立的兵权 论个头 要比平南侯府差得远了 平南侯府这座山 虽然不高 但是却是独立的一座山 换作是这个时代 任何一个人 放在理性的位置上 哪怕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在知晓平南侯府 有多么高大之后 九成的人 会选择回到这座侯府 认颂当儿子 另外一城 稍微有些骨气的人 会选择逃得远远的 这辈子都不再赶进京城 如叶明所说 普天之下 也只有理性一个人 会对平南侯李慎这个爹说不 这并不是什么心高气傲 只是理性自觉 自己是个穿越者 所以才有底气自立门户 不过这个立门户的过程 并不像理性刚开始想的那么顺利 这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光是生死之间的事 就经历了至少两次 再加上碰到了诸多贵人 又踩在了大事的风口上 才能一路这么顺利地走到了今天 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他这个穿越者的优势 远没有他之前想象的这么大 理性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开口说道 世兄大张旗鼓地喊我到这里 就是为了说这些 叶少宝微微一笑 是侯爷先提的李长安 不是我 李慎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我只是问他去了哪里 叶师兄却扯了这么多事情 自然要让你难受难受 叶明直言不讳 不出意外 你我马上就要 在战场上见分晓了 这会儿让侯爷生生气 说不定西征就能够顺利一些 战场上 一些细微的因素 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比如说 一个主将的心态 就有可能决定一场战事的胜负 李慎默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叶师兄如果没有别的话 少赔了 叶明脸上的笑容收敛 静晨你当真不愿意回头了 李慎头也没有回 不回头还有一线生机 回头只是晚死几年时间 给师兄拒选 师兄如何抉择 叶明默默地叹了口气 在成德朝的时候 你有大把机会可以回头的 师兄以为我不想 李慎停住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叶明 如果要你叶家 用身边旧部的家小 换一场荣华富贵 你叶少宝换是不换 叶明没有说话 当初叶盛是选择放弃兵权的 不过叶家没有李慎说得这么惨 叶盛当年的旧部 并没有几个被杀 只是被五皇帝 分散在了各个衙门之中 而且多少受到了一些打压 最典型的就是李慎的老师 羽林卫校尉王忠 他是当年叶盛麾下的猛将之一 回了京城之后 并没有步步高升 只是平调 坐从叶盛手下的校尉 变成了羽林卫的一个校尉 而且还三十来年没有升迁 这其中自然有王忠自己的一部分原因 但是究其根本 还是因为他是陈国公府一系 虽然叶家这一系受到了优待 但是叶盛却不敢说 平南侯府一系受到了优待 就连叶盛叶老头自己也说 叶家能够在京城里生存下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平南侯府割地自重了 虽然不能用意测诽谤五皇帝 但是如果当初叶里两个人 都选择交权回京 两个人很可能都会出事情 最起码 两个人要跟着那位 一统天下的五皇帝一起死 而不是像现在的叶老头这样 生生地又熬死了一个成的地 叶明心里也清楚 如果李慎跟成的天子投降 平南侯府或许可以平南无事 但是南疆平南军的这些将领 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他没有反驳李慎 这位叶少宝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靖臣是想在汉中与我争稀军党 李慎越走越远 没有回话 叶明对着他的背影 高声说了一句 我建议你去守剑阁 守汉中 你不可能守得住我 叶少宝最后这一句话 倒不是在讥讽李慎什么 因为从军事角度上来说 汉中确实没有剑阁地理位置优越 毕竟剑阁有一个剑门关 而汉中就只是一座城池 这座城池 本来是不应该派驻重兵的 是李慎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才会增兵汉中 如今这个意图 显然已经被叶明看破 那么增兵汉中 也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因此 叶少宝这句话 是实打实地出于好心 当然了 双方既然要打仗 那就必然是生死搏杀 叶明没有给李慎出主意的道理 他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想让李慎放弃汉中城 好让他能顺利拿下汉中 至于剑阁 等到征锡军推到剑阁的时候 另一边的李信 大概已经越过阴平 朝着江游那边去了 到时候李英外合 不管剑阁那边有多少人看守 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到了叶明这种级别 有时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就暗藏了不知道多少积风 李慎仿佛没有听到 这位师兄在说什么 背负双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叶少宝见状 也摇头笑了笑 从亭子下面起身 回自己中军大仗去了 两个人这一次对话 看起来平淡无奇 甚至有些聊家常的味道 但是实际上 背后已经交锋了 不知道多少次 先是李慎没有看见李信 就开始怀疑 那个少年侯爷 是不是奋兵去做什么坏事去了 然后叶明就借着李信 狠狠地接了李慎一次伤疤 这个伤疤的确很疼 以驻国大将军的城府 也不想再继续跟叶明谈下去 所以他选择起身离开 跟着叶少宝 就是几句常规劝详的话了 聊到最后 叶明也没有忘记 给李慎留个坑 总而言之 这一次双方老大的见面 以叶明这边稍站上风结束 而他之所以站了上风 很大原因是因为 两个人聊到了李信 静安侯 作为平南侯府第三代 甚至是整个京城 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年轻人 却跟平南侯府分道扬镳 甚至互为仇仇 任谁放到李慎这个位置上 心里都会有些不太舒服 李慎也不能例外 事实上 他很需要李信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倒不是因为什么父子之情 更不是因为 出于对肖清兰的愧疚 而是因为李信如今的能力 以及他对于南属移民的影响力 当然了 叶明有一句话也没有说错 他们父子反目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这样就算其中一方注定会失败 但是总会有一家 心里的生存下来 也就是说 不管李慎再怎么输 也不会输得太彻底 从石圈县回来之后 走了接近一天的时间 李慎重新回到了汉中府 在汉中将军府的门口 大个子李延 与汉中将军孟齐两个人 垂首等在路旁 迎接李慎 平南侯缓缓走下马车 两个人上前对李慎见礼 李慎有些异性阑珊 挥了挥手说道 叶明不久就回到汉中城 孟将军先去检查检查城房 我与李延有些话要说 孟齐恭敬低头 抱拳道 末将这就去 孟齐退下去之后 李慎带着李延 进了汉中将军府的书房 这里原本是孟齐的书房 但是李慎到了汉中之后 就自然而然地 被祝国大将军给征用了 李慎坐在主位上 大个子李延 弯身给他倒了杯茶 开口问道 大兄 叶明与你说什么了 李慎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语气平静 他让我们献出太子殿下 朝廷就可以不跟我们计较 李延脸色一变 沉声道 这明显是朝廷的缓兵之计 如今 咱们已经与朝廷势不两立 就算朝廷现在不追究 以后也会秋后算账 他说到一半 声音就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李慎在看着他 大兄 李延低着头 有些不太敢说话了 平南侯坐在主位上 闭目思索了许久 最终缓缓睁开眼睛 你听好了 李延立刻低头抱拳 末将在 两个人虽然是一兄弟 但是军令一出的时候 李慎就是平南军的驻国大将军 李延也会规规矩矩地听军令 再过一段时间 叶明就会领兵攻汉中 到时候 你按照原定计划 带兵去跟他们的先锋军打一打 到时候 我会多给你一些人 还是跟先前一样 许胜不许败 这第一仗是立足之战 必须要大胜 否则咱们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李延沉声道 末将一定 不服大将军重托 说着 他就要出去准备了 李延淡淡地说道 我还没有说完 李延停住脚步 回头继续低头等候命令 李延又喝了口茶 淡淡地说道 第一仗打完之后 咱们带过来的人 你悉数带回剑阁去 汉中这边 仍旧交给孟奇的两万人来守 他能守多久 就守多久 李延恶然道 为什么 如果咱们带着的兵留在汉中 汉中至少守半年没有什么问题 计划已经被叶明看破了 平南侯默然道 汉中这边 没有剑门关那种地形 如果第一波伤不到叶明 强行守这里 只不过是浪费人力 不如退守剑阁去 是的 李慎接受了叶明的建议 当然了 这个决策 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过的 首先 汉中府的确没有剑阁那么好守 平南军也不应该留太多人力 浪费在汉中 剑门关更合适 再有就是 李慎觉得汉中城里有内奸 而叶明最后那句话 是在说反话 即他重点防守汉中 李延犹豫了一下 最终咬牙道 末将遵命 李慎坐在书房里 低头思索了一下 最终开口道 前些日子 叶明一分为二 分出了一部分 而且 这部分行军十分隐蔽 行军路上 还要分出齐足清扫身后的赤后 行迹颇有些可疑 我需要知道 这支军队到底去哪了 你跟成平说 无论什么代价 帮我找到这支 分出去的小谷军队 李延有些不解 大兄 不管他们在如何奋兵 总是要过剑门的 花这个精力 去寻他们做什么 大兄觉得 征锡军的这个奋兵 另有意图 我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意图 祝国大将军 重新闭上眼睛 缓缓地说道 但是李信不见了 本应该跟在 叶明身边的李信不见了 那么这支 分出去的小谷兵力 很有可能就是李信在带着 李信这个人 变数太大 我必须要知道 他去了哪里 要干什么 李延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低头 末将这就去办 就在两个当今 天下顶级的 大将军见面的时候 李信已经一路往北 沿着大进朝廷的控制范围 绕过了汉中 准备朝着几道前进 这一路上 他走得特别小心 事实上 一支超过万人的军队 想要彻底掩藏 自己的行迹 是不太可能的 几万人行军起来 浩浩荡荡 不可能完全隐藏 自己的行迹 哪怕李信在 小心翼翼的沿途 清理斥后 能够做到的极限 也就是尽量 模糊自己的去向 不让敌人精确知道 自己去了哪里 但是大体的活动范围 西南多多少少 会有些概念 因此 李信在注意清理 身后尾巴的同时 有时候 还会故意有一些弯路 来干扰敌人的判断 本来他们清理斥后 行军速度就要慢上不少 再故意有一些弯路 速度就更慢了 他们离开荆州 足足大半个月 才走了四五百里的样子 李信并不着急 而跟在他身边的 小公爷叶茂 却着急了 在一天扎营之后 这位小公爷 走到李信的帅杖里 见到正在与赵家 翻看南疆看鱼图的 李信之后 小公爷有些生气 上前两步 抱拳道 李将军 李信抬头看了叶茂一眼 然后重新把目光 放在地图上 最终指着地图上的 其中一部分 不急不缓地 对着赵家说道 有安兄 这一片地方 你再去让人搜集一下 具体一点的地形图 尽量摸清楚 这几条山道 怎么进山 当初邓爱走 这条阴平古道 手下人死伤甚多 虽然其主力 基本顺利通过 但是李信带兵的本事 比邓爱还是要差一些的 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赵家听了李信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低声道 属下这就去办 说着 他抬头看了一眼 面带怒色的小公爷叶茂 然后笑呵呵地说道 小公爷比侯爷预料的 还要早来了一会儿 说着 他走出了李信的帅杖 赵家走了之后 帅杖里就没有了外人 叶茂性子急 抱拳道 李师叔 我夫这两日就要打汉中了 李信眼皮子也没有台 淡淡地说道 你能知道的事情 我这个主将 自然早就知道了 打汉中 是我与叶师兄 一早定下来的事情 有什么好惊慌的 可是父亲要在汉中苦战 咱们不能全无作为啊 叶茂先是看了李信一眼 犹豫了一下 然后开口说道 这段时间 我注意了一下 我们行军的方向 我们是在往西北走 李南江越来越远了 这个时代的人 大多是看不懂地图 甚至许多人 连方向也认不得 但是叶茂出身江门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他自然是知道的 李信面色不变 缓缓说道 一叶师兄的兵力 拿下汉中 并不算什么难事 咱们该做什么做什么 你着什么急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李信已经渐渐摸清楚 叶茂的脾气了 这位小工业性子急躁 想到什么事情 就会立刻去做 完全不知道 深思熟虑四个字怎么写 不过他能力还是有的 一般的事情给他办 他都能办得很漂亮 简而言之 有将才而无帅才 这也是叶家父子两个人 都很担心他的原因 小工爷还是有些怕李信的 倒不是因为李信有多厉害 而且因为李信 跟他父祖两个人 关系都很好 只要一个轻飘飘的小报告 就会让小工爷回家挨揍 听了李信这番话之后 他先是看了金安侯眼 然后开口苦笑道 师叔总要告诉我 我们这是要去哪吧 你爹让你听我的话 李信脸色一板 没有回答小工爷的问题 而是开口问道 让你清理身后的尾巴 你清理得怎么样了 小工爷挠了挠头 有些无奈 最近身后的尾巴不多了 一个营的骑足 在身后寻一天 也就能抓七八个人 没什么意思 我丢给手下人去做了 那就老老实实地待着 李信缓缓闭上眼睛 汉中之战一打起来 我们就要加快动作了 很简单的道理 如今西南那边 在盯着李信的这支粪兵 整整大半个月时间 李信每天都能在身后 割掉不少跟着的小尾巴 以至于让他不得不 故意走弯路 干扰平南军的视线 但是如果汉中之战一起 平南军的视线 必然会放在汉中 那个时候 李信就要开始加速动作 尽快进入殷平附近了 而此时 汉中大战已经揭开序幕 因为叶明所部近十万人 已经到达汉中城下 汉中是西南门户 只有扣开这个门户 才能真正进入西南 因此 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 按照规矩 王师逃逆 是要宣读诏书的 如今叶明所部 是京城附近的禁军 正儿八经的视 代表了正义的王师 因此 叶明先是让人在阵前 宣读了一番朝廷的诏书 痛斥了一番汉中叛国的行径 要求汉中将军梦起 汉中之府 沉生开城门投降 自然没有人理他 于是 在叶明兵临汉中的第三天 这位镇守纪盟官十几年的大将军 终于狠狠一挥手 宣布攻城 宣读诏书 自然不太可能宣读两天时间 事实上 这两天时间里 叶明所部 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打造工程器械 工程车 撞成锤等等 都已经被上算精锐的禁军造了出来 工程 其实很没有技术含量 一般情况下 就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应来 直接开始工程 这种情况 就是纯粹地用人命去填 用人命去消磨守城一方的物资 以及守城器械 等到敌方淡尽粮绝 或者 几方真有那种一己先登的猛将凶 就可以破开敌城 如果不想用这种笨办法 那就围城比较好 这种办法 是用物资去消耗敌人 这段时间城里粮食吃完了 多半就会现成投降 第三种是围点打员 不过叶大将军很干脆地选择了第一种 无论如何 这第一仗的气势必须要打出来 工程办法很简单 四面城墙同时进攻 每一边两千人 然后选择其中一面城墙重点突破 用投石车撞成锤 开始猛烈工程 按照叶明的推算 这样打下来 虽然会死不少人 但是一两个月之内 就应该可以拿下汉中 第一队人 率先冲到了城门之下 一些人抱着撞成锤 已经开始准备撞击城门 就在这个时候 城门自己开了 以西南汉将李延为首 从四门里 各自涌出来数千人 一鼓作气 杀入夜明所部的阵型 李延骑在一匹大青马上 手持一柄铁朔 一马当先 冲入了禁军之中 他马朔横扫 只一下 就有两三个禁军 被他砸得骨断金蛇 这位西南汉将 高高扬起手中铁朔 怒吼一声 弟兄们 伪帝篡国 杀了这些逆军 你我都是从龙功臣 杀